许颜突破先天进大城之后 从房间里出来 看到冷秋正在练剑 他看了一会儿 开口道 见识太涣散了 而且不够狠力 心中不要有犹豫 出剑就出剑 不要未出剑 就想着 接下来该怎么变招 在这里住了几天 省了自己很多灵精 那就指点一下冷秋吧 冷秋顿时精神一震 这是一位真正的剑道强者 那我该如何修炼 才是正确的 许颜抬手一抓 一根树枝落入手中 道 多的就不教你了 剑道太深奥 你可能一时半会儿 领悟不了 以后见到谢兄了 可以向他请教 今日 我教你剑法 也是你们剑尊牙的剑法 我改良之后的万和剑法 说完之后 许颜挥动树枝 剑气纵横 一边施展 一边将万和剑法 一一讲解给冷秋听 冷秋肃目地看着 生怕错落了任何一点 许颜施展完毕 树枝一抛 道 能记住多少 学到多少 全看你自己了 转身向外走去 谢兄来了 去哪里找你 冷秋慌忙问道 七星学宫 点藏阁 许颜回道 点藏阁里 点击无数 他要去翻阅 博览群书 增长见识 真正的舞者 不是莽夫 许颜时刻牢记着师父的教导 他离开没多久 谢凌峰与湖山就赶来了 冷秋师弟 许兄呢 谢凌峰迫不及待地问道 谢师兄 你终于来了 他去了七星学宫 点藏阁 冷秋正在琢磨 许颜传的剑法 回头看到师兄 欣喜地回道 师兄 你真的让他 在内狱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可以报你名字 冷秋满脸好奇地问道 谢凌峰嘴角抽了一抽 干咳一声 道 我与许兄之事 你就不要问了 走 去七星学宫点藏阁 谢凌峰与湖山 匆忙离去 七星学宫 点藏阁第九层 许颜在翻看剩余的点集 全部看完之后 他就来到了第八层 继续翻看点集 越看越是感慨 难怪师父说 不要自娇自傲 来到内狱要多看 内狱舞蹈功法也太多了 各种秘术也不少 剑法 枪法 刀法等等 数不胜数 各种传技 修炼心得 应对强敌之法 应有尽有 虽然这些功法 秘术都比较弱 却是可以触类旁通 让我有新的感悟 取其精华 融入己身 那万法于一体 翻看了七星学宫的五道点集后 许颜顿觉自己 见识增长了 更容易明目师父 所传的五道 一道身影 走入了七星学宫 他手里拿着折扇 正在与一名教习闲聊着 未曾想到 英红师兄 反倒先一步 突破大宗师境了 那名教习感慨道 得贵人相助 侥幸而已 刚突破不久 英红谦虚地道 七星学宫 一如当初 诸多来自内域各地的天骄 来此求学 期盼能得明师传授五道 想当初 他也是七星学宫里的学子 一品静后离开学宫 闯荡内域 突破宗师境 然而突破大宗师 未能成功 停留在了半步大宗师境上 距于苍蓝岛上 成为大越国明镇一方的强者 投靠了贵人之后 上一次出手 结果杀鱼而归 不过 既然是见尊雅谢灵峰出手 他失败退走之势 贵人并未责怪 反而赐给了他一株六品灵药 多年积累之下 终于突破了大宗师境 他此来七星学宫 是为了帮贵人 寻找天赋卓越的学子 拉拢过来的 也为了维护 与七星学宫的渊源关系 我刚到七星城 就听闻见尊雅谢灵峰 闯过了九层演舞台 我七星学宫 就这么被见尊雅压一头 殷弘有些不甘的样子说道 被许言击败 狼狈而逃 他心里憋着气呢 若非忌惮见尊雅 他突破大宗师后 必然第一时间找对方算账 只是 谢灵峰乃是见尊雅天骄 他区区一个大宗师 若是敢以大欺小 对谢灵峰出手 下一刻就会被灭成渣 他背后的贵人 也保不住他 谢灵峰不仅仅是 见尊雅天骄这么简单 更是当代建主 谢天恒的独子 而谢天恒大宗师 在那语排名前五的强大存在 谢灵峰妖念 我七星学宫这一代 没有能与之匹敌者 能如何 那名教习摇头苦笑道 难道 公主他们 就不管 殷红沉生道 小辈之事 公主他们管什么 况且 傅大监学已经出面了 此事也就这样了 天骄自然有天骄的规矩 我七星学宫 向来重视天骄 而不是打压 那名教习有些奇怪地 看了殷红一眼 这位 怎么感觉对谢灵峰 有些怨气呢 不过 殷红虽然曾是 七星学宫的学子 但早已在外独立 无权干涉七星学宫 自然的七星学宫 也不会管他的事情 殷红见此 没有继续说什么 想要挑动七星学宫 针对谢灵峰 显然是不可能了 他心里始终憋着有口气 然而 只能忍了 毕竟 见尊雅他招惹不起 谢灵峰在何处 殷红好奇地问道 在典藏阁 已经在里面待了两天了 那名教习笑着道 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多日未见 倒是想要看看他的天骄风采 殷红笑着开口 向典藏阁而去 另一边 杜玉英与翠儿 正在向典藏阁而来 少爷 许言什么时候出来啊 典藏阁外 一群七星学宫的学子 汇聚在此 都是为了等许言出来 谢灵峰与胡山 混在人群之中 同样在等许言 自从许言进入典藏阁后 为了避免这些学子干扰 临时限制了学子进入 哪怕进入 也只能在第一层待着 谢灵峰与胡山属于外来者 又没有闯言舞台 自然无法进入 何况 哪怕进入了典藏阁 也见不到许言 他在第八或者第九层呢 胡山 你看看这些七星学宫的天骄 都是冲着谢灵峰来的 我若是敢自报名字 你说会发生什么事 谢灵峰欲哭无泪地道 少爷 他们没资格鄙视你 虽然你实力不如许言 但这些人 哪个又是你的对手 胡山宽慰道 谢灵峰点头 此话有理 他也是有傲气的 我虽不如许兄 但放眼内遇 我也是年轻一代 见到第一人 实力能与我比肩者 寥寥无解 这般一想 谢灵峰挺直了腰杆 突然 谢灵峰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顿时瞳孔微微一缩 他怎么来了 胡山好奇地寻着他目光看去 那是一名素衣女子 脸上带着沙巾 瞧不清容颜 身旁站着一名老玉 那是大宗师 少爷 你认识他 无双格的那位 谢灵峰沉声道 此刻的素衣女子 看起来没有丝毫魅惑之意 不过是一个娇俏的女子而已 且看不到面容 仅此而已 不过谢灵峰心里 对他忌惮不已 当今内遇 同辈之中 能够让他忌惮的 此女是一个 就在此时 一个尖叫声传来 小姐 小姐 就是他 冒充谢公子的恶贼 谢灵峰 回头看去 就见到杜侯王府的那个丫鬟 此刻正怒目而瞪 在他身边站着一个 同样戴着面纱的女子 杜依英目光带着冷意 狠狠地盯着谢灵峰 此恶贼难道 又要冒充谢公子 坏谢公子名声不成 阁下 何故冒充谢公子呢 杜依英走了过来 声音轻冷 在他身边 一名中年女子跟随 巅峰镜的宗师 杀 现场所有人 目光都看了过来 全都震惊不已 此人冒充谢灵峰 他怎么敢的 不远处的素衣女子 款款而来 他眼眸之中 带着好奇之色 此人曾冒充谢公子 谢灵峰嘴角抽抽的 我特么才是真的谢灵峰啊 胡山一脸冷汗 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 仿佛有火焰 正在继续之中 即将向他们二人爆发而来 少爷 要不要撤 胡山传音问道 现在撤 岂不是心虚了 必须等许兄出来 谢灵峰咬牙道 喂 问你话呢 为什么冒充谢公子 翠儿插腰怒瞪着他道 这是个误会 谢灵峰一脸无奈之色 什么误会 你不是叫谢炎吗 素衣女子探究的眼神 看了过来 谢灵峰顿时感到了 强大的压力 其他人都瞪着他 似乎随时准备破口大骂 用吐抹心子 把他淹死 当然 若是可以动手的话 恐怕会蜂拥而上 少爷 幸亏七星学宫这里 不允许动武 胡山一脸庆幸地道 就在谢灵峰 一个头两个大的时候 点藏阁门口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咦 谢兄你来了 许颜一眼就看到了 谢灵峰顿时兴奋地 走了过来 至于杜玉英 与素衣女子 他直接掠过了 谢灵峰顿时如释重负 一把握住许颜双手 激动得热泪盈眶 许兄 你终于出来了 再不出来 他就要扛不住了 在场的所有人 都有些梦了 许兄 那不是谢灵峰吗 杜玉英 与素衣女子 也是一脸惊恶之色 谢兄 你的名头真好用啊 没有你的名头 我还上不去第九层呢 许颜高兴地道 好用就行 好用就行 谢灵峰露出 如释重负的笑容 谢公子 你 你不是 串儿已经傻眼了 震惊地道 杜姑娘 许颜似乎现在 才注意到杜玉英 打招呼道 好久不见啊 你是七星学公学子 是的 杜玉英心情复杂 柔声道 玉英多谢公子的 护送之恩 还未请教公子 如何称呼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这位不是贱尊牙 谢灵峰 这个嘛 许颜挠了挠头 不知道要不要说 自己的名字 在场的所有人 都震惊了 如此妖孽 闯过九层演舞台的少年 竟然并非贱尊牙 谢灵峰 他用谢灵峰之名 进入了典藏阁 而真正的谢灵峰 似乎不在乎 他用自己的名头 谢灵峰生怕许颜 继续用他的名头 若是再创下威名 他扛不住啊 于是慌忙低声道 许兄 你实力强大 在内狱闯荡 岂能毫无威名 不如趁此机会 广传威名 就像我谢灵峰 也是小有薄名的 有人称我剑侠谢灵峰 为了这个威名 我可是杀了不少 作恶的魔道武者的 许颜一听 觉得有道理 自己都先天进大城了 大宗师也奈何不了他 自己来内狱一趟 总不能一点威名 都没有吧 师父说我 有剑神之姿 我必成剑神 这般一想 许颜顿时精神一振 抱拳道 在下剑神许颜 谢灵峰 众人 一如既往的狂啊 剑神 剑尊雅怎么看 原来是许公子 杜玉英轻声开口 眸光有些复杂 素衣女子神色怪异 这位少年 竟然不是剑尊雅的 他从哪里来的 如此狂 已经自称剑神了 剑尊雅当代剑主 谢天恒大宗师 被誉为内遇剑道第一强者 也不敢自称剑神啊 就在众人心绪莫名之时 骤然一道声音响起 好大的胆子 竟敢冒用他人身份 混入典藏阁 你这是藐视七星学宫吗 此言一出 在场的众人顿时一正 是啊 既然他不是谢灵峰 却是以谢灵峰之名 进入了第九层 这是在欺瞒七星学宫啊 许颜寻声看去 眉头一挑 原来是你这个半桶水啊 咦 你竟然突破了 真不容易啊 英红一听就气炸了 他本就憋着一肚子气 因为忌惮见尊雅 而不敢有任何报复的心思 结果惊喜地发现 对方竟然不是谢灵峰 而是冒用名头 更是借此混入了典藏阁 七星学宫的强者 该出来维护规矩了吧 结果 他一开口 就被鄙夷了 半桶水 汝大宗师 你找死 这一刻 英红身上气势爆发 宛若天威一般的威压 浩荡而出 这里是七星学宫 骤然 一道声音传来 英红身上的气势 直接被镇压了下去 英红心头一领 慌忙收敛气势 躬身道 见过大监学 傅云天看着许颜神色复杂 本以为自己已经猜到了 这是剑尊雅的天骄 结果竟然是冒用名头的 他怎么敢的呀 大监学 此人 英红指着许颜沉声开口 你这半桶水 很嚣张啊 敢指着我 一掌打不抱你 我许颜给你姓 许颜却是怒了 什么玩意 竟然妄图威慑自己 活腻歪了是吧 英红一听 脸都绿了 他目光沙意凛然 冷声道 你可知 辱大宗师 当如何 许颜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你这种三流大宗师 辱了又如何 什么玩意儿 一掌 就能打死的货色 全场寂静 大宗师啊 一掌就打死 狂得没边了是吧 傅云天都梦了 知道许颜很狂 未曾想到 已经狂到这一步了 宗师也就罢了 毕竟他有这个实力狂 英红可是大宗师啊 固然是刚突破不久 然而大宗师就是大宗师 岂是宗师可以比你的 难道 几日不见 他实力已经强到 可以无视大宗师了 小友 何故冒用名头 入我七星学宫点藏阁呀 傅云天有些无奈地道 别瞎说啊 什么叫冒用 我这是借用 许颜不满地道 对 我借给许兄用的 有问题吗 谢凌峰同样震撼许颜的狂 但他可是知道 既然许颜如此说了 必然是有把握 可以一掌打包那位大宗师的 这才多久啊 许颜的实力 已经如此恐怖了 他看着傅云天道 七星学宫没有规定 不能借用他人身份 入阁翻阅点击吧 在下谢凌峰 加父谢天衡 大监学若是不满 我谢凌峰可以担下此责任 傅云天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从今日起 任何人不得借用他人名头 进入典藏阁 否则严惩 把这个规矩 给立上 至于许颜借用谢凌峰之事 就此作罢 天骄终究有些特权 尤其是这等天骄 大监学 你就这么接过此事 殷红有些不甘 许颜搓了搓手 道 大监学 你们七星学宫 是不能动武的 不如我们打个赌 若是我可以一掌把他打爆 那这规矩就对我无用了 如何 咕咚 众人进阶骇然 全都震惊地看着许颜 那是大宗师啊 一掌打死就够吓人了 你竟然还狂言一掌就打爆 傅云天都有些忍不住要抱粗口了 殷红再弱 也是大宗师啊 即便是他 也做不到一掌打爆 别说一掌打爆了 一招击败殷红都难 再怎么弱 也是大宗师 许兄 慎重啊 谢凌峰慌忙开口道 虽然 他觉得许颜从不狂言 然而一掌打爆大宗师啊 这是何等可怕 万一失手 没能一掌打爆 可就麻烦了 许公子 三思啊 杜玉英也慌忙开口劝道 殷红鼻子都要气歪了 接二连三地鄙视 羞辱自己 他堂堂大宗师啊 如何忍得下这口气 一掌打爆自己 数字欺人太甚 腾空而起 大宗师气势激荡半空 却是不敢镇压而下 毕竟下面一群七星学宫的学子 他若是这么做了 等同挑衅七星学宫 他可承受不起 怒瞪着许颜道 狂妄小子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打爆我 可敢 随我去阎武台一战 许颜却是不理会他 而是看向傅云天 黑黑笑道 大监学 你考虑的如何 傅云天都被他震惊了 哪里来的自信啊 一掌打爆大宗师 你可以去阎武台与他一战 不过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大宗师之强 纵然是最弱的大宗师 也不是十位巅峰宗师可以比你的 傅云天沉声开口道 去阎武台多没意思 我许颜从来都是为了打破规矩的 只有在这里 一掌打爆了他 才更刺激 许颜傲然地道 众人 你根本就是为了破规矩而来的是吧 傅云天沉吟半声 这样吧 若是你当真一掌打爆了他 那便不追究你了 若是无法一掌打爆 你留在我七星学宫 如何 没问题 许颜点头 在场的所有人此刻都沉默了 没有对傅云天的提议表达任何不满 真正的天骄都是有特权的 尤其是如许颜这般的妖念 散开吧 傅云天看向一众学子 沉声开口道 众人纷纷退开 毕竟大宗师出手 稍有波及 非死即伤 许兄 你可有把握 谢凌峰沉声问道 放心 一个三流大宗师而已 许颜自信满满地道 许公子 务必小心 不可大意 杜玉英担忧地道 素衣女子却是轻声笑道 小女子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大宗师被打爆 今天有眼福了 许公子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半空中的阴红气炸了 竟然有人敢敢如此轻蔑自己 怒瞪着看向素衣女子 旋即注意到了那名老狱 心头一灵 慌忙移开目光 大宗师 实力比他强大 深吸一口气 气势勃发 大宗师之威 净险无疑 怒瞪着许颜 冷声道 狂妄小子 今日便让你知道 汝大宗师的下场 他已经决定了 全力出手 务必一击 灭杀了许颜 绝不给傅云天出手相救的机会 死了的天骄 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且慢 殷红正要出手 许颜却是开口道 小子 你反悔已来不及了 殷红猙獰地笑着 谁说我反悔了 许颜比一太眼 道 我问你 身上带有灵票吗 众人皆是一正 这都要生死大战了 问灵票是什么意思 殷红也是有些猛 明媚道 灵票自然是有的 许颜文言大喜 道 快 把灵票交出来 不然我怕待会儿 出手太重 没能控制好 把你身上的灵票都毁了 那损失就大了 众人 殷红气得脸色战红 数字 安敢羞辱我 他手中折扇展开 就要出手 许颜却是道 你一个大宗师 身上的灵票 怎么也有几十万吧 毁了多可惜啊 全当是赌住了 快取出来吧 别耽误时间了 见殷红气的浑身发抖 没有要取出灵票的意思 他又道 你若是不取灵票 那我就不赌了呀 看你敢不敢出手 殷红气的咬牙 许颜若是不赌 他如何当场出手 将这狂妄小子击杀 凭他与谢凌峰的关系 在七星学宫躲几天 等到剑尊牙大宗师到来 他就没有报仇的机会了 如此一想 掏出了一个小袋子 给你 袋子扔了下来 许颜结果打开 里面有一株灵药 还有一碟灵票 你一个大宗师 怎么这么穷 真是废物一个 连我杀的那几个宗师 都不如 许颜一脸不满意 骂骂咧咧起来 第一次要杀大宗师了 本以为可以大收获一笔 结果 是个死穷鬼 围观者进阶沉默了 你到底是有多穷啊 谢凌峰嘴角抽抽 他算是明白了 许颜为何护送杜玉英 为何去无双阁白嫖了 因为穷啊 他一个边慌过来的 哪里有灵精 我特么 殷红快要气炸了 气息都晃动了起来 怒道 你若是杀了我 苍蓝岛上的一切 都是你的 大监学与诸位 都可以为你作证 为了杀许颜 他也豁出去了 今日不杀了许颜 他感觉自己 可能会硬生生憋死 许颜双眼一亮 看向谢凌峰 问道 谢兄 苍蓝岛负不负 谢凌峰皱眉沉思 摇头道 没听过苍蓝岛啊 看向湖山道 你听过吗 湖山摇头 殷红 杜玉英这会儿开口道 苍蓝岛主 还是很富有的 上百万灵精 应该是有的 谢凌峰毕竟是 见尊牙添交 层次太高了 苍蓝岛只是 大越国的一个势力 他不知道 也是很正常的 许颜顿是兴奋了 好 打抱你以后 苍蓝岛就是我的了 他向前走出几步 回头看向谢凌峰 沉声道 谢凌 你看好了 如何越境杀敌 我今日为你掩饰一次 在座的诸位 且看我剑神许颜 今日一掌打抱大宗师 殷红目露凶光 虽然几乎气炸胸膛 然而此时此刻 他却是没有任何轻敌之意 敢狂言一掌 打抱大宗师 必然是有着底气的 而殷红觉得 许颜敢如此狂言 是对于大宗师实力的不够了解 而这 也是他的机会 他面目猙獰了起来 周身气势汇聚 这一击是他拼尽全力的一击 务必击杀了那可恶的小子 拿命来 哄 半空中 狂掏倾泻 宛若天崩一般 恐怖的威压浩荡 围观的众人 尽皆骇然失色 这就是大宗师之威 杜玉英双眸瞪大 双手紧紧地捏在一起 紧张地注视着那个少年 素衣女子 也是双眸凝重 一眨也不眨 谢凌峰神色肃目 手下意识按在了剑柄上 哦 龙鹰之声响起 但见一条金色巨龙 轰然上 轰向了青线下的金涛 滚滚龙威 仿佛可令苍生匍匐 又仿佛有一股无边的怒意 在龙威之中激荡 天地都仿佛已经失色 那一条金龙 如同真正的真龙灵士 裹挟着恐怖的龙威 还有那骇人的怒意 轰隆 金涛崩溃 倒卷而回 不好 英红瞳孔一缩 骇然失色 他想要躲避 然而仿佛被一股威压阵主 而且刚才倾尽全力出手 此刻正处于一刹那的力量空虚状态 只能看着金色巨龙轰了过来 恐怖的力量降临 死亡的气息灌入他的意识之中 碰 万众瞩目之中 半空的英红炸裂了 金色巨龙一击轰然打爆了英红 一位大宗师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当场打爆 碎裂的尸身向着四周飞溅 哦 又一条金龙飞出 半空中盘旋碾压 赤裂的气息弥漫 炸裂的尸块 瞬间被碾压成灰 随风飘散 静 七星学宫典藏格外 一片静谜无声 众多七星学宫的学子 以及那些教习 全都瞪大双眼 嘴巴张大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傅云天一只手 就在自己的胡须上 直接揪下了一缕胡须 都没发觉 整个人都傻了 许言 竟然当真一掌打爆了大宗师 我比英红强 而且强很多 他无法一掌打爆我 至少需要十几掌 傅云天脑海中 冒出这么一个念头来 他整个人都骂了 谢灵风的手 在微微颤抖 他知道许言 从不狂言 然而当真正的一掌 打爆大宗师这一幕出现 他依旧震撼莫名 杜云英双眸盯着那个少年 目光一刻都不愿意移开 就是这个少年 护送自己 回到了杜侯王府 他今日 在七星学宫 前五古人的一掌 打爆大宗师 素衣女子眼眸之中 竟是说不清的色彩 隐约间似乎有极许温柔 许言叹了一口气 自己终究太弱了 比师父差远了 当初师父 一掌直接把大宗师灭成灰了 而且 那位大宗师比英红强啊 不过 大宗师终究是大宗师 他这一掌 已经近乎将降龙掌的威力 发挥到巅峰了 不愧是大宗师啊 太难杀了 我几乎拼尽全力的一掌 才把他打爆成十几块 许言感叹不以地道 众人 求你了别再说了 我他妈小心脏 快受不了这刺激了 大剑学 这规矩 我许言不用手了吧 许言看向发呆的傅云天道 小友 你这是实力突破了 傅云天一脸苦笑之色 前些天 许言可没有这等强大的实力 没错 许言点头 难怪 傅云天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小友那天与武道学士论述的 并非瞎编的 自然不是瞎编的 许言鄙夷了他一眼 这可是真武道 岂会是瞎编的 谢兄 走了 我们找个地儿拒绝 许言乐呵呵地道 打爆了英红这个大宗师 威震七星学功 又有一大笔灵精入障 可以敞开一点花 好好感谢一下谢凌峰 毕竟 他的名头 是真的好用啊 好 谢凌峰露出了笑容 正好可以向许言 请教见到 以及先天静的修炼 许公子 我知道七星城 有一处宁静雅致之所 适合叙旧 不会被人打扰 去那里可好 杜玉英此时已经摘下了面纱 露出了绝美的容颜 许言有些迟疑 毕竟与杜玉英不算很熟 虽然护送了他一路 但不熟就是不熟 玉英请客 就当答谢公子 当日的护送之恩 杜玉英补充道 那好吧 许言点头答应了下来 接着又道 对了 杜姑娘 苍蓝岛你知道 在哪吧 告诉我位置 那里可是我的了 没问题 杜玉英点头道 翠儿 你快去安排一下 把那里包下来 回头吩咐翠儿道 是 小姐 翠儿兴奋地小跑离去 许言看向傅云天 拱手道 大监学 告辞 以后有空再来七星学宫拜访 这一次七星学宫之行 基本已经结束了 至于点藏阁 以后有需要了 再来看吧 接下来是去苍蓝岛 接收英红的遗留 购买灵药之后 就该返回边框了 随时欢迎徐小友来访 傅云天深吸一口气道 小女子今日有幸 得见许公子打包大宗师 可谓是有眼福了 无双阁一别 有些时日了 一起叙叙就如何 素依女子声音清脆 听者都为之精神一阵 是你啊 许颜拍着谢灵风的肩膀道 这就是我说 那位朋友 他也是需要魔力心境 不如抽空在你这魔力一下 谢灵风咽了一口唾沫 单笑着道 许兄 不用了 我已经魔力过了 素依女子的眼神 笑眯眯的 却是给他一种 寒芒在背的感觉 兄子 你看 谢灵风不需要呢 素依女子笑着说道 许颜盯着他看了半晌 心里有些警惕 这女人态度有些问题 与当初在无双阁见到时 多了一些柔和 杜玉英更是满眼警惕之色 既然如此 那便作罢 许颜拱拱手 转身就离去 这会儿 七星学宫的学子们 似乎回过神来了 许公子 我有些舞蹈疑问 想要请教 还望 你可以指点迷惊 许公子 人家最近心很乱 不知道是不是舞蹈修炼出了问题 你给我解解货如何 一众女学子 蜂拱而来 谢凌峰咽了一口唾沫 这些女的都疯了吧 湖山面露羡慕之色 诸多男学子 同样羡慕的眼睛都要红了 谢兄 别愿见 许颜一剑 身形一闪 刹那消失在原地 他一走 蜂拱而来的七星学宫学子 顿时满脸失望 甚至有人怪到谢凌峰头上 什么剑尊崖千年以来第一天骄 都是吹捧出来的 不过如此 就是 无非是仰仗了 其父谢大宗师威名 才被人吹捧而已 谢凌峰一听就气炸了 我特么不如许颜 这是事实 但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质疑我 他神色一冷 拔剑出鞘 冷然道 今日谢凌峰挑战七星学宫 三十岁以下所有学子 身形腾空而起 只往阎舞台而去 今日谢某 倒要看看 你七星学宫学子 有几分能耐 在谢某眼中 不过是废物 湖山顿时激动起来了 吼道 我家少爷 见尊雅谢凌峰 挑战七星学宫三十岁以下 所有学子 你们在我少年眼里 全都是废物 杜玉英 素衣女子 演舞台上 谢凌峰实戒而立 本来他没有这些想法 但被七星学宫的学子 如此轻蔑 他如何受得了 再怎么说 也是赫赫威名的天骄 心高气傲着呢 许兄一人 打穿九层演舞台 我不如 今日便镇压七星学宫 三十岁以下所有学子 这些什么玩意 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谢凌峰心里火大 七星学宫沸腾了 所有学子都怒了 狂妄啊 谢凌峰直接挑战 整个七星学宫三十岁以下学子 等于要镇压 同辈天骄 离开的许颜 又回来了 他凑到湖山身旁 问道 湖山 你说我们在七星学宫 开个赌注怎么样 嗯 湖山一愣 什么赌注 许颜兴奋不已 仿佛看到了赚灵金的机会 道 就是赌谢凶获胜 还是七星学宫获胜 湖山瞬间明白了 嘴角抽了一抽 道 这不好吧 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 许颜对谢凌峰 还是很有信心的 那好吧 湖山想了一想 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些事情 当然是他来办了 若是让人知道 许颜看好谢凌峰 还怎么赚钱 于是 湖山走到一块大石上 取出自己的剑 往石头上一放 高声喊道 今日 我家少爷 挑战七星学宫学子 我自信我家少爷 可以一人镇压 七星学宫同辈 谁敢来赌一把 赶来的七星学宫学子 都憋着气呢 许颜狂也就罢了 他有狂的资格 你谢凌峰 有什么资格狂 不过是吹捧出来的 天骄之鸣 怎么赌 马上就有学子凑了过来 很简单 赌七星学宫剩的 我这把剑就输给七星学宫 代表着 我剑尊牙输一筹 若是我少爷胜了 你们的灵精 就归我了 湖山看了一眼 在场的学子 又补充道 你们输的只是灵精 而我输的是 剑尊牙脸面 不要觉得我占你们便宜 赌还是不赌 我湖山 自信少爷能胜 所以敢以 剑尊牙脸面为赌注 若是你们没有自信 连拿灵精 来赌都不敢 干脆直接认输吧 这一番话刺激下来 七星学宫的学子 顿时汹涌了起来 赌了 且看谢灵风 有什么能耐 挑战我七星学宫 呵呵 你剑尊牙的脸面 我七星学宫要了 于是乎 一众学子 纷纷解囊压住 全都是赌七星学宫剩 大石头上 湖山对面 已经堆起了 一个个小袋子 里面都是装着灵票 许颜看得兴奋不已 这一把 又要大赚了 演舞台上的 谢灵风 嘴角抽了一抽 他瞬间感受到了压力 这要是万一输了 不只是丢了 剑尊牙的脸面 更是丢了 许颜的钱袋子 他深吸一口气 冷声道 宗师以下 就没有必要上来了 哄 宗师气息展露 激荡四方 一众七星学宫学子 顿时一致 谢灵风是宗师进舞者 一想到他的年纪 也不过二十许而已 却已经是宗师进舞者了 整个内域 有几人可以与其比肩 传闻并非都是吹捧的 我来 一名七星学宫学子 腾空而起 落在了演舞台上 他也是一名宗师舞者 请吧 谢灵风冷然道 杀 那名宗师学子 抬手就是一刀 然而 只见剑光一闪 他的刀就飞了出去 肩膀上被刺了一个洞 下一个 谢灵风冷冷地倒 七星学宫中学子 顿时为之一镜 一剑就击败一名宗师 傅云天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谢灵风实力固然不如许言 然而不得不说 他的实力配得上 他的天骄之名 这一战 也关乎着七星学宫年轻一辈的声誉 让屏东来吧 他若是输了 七星学宫三十岁以下 无人是谢灵风对手 傅云天沉吟了一下开口道 好 丁燕点头 第二位七星学宫宗师学子登台 他实力倒是强了一些 不过谢灵风两剑将其击败 接着第三个 第四个 没有一人 可以接住谢灵风三剑 而出手的那几位七星学宫宗师学子 年纪都接近三十岁了 不论是从年纪上 还是实力上 都远不如谢灵风 这一下子 诸多七星学宫学子 都沉默了下来了 而一冲动之下 掏出灵精参与赌注的学子 这会儿肉疼起来了 看着石头上的那一堆袋子 想要反悔了 然而 又怕丢了七星学宫的脸 只能眼巴巴看着 而不敢上前 取回属于自己的袋子 最兴奋的是许言 又大赚了一笔灵精啊 七星学宫之行 收获丰硕 打抱一个大宗师 获得苍蓝岛 现在一场赌注 哪怕一人只有一千灵精 也有十几万灵精了 大赚啊 还有没有人上了一战 谢灵风持剑 蔑视着下方的一众七星学宫学子 就在此时 一股气势从七星学宫里而来 一柄长刀飞掠而来 落在演舞台上 紧接着一名面无表情的男子出现 伸手握住了长刀 屏东 前来领教 来人年纪与谢灵风相仿 都是二十许的年纪 境界也差不多 谢灵风神色凝重了起来 原来是屏东 屏东 七星学宫当代第一天交 与谢灵风齐名 被称为那与三大最年轻的宗师 谢兄 遇到一个小对手了 许言看着屏东开口道 许公子 谁会获胜 杜玉英轻声问道 当然是谢兄了 许言毫不犹豫地道 谢灵风已经凝炼了真气 实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见到感悟也不差 而屏东固然实力不弱 终究差了谢灵风一筹 当然 若是谢灵风没有凝炼真气 与屏东的实力 恐怕就在伯仲之间 谁胜谁负 可就难说了 请 谢灵风沉声道 屏东显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只是点了点头 长刀一点 刹那之间 刀光霍霍 刀气纵横 凌冽的杀伐契机 席卷而出 谢灵风手中宝剑一挥 万和剑法施展而出 此时他施展的万和剑法 早已不是最初的万和剑法 而是经过了改良的 剑气滔滔激荡而出 紧接着 他又施展飞红剑 剑光如闪电 在剑气之中纵横交错 一时之间 二人战斗激烈 某一刻 剑气汇聚入漩涡 席卷而上 剑光只是一闪 仿佛贯穿长空 碰 刀光崩裂 刀气溃散 屏东身前 是寒光闪闪的一柄剑 我败了 屏东沉默了半赏 吐出一口气道 承让了 谢灵风拱手道 谢灵风 名不虚传 屏东转身离去 还有谁 上来一战 谢灵风持劲力 傲视一众七星学宫学子 此刻 七星学宫学子 鸦雀无声 谢小勇 你胜了 没有必要战斗下去了 傅云天摇头苦笑道 屏东都输了 年轻一辈中 无人是谢灵风对手 胡山乐呵呵地 将石头上的所有袋子 全都包裹了起来 拎在手里 走吧 许言兴奋不已 谢灵风从演舞台下来 与许言走在一起 胡山 杜玉英 素艺女子与老玉 紧随其后 离开了七星学宫 胡山把包裹往许言 手里一塞 道 许公子 你的东西 那我就不客气了 许言乐呵呵地接过 来到七星城 许言第一时间去了天宝阁 将灵票换成大额的 八十万灵精了 这钱真难赚啊 许言从天宝阁出来 一脸感叹地道 谢灵风几人都无语了 一行人 来到了杜玉英说的雅致之所 果然是一处清幽之地 翠儿 不是让你包下来吗 杜玉英看到不远处 有几名舞者坐在那里品着灵茶 不由的醋没道 小姐 那几人好像身份不俗 店家不让包下来 翠儿低声道 杜姑娘 不用太破费 有人就有人嘛 许言开口道 几人在一处雅致的小院子里坐下 突然 几名舞者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们听说了吗 原来剑尊崖天骄谢灵风 竟然是个秃头 不是吧 没听闻谢灵风是秃头啊 这你就不懂了 谢灵风戴了假发 袁兄 你是如何得知的 同伴好奇地问道 燕国那边传来的消息 谢灵风杀了好几个宗师呢 而且他招惹了强敌 据说正在被大宗师追杀 死 哪里来的大宗师 竟敢追杀谢灵风 就不怕贱尊崖 不怕谢天恒 这就不得而知了 突然有一人插嘴道 袁兄 你这消息落后了吧 你刚回到七星城 恐怕不知道 谢灵风正在七星学宫呢 闯过了九层演舞台 而且 我可是听闻了 被追杀的是剑尊崖的胡杉 那个光头就是胡杉啊 哦 是吗 竟然有这种事 那名元凶惊诧不已 被大宗师追杀的 是剑尊崖胡杉 没错 我刚得到的消息 知道是哪里的大宗师吗 胡杉的父亲 胡海大宗师 曾是谢天恒的书童啊 胆敢追杀胡杉 难道不惧胡海大宗师 谁知道怎么回事 恐怕是为了什么宝物 谢灵风几人 听得面面相去 这什么谣传 谢灵风扯了扯自己头发 嘴角抽抽到 我什么时候 变成秃头了 胡杉也是 一脸猛逼 哦 不对啊 我在这里啊 什么时候被大宗师追杀了 而且 以我的实力 根本不用大宗师追杀啊 直接就能杀了我了 我哪里还有逃的机会 杜玉英与素衣女子 也是一脸诧异 旁边那几人的消息 也太之后了 而且也太离谱了 许言确实双眼一瞪 怒道 是我师弟孟冲 哪里的狗屁大宗师 竟敢追杀我师弟 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 谢灵风与胡杉 人都傻了 许言这一开口 二人顿时知道 那秃头是谁了 孟冲 真是师叔同门 不愧是师兄弟 报名字方式 都一模一样的 谢灵风人都骂了 胡杉咽了一口唾沫 道 少爷 我有些慌 孟冲以胡杉之名 正在被大宗师追杀呢 这究竟干了什么事啊 那可是大宗师啊 以后 他还能不能自报家门在下 见尊崖胡杉了 许言此刻 已经来到了那几名武者面前 谢灵风在何处 是胡杉 在何处被大宗师追杀 那什么大宗师 竟敢追杀自己师弟 这是活腻歪了 此刻 他也有些焦急 不知道孟冲能撑多久呢 必须尽快赶去救援 你是 几名武者宁眉 这少年好大的怒气 一开口就问胡杉之事 难道是见尊崖的人 在下剑神许言 许言拱手道 身上气息涌动 几名武者顿时神色一变 此少年好强的实力 剑神许言 未曾听闻 未曾听闻 既然号称剑神 那必然是剑尊崖的强者了 我刚得知的消息 是在燕国边境 与大越国交界处 胡杉真被大宗师追杀 如今如何了 不知晓了 获得最新消息的那名武者 咽了一口唾沫 开口说道 谢灵风走了过来 将一个小牌子 递给许言道 许兄 这是我剑尊崖非冤令 你携带着他 我会让剑尊崖各地的获取消息 很快就可以传讯给你 既然孟兄是以胡杉之名被追杀 我剑尊崖 应该也会关注 得到消息的 许言接过非冤令 拱手道 谢兄 给你添麻烦了 小事 希望孟兄 能够逃过追杀 谢灵风摇头道 素衣女子这个时候 递过来一个玉牌 轻笑着道 许公子 这枚玉牌 可以向天宝阁买讯息 若是剑尊崖讯息不及时 可以向天宝阁购买 天宝阁遍布内遇 消息最为灵通 多谢了 许言接过事关梦冲安危 他也不矫情了 杜玉牌此刻就显得窘迫了 他发现自己 竟然给不了任何帮助 渡侯王府 终究还是太弱了 势力影响有限 我要尽快突破宗师 我要壮大自身实力 杜玉牌心里默默地道 燕国在哪里 许言开口问道 杜玉牌抬手一指 道 许公子 从此方向去 就是燕国与大越国的边境接壤之地 只是二国边境辽阔 想要找人也不容易 多谢 许言拱手 谢兄 带我就回市殿 再一起聚一聚 身形腾空 刹那消失在天际 许言一走 素衣女子也告辞离去 谢灵风正要离开 杜玉牌却是挡住了她 伸出一只手 道 信 面纱下的她 欲连有些泛红 谢灵风掏出信递给她 杜姑娘 那些厚礼 我会让人送回杜侯王府 杜玉牌手里捏着信 脸有些发烫 怒瞪着她 咬牙道 不用 送给许公子即可 谢灵风点了点头 迈步就要离去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道 杜姑娘 其实我觉得 你想的有点多了 许兄护送你 可能只是 单纯的为了赚点灵精和灵药 杜玉牌愤怒地瞪着她 不用你说 谢灵风摇摇头 与湖山离去 小姐 翠儿眼睛有些红 通房丫头 难道做不成了 杜玉牌捂着胸口 她觉得有些心痛 许公子只是单纯的 为了赚灵精和灵药 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既然许公子喜欢灵精与灵药 那我就做一个 富甲一方的人 总能有让许公子看上的东西 杜玉牌目光坚定地默默想着 孟冲斩杀了宗师 救了孟叔叔之后 二人 启程前往灵药宝地 本家的 灵药宝地在哪里 孟冲开口问道 在燕国 天垂山 我怀疑那里 曾经有一个擅长种植灵药的宗门 不知道怎么破败了 或者消亡了 那里残留了当初种植的灵药 经过漫长时间的生长 这些灵药不断提升 因此出现了六品灵药 甚至可能有五品灵药 孟叔叔喘了几口气 开口说道 当真有五品灵药 孟冲心里振奋不已 按照宿灵秀的说法 六品灵药 已经是内域最高品界的灵药了 五品灵药也许存在 却积极稀有 而且纵然是天宝阁 恐怕不会出手 不太确定 六七成的可能吧 孟叔叔摇头道 离开山林之后 在就近的城里 买了一辆马车 孟冲赶车 孟叔叔在马车里疗伤 孟兄 你这是什么疗伤药 疗伤效果太惊人了 不过大半天时间 孟叔叔感觉自己的 伤好了五六成 这可是用十八株六品灵药 炼制的 药效能不好吗 本家的 你可要记住了 欠我十八株六品灵药啊 孟冲依旧有些心疼地道 他一共都没有多少枚丹药啊 孟叔叔翻了个白眼 十八株六品灵药炼制的 亏他说得出来 不过命都欠给人了 多十几株六品灵药 也不算什么了 本家的 你是怎么招惹那些人的 孟冲好奇地问道 他们找到我 给予我丰厚的报酬 让我寻找一处灵药宝地 我一个灵药探子 没少接这种活 直接就答应了 最后 找到了燕国天垂山 有他们需要的灵药 结果他们想要直接控制我 成为他们的走狗 我自然不干了 找个机会就逃了 孟叔叔咬牙切齿 愤愤不已 你一个灵药探子 就没点靠山 孟冲好奇地问道 孟叔叔颓丧道 我的灵药探寻之术 是家传的 我爹探寻灵药途中陨落 我爷爷也在前些年 去援救一位老友 也陨落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 虽然我是宗事武者 然而家里的那些人脉 见到我落难 第一个想法 就是让我加入他们 为他们探寻灵药 我孟叔叔自由自在习惯了 怎么可能受人约束 当初天宝阁聘请我 都给拒绝了 何况他们 一说起此事 孟叔叔就咬牙切齿 对那群人恨死了 孟冲心里了然了 他开口道 本家的 虽然你欠我一条命 一个藏物袋 十八株六品灵药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控制你的 你只需要记得 欠我藏物袋 把这个作为奋斗目标 就可以了 你毅然自由自在的 孟叔叔张了张嘴 最终没有骂出来 草 这魁梧的满汉 怎么心眼这么多呢 当初在铁山县 怎么就看上这个家伙了呢 孟叔叔心里欲哭无泪 不过转念一想 若非找到孟冲 这次他还能不能化险为夷 可就难说了 燕国铁锤山 路途遥远 坐马车前往 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抵达 因此 坐了两天马车 孟叔叔伤势恢复后 二人就骑了马车 直接腾空而起 飞向铁锤上 铁锤山 因为山峰似一个大铁锤而得名 陡峭的岩壁 石缝间长着稀稀疏的古树 突出的巨大石块 宛若一个石台 而这样的石台 在铁锤山上多达数十处 看似天然而成 但若仔细探究 可见人工的痕迹 铁锤山顶峰 裂开一道道拳头大小的缝隙 深不可测 而山壁上 也可见到 布满青台的一些小洞口 东侧的山脚下 是一层茂密的大树 沿着山壁而上十几帐 山壁之上 一株尤其粗壮的古树后面 显露出一个帐许高 两帐许深的石窟 在石窟外面 散落着碎裂的石板 而这巨大的石板 曾是石窟的门 在石窟四周 大树之上 有黑袍人在潜伏着 一共五人 全都是宗师舞者 而距离石窟更远的某处 亦有黑袍人隐匿其中 两道身影来到了铁锤山外 正是长途跋涉而来的 孟冲与孟叔叔二人 本家的 你确定灵要宝地 就在这里 孟冲看着铁锤山 露出疑惑之色 铁锤山植被不多 而且是一座岩石大山 除了山脚下网上十几丈 长了一片密林之外 山体上寥寥树木 看去显得有些荒凉 而且 灵要就在这里 他们不会采摘 孟冲接着问道 灵要宝地 在山体里面 那里有一处空地 不易被发掘 而进入宝地 需要钥匙开启 若是强行破开进入 倒也可以 不过灵要容易损毁 而每一株六品灵要 都是价值非凡的 他们才不敢强行破开进入 孟叔叔一边解释道 只向那一片密林 刀 入口就在那里 不过肯定有宗师舞者把守 你确定有灵要就行 宗师什么 敢阻挡我 一刀一个 全都杀了 孟冲握着刀柄刀 走 过去吧 孟冲直接向着密林走去 孟叔叔也隐藏了 大大咧咧地跟着 有孟冲在 他也有了底气 孟叔说 你竟敢自投罗网 把钥匙交出来 二人刚一进入密林 五道身影出现 将二人围了起来 孟冲手握刀柄 沉声道 诸位 这里是我的了 拾去地就离开 以免伤了何且 身上彪悍的气息涌动 泛着淡淡的金光 他双眸横扫五名黑袍人 不知道为何 他觉得这些黑袍人 似乎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阁下何必烫这浑水 既然敢烫这浑水 那就做好允命准备 一名黑袍人 沉声开口道 杀了他 手一挥 一名黑袍人当即出手 杀向了孟冲 嘿 既然要找死 某就成全你们 孟冲冷笑一声 刀光一闪 这一刹那间 霸绝天下的气势 轰然而起 孟冲身上泛着金光 大日精神显露威猛 一出手 就是天地霸刀 破 一刀 斩杀了一名宗师 霸绝无匹的刀一席卷 直接将对方灭成了灰 杀 其余黑袍人 骇然失色 慌忙连手而上 然而 孟冲甚至都防御 一刀接着一刀斩出 瞬息连杀四名宗师 鼓动 孟叔叔再次被震撼了 此时的孟冲 太彪悍害人了 本家的 人都解决了 走 去采灵药 连杀五名宗师 孟冲眼都不眨一下 回头招呼孟叔叔道 好 孟叔叔正准备前往石窟 骤然脸色一变 抬头看去 哄 周围的大树 瞬间粉碎 洗卷空 一股宛若天威般的气势 降临而来 孟冲脸色一变 大宗师 接着又疑惑 不太对 怎么有点弱 你找死了 半空中三名黑袍人出现 为首一人 气势勃发 隐约间宛若天威降临 察觉到这边爆发战斗 他马上赶了过来 却不想五名坐镇的宗师 竟然都被杀了 心头惊怒不已 孟叔叔哪里找来的援兵 竟然如此强大 抬手一击轰了下来 孟兄小心 是半部大宗师 孟叔叔心惊肉跳地道 孟冲眉头一挑 原来是半部大宗师 难怪感觉有些弱 原来是半桶水 也敢在某面前嚣张 孟冲身躯猛然膨胀了一圈 彪悍的气息 越发恐怖 深周仿佛有风雷涌动 霸掘无匹的刀翼 激荡四方 刀光硬招而上 直接冲了上去 杀向那名半部大宗师 虽然不是真正的大宗师 然而实力依然强大无比 孟冲不敢大意 两大强者战斗 孟叔叔慌忙退到一边 生怕被波及 而另外两名黑袍人见此 想要越过来擒拿孟叔叔 结果孟冲罢绝无匹的一刀 破开黑袍半部大宗师少许 回手一刀 斩向了其中一名黑袍人 不好 那名黑袍人大喊 破 一刀之下 直接被斩杀当场 另一名黑袍人 吓得脸色发白 慌忙远远退开 与本座交手 也敢分析 那名半部大宗师 大怒不已 趁着孟冲回头的瞬息 一拳轰了过来 恐怖的力量 宛若巨山崩塌 镇压而来 孟冲一拳轰出 轰隆 终究没能完全抵挡下 对方的攻击 不过也削弱了 对方这一击的六成威力 剩余的四成威力 轰在了孟冲身上 周身金光的孟冲 不过晃动了一下 一点伤都没有 区区四成之力 还不足以伤到他 肉身五刀的强悍 这一刻也显露了出来 半部大宗师 又如何 不过如此 孟冲眼冒金光 抬刀就斩 天地霸刀 一刀接着一刀斩出 那名黑袍人 神色骇然 对方的肉身 竟然如此恐怖 他目露凶光 抽出了一柄弯刀 如风暴般的恐怖刀芒 倾斜而下 欲要将孟冲淹没 孟叔叔抬头看着上方 那恐怖的刀芒 宛若风暴一般倾斜而下 而孟冲的身形 依然魁梧 霸绝无匹的气势 不断生疼 一道刀光横灌长空 宛若要斩碎苍穹 轰然斩向风暴般的刀芒 轰隆 激战的余波 肆虐而开 密林里的大树 不断化作碎屑 席卷向四方 半空中 都变成了灰蒙蒙一片 激烈的大战在持续中 孟冲越战越勇 偶尔有攻击 给抵消了 根本无法破开 他的肉身防御 半步大宗师 果然强大 我才大日精深入门 无法战胜对方 孟冲心头凛然 他感受到了压力 不过 对方想要战胜他 也做不到 一直大战下去 就看谁能耗得过谁了 不过孟冲相信 凭自己的大日精深 对方耗不过自己 黑袍人此刻心中亥然 以他半步大宗师的实力 竟然无法拿下对方 虽然对方 无法将他的攻击 完全抵御下来 然而只需要抵挡 五六成威力 余下的那些攻击 根本无法伤到对方 肉身之强悍 闻所未闻 轰隆 战斗继续 而且越来越激烈 黑袍人发狠了 恐怖的刀芒 不断倾斜而下 身形开始逼近 欲要寻击 给予孟冲致命一击 然而 孟冲一刀又一刀斩出 他刚逼近少许 就无法再进一步了 孟冲神色严肃 却丝毫不惧 尽情地施展着自身的武道 天地霸刀不断施展 霸绝刀一野 仿佛有了增强的趋势 他每一次 都只挡下黑袍人 五六成攻势 余下的攻势 任由其轰在肉身上 反而借助对方的攻击 在磨练大日精深 而他每一刀斩出 黑袍人都必须慎重应对 一旦无法抵挡下来 挨上一刀 可就要命了 毕竟 他的肉身防御 远不如梦冲的强大 轰隆 又一次激烈的碰撞之后 黑袍人退开 拉开了距离 手握弯刀 神色阴沉 没有继续出手 阁下既然插足此事 可敢抱上明暗 黑袍人冷声道 梦冲迟道而立 傲然地注视着对方 大日精深精光异议 更有一股灼热的气息环绕着 此刻的他看起来 彪悍狂猛 有一股霸绝天下的气势 怎么 既然插足此事 为何不敢抱上明暗 若是连名头都不敢录 我劝阁下 还是不要插手此事的好 黑袍人冷冷地道 梦冲眼睛一眯 报自己名字 是不可能的 师妹说 剑尊崖在内狱 可是顶尖的大势力 而谢兄身为剑尊崖天骄 自然有威慑力 梦冲心里嘀咕着 他可是想起了 谢凌峰曾说 在内狱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可以报他的名字 必然可以排忧解难 如此一想 梦冲傲然地道 我怕说出来 吓到你了 狂妄 黑袍人冷哼一声 本做到要看看 你如何吓到我 既然如此 你听好了 梦冲拍着胸膛 道 在下 剑尊崖 谢凌峰 黑袍人 梦叔叔 剑尊崖 谢凌峰 号称剑尊崖千年以来 最强的剑道天骄 梦叔叔人都惊呆了 梦冲这是什么意思 冒充谢凌峰 那可是剑尊崖天骄啊 当代剑主谢天恒的独子 冒充他比得罪黑袍人背后的势力 更危险好吧 鼓动 梦叔叔咽了一口唾沫 擦了把额头冷汗 他琢磨着 此事之后 应该与梦冲分开才行了 否则指不定 哪一天就被剑尊崖追杀了 而自己与他在一起 必然会受到牵连 那可是剑尊崖啊 号称内狱剑道第一宗 实力之强 超乎想象 论影响力 也许不如天宝阁和七星学宫 但实力不会比天宝阁 与七星学宫弱多少的 乃是内狱公认的 三大最顶尖的实力之一 黑袍人也是一惊 不过旋即露出怀疑之色 剑尊崖谢灵风 我也曾听闻 却未曾听过 他是个光头啊 梦冲一听 伸手入怀 掏出一顶假发 戴在了头上 梦叔叔 黑袍人 这一下子 黑袍人有些不淡定了 若是剑尊崖插手此事 他们只能退避三舍 虽然梦冲看起来 魁梧彪悍形象 与传闻中的谢灵风 有些不符合 然而大势力宣传自家添骄 自然不会把不好的一面和缺点宣传出来 所以 形象上有些不符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谢灵风乃是剑尊崖添骄 修炼的是剑道 你施展的 乃是刀 黑袍人咬牙道 梦冲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不想让人知道真实身份 所以才故意用刀的 黑袍人 沉默半赏 不管眼前的人是不是谢灵风 眼下继续战斗下去 也无法取得胜利 而且 久战之下 一旦消耗过大 他甚至怀疑 落败的一方 会是自己 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既然如此 告辞 身形一动 直接离去 梦冲吐出一口气 将假发摘了下来 塞入怀里 一脸笑呵呵的 谢灵风的名头 可真好用啊 威慑力真强 同时庆幸 自己听十二的建议 准备了一顶假发 关键时刻 可以用得上 从半空中下来 本家的 人都被我赶跑了 赶紧进去灵药吧 孟叔叔哭丧着脸 道 孟兄啊 你怎么冒充谢灵风啊 那可是见尊牙天骄 谢大宗师的独子啊 你怎么说话的 我怎么就冒充了 孟冲不满地道 孟兄啊 谢灵风身材 远不如你魁梧彪汉 你说我怎么知道 你这形象 与谢灵风差距有点大 孟叔叔一脸叹气地道 是吗 孟冲眉头一皱 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形象确实差距有些大了 胡杉的身材 倒是也魁梧 虽不及我 但除了脑袋外 我的形象与他比较接近 下次就报 胡杉的名字好了 希望也管用 孟冲心里如此想着 抬手拍了拍 孟叔叔的肩膀 道 慌什么 我这不叫冒充 这叫借用 你懂不懂 这可是谢灵风 谢兄允诺的 孟叔叔差异起来了 你认识谢灵风 当然 孟冲点头 见尊牙的胡杉 你知道吗 接着开口问道 知道 见尊牙胡杉宗师 乃是谢大宗师的书童 胡海大宗师的儿子 颇有威名的 孟叔叔点头道 孟冲文言 顿时松了一口气 道 胡杉也有威名啊 那就好办多了 下次我就报他的名字吧 孟叔叔 一场大战下来 密林毁灭大半 山壁上的那株大树 也折断了一半 孟冲二人来到了 石窟前 就是从这里进去 孟冲看了一眼石窟 惊讶地道 没错 石窟后面是一道门户 必须用钥匙打开 若是强行破开 恐怕会造成里面损坏 万一有六品灵药 就在后面 那损失就大了 孟叔叔解释道 这也是为何 黑袍人所在的室里 没有强行破开的原因 这里有灵药 幸亏他们没有发现 孟叔叔兴奋地来到大树旁边 取出他那只笔来 一层一层地将泥土刮开 小心翼翼的样子 这泥土里有灵药 孟冲诧异了 这一眼看去 杂草都没一根 藤条都没有一条 孟叔叔从地上 调起一根比发丝大不了多少 灰色的枯萎细藤道 看到没有 这是地灵藤丝 现在是枯萎状态 不熟悉的人 根本想不到 这是地灵藤丝 只有到冬天 雪覆盖之时 才会生长 若是不熟悉的人 自然就错过了 顺着地灵藤丝往下挖掘 孟叔叔继续道 这下面的是八品灵药地灵根 现在正是采挖地灵根的最佳时节 若是地灵藤丝长出叶子 其实并不是最佳采挖时节 那时的地灵根 药力要差不少 孟冲双眼一亮 地灵根 素灵秀给的灵药清单上 就有地灵根这一位灵药 这里也有 孟冲兴奋起来了 顺着一根细细的地灵藤丝 用刀小心翼翼地往下挖掘 往下挖了三尺有余 泥土之中 出现了一根白色鼠状物 这就是地灵根 小心翼翼地将地灵根挖了出来 地灵根三寸余长 大拇指大小 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白色衣状物包裹着 看着像一根嫩白的小萝卜 孟兄 小心一点 地灵根的衣 不要弄破了 否则没有储存灵药的器皿 地灵衣破了后 地灵根的药力 就会散发掉 孟叔叔提醒道 明白了 孟冲挖出一个地灵根 小心翼翼地用一个袋子装了起来 好在地灵衣虽然薄薄的 却是有韧性不容易破损 二人在石窟外 大树四周挖掘起来 一共挖出了八个地灵根 孟兄 收起来吧 孟叔叔将地灵根 全部递给孟冲到 没问题 孟冲将地灵根 收入袋子里 塞入怀中 走 进去宝地 在石窟外 挖掘到了八品灵药地灵根 可见里面的灵药宝地 必然拥有更高品阶的灵药 好 孟叔叔点头 正好进入石窟 孟冲陡然神色一变 两道身影骤然而来 恐怖的威压 宛若天威一般降临 大宗师 真正的大宗师强者 两人皆是一身黑袍 其中一人 正式退走那名半部大宗师 而另一人 一身黑袍 脸上戴着头罩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乃是一名真正的大宗师 看到这名大宗师的瞬间 梦冲脸色一变 他终于明白 为何看到黑袍人的时候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了 他们的装束 与前往边框 约要擒拿素灵袖的黑袍大宗师 几乎一模一样 而眼前出现的大宗师 穿着 装束 都与那名大宗师 一模一样 毫无差别 是师妹的仇人 梦冲心头一领 万万想不到 针对梦叔叔的势力 竟然是师妹的仇人 对方探寻灵药 是否也是为了针对师妹 你就是谢灵风 骗不了本作 黑袍大宗师 冷然一声 好吧 我说实话 其实我是剑尊崖湖山 梦冲一脸凝重地道 哼 那又如何 黑袍大宗师 抬手随意一击震压下 走 梦冲早有准备 一把揪住梦叔叔的后领 身形瞬间横挪而开 避开了那一击 轰隆 身形腾空而起 刹那远离 怒雷横空身法 整个人宛若一道怒雷般 横贯长空 速度之快 超乎想象 黑袍大宗师怒哼一声 哪里走 慌忙追杀而去 本家的 你的小命也太值钱了 不是一个藏物袋可以比的 你欠我两个藏物袋 知道吗 梦冲骂骂咧咧的 感受到身后恐怖的威势 不断追杀而来 梦冲脸色微微一变 慌忙手往后一甩 直接把梦叔叔挂在了背上 背对背靠在一起 如此一来 梦叔叔就变成了 直面身后追来的大宗师 此刻 梦叔叔脸都绿了 我特么 成人肉护盾了 轰隆 那名大宗师速度不慢 然而要追上梦冲 却几乎难以做到 他当即一刀斩出 恐怖的刀芒 瞬息斩杀而来 不过 由于彼此相距较远 刀芒杀到之时 威力近乎消散了 然而 这终究是大宗师的一击 本家的 快出手啊 梦冲头也不回 一只手揪住梦叔叔后领 把他挂在自己背上 一边疯狂顿头 杀 梦叔叔看着 大宗师的刀芒袭来 脸都白了 手当其冲的就是他 这会儿真成了 人肉护盾了 手中大笔猛然点出 倾尽全力的一击 越要抵挡下 那近乎溃散的刀芒 扑 刀芒在他一击之下 顿时崩灭了 然而余波 依旧轰在了他身上 扑 梦叔叔一口鲜血喷出 他感觉自己五脏六腑 都快要碎掉了 本家的 好样的 梦冲称赞一声 身形借助那一轰击之力 瞬息暴增 拉开了与大宗师的距离 梦兄 把我挂在前面吧 梦叔叔气喘吁吁地道 本家的 我奔逃速度快 你在前面 恐怕受不了猛烈钢峰 还是挂在我背后安全 梦冲诚恳地道 梦叔叔黑着一张脸 特么的 真把我当成人肉护盾了 眼看着那名大宗师 一点点地开始拉近距离 他脸又绿了起来 梦兄 快逃啊 大宗师一出手 首先面对大宗师之威的 可就是他 已经很快了 梦冲回头看了一眼 顿时一惊 这大宗师的速度 当真不骂 他掏出一根绳子来 直接把梦叔叔绑在了背上 将揪住他后领的手 给腾了出来 大日精深翘穴中 一缕缕刀翼 从手中灌入刀中 斩 猛然回身 一刀斩出 恐怖的刀光 横灌长空 直接杀向了黑袍大宗师 这一刀 是梦冲以翘穴 酝酿了一些时日的刀意 融会而成 只是酝酿时间太短 因此这一刀 并不具备威胁大宗师之力 只是稍微阻挡一下而已 所以 梦冲一刀杀出后 便飞速地奔逃 怒雷横空身法 施展到了极致 拉开了与大宗师的距离 胡山也好 谢凌峰也罢 你放下梦叔叔 本座便饶你一命 身后传来 黑袍大宗师的声音 笑话 我见尊雅湖山 岂会抛弃朋友 梦冲冷哼一声 既然如此 本座道要看看 你能逃到何时 黑袍大宗师 疯狂地追杀而来 距离慢慢地又拉近了 哄 又是一道刀芒 袭杀而来 本家的 快打 梦冲继续狂奔 而挂在他背后的梦叔叔 几乎要吐血了 又来 杀 他只能拼命出手 将大宗师的余威 给抵挡下来 扑 又是一口血喷出 梦兄 我快不行了 梦叔叔脸色惨白不已 大宗师这一击 由于距离太遥远 威力所剩无几 然而 终究是大宗师之威 他抵挡下来 也受到了不轻的冲击 伤势加重了 不慌 梦冲掏出一枚丹药来 本家的 张嘴 梦叔叔只能苦着脸张嘴 将丹药吞下 不得不说 这疗伤丹药效力不凡 梦叔叔顿时觉得好受多了 本家的 你又欠我十八株六品灵药啊 梦冲一边逃 一边开口道 这一追一逃 又是小半天时间过去了 黑袍大宗师出手了五次 梦叔叔将余波抵挡下来了 然而 哪怕有丹药疗伤 他的伤势也一直无法恢复 快不行了 梦叔叔脸色惨白 前方有座城池 梦冲双眼一亮 猛地冲入城里 欲要借助城里人多 躲开大宗师的追杀 然而 黑袍大宗师冷声道 城里的宗师听着 本座杀人而来 若不出手相助 休怪本座波及无辜 大宗师 可以无视城里的任何规矩 此言一出 承重的宗师舞者 顿时大惊失色 纷纷腾空而起 围杀向梦冲而来 梦冲脸都黑了 大宗师了不起啊 放肆 我乃剑尊牙谢灵风 而等就不惧我剑尊牙 危机时刻 梦冲幕吼一声 杀来的宗师舞者 顿时大惊 慌忙顿住身形 心头惊骇不已 剑尊牙谢灵风 那是何人 胆敢追杀剑尊牙添骄 而且是谢天恒独子 纵然对方是大宗师 也必死无疑 这一迟疑 梦冲身形穿过几个街道 甩开了大宗师一段距离 腾空而起 向城外顿逃而去 若是在城内 必然会牵连无辜 那名大宗师 显然心狠手辣之辈 他刚顿逃而走 身后一座酒楼 就被一击崩溃 你逃不掉的 黑袍大宗师大怒 继续追杀而去 梦冲继续顿逃 骂骂咧咧地道 我就不信了 耗不过你 梦叔叔气喘吁吁地道 我快耗不过他了 这人肉护盾 太惨了 不慌 来 吃梅丹药 梦冲又给他 喂了一枚丹药 梦兄 地灵根 你快吃地灵根 否则未必能耗得过大宗师 吃了丹药 梦叔叔提醒道 梦冲双眼一亮 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株地灵根 掰下一截 直接塞入口中 顿时一股丰沛的灵气 灌入肉身之中 地灵根药力 温润绵长 瞬息之间 梦冲只觉得 自己的精神翘穴 都活跃了起来 本家的 快吃 将剩下的半截地灵根 塞入梦叔叔口中 梦叔叔可不能死 他若是死了 岂不是白救人了 灵药探子的价值 梦冲已经见识到了 有了梦叔叔 获得珍惜灵药的概率 将会大大增加 梦叔叔 本座道要看看 你能撑多久 大宗师猛然爆发 拉近了一段距离 又是一刀斩出 梦叔叔已经非常熟练了 怒吼一声 倾尽全力 抵挡下这一击的余波 嗨嗨 又受到冲击 刚恢复一些的伤势 又伤回去了 庆幸的是 梦冲借此 又拉开了一段距离 本家的 前面有一座大城 要不要去躲躲 梦冲您没问到 大城 若是有大宗师坐镇 倒是可以试一试 梦叔叔开口道 如此大城 应该有大宗师坐镇吧 梦冲速度大增 从半空中降临大城 何人放肆 胆敢无视规矩 骤然 城中一道怒声传来 恐怖的气势生腾而起 一名大宗师强者 在下见尊崖湖山 迫不得已 未能通知一声 抱歉 梦冲拱手道 那名气势汹汹的大宗师 顿时一震 气息收敛了下去 剑尊崖湖山 旋即 他看到了黑袍大宗师 目光一鸣 这是哪里的大宗师 胆敢追杀剑尊崖湖山 阁下 莫要插手得好 黑袍大宗师冷然一声 直接杀入城中 继续追杀梦冲而去 听令 阻拦城东那个秃头人 黑袍人骤然开口道 梦冲脸色微微一变 城中有对方势力的人 果然 两道身影杀了过来 皆是宗师舞者 不好 梦冲脸色一变 除了宗师舞者外 还有一名半部大宗师 正在截杀而来 此地不宜久留 一旦被祖兰 将会被大宗师追上 届时就麻烦了 滚 梦冲转身向另一个方向逃去 一刀直接斩杀了祖兰的宗师 周身金光异矣 他腾空而起 不在城中逗留 顿逃而去 此刻 他将怒雷横空身法 施展到了极致 大日金身气息涌动着 金身翘穴内 浮现出宛若漩涡般的气息 某一刻 梦冲速度猛地加快了 怒雷横空身法 突破小城了 速度增加 拉开了与大宗师的距离 然而那名大宗师 依旧弃而不舍 远远地追杀而来 丝毫不给他喘息之机 阴魂不散 梦冲骂骂咧咧地 回头看了一眼 那名大宗师 竟然掏出灵药吞服 补充损耗 那就看谁耗得起 梦冲取出地灵根 直接投入了口中 轰隆 大日金身运转 炼化着灵药 同时冲击金身翘穴 开辟了第四个翘穴 一追一逃 三天时间过去了 黑袍人依旧不依不饶 一直遥遥地追杀着 丝毫没有放弃的打算 而大宗师 追杀谢灵峰的消息 开始传了出去 紧接着 又传来更正的消息 大宗师追杀的是 剑尊牙湖山 追杀是吧 让你追个够 梦冲骂骂咧咧的 他又吃了一株地灵根 距离大日金身小城 已然不远了 梦叔叔心里松了一口气 梦冲身法突破后 大宗师无法拉近距离 不用他出手抵挡攻击余波 伤势也在逐渐恢复中 只是 他依旧忧心忡忡 黑袍人切而不舍 一直追杀而来 梦冲冒充谢灵峰 湖山的消息 恐怕也传开了 剑尊牙的强者 一旦得到消息 恐怕也会来讨个说法 届时 前后夹击 后果不妙啊 本家的 为了你 我可是拼老命啊 地灵根都吃了四根了 亏大了啊 梦冲开口说道 若是带回去给师妹练丹 功效器会只有这么一点啊 越想 梦冲越是肉疼 一共长八株地灵根啊 一下子就吃了一半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他快要突破 大日金身小城了 梦兄 大恩不言谢 梦叔叔抱拳道 命都欠给梦冲了 再多欠一点东西 也无关紧要了 本家的 你以后该努力奋斗了 多探寻一些灵药 多采摘一些珍稀灵药 争取早日买个藏物带给我 你不能继续松懈下去了 否则你对得起 我这拼命相救之恩吗 梦冲絮絮叨叨地道 梦叔叔人都骂了 一个满汉子 怎么如此牢叨呢 不断地重复着 要让自己去奋斗 去采摘珍稀灵药 给他买个藏物带 听得他满脑子里 都是要去奋斗的声音 梦兄 你放心 我一定勤勤恳恳 努力奋斗 争取早日可以买的起藏物带 梦叔叔郑重地道 好 本家的有志气 我相信你 梦冲心里大喜 轰隆 某一刻 大日精神突破了 大日精神突破小城 梦冲猛地顿住身形 回身看向追杀而来的大宗师 他周身金光闪耀 身躯猛然暴涨了一圈 那恐怖的气息 使得梦叔叔心惊胆战 斩 梦冲一刀斩出 这是他突破 大日精神小城后的一刀 哄 霸掘天下的一刀 横贯长空 直接杀向了黑袍人 留你不得 本座必杀你 黑袍人挡下这一刀后 心头凛然 对方的实力 竟然增长了如此之多 此乃大患 一旦对方实力继续突破 他这个大宗师都有危险 大宗师 果然难杀 梦冲叹了一口气 他突破大日精神小城 倾尽全力的一刀 依然无法伤到大宗师 梦叔叔翻了个白眼 真以为大宗师是大白菜呢 一刀就能斩杀 梦冲继续逃了 大日精神大城 才有实力杀了他 不过想要突破大日精神大城 短时间内 是无法做到了 梦冲不由地凝眉 哪怕他将身上的灵药 全都吃了 也无法突破 大日精神大城 难道要一直耗下去 实则生变啊 不知道师兄在哪里 梦冲有些无奈了 他想到了大师兄许言 若是与大师兄联手 应该可以对付身后的大宗师 若是师兄突破先天境大城 应该可以杀大宗师了 他有些头疼 要不要去找谢灵风 梦冲想到了谢灵风 若是去见尊雅找谢灵风 是否可以脱困 继续耗着吧 且看他如何 实在不行 就去见尊雅一趟 不对 我都用了谢灵风和湖山的名字 若是见尊雅得知 应该会找上来 若是谢灵风知道了 应该想到是我 这般一想 梦冲就继续顿头 看谁耗得过谁 师妹的敌人 究竟是什么势力 大宗师不止一位啊 恐怕还有大宗师强者 梦冲心里暗暗吃惊 难怪师妹要躲到边荒去了 实在是仇人势力太强大了 梦兄 万一对方 再来一位大宗师 该如何是好 梦叔叔忧心冲冲地道 黑袍人阴魂不散 不杀他们二人 恃不罢休的样子 而对方所处的势力 恐怕不止一个大宗师强者 梦冲太强大了 既然已经得罪了 必然会想尽办法 将梦冲给扼杀了 否则必成大患 所以 再来一名大宗师 也并非不可能 实在不行 就去见尊雅一趟 梦冲咬牙道 可是 见尊雅距离这里 太遥远了 梦叔叔无奈地道 回大越国 梦冲沉声开口道 万一真的甩不掉 甚至出现第二个 第三个大宗师强者来追杀 迫不得已 只能逃回云山县了 以师父的强大 来多少大宗师 也必死无疑 只要杀干净了 就没有人知道 自己逃去了边荒 梦冲心里如此想着 许言得知 梦冲被大宗师追杀 心头大怒 不敢有丝毫耽搁 直接向着燕国边境而来 来到一座大城 当即降临 气势勃发 吓得城中的大宗师 都当作没看到有人破坏规矩了 那名少年给他气息 相当危险 许言拿着素衣女子给的玉牌 去了天宝阁 获取最新的讯息 得到情报后 他腾空而起 按照天宝阁给出的 梦冲顿逃的方向而去 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梦冲 他心里有些焦急了 前方一座小城 他当即进入这座城里的天宝阁 持着玉牌去获取讯息 结果得到的消息是 梦冲从某座大城离开 按照推测 正在前往大越国而来 师弟的大致顿逃方向 敌人也可以获得 如此一想 许言顿时脸色微微一变 愈发急迫了起来 刚从小城中出来 一只飞渊降临 见尊牙的飞渊 许言取下信封 匆匆扫了一眼 看向某个方向 身形一闪 消失在原地 师弟正在往这边顿逃而来 相差不会太大 大宗师气势勃发 应该很容易感应到 许言站在一座高峰上 眺望四周 骤然 远处一道淡淡的金芒飞掠半空而来 师弟 许言顿时大喜 一步踏出消失在原地 直接迎了上去 梦冲背后挂着梦叔叔 正在疯狂顿逃 本家的 你伤怎么样了 梦叔叔脸色惨白 气喘吁吁的 还能撑得住 他欲哭无泪 正担心再来一名大宗师强者呢 结果当真来了一名大宗师 堵截二人的去路 好在梦冲速度够快 猛然转向盾逃 将出现的大宗师甩开 然而 对方抓住机会 猛然出手 强大的攻击轰然而来 哪怕拉开了一段距离 如此强大的一击 梦叔叔也抵挡不住 他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好在 梦冲回手一刀 抵消了部分攻击 并借着那一击之力 速度暴增 拉开了一段距离 将那名大宗师 甩在了身后 纵然如此 梦叔叔也身受重伤 担心梦叔叔死了 那损失就大了 梦冲忍痛倒了两枚丹药 塞入了他嘴里 梦兄 若是实在逃不掉 你就把我放下 自己想办法逃吧 他们未必就真的会杀我 你带着我逃 终究会拖累了你 梦叔叔咬牙开口道 放屁 你若是死了 我损失可就大了 藏物带找谁要去 梦冲骂骂咧咧地道 梦叔叔顿时脸黑 就惦记着藏物带势吧 他感觉自己 即便逃过这一劫 以后都要给梦冲卖苦力 购买一个藏物带了 从今以后 他恐怕只能天天在荒山野岭里转悠 寻找各种珍惜灵药 这不是他想要过的日子 那名大宗师紧紧地咬着不放 而在对方后面 还有一名大宗师在追杀 是最开始的那一名大宗师 哪怕已经甩开一段距离了 都看不到人影了 依然没有放弃 寻着踪迹继续追杀而来 梦兄 这要是来了第三个大宗师 可怎么办 梦叔叔担忧地道 难道大宗师是大白菜吗 来了一个又一个 梦冲郁闷不以地道 心里也暗暗吃惊 师妹的仇人 势力很强大 大宗师已经出现三位了 其中一位在边荒被杀了 现在有两位正在追杀自己 显而易见的 这绝对不是对方势力的所有大宗师 本家的 能认出来 他们是哪个势力吗 梦冲沉声开口道 竟敢追杀自己 这个仇结上了 等自己实力突破后 必然要找他们报仇的 我也不清楚 暗势力本就低调 而这些人 似乎更低调 拥有如此多的大宗师强者 却是名声不鲜 而且 他们似乎也从不提及 自身所在的势力 梦叔叔摇头道 梦冲宁眉 他不止一次 想要从对方口中 或知其势力名称 然而这些人 始终不提及 绝不透露 所属势力的名称 都是些见不得人的玩意 堂堂大宗师 戴着头罩 只露出一双眼睛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梦冲骂骂咧咧的疯狂顿逃 他也担心 再出现一名大宗师 一旦形成何为之事 那就真的危险了 必须想办法甩胎才行 梦冲皱眉沉思着 骤然 一道身影疏忽而至 速度之快 超乎想象 梦冲顿时大吃一惊 正要换个方向顿逃 却惊喜地发现 来人竟然是大师兄许颜 大师兄 梦冲大喜不已 许颜迎了过来 见梦冲衣衫稍显破乱 但无明显的伤势 他背着一个人 却是受伤不清 脸色极其惨白 师爹 你没受伤吧 没有 梦冲顿住身形 看向身后道 大师兄 那是大宗师 你看他的装束 许颜抬头看去 那一身黑袍太熟悉了 心里更怒了 道 师弟 你且稍后 我去斩了他 藏头鹿尾之辈 胆敢追杀我师弟 是活腻歪了 许颜直接杀了过去 梦叔叔人都惊呆了 这少年是梦冲的师兄 而且 既然如此彪悍 直接杀向大宗师 那可是大宗师啊 师兄小心 后面还有一个大宗师 梦冲慌忙提醒道 那正好 一并杀了 许颜魂不在意 黑袍人目光一鸣 沉声喝道 阁下何人 要插手此事 藏头入尾的玩意 胆敢追杀我师弟 今日便斩了 许颜一箭斩出 山河龙鹰 哦 山河浮现 龙鹰响彻 黑袍人目光一宁 一声怒吼 弯刀斩出 恐怖的刀芒 宛若惊涛轻现 这个少年给他的感觉 极其危险 哄 山河轻覆 龙鹰响起 仿佛要葬灭苍盛 这名大宗师的实力 比刚突破的英红要强不少 一掌是无法打爆的 不过对于许颜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杀之敌 既然后面还有一名大宗师 那就速战速决 免得后面那人逃了 一出手 就是山河龙鹰 哦 大宗师终究是大宗师 龙鹰响起 山河浮现 对方的心神 不过晃动了一下 并没有陷入其中 恐怖的刀芒不断倾泻而出 仿佛要将山河都撕碎 许颜再次一箭斩出 刹那之间 山河之中 小桥流水 人影重重 湖泊荡漾 高楼处立 虚幻的山河 仿佛有苍生存在 山河万象 苍生剑 但见山河里 重重人影 仿佛手握长剑 伴随着龙鹰之声 灰剑斩落 不好 黑袍人神色骇然 这一刻 他发现自己 似乎陷入了山河之中 恐怖的杀伐之意 将他笼罩 四周人影重重 灰剑向他斩了过来 不管他如何倾泻刀芒 如何爆发实力 眼中只有那剑光 以及山河翻转 葬灭苍生的恐怖的力量 破 黑袍人意识一案 再无知觉 许妍第一次施展 山河万象苍生剑 一剑之下 黑袍人身体不断呈现裂痕 紧接着分崩离析 一个小袋子 碎裂的黑袍人身上掉了下来 许妍抬手将其射了过来 心里松了一口气 差一点 差一点就损失一叠灵票了 这些家伙 都非常富的 他一个大宗师 肯定更富有吧 来不及查看 里面有多少灵票 一把塞入怀里之后 许妍看向前方 天际已经出现一道人影 正在追杀而来 他直接迎了上去 敢追杀我师弟 狗胆子不小啊 一剑斩出 杀 那名黑袍人 神色大变 灰刀斩出 他此刻才惊骇地发现 追杀梦冲的同伴 竟然消失了 一个不好的预感 浮上心头 阁下何人 他怒吼一声 灰刀斩出的同时 身形一动 就要顿逃而去 危险 强烈的危机 瞬间笼罩了他的心神 杀你者 剑神许妍 哄 剑光浩荡 剑意化作山河 瞬间笼罩四方 彻底封锁了黑袍人的退路 再次一剑斩出 山河万象 苍生剑 黑袍人身躯顿时四分五裂 一个袋子从身上掉落 许妍将其射了过来 碎裂的黑袍人尸身 不断地分崩离析 最后变成了杀力一般细碎 从半空中洒落 还没到地上 已然变成了飞灰 一剑之下 剑一覆灭 直接斩灭成灰了 远处 孟叔叔已经从孟冲背上下来了 喘着气力在孟冲身旁 此刻他瞪大一双眼睛 嘴巴张开 震惊地连身上的伤 都不觉得疼痛了 这是孟冲的大师兄 太强大了 强得离谱啊 那可是大宗师啊 一剑杀一个吗 难道 他就是剑尊牙的谢灵峰 孟冲摸着脑袋 大喜地道 师兄这是突破了 已经可以跃进杀大宗师了 这一下子 就不怕那些藏头鹿尾的东西了 兴奋地抬手 拍着孟冲的肩膀 道 本家的 看到了吧 跟着我混 你绝对很安全呢 扑 兴奋之下 用力大了一点 忘了孟叔叔受伤不清 顿时拍得孟叔叔 吐出一口血来 死 本家的 你也太脆弱了 孟冲善善地收手 孟叔叔欲哭无泪 这下子伤上加伤了 孟兄 快给我疗伤药啊 反正都已经欠了很多了 就不在乎 再欠十八株六品灵药了 给 孟冲肉疼地 倒出一枚丹药 塞入他口中 只剩下三枚了 看着瓶子里 只剩下三枚丹药 孟冲肉疼不已 人影一闪 许颜回来了 一脸兴奋与激动之色 道 师爹 你怎么惹上他们的 知道他们老巢在哪里吗 我这就去把他端了 黑袍人果然富啊 许颜杀了两名大宗师 摄取了他们的钱袋子 打开来一看 除了两瓶药丸子 十几枚灵斤外 灵票将近二十万灵斤 不愧是大宗师啊 相比之下 英红真是个死穷鬼 那些药丸子 其实价值也不菲 都是以灵药制作而成 只是并非单药 在许颜眼里 属于爆舔天物的垃圾药物 灵票才是他的最爱 可以买很多灵药了 他现在满眼兴奋之色 恨不得马上去把对方的老巢给端了 定然能够收获巨大 一跃成为巨富之人 再内遇 不会是穷人了 孟叔叔咽了一口唾沫 这位孟冲的大师兄 怎么看着 端黑袍人的老巢 不是为了复仇 而是为了抄家呢 那兴奋镜 他看着都害怕 孟冲摇头道 不知道 我是救了他 去了一个灵药宝地 才被追杀的 接下来 孟冲介绍了一下孟叔叔 事情始末 如何被大宗师追杀的 由其重点介绍了 孟叔叔灵药探子的身份 包括他欠自己一个藏物袋的事情 许颜一听 看向孟叔叔的眼神 都不一样了 灵药探子 而且 在内遇可以排进前五 他当然明白 孟叔叔的价值了 于是露出和蔼的笑容 轻轻拍着孟叔叔的肩膀 原来是孟兄啊 在下许颜 孟冲的师兄 既然你是我师弟本家的 那你叫我一声师兄 也是可以的 孟叔叔有些猛 不过他 马上醒悟过来 这可是大靠山啊 沙大宗师 如宰鸡一般的强悍存在 叫一声师兄 自己赚了呀 孟叔叔 见过许师兄 慌忙兴奋地行李道 嗯 许颜点头 笑呵呵地道 你既然叫我一声师兄 那师兄也不妨与你直说了 我缺一个藏物袋啊 你看 孟叔叔 真不愧是师兄弟啊 满脑子都是藏物袋是吧 孟叔叔人都骂了 此刻 他只能硬着头皮道 许师兄 我尽量 尽量努力赚够钱 也给你购买一个藏物袋 他欲哭无泪 从此以后只能漫山遍野地跑 寻找各种灵药 为了购买两个藏物袋 好 好 你以此为奋斗目标 我非常欣慰 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买得起藏物袋的 许颜高兴地拍着他肩膀道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去灵药宝地 把里面的灵药给采摘了 避免夜长梦多 许颜郑重地道 师兄说得对 万一对方知道大宗师被杀 强行进入里面 导致灵药损毁 那损失就巨大了 梦冲点头道 那里 很可能已经有大宗师坐镇 梦叔叔沉声道 许颜双眼一亮 哦 那最好不过了 大宗师都比较富啊 杀一个可以赚不少灵金呢 梦叔叔 大宗师成了钱袋子了 杀一个就能大赚一笔 这也太离谱了 高高在上 强大无比的大宗师 此刻在梦叔叔心中崩塌了 对于他而言 那是顶尖强者 无数舞者膜拜的对象 而在某人眼中 就仿佛是行走的钱袋子 三人没有逗留 直接返回 前往燕国天垂山 只是此地 距离天垂山遥远 感觉需要不短的时间 梦叔叔有伤在身 无法长途跋涉 梦冲干脆直接拎着他赶路 梦叔叔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感觉自己 像只小鸡一样被拎着 灵药宝地里 可能存在无品灵药 一路上 梦冲详细地讲述 灵药宝地的事情 许言听到灵药宝地里 疑似有无品灵药 不由得吃惊 这可是真正的稀有宝物啊 无品灵药一旦现实 恐怕都会引起大宗师争夺 甚至某些小势力 会因此招来灭亡灾祸 由此可见 无品灵药在内域的珍贵程度 天宝阁里 尚能够买到六品灵药 然而无品灵药 却是不曾出售过 这也是为何 六品灵药已是公认 内域品阶最高的灵药 只是有可能存在无品灵药 一般而言 内域是无法诞生无品灵药的 我家祖传认为 似乎是内域天地灵气 不足以公使灵药成长到无品 孟叔叔解释道 之所以推测 里面可能存在无品灵药 是因为我怀疑 那里曾经是种植灵药的宗门遗流 在人为的布置下与种植下 而且经过漫长时间的成长 可能会长出无品灵药来 想了一想 又补充道 有没有无品灵药 我不敢确定 不过介于无品之下 六品之上的灵药 必然是存在的 许颜兴奋道 伴无品灵药 那也不错了 三人长途奔袭 终于来到燕国 远远地就看到了前方 一座铁锤般的山峰 天锤山 原本的密林 已经近乎消失殆尽 石窟前的那株大树 虽然蓝腰截断了 依然高高处立 如一根大柱子 原本截断的地方 已经被削平了 一名黑袍人 盘膝坐在上面 在大树下石窟两侧 六名黑袍人站立 神色轻松 也没有警戒之态 彼此之间 似乎在传音交流 有大宗师坐镇 轮不到他们这些宗师 无者警戒 大树上盘膝而坐的大宗师 乃是中阶大宗师 在大宗师里 也是是属于强者的存在 纵然不敌大成大宗师 若是要退走 依然可以做到的 没有巨大的利益诱使之下 其余大宗师 也不会贸然出手 毕竟与同镜强者交恶 终究是不治的行为 当然 若是有巨大的利益诱使 可就不同了 而铁锤山这里 虽然是灵药宝地 却外人并不知晓 况且 一般灵药宝地 也不值得与大宗师交恶 盘膝坐在大树上的黑袍人人 与前两名大宗师一样的装束 唯一不同的 就是胸口衣服上 绣了一片白色的叶子 细长如柳叶的白色叶子 许焉三人毫不遮掩踪迹 直接腾空飞来 大大咧咧地 浑然不惧灵药宝地里 有什么强者坐镇 黑袍大宗师睁开双眼 沉声道 有人来了 石窟两侧的黑袍人 顿时精神一震 纷纷手握弯刀 警惕了起来 若是大宗师来袭 一旦抵挡不住 他们第一时间 就是破开石窟 强行进入灵药宝地 纵然灵药损毁 也得便宜了别人好 许焉一眼就看到了 那半截大树上 站立的一名黑袍人 大宗师强者 而且 是一名更强的大宗师 许师兄 那名大宗师 似乎更强啊 孟叔叔咽了一口唾沫 紧张地道 宗师分强弱 大宗师同样也是分强弱的 全靠自身天赋 积累的底蕴 一口气突破的大宗师 终归比那些 停留在半部大宗师 然后依靠灵药堆积 慢慢突破的大宗师 要强得多 而前方大树上的 那名大宗师 显然是全凭自身天赋与底蕴 一口气直接突破的大宗师 实力之强不是死掉的那两个可以比的 黑袍人站在那里 就宛若一股天威在积蓄 并非入门大宗师 而是中阶大宗师 许言一点都不惧 反而露出兴奋之色 赞叹道 实力强好啊 实力越强 意味着他的身份越高 也意味着越富有 这又是一笔横财啊 孟叔叔嘴角抽了一抽 他白担心了 在许言眼里 那就是一个行走的钱袋子 师弟 待会儿解决那几个人 避免他们破坏了灵妖宝地 许言看向大树后 石窟两侧的六名黑袍人 没问题 一刀一个 也就六刀而已 孟冲兴奋地点头道 被追杀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可以出口气了 孟叔叔不说话了 这师兄弟俩 都是狠人一个 而且都强得离谱 大宗师 宗师在他们眼里 就仿佛大白菜 随手就可以斩杀了 阁下何人 要插手此事 黑袍人气势勃发 大宗师之威 宛若天威一般 激荡而来 许言身上 一股龙威掌翼激发 将对方的气势抵挡在外 淡然地道 在下剑神许言 剑尊雅 黑袍人凝眉 一听到是修炼剑道的强者 第一时间就想到剑尊雅 只是剑神许言这个名字 很陌生啊 而且 剑神之称 未免太狂妄了 谢天恒都不敢这么自称 飞也 许言摇头 目光落在对方胸口上 绣着的那一片柳叶般的白色叶子 兴许可以从此标志 寻找黑袍人所属势力 阁下哪个势力的 报上名来 许言沉声问道 阁下若要插手此事 可要三思一下 是否得罪得起巅峰大宗师 黑袍人避开不答 反而冷然道 巅峰大宗师 许言一点也不慌 就算无法战胜巅峰大宗师 对方也奈何不了自己 而等自己突破先天境圆满 什么巅峰大宗师 一剑杀一个 一点威胁都没有 既然对方不愿意报家门 那就没有废话的必要了 许言拔剑出鞘 道 藏头鹿尾的东西 连名字都不敢让人知道 就想要凭什么 巅峰大宗师吓唬人 今日便斩了你 黑袍人怒急 手持弯刀 腾空杀来 倒看看 你如何杀本座 哄 许言与黑袍人交手的刹那 孟冲与孟叔叔 已经杀向了石窟 六名宗师舞者 丝毫没有顿逃的想法 毕竟对方只有两人 而自己可是六人 优势在己方 杀了他们 六名黑袍人 手持弯刀迎了上来 孟叔叔身形一致 旋即放慢了脚步 跟在孟冲身后 这都不用他出手 哄 刀光绽放 霸绝天下的刀意 肆虐四方 一刀斩出 不 一名黑袍人陨落 不好 余下的黑袍人 顿时骇然失色 这特么的也太恐怖了 一刀就斩杀己方一人 自己才几个人 哪里经得住他几刀杀的 想要顿逃 却是已经来不及了 孟冲一刀 接着一刀斩出 六刀出手 连斩六名宗师舞者 杀完人之后 孟冲兴奋地摸尸 将对方的钱袋子 给掏了出来 接着刀意席卷 直接将尸体碾压成灰 放肆 半空中传来愤怒的咆哮 那名大宗师心头亥然 己方六名宗师舞者 竟然像是大白菜般 被那光头满汉 一刀一个全都杀了 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 那可是宗师舞者呀 培养一个都需要不少资源 而且能成宗师者 天赋必然不能差 在我面前 也敢分心他过 许言冷笑一声 对方是闲死的不够快事吧 哦 山河龙吟 剑翼笼罩 山河轻覆 金龙盘旋 紧接着 又是一剑山河万象苍生剑 不好 黑袍大宗师骇然失色 他慌忙收敛心神 手中弯刀这一刻 竟然寸寸碎裂 绽放出了恐怖的光芒 必须逃 他感觉到了 恐怖的死亡危机降临 果断地爆发秘术 弯刀崩裂 激发强大的一击 欲要破开对方的攻势 趁机顿逃而去 许言眉头一挑 武道秘术 这是他第一次 遇到施展武道秘术的舞者 而且是一名中阶大宗师 武道秘术在内域 也是极其稀少的 唯有一些底蕴深厚的大势力 才存在这些武道秘术 尤其是强大的武道秘术 只有顶尖大势力才有 别看七星学宫 似乎武道秘术众多 然而真正契合武者功法 可以修炼出来的武道秘术 其实并不算多的 并非所有武道秘术 都可以修炼 也并非所有武道秘术 都是爆发强大战力的 何况 想要修炼成功武道秘术 也是需要天赋为基础的 甚至 需要与自身修炼的功法契合 不存在冲突 一般而言 武道秘术 都是与所属的势力传承 是一脉相承的 如此才不会出现冲突 和不适合修炼的情形 七星学宫的武道秘术 非常博杂 各种各样的都有 学子想要修炼武道秘术 需要找到契合自身功法才行 一般的武道学子 是没有机会接触到的 武道秘术又如何 你逃得了吗 许炼冷笑一声 对于内狱的武道秘术 他不怎么看得上 大多武道秘术 施展需要严苛的条件 而且会损伤自身 爆发出来的威力 在他看来 也就这样而已 增幅并不算大 许炼一剑斩出 这一剑山河重叠 金龙盘旋 刹那之间 宛若山河御史十八条金色巨龙 又宛若十八条金色巨龙 驾驭着山河 瞬间笼罩而下 轰隆 黑袍人的身上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强大的气机 轰击而出 山河崩碎 似乎欲要一击 将山河剑意轰穿 然而 山河重重 宛若无边无际 刹那之间 重重人影 直剑斩出 剑光已然将他笼罩 不 黑袍大宗师眼神惊惧 难以置信地张嘴嘶吼 却是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咔嚓 他头颅裂开 整个人开始分崩离析 黑袍碎裂 一个袋子掉了下来 许颜抬手将袋子 射入手中 冷哼着道 若不是怕弄坏了 我的钱袋子 你岂能活这么长时间 真以为动用秘书 就可以逃得了 黑袍人身躯不断崩灭 最终化作飞灰消散 许颜美滋滋地打开袋子 里面同样有一叠灵票 每一张灵票 都是一万额度的 足足三十几张 不错 不错 不愧是大宗师 又是一笔横财到手 黑袍人所属的势力 颇有财富啊 也不知道老巢在哪里 真想去端了呀 去发一笔横财 许颜一脸遗憾之色 若是端了对方的老巢 自己大抵是不穷了吧 这个势力 有巅峰大宗师 可能还不止一人 以我现在的实力 想要端他的老巢 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接 等我突破先天境圆满 甚至是通悬境后 就可以去端他们老巢了 等师妹回到内狱了 我不信他们不露面 只要一露面 迟早找到他们老巢去 许颜心里嘀咕着 来到石窟前 满脸期待之色 道 这里就是进入 灵药宝地的入口 没错 孟叔叔点头 他心里大为震撼 那是中阶大宗师啊 依然抵挡不了 几件就被灭了 许颜的实力 当真是恐怖啊 玄机又高兴起来了 自己虽然欠得多 但有一个如此强大的靠山 似乎也值了 走 进去 许颜挥手说道 进入石窟 里面是斑驳的石壁 看不出门户的样子 唯有石壁一侧 有一个小圆洞 孟叔叔取出钥匙 是一个小锤子 将其塞入圆洞里 扭动锤柄上的积阔 咔嚓一声 那个锤头张开 似乎卡在了圆洞内的卡槽上 用力扭动起来 只听得一阵咔咔咔声响 石壁震动着 不断有尘土跌落 某一刻 咚的一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移开了 孟叔叔抬手一推石壁 轰隆隆声中 向内打开 里面有光亮隐约传来 走 门打开了 孟叔叔手指一弹 挤到力量飞射而入 似乎在探查着什么 紧接着 兴奋走入通道中 许言与孟冲 紧随其后 进入通道 抬头一看 发现通道顶上的石壁 仿佛拼接起来的一般 只要暴力破开 整条通道都会瞬间坍塌 这建造得颇为巧妙 许言赞叹一声 孟叔叔兴奋地道 可以确定 这里曾经是一个灵药宗门 再次种植灵药 前方微弱的光亮 越来越亮了 从通道走出 三人都惊异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哪怕过去了不短的时间 依稀可见 一块块分裂出来的药田 每一块田上 都栽种了灵药 果如孟叔叔所言 这里曾经是灵药宗门所在 种植了灵药的场所 一道道光 从四面八方 以及头顶投射进来 三人寻着光看去 一道道光芒 从小洞口里透射进来 映照在这一片山体空间内 而头顶上 则是一道道裂缝 山体外的光芒 从这些裂缝投射下来 使得山体内的空间 并非黑暗无光 这座山 是人为建造的 许言沉生开口道 山外看不出来人为痕迹 在里面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些拼接的痕迹 而且拼接得非常巧妙 实力差的舞者 无法强行破开进入这里 而宗师以上舞者 一旦强行破开进入这里 则会引发连环效应 整座铁锤山都会崩塌下来 砸毁灵药 使人一无所获 这里最差的 都是八品灵药 孟叔叔兴奋地道 虽然 每一块药田上 剩下的灵药并不多 但所有药田加在一起 灵药的数量 还是不少的 种植在山体内的灵药 都是属于 洗阴暗的灵药 这些灵药通常而言 都是比较稀少的 较为不易寻找 孟叔叔一边开始挖灵药 一边解释道 比如这地月笋 就是生在在阴暗之地 竹之纤细 且最高不过三尺 孟叔叔指了一指 身前的一株小竹子道 他飞快地 将地下的地月笋 给挖了出来 因而拳头大小 半尺长 白色的笋衣包裹着 刚挖出来 就有一股淡淡的 竹木清香弥漫 孟叔叔 你是灵药探子 知道该如何采挖 与保存灵药 你说怎么挖 怎么保存 许言与孟冲 兴奋地 也加入采挖灵药当中 这些灵药 大部分都在 素灵秀的灵药清单上 孟叔叔一边挖 一边道 挖灵药 小心一点 不要破损了灵药 否则药力会流失 一旦时间久了 药力就所剩不多了 他是灵药探子 对于各种灵药 自然熟悉无比 继续给许言二人讲解到 草类灵药 没有这么娇贵 只需挖出来 破损不大 就不会造成药力流失 果子类的灵药 尤其要注意 必须要留有果地 像地月笋这些 长在地下的灵药 挖的时候小心一些 不要破损了 问题不大 生长在地下的灵药 大多有一层一保护着 当然这是灵药的采摘方法 若要长时间保存 而避免药力流失 则需要另外的方式 就比较复杂了 天宝阁最擅长保存灵药 所以一般而言 各大势力 采摘了灵药 都会寄存给天宝阁 代为保存 或者封禁灵药之后 再拿回来 许言与孟叔叔一边采挖灵药 一边听着孟叔叔介绍 天宝阁当真厉害 许言感叹一声地道 又是灵票通行内遇 又是代为保存 封禁灵药 可以看得出来 各大势力 没有一个敢得罪天宝阁的 而天宝阁 却是秉持着 不参与内遇争斗 坚守自身原则 信誉极佳 这也是各大势力 相对放心天宝阁的原因之一 天宝阁自然是厉害的 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底蕴究竟如何 虽然说七星学宫底蕴深厚 但我感觉 可能不如天宝阁的 孟叔叔感叹着道 不过 像七星学宫 见尊牙这样的大势力 都是自己处理灵药的 他们也有储存 封禁灵药之法 不过依然会寄存一部分给天宝阁 毕竟天宝阁遍布内遇 若是在外遇到什么事情 需要灵药了 只需去天宝阁取灵药即可 据闻 这些大势力 与天宝阁有着一些秘密协定的 天宝阁给予了丰厚的合作优待遇 孟叔叔这个内遇人 自然更为直观地指导 天宝阁的强大 他唏嘘感叹着道 本家的 你懂得灵药储存 封禁之法吗 孟冲一边采挖灵药 一边开口问道 我家传灵药探子 自然懂得如何保存灵药 如何封禁灵药 不过比较麻烦 而且封禁灵药所需的东西 制作起来就更繁琐了 不过 可以去天宝阁购买 就是需要花钱 孟叔叔唏嘘不已 如今内遇的灵药探子 大都受聘于天宝阁 他不喜欢受约束 才拒绝了天宝阁的招揽 孟冲点了点头 天宝阁封禁灵药的东西 他是见过的 一层透明的薄膜 将灵药封禁在内 锁住药粒不会流失 小半天后 药田里的灵药 全都采摘完毕 大部分都是八品灵药 只有寥寥几株 是七品灵药 一共二十三种灵药 这么多灵药 携带不方便啊 要是有藏物带就好了 许言看着堆在一起的灵药 有些苦恼地道 孟叔说 你一个灵药探子 不买藏物带怎么行 如何携带大量灵药 所以啊 你必须弄一个藏物带来啊 拍着孟叔叔的肩膀 叮嘱地道 我尽量吧 孟叔叔无奈地道 掉进了这对师兄弟挖的坑里 是爬不出来了 不对啊 这里没有六品灵药啊 更别说五品灵药了 孟冲盯着灵药 看了半赏皱眉道 还有一枚钥匙呢 品阶高的灵药 都是一块药田种植一株的 孟叔叔取出另一枚钥匙道 哪里还有药田 孟冲一听 目光看向四周 那里 三人来到那个凹洞前 找到了一个孔洞 孟叔叔激动地将钥匙插入 扭动击阔 咔嚓一声 仿佛打开了锁 伸手一推石壁 泥土跌落 石壁被推开了 石壁后面 光亮稍微亮一些 尤其是正中的位置 刚好一道光束照射进来 三人看向那一道光束照射的位置 顿时惊呆了 那里生长着一株齿许高 枝叶翠绿 而在翠绿的叶子下 垂落一根细藤 一滴晶莹的露珠 在光束的映照下 翼翼升光 见之不像凡物 这是什么灵药 三人小心翼翼靠近 许颜惊奇地问道 靠近前一看 才发现翠绿的叶子下 悬挂着的露珠 像是一粒小果子 却又像是小珠子 晶莹如露珠 光滑圆润 孟叔叔绕着小树转了一圈 越看越是兴奋 越看越是激动不已 许颜与孟冲凝眉 二人都不认识 这是什么灵药 苏灵秀没有讲过 有形状 类似的这种灵药 本家的 你认出来了 孟冲抬头问道 这一株灵药 怎么看都不简单 绝对不是七八品灵药 这是 这是天滴水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在典籍中有记载 叶翠绿 垂下滴露如水 孟叔叔激动得脸色涨红 这是宝贝 真正的宝贝啊 五品灵药 他小心翼翼地 伸出手 轻轻地抚摸着天滴水的叶子 仿佛在抚摸一中人的脸颊 那神态 看得许颜与孟冲 都起鸡皮疙瘩 说说 这天滴水 许颜开口道 孟叔叔深吸几口气 才平复下激动的心 道 天滴水 是一种奇特的灵药 它的品阶是不固定的 生长年份越久 品阶就越高 传闻可以生长为一品灵药 而判断它的品阶 看它悬挂多少颗滴水 九颗以下 为六品灵药 九颗到十八颗 为五品灵药 你看这株天滴水 刚好九颗 许颜与孟冲一看 果然九根之鸭 每根之鸭上 都悬挂着一颗滴水 同一个品阶的灵药 也是有着上等 中等 下等之分的 而这一株天滴水 在五品灵药中 属于下等灵药 纵然如此 在内域也是稀释珍宝 传闻天滴水 乃是含有灵药 具有增强舞者意志 提升舞者悟性 天赋的神奇功效 每一株现实 都会引发大宗师争夺 贵的一类 孟叔叔继续介绍到 可以提升悟性 天赋 如此神奇 许颜吃惊不已 孟冲搓了搓手 这是真正的宝贝啊 一株天滴水 五品灵药 若是炼制成丹药 又将会有 何等强大的功效 简直不敢想象 许颜此刻激动不已 父母天赋一般 若是有天滴水 炼制的丹药 可以提升天赋 提升悟性 修炼舞蹈就容易多了 在内域 这种灵药 都是直接吃的 至于炼制 也不过是配以其他灵药 熬炼成药丸子 仅此而已 在许颜与孟冲看来 属于暴殿天物的行为 而像天滴水这种灵药 内域舞者 绝对不会配任何灵药 来熬炼药丸子 生怕破坏了天滴水的功效 绝对是直接吃的 如此就更暴殿天物了 炼制成丹药 才是正确用途 这诸天滴水 拿去天宝阁 应该可以换一个藏物袋 孟叔叔激动地道 不换 许颜与孟冲一口同生地道 藏物袋可以买 毕竟天宝阁里有 天滴水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灵药 何况 藏物袋的事情 交给孟叔叔自己去想办法 这一株天滴水 是绝对不能拿去换的 孟叔叔善善一笑 又道 要不 一起把它吃了 看是否真的可以提升天赋 不行 直接吃 你是牛吗 当然是炼制成丹药了 许颜一口否决 丹药 孟叔叔眨眨眼 未曾听闻啊 他想到了 孟冲给他吃的疗伤药 效果惊人 难道就是丹药的一种 本家的 你快把天滴水挖出来 封禁好 不能流失了一点药力 等丹药炼制成功了 送你一枚 孟冲开口道 这处宝地 也有孟叔叔的功劳 而且以后他也算自己人了 专门负责寻找灵药 不能只使唤 而不给点好处 好 没问题 孟叔叔也没再问丹药之事 这显然是隐秘的事情 不过既然能够分自己一枚 并非一无所获了 而且 应该比直接吃天滴水效果更好吧 孟叔叔开始采挖天滴水 由于是五品灵药 太珍贵了 许言与孟冲不熟悉采挖 因此并不敢贸然帮手 此刻 才回过神来 打量着四周 发现这里除了天滴水外 还有另外几块药田 每一块药田上 都生长着一株灵药 六品灵药 许言与孟冲双眼一亮 六品灵药已经是内语 明面上最高品质的灵药了 价格昂贵 数量稀少 这里竟然有好几株 二人都没有出手采挖 全都留给孟叔叔处理 天滴水被挖了出来 孟叔叔取出了一张薄膜 小心翼翼地将天滴水封禁 以内气弥合薄膜 处理完毕 他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 我随身携带的风药膜 没有丢了 孟叔叔将剩余的风药膜收好 开始去采挖其余灵药 这些都是六品灵药 上等两株 其余的都是中等 孟叔叔介绍道 将六品灵药采挖出来 用风药膜封禁 只是他携带的风药膜 数量不够 有两株没有封禁 这两株小心一点 不要破损了 等去了城里 在天宝阁购买风药膜 再将其封禁 孟叔叔在衣衫上 撕下一块来 将两株六品灵药 小心翼翼包裹 交给孟冲说道 没问题 孟冲兴奋地小心翼翼结果 天滴水 自然是交给 许颜保管比较安全 也抢不走 灵药太多 又没有藏物袋 孟叔叔正要脱下衣服 用来包裹灵药 却见许颜掏掏出了 一个大袋子来 还好 我早有准备 终于是用得上了 许颜高兴地将灵药 一株接着一株 小心翼翼地塞入袋子里 孟叔叔看呆了 你是能喂补先知吗 提前携带一个大袋子在身上 孟冲一脸遗憾之色 道 可惜了 我那个袋子 被大宗师追杀的时候掉了 孟叔叔 真不愧是师兄弟啊 都带着大袋子是吧 满满的一大袋子灵药 许颜喜滋滋地 答应师妹的事情 终于是做到了 自己还寄存了不少灵药在天宝阁呢 而且 灵精也不少 可以购买不少灵药的 应该可以凑齐 师妹灵药清单上的灵药 师弟 灵药你拿着 许颜将装满灵药的袋子 递给了孟冲 身材魁梧壮硕的孟冲 更适合携带这一大包袋子 而天滴水 携带在身上 走了 灵药宝地里的灵药 已经踩挖一空 再无其他东西 也是该离开了 而且 杀了黑袍人大宗师 万一对方强者察觉 再次杀来 可就有些麻烦了 毕竟 现在这个状况 不适合大战 容易造成灵药损伤 从灵药宝地出来 许颜警惕着四周 没有发现敌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师兄 是不是该回去了 孟冲满脸兴奋之色 携带如此一大包灵药 不适合闯荡内遇了 也该回去边荒一趟 师妹估计也等急了吧 而六品灵药 尤其是天滴水 不适合寄存在天宝阁 虽然天宝阁信誉极佳 正如师父说的 那是没有遇到 可以让他们设下信誉的利益 谁也无法确定 天滴水是否足以让天宝阁动心 不惜违背原则 这些灵药 都要封禁起来 差不多也该回去了 我还要去取寄存的灵药 以及苍蓝岛 还有清单上的灵药 也要购买 许言沉吟了一下 差不多是该回去了 等灵药封禁完毕 你就先回去一趟 我取了寄存的灵药 以及购买了清单上的灵药 与谢兄告别后 再回去 来内遇一趟 收获颇丰 也该回去一趟了 努力提升修为 下次再来内遇 就差不多可以横着走了 好 梦冲点头 面露狠色道 下次我来 一定要打抱几个大宗师 如此才能出了被追杀这口气 如此多的灵药 师妹应该可以炼制很多丹药了 有了丹药辅助 他修炼大日精深 必然速度暴增 突破也用不了多久 待他先天进大城 或是先天进圆满 再来内遇 走到那群黑袍人的老巢 直接端了 他也要打抱大宗师 师弟 下次来 可以去七星学宫一趟 闯过九层演舞台 去点藏阁里 看看舞蹈点集 有好处 许言郑重地说道 师兄 我知道了 梦冲点头 梦叔叔全程不说一句话 这对师兄弟 来历神秘 实力强大的李普 梦冲已经盘算着 怎么打抱大宗师了 当真是可怕呀 离开灵药宝地 由于担心黑袍人 所属实力的强者来袭 三人都尽量在山林之间行走 藏匿行踪 来到一座城外 许言与梦冲二人在城外等候 梦叔叔一荣一番 去城里天宝阁 购买风药博 等到梦叔叔买风药博回来 开始封禁灵药 所有灵药封禁完毕之后 启程返回大越国所在地界 半路上一只飞渊降落 是见尊牙的飞渊 循着许言身上的飞渊令而来 飞渊的信桶里 是谢灵风送来的信 询问是否需要相助之类的 许言回了一封信 让飞渊送回去 这是见尊牙的飞渊 梦叔叔吃惊地道 咦 你竟然认得 许言诧异道 许师兄有所不知 像我这样的灵药探子 自然要对各大势力 有所熟悉和了解 若是有合作的时候 也会用到他们的飞渊传讯 所以自然是能够认得的 梦叔叔解释道 原来如此 许言恍然 对了 你会培育飞渊 组建飞渊传讯吗 许言沉吟了一下问道 既然要进入内域 飞渊传讯这种便捷的传讯方式 自然是不可缺的 借用他人的飞渊传讯 终究不是稳妥之计 我一个灵药探子 哪里懂得这些 梦叔叔慌忙摇头 天宝阁可以租借飞渊传讯 一些势力 自身无法组建飞渊传讯网 都是租借天宝阁的 就是价格比较昂贵 当然 也可以单次租借 暂时使用 目前为止 还没有关于 同天宝阁的飞渊传讯 出现讯息泄露之事 对于一般的势力而言 还是很有保障的 梦叔叔想了一想 又开口说道 这天宝阁 还真是不简单 什么生意都有啊 梦冲感叹不以地道 许言取出素衣女子送的玉牌 问道 你说的 租借天宝阁飞渊讯息的 是这个吗 对 你这玉牌 只能去天宝阁获取讯息 无法接到飞渊传讯 属于比较廉价的一种吧 大部分势力 都是使用这种 主要是为了获取五道戒的讯息 即便如此 一年也需要十万零金以上的花费 梦叔叔点头道 许言暗暗吃惊 这天宝阁可真行 只是简单获取讯息 一年至少是十万零金以上花费 内域有多少势力 仅仅是大越国境内 就势力繁多 何况不属于三大国统霞的地域 也是极其辽阔 势力繁多 由此可知 天宝阁构建飞渊传讯的情报网 根本不用自己出钱 都是各大势力出钱培养的 进入大越国后 许言稍稍松了一口气 没有大宗师追杀而来 倒不是他怕了大宗师 而是担心 一旦战斗起来 容易损伤了天滴水 与几株六品灵药 若真是如此 杀多少个大宗师 都弥补不了损失 五品灵药 是无法购买到的 师弟 为了安全 我送你到蓝平郡 许言沉吟着道 好 梦冲点头 宗师舞者他不惧 也不惧有威胁 一刀就斩杀了 也不会因为杀宗师舞者 而导致灵药受损 若是半步大宗师 乃至大宗师来袭 处境就艰难了 三人直奔蓝平郡而去 蓝平郡是街壤边荒的郡 距离他们此地所在 极其遥远 想要赶到蓝平郡 乃至铁山县需要不短的时间 而且 为了避免意外 许言都尽量低调了起来 杀大宗师不及 灵药才是最重要的 孟兄 许师兄 我暂且在蓝平郡躲躲 等风波过去了 我再探寻灵药 以后 我要怎么联系你们 即将进入蓝平郡地界 孟叔叔开口问道 许言沉吟了一下 道 以后 可以去铁山县 可以联系上我的 或者你联系谢灵峰 让他代为转告 铁山县是接壤边荒的地方 此次携带灵药回边荒后 边荒的舞者数量 必然会大增 进入内狱 也是必然的 而第一个边荒舞者的落脚地 自然是铁山县了 我明白了 孟叔叔点头 本家的 好好干 争取早日 赚两个藏物带来 孟冲拍着他的肩膀鼓励道 我尽量吧 孟叔叔欲哭无泪 藏物带啊 他要采挖多少灵药 才能买得起啊 刚踏入蓝平郡地界 许言突然顿住了脚步 手臂一横 拦住了孟冲与孟叔叔二人 目光凝重地看向前方 一道身影从远而近 一步一步走来 所过之处 地上仿佛被火灼烧过一般 一片焦黑之色 那是一名身穿赤红色长袍 脑袋罩着头罩 面容阴逸 脸色惨白 手上处着一根骷髅棒 黑色的棒子 顶端是一颗骷髅头 眼眶与嘴 都有赤红的火焰在跳跃着 散发着极其强大的气息 大宗师强者 许颜将身上的灵药取出 交到孟冲手上 道 师弟 小心一点 师兄放心 孟冲神色凝重 一只手按在了刀柄上 警惕着四周 孟叔叔瞪大一双眼睛 盯着那名大宗师 头皮都有些发麻 神区微微颤抖了几下 本家的 你这胆子也太小了 孟冲叹了一口气 本家的实力弱也就罢了 怎么胆子也小 他 他是火图魔尊啊 孟叔叔哭丧着脸道 许颜与孟冲都是一阵 火图魔尊 魔教九大魔尊之一 为人所熟知的三位魔尊之一 生性残暴 修炼杀身功法 他突破大宗师禁时 屠杀数百名异品武者 以及十几名宗师武者 炼化武者精血 一步踏入大宗师之境 是九大魔尊中 最为残暴的一人 而且其行踪不定 居所隐秘 就是为了防止被大宗师围杀了 不对 火图魔尊 岂会如此之弱 许颜突然摇头道 若 孟叔叔一正 咽了一口唾沫 道 许师兄 火图魔尊 可是巅峰大宗师啊 在内遇巅峰大宗师中 可以排进前三十的 那你看错人了 他不过中阶宗师 并非巅峰宗师 虽然实力 比我杀的那个黑袍要强 但距离巅峰大宗师 差得远 许颜摇头道 原来不是火图魔尊 看样子 是他的座下大宗师了 孟叔叔松了一口气 那名魔道大宗师 一步一步走来 契机遥遥锁定了许颜 却是不疾不徐 丝毫不惧许颜三人逃跑似的 难道 黑袍是火图魔尊坐下 孟冲宁眉道 不可能的 火图魔尊的为人 不会弄一批藏头鹿尾的家伙的 只是这名大宗师 为何而来 孟叔叔疑惑道 许颜若有所思 他护送杜玉英回家 杀了好几个魔教宗师 包括千换魔师 难道他们都是火图魔尊的麾下 如今 对方大宗师找上门来了 杜侯王府当初面临的威胁 当真不小 竟然暗中有火图魔尊出手 也不知道 这里面有什么内情 不过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他以谢灵风之名 击退了英红 剑尊牙的威慑 当真是强 杜侯王府的威胁 当即就解除了 七星学宫里 他已经自报了姓名 澄清了不是谢灵风 所以 火魔魔尊的麾下强者 这是要来找他报仇了 你就是许颜 魔道大宗师阴冷的目光 盯着许颜问道 是我 许颜直接点头道 是你就行 记住了 本座火图魔尊坐下 杀身骷髅 呼 骷髅头上 赤红的火焰飙射而出 熊熊燃烧着 杀身骷髅此刻 宛若持着一根火把 孟冲与孟叔叔二人 慌忙后退 离开一段距离 许颜目光稍显凝重了起来 杀身骷髅手持的骷髅棒 那熊熊燃烧的火焰 乃是对方的力量凝炼而成 没有温度 只有一股子阴森的气息 却似乎可以焚化一切 腐蚀生灵 比剧毒都更为可怕 对方修炼的是杀身功法 而且极有可能 就是火图魔尊 威名赫赫的火欲炼血功 凝炼武者精血 凝炼生灵之血 修炼而成的血欲火焰 你们的精血 本座收下了 你们的一切 本座都收下了 这次似乎收获不错 杀身骷髅 阴森地笑着 目光在梦冲手上的大袋子上 打量了半赏 露出了笑容 许师兄小心 杀身骷髅是 火图魔尊灰下三大强者之一 杀人无数 那血欲火非常恐怖 可以灼烧武者内气 一旦沾染上 就无法熄灭 必死无疑 孟叔叔生怕许炼大意 慌忙提醒道 不错 不错 竟然知道本座威名 杀身骷髅看了孟叔叔一眼 那阴冷的眼神 看得孟叔叔冷汗 都几乎要流下来了 不用孟叔叔提醒 许炎也知道 杀身骷髅的危险 不过那血欲火 对他的威胁 倒是没这么大 起码无法灼烧他的先天真气 你是火图魔尊灰下强者 又是大宗师 杀人夺宝的事情 应该没少干吧 许炎突然想到了什么 双眼一亮地问道 杀身骷髅醋眉 为何感觉这小子的神色 有些不大对劲的样子 不应该害怕 或者神色凝重吗 怎么问这些事情 当然 我杀身骷髅之名 就是因为杀得多了 才有此名的 小子 别想着求饶 本作不会饶了你的 杀身骷髅宁笑着道 你身上灵精多不多 许炎兴奋地问道 这杀身骷髅 是个大宗师 又是魔尊麾下强者 杀人无数 应该很富有吧 这是送上门来的钱袋子啊 你何意 杀身骷髅宁眉 许炎的态度 有些问题 我杀了好几个魔道宗师 结果全都是穷鬼 丢尽了魔道的脸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我许炎每一次出手 绝对不会毫无收获的 你一个魔道大宗师 应该很富吧 不会是个死穷鬼吧 许炎郑重地问道 你找死 杀身骷髅大怒 这是在蔑视他 哄 恐怖的血浴火汹涌而起 他手持骷髅棒 卷起恐怖的赤红火焰 发出痴痴之声 猛地杀向了许炎 树子欺人太甚啊 许炎一剑斩出 山河龙鹰 山河剑意浩荡 龙鹰响彻 紧接着又是一掌派出 金色巨龙裹挟着 狂猛无匹 智阳智刚之气 猛地杀入了血浴火之中 血浴火看似强大 终究死于阴森一类的功法 视为阴邪之力也不为过 而降龙掌力 智阳智刚 正好可以克制血浴火 轰隆 金龙咆哮 威势浩大 翻滚盘旋之间 血浴火不断消弭 仿佛根本无法腐蚀金色巨龙 反而在金色巨龙的轰击之下 不断变弱 你 杀身骷髅 脸色大变 刘你不得 对方这是什么功法 为何有一种 克制他功法的样子 骷髅棒裹挟着 阴森的气息 火焰化作无数个骷髅 漫天而落 仿佛要葬灭一切生灵 焚化一切生灵 今日 斩了你 我倒要看看 火涂魔尊能如何 敢得罪我许言 就等着被我杀上门去吧 许言冷哼一声 金色巨龙盘旋 手中长剑斩落 山河万象 苍生剑 轰隆 杀身骷髅神色骇然 危机降临 他身上涌出一股血气 瞬息化作一层护盾 将他笼罩在内 骷髅棒喷涌而出的血液火 瞬间凝聚为一柄巨刀 猛地斩出 欲要挡下这一击 同时 他身形一晃 就要顿逃而去 许言实力之强 超乎想象 而且那恐怖的金色巨龙 刚猛赤裂 竟然可以克制他的血液火 如此一来 他强大的杀身功法 根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来 来了 就别想逃了 没有一个敌人 可从我许言手中逃脱 许言又是一剑斩落 手掌再次拍出 哦 十八条金色巨龙 轰然而出 盘旋四方 从外耳内 合接而来 杀 杀身骷髅神色大变 脸上露出猙獰与阴狠之色 碰 身上的长袍 瞬间炸裂 一股血色之气 从他体内汹涌而出 天地之间 仿佛都浮现出了一股 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庞大的血色之气 从杀身骷髅身上喷涌而出 涌入了骷髅棒中 而他的身躯 瞬间开始干瘪了下去 想杀我 那就一起死 杀身骷髅面目猙獰 手上的骷髅棒 已经变得血红色 散发着恐怖的契机 许言却是比他还要愤怒 你还我的灵票 杀身骷髅长袍炸碎 身上携带的钱袋子 也随之一起炸碎了 里面的灵票等物 自然也炸碎了 这意味着 许言杀了对方 也不会有任何收获 这让他如何不怒 既然灵票没有了 出手也就不用顾忌 生怕损毁了灵票 剑意瞬间暴涨 灵力杀伐之气 天地都仿佛变色 已经准备拼命的杀身骷髅 这一刻只觉得头皮发麻 那骨子杀伐之意 那恐怖的杀意 比他这个魔头的杀意 还要吓人啊 杀身骷髅 乃是火徒魔尊麾下强者 中阶大宗师 杀人无数 不知道多少武者 沦为他修炼的养分 骷髅棒 更是他的成名武器 是一件极其不俗的宝器 眼见着危机降临 杀身骷髅 也是一个果断的人 直接施展了杀身秘书 长袍炸碎 血色之气 涌入骷髅棒中 他的身躯 瞬间干瘪了下去 杀身骷髅自信 自己施展此杀身秘书 必然可以击退许炎 给自己争取出逃离的时间 哪怕无法逃离 大不了同归于尽 即便无法当场杀了对方 只要许炎受伤了 以他的功法之歹毒 想要恢复伤势 绝对无法做到的 纵然侥幸不死 为半废人 自己也不算白死了 曾经被四五名大宗师围杀 他就施展了这一门杀身秘书 虽然代价有些大 不过却是逃出了重围 而围杀他的大宗师 都受到了重创 一身实力 近乎半废了 而他 在魔尊的帮助下 吞噬了十几个宗师精血 慢慢地重新恢复了过来 这一次来杀许炎 虽然他的实力 出乎了意料 不过杀身骷髅 自信自己可以逃得一命 无非是耗费一些时间 吞噬一些武者精血 便可以慢慢恢复过来 结果 许炎突然暴怒 那恐怖的杀伐之意 他只觉得浑身冰寒 经不住颤抖起来 意识都仿佛受到了冲击 就要施展的杀身秘书 这一刻竟然迟缓了下来 无法瞬息施展而出 眼前山河笼罩 苍生化作恶鬼一般 挥动着剑向他杀来 杀身骷髅就不明白了 自己不过 炸碎了身上的长袍 何至于如此愤怒 那是自己的衣服 又不是你的 那是你的灵票吗 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杀身骷髅临死之时 猛然醒悟过来 自己犯下的最大错误 就是不该把衣服炸碎了 更不该把身上 鞋带的钱袋子 连同长袍一起炸碎 他一个杀人如麻的 魔教大宗师 岂会在乎鞋带的灵票 大不了 屠杀一些人 抢回来就是了 所以 炸碎得很果决 结果 正因为如此 彻底激怒了许炎 钱都没有了 许炎自然也就毫无顾忌 愤怒出手了 恐怖的一箭斩落 杀身骷髅 连杀身秘书 都来不及施展 就被一箭斩杀了 身躯崩碎 化作飞灰消散 唯有一根被注入了血色之气 变成血红色的骷髅棒 掉落在了地上 许炎愤怒不已 怒骂道 魔教的崽子 欺人太甚啊 火图魔尊是吧 你给我等着 不赔我个几百万灵精 你必死无疑 不远处观战的孟叔叔 此刻有些目瞪口呆 整个人都惊了 心里还有些慌 许师兄发怒 竟然如此恐怖 太吓人了 我不能继续懒惰下去了 一定要奋斗 努力寻灵药 争取早日把欠许师兄的藏物袋 给他买来 太可怕了 本来杀身骷髅 还能抵挡一二的 结果 因为炸裂了长袍 把随身携带的钱袋子 都给炸没了 灵票也就没了 因此激怒了许炎 那愤怒出剑 简直恐怖无比 一剑之下 原本准备拼命的杀身骷髅 连拼命的秘书都来不及施展 就被一剑彻底灭杀了 解决了杀身骷髅后 孟叔叔松了一口气 虽然遇到大宗师来袭 不过许炎一如既往的无敌 轻松就解决了对方 于孟冲刚回到许炎身旁 就听着许炎在那里骂骂咧咧 气死我了 亏大了 这次出手 一点收获都没有 这帐必须记在火徒魔尊头上 他不赔我个几百万灵金 不 是几千万灵金 或者给我做苦力赚钱 他就别想活着了 孟叔叔擦了把额头冷汗 他心里有个直觉 火徒魔尊似乎会因为此事 得罪了许炎 下场可能会不太好 许师兄 其实也并非一无所获 你看那根骷髅棒 就不是寻常宝器 价值不菲的 孟叔叔看着掉在地上的那根骷髅棒倒 许炎抬手将骷髅棒摄取过来 血红色的骷髅棒 看起来邪恶异常 仿佛吞噬了无数精血一般 杀身骷髅施展秘书 那血色之气 刚融入骷髅棒中 还没来得及施展 就被灭杀了 这就导致 骷髅棒里 蕴含着那一道秘书的力量 使得骷髅棒的价值 直接翻倍飙升 你说这骷髅棒嘛 大抵能卖多少钱 许炎心里稍稍好受一点 并非完全一无所获 不太清楚 不过肯定价值不菲 孟叔叔摇头道 许炎端向着骷髅棒 若有所思地道 这根骷髅棒 蕴含了杀身骷髅的秘书 若是激发出来 无异于一位大宗师的权力一击 这价值不菲啊 几百万灵精 肯定需要的吧 孟冲似乎想到了什么 道 师兄 你说这骷髅棒 送给师妹是不是更好 也许他能用得上呢 许炎觉得有道理 师妹是单一舞者 擅长炼制丹药 骷髅棒蕴含的血液火之力 兴许他能够用得上 何况 即便无法利用 也可以给师妹护身之用 毕竟 骷髅棒蕴含大宗师的秘书之力 那就送给师妹 许炎点头说道 孟叔叔却是开口道 许师兄 其实三大国以及其他一些大势力 都悬赏了杀身骷髅的 谁若是杀了他 可以去领取悬赏 许炎顿时精神一震 急忙问道 有多少悬赏 加起来 应该也有二三百万灵精吧 杀身骷髅当初没少杀人 各大势力都有武者被其残杀了 悬赏一直都在 只是无人可以获取这份悬赏 许师兄既然杀了他 拿着信物去 应该能够获得悬赏吧 孟叔叔想了一想说道 杀身骷髅的额信物 许炎看向骷髅棒 这自然是最好的信物了 不过要带回去送给师妹 就不适合做信物了 他目光一扫 看到了地上 炸裂的长袍碎片 抬手一摄 将其中一块碎片取了过来 上面绣着一个残缺的图案 这个可以做信物吧 孟叔叔欲言又指 这如何能做信物呢 别人也不信啊 有了 许炎拍着孟叔叔肩膀 道 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就把我杀了 杀身骷髅的事传出去 就说我剑神许炎 为悬赏的各大势力 除去此魔 不惜得罪火图魔尊 你明白了吗 我杀杀身骷髅 可是为了他们 都悬赏出来了 总不能言而无信吧 我许炎辛辛苦苦 为了他们的悬赏 不惜得罪火图魔尊 他们总不能反悔吧 许师兄放心 我一定把此事半途 让整个内域都知道 你是为了那些势力 才不惜得罪火图魔尊 除去此魔的 孟叔叔慌忙应下 告诉他们 改日我就会一一登门造访的 许炎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一次也没白出手啊 三人继续赶路 来到蓝平郡城 孟叔叔一容而去 约定了联络方式 就此分开 许炎与孟冲 则是前往铁山县 为了避免踪迹被追查到 二人都是收敛气息 避开人烟之地 一路上再没有遇到袭击 回到了铁山县 师弟 你且先回去 告诉师父和师妹 我一个月内就会回来 我要去领取悬赏 和寄存的灵药 还有购买师妹清单上的灵药 分别之时 许炎交代孟冲道 师兄 你放心吧 等师妹炼制了丹药 我会拿去送给伯父 伯母的 孟冲点头 多谢了 师弟你回去吧 我在这里守一守 是否有人能追踪而来 许炎点头 好 孟冲背着一大袋子灵药 而天滴水 与其余六品灵药 则是用小包裹包着 挂在了胸前 腰间挂刀 另一只手 拿着骷髅棒 身形一晃 钻入无尽大山之中 返回边荒之地 许炎在一株大树上坐下 默默地静候着 以防有人追踪到这里来 三天后 没有人追踪而来 许炎回头看了边荒方向一眼 便头也不回地离去 下一个目的地 此行是去领取杀生骷髅的悬赏 凌鸣赫赫 杀戮无数的魔教大宗师 杀生骷髅 竟然被灭了 杀人者 剑神许炎 那位威震七星学宫 妖孽一般的绝世天骄 传闻 他看到了三大国 以及诸多势力的悬赏 愤怒杀生骷髅的残暴 不惜得罪火徒魔尊 寻找到杀生骷髅踪迹 将其灭杀了 据某个有幸观看到大战的不知名人士透露 那一战相当激烈 剑神许炎 痛恨杀生骷髅的残暴 愤怒之下 施展绝世剑法 一剑之下 竟然将杀生骷髅灭成灰了 只剩下了杀生骷髅 身上穿着的一件长袍碎片 上面有个残缺的 火徒魔尊灰下图案 是许炎刻意留下来的信物 无数天骄 诸多宗师都震撼不已 剑神许炎 难道不具火徒魔尊吗 莫非他是剑尊崖天骄 所以不具魔教 关于许炎斩杀生骷髅的事迹 传得沸沸扬扬 而当事人许炎 已经踏上了领取悬赏之路 来到了第一个领取悬赏的宗门外 七星学宫 一座小院子里 杜玉英正在修炼中 他的气息变得有些不寻常 身上散发着盈盈的白光 使得他看起来 有种圣洁光辉 而他的实力 也提升到了一瓶颈 这个年纪 如此实力 称得上是绝世天骄了 某一刻 杜玉英轻轻咳嗽了一下 脸色苍白了几分 秀眉微微促起 缓缓收工 睁开了眼睛 他露出了沉阴之色 我的身体 依然有些问题 突破宗师 依然遥远 心中叹息 脑海中又情不自禁地浮现出 那个风神俊朗的少年 一颗心经不住躁动了起来 走出练功近视 翠儿小跑着过来 脸上泛红 高兴之情 溢于言表 小姐 小姐 杀生骷髅死了 被许公子杀了 外界都在传 许公子是看不惯 杀生骷髅的残暴 所以才杀了她的 不过我觉得 许公子可能是为了小姐 毕竟当初 就是杀生骷髅 暗中插手侯王府之事 杜玉英双眸微微一亮 旋即又暗淡了下去 苦涩道 翠儿 怎么可能是为了我 许公子当初护送我 只是单纯为了灵药 灵精而已 那时的许言 真的是初出茅庐 很穷 我还是觉得 许公子是为了小姐 她当初抱了谢凌峰的名头 震慑住了那些人 现在身份揭开了 她肯定怕那些人 再次为难小姐 所以才干脆出手 斩杀了杀生骷髅 震慑那些萧小的 许公子是个有始有终的人 既然已经护送了小姐 肯定不希望因为身份揭开 而又有麻烦缠上小姐 翠儿却是坚定地道 杜玉英双眸一亮 觉得翠儿所言 并非毫无道理 如此一想 心中雀跃 她欲脸泛红 道 翠儿 我要开个商行 赚灵金 赚灵药 争取早日给许公子 买个藏物袋 她可是记得 许颜很喜欢藏物袋的 小姐 你一定行的 翠儿兴奋地点头 这一刻 杜玉英眼神坚定 露出了奋斗的光芒 为了心中的那道身影 她要成为一个 富家一方的人 无双阁 最顶仓 素衣女子坐在小溪边上 一双嫩白玉卒 踢着溪水 看向身旁的师父 师父 现在你应该知道 当初我劝你不要出手 是多明智了吧 无双大宗师 神色凝重无比 杀生骷髅的实力 固然不如她 然而她想要杀 杀生骷髅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 实力到了杀生骷髅 这一步 哪怕不敌 也有顿逃之法 而更害人的是 许颜在七星学宫 一掌打爆大宗师之事 那可是大宗师啊 纵然只是入门 也是很强大的 竟然一掌就打爆了 纵然是她 也绝对无法做到 好徒儿 师父突然对许颜 有些动心了 你说怎么办 无双大宗师 咪咪眼道 素衣女子 似乎被踩到尾巴的猫 蹦跳了起来 道 师父 你多大了呀 脸皮这么厚 你羞不羞 无双大宗师 醋侠地道 呦 呦 小妮子 吃师父的醋了 还说你没撕春呢 连玉牌都借给人了 是为了人家 来还玉牌的时候 可以再见面吧 素衣女子哼了一声 撇过头去 生闷气的样子 无双大宗师 叹了一口气 道 小妮子 那小子你想不住的 他跑到无双阁来 魔力心境 我觉得他五道纯粹啊 无心男女之事 素衣女子笑眯眯地道 师父 你就不懂了 他喜欢灵精 喜欢灵药啊 我这里都有 他不用对我动心啊 对灵精 灵药动心就可以了 而且 他还喜欢藏物带 我要想办法 弄个藏物带来 无双大宗师 目瞪口呆 他突然觉得自己图儿 似乎变成了 某些痴情状似的 俗称 舔狗 云山县庄园里 李玄感叹着 许颜已经开始 杀大宗师了 也不知道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才去内域多久啊 不是杀宗师 就是在杀大宗师 而梦冲 则是在被大宗师追杀中 他心里多少有些担忧的 不过既然这么长时间 没有追上梦冲 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 许颜先天进大城 明悟真气之玄妙 他明悟通玄境修炼之法 应该也快了 李玄心里琢磨着 通玄境之上的修炼功法 李玄已经编得差不多了 理论框架已经编好 只差稍微完善一些即可 许颜明悟通玄之法 就可以传他下一个境界的修炼之法了 让他提前熟悉一下 兴许他刚突破通玄境 乃至还没有突破 就明悟出来了呢 李玄对许颜 可是抱以极大的期待的 肃灵秀已经舞蹈入门 他正在完善单一宝典 开始参悟徒手炼丹之术 赤猫的体型 越来越大了 脖子上的大粗金链子 又换新了 换了一条更粗更长的 他大部分时间 不是趴在庄园门口 就是去讨好肃灵秀 获得肃灵秀赐给的丹药 庞大的体型 使得他看起来越发威武不凡 十二虽然已经突破了气血镜小城 然而论实力 他现在已经无法镇压吃猫了 再也无法拿鞭子抽吃猫 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灌输 吃猫似乎真的以为 当初拿鞭子抽他 是为了他好 李玄继续在看古皮书 看得多了 他逐渐也有了一些想法 至于是否如猜想的那般 暂时还不得而知 唯有等到实力强大之后 才有能力验证 这一天 李玄背着双手 迈着悠然的步伐 在庄园外散步 他决定在边框走走 看能否找到下一个 适合的徒弟人选 虽然第四个武道体系 尚没有完善 只是一个想法 可行度似乎也不大高 编得不够强 但不妨碍 先把徒弟人选确定 可以暂时不收为徒弟 等到第四个武道体系编出来了 再收为徒弟也不迟 有了想法后 李玄就开始行动 他直接离开了庄园 步伐悠然 一步踏出便是数十丈距离 第一站去了东河郡 顺便看一看许颜的父母 自己身为许颜的师父 也该见一见他的父母了 许君和夫妻很兴奋 慌忙行大礼 这可是武道圣师 边框舞祖啊 是如今边框舞者的信仰 而许家 作为边框舞道圣家 地位崇高 每天都有修炼武道的舞者 来到许家 希望得到指点一二 一番交谈下来 李玄感叹 许君和是个人物 难怪可以以威莫之身 娶了钱骏首千金 成为首富 而且 许君和的天赋 也不算差 比十二还要好一点 如今已经气血进小城 许夫人舞道境界 稍微差那么一点 但也不错的 只是他没有追求舞道强盛之心 可以看得出来 他心里只有许颜这个宝贝儿子 难怪许颜可以到处找高人修炼舞道 可以肆意挥霍钱财呢 都是因为有许夫人的宠密 指点了一番许君和等人舞道 李玄就飘然而去 兜兜转转 就到了齐国京城 不过 他没有显露真容 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在齐国京城兜兜转转 停留不到一天 就离开了齐国 他又去了吴国 转悠一圈之后 接着去了边荒的蛮荒之地 边荒三国之一的北蛮 北蛮与齐国 吴国不同 而是多个部落组成 北蛮国主乃是以武力活得推举 每一任国主死后 各部落都会争夺国主之位 谁的武力最强 谁就能成为国主 这里更崇尚武力 汉勇好战 而如今正是老国主垂垂老矣 离死不远了 各大部落 包括老国主所在的部落 都在进行着争夺国主的比动 最终胜利者 代表部落去争夺国主之位 由于地处蛮荒草原之地 距离吴国 齐国遥远 而又处于新老交替阶段 所以 北蛮对于齐国 吴国的变化一无所知 武道也还没有传到这里来 按照北蛮惯例 新国主确立后 就会南下进攻齐国 吴国 掠夺资源物资 以彰显北蛮国主之威 李璇在北蛮逗留了两天 他几乎可以预想得到 等到北蛮新国主确立 南下进攻齐国 吴国之时 被一群修炼武道的武者 横推的情形了 摇了摇头 有些遗憾 边荒没有找到合适的徒弟 他开始返回云山县 边荒之地 收了许颜和梦冲 已经难得了 素灵秀来自内宇 所以想要再收合适的徒弟 边荒不可能存在了 小小边荒 怎么可能出现 这么多的妖念呢 李璇哑然一笑 放弃了在边荒 再收一个徒弟的想法 新徒弟不急 反正新武道也没编好 李璇回到云山县 刚坐下 金光浮现了 你徒弟许颜 斩杀追杀梦冲的大宗师 你山河建议得到提升 果然 许颜得到消息后 就去把追杀梦冲的大宗师给杀了 许颜还是猛啊 李璇心里感叹不已 一入内宇 就直接打高端局 连杀宗师 刚突破先天境大城 就打爆了大宗师 现在又杀大宗师了 你徒弟许颜 斩杀追杀梦冲的大宗师 你山河建议得到提升 金光再次浮现出 李璇 所以 追杀梦冲的 不止一个大宗师 内宇大宗师 这么多的吗 随便都能遇到 许颜这都杀了三个了 你徒弟许颜 连杀大宗师 你获得寄灭建议 金手指的反馈 继续而来 寄灭建议 李璇心中大喜 自己终于有了脱离徒弟之外的建议了 寄灭建议 寄灭一切 强大无比 武者 就该去闯荡武道界啊 徒弟们都给为师去闯荡马 无敌之路 全靠你们了 李璇心里美滋滋的 宿灵秀双手气血涌动 宁炼为丹火 正在炼丹 他已经练习了好些天 徒手炼丹之术了 已经找到了炼丹之诀窍 炼丹术 应该又要提升了吧 李璇充满了期待 徐言与梦冲会合了 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做什么 李璇闲着无视 拿着竹杖指点赤猫 将他身上的翘穴 再次给他一一点出来 尤其是脑袋的翘穴 叮嘱他 首先开启这一个翘穴 赤猫依旧似懂非懂的样子 也不知道 大妖之法 是否能成 若是成功了 会得到什么反馈 李璇心里好奇 大妖之法 毕竟是大妖之道 他是人了 能够获得什么反馈 变成可以修炼大妖之道 想太多了 赤猫能否修炼出来 都是未知数呢 素灵秀神色凝重 额头有汗珠冒出 嫩白的双手 气血凝聚成一个丹炉形状 而另一股气血 则凝炼为丹火 包裹着气血丹炉 某一刻 他手一震 气血散去 几枚丹药落入了手掌中 徒手气血炼丹 终于成功了 李璇刚坐下 金光浮现出 你徒弟素灵秀 明雾你边的徒手炼丹术 已获得虚空炼丹术 初级 李璇心中大喜不已 虚空炼丹术 他瞬息之间 已经彻底掌握了 仿佛与生俱来就会一般 这是一门 真正强大无比的炼丹术 哪怕只是初级 等素灵秀徒手炼丹熟练了 再传给他虚空炼丹术 让他以此为根基 进一步参悟更强的炼丹术 李璇心里美滋滋的 素灵秀气血炼丹成功后 虽然消耗巨大 不过炼丹速度 丹药的品级 都比用丹炉要强不少 只是注定了 无法大批量炼制 想要大批量炼制 唯有用炼丹炉才行 接下来 素灵秀一边炼丹 一边以丹一宝典为基础 继续参悟丹一五道 他距离气血进小城 已经不远了 都快追上十二了 而周英 在丹药的辅助下 距离气血进入门 已然不远 又是美好的一天啊 李璇泡了一壶茶 美滋滋地品着 这些天 他喜欢上了喝茶 似乎 品茶更有高人的格调 你徒弟梦冲 连杀宗师舞者 你灭神一刀惊艳 得到提升 李璇感叹 这是展开了报复了 你徒弟许炼 剑斩大宗师 你寄灭剑意得到提升 许炼又杀大宗师了 这大宗师 也太弱了 真跟大白菜一样 很好杀 李璇都无语了 不论是谢灵峰 胡山二人 还是素灵秀 都说大宗师在内域 属于真正的顶尖强者 有大宗师坐镇的势力 属于一流势力了 结果 就这 是他们太弱了 眼界有限 才这么认为的 其实大宗师 也并不强 内域一流势力 应该不少吧 所以 大宗师的数量 还是很可观的 李璇想明白之后 就放下心来了 内域不缺大宗师 给许炎杀 许炎一时半会儿 是杀不完的 你徒弟素灵秀 明悟单一五点雏形 你获得单一五点 金光浮现出 李璇这一下子 真的激动了 单一五点 真正的单一五道完整体系 包含了炼丹 一道 杀敌等等 其中 金针杜穴 金针之术 素灵秀 都已有所明悟 而这些都是以单一宝典为基础 参悟出来的 李璇发现了一个可以加快获得金手指反馈的方式 现在他获得单一五点 固然只是初级的 但可以传给素灵秀 使得素灵秀 提前完全掌握单一五点 再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参悟更高层次的单一五点 如此类推下去 李璇越想越是高兴 这毕竟与五道功法不同 每个境界的五道功法 许言参悟出来了 也就掌握了这一境界的功法 而他得到的金手指反馈 也只是这一个境界的 并没有下一个境界的功法 因而无法加快参悟下一个境界 但单一五点与练单数不同 素灵秀参悟出雏形来了 金手指反馈他完整的 他再将完整地传给素灵秀 如此可以缩短素灵秀 完善单一五点的时间 更高层次的单一五点 师父 师兄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素灵秀走了过来 给他垂着肩膀叹气道 扣若至他们收集来的宝药 素灵秀都练成了单药 不过由于不是灵药 单药效果说不上强 而且 这要级别太低 素灵秀练制起来 已经毫无难度了 几乎不会存在 练制失败的情况 没有灵药 他就无法练制真正的单药 单一宝典里的那些单药 都无法练制出来 应该快了吧 李璇拍拍他的小手 站起身来 道 你已入门 既然无药可练了 那就多修炼 一下五道 参悟一下八卦吧 你大师兄 二师兄 都参悟了八卦 从中得到收获 希望你也能有所明悟 是 师父 素灵秀双眸一亮 大师兄与二师兄的身法 可是很强大的 都是从八卦中参悟出来 而八卦 囊括天地庙里 若是能够参悟出些许 都能受用无穷 来到庄园外山林 许言与梦冲 当初参悟八卦的地方 李璇脚步一踏 地上瞬息之间 就浮现出了八卦图案 八卦 为乾坤训证 坎尼更对 此是八卦图 李璇给素灵秀 讲解八卦 讲解完毕 又道 你好好参悟 他日你大师兄回来了 可以向他请教 留下素灵秀 在参悟八卦 他迈着悠然的步伐 返回庄园里 素灵秀开始减少了炼丹 只是偶尔徒手炼丹 熟练此炼丹之术 更多的时间 投入了八卦的参悟 以及修炼之中 李璇看着正在苦修的周英 在丹妖的辅助下 转修武道成功 现在处于炼脏阶段 即将炼脏圆满 周英修炼非常刻苦 可能与他背负的责任有关 一直以来 都是他在保护与照顾着年少的素灵秀 在他眼里 素灵秀就像是他的女儿一般 抬手一道淡淡的剑意 笼罩了周英 使得他更快速完成炼脏 继而武道入门 几天后 周英金鼓雷鸣 武道入门了 不过 金手指并没有反馈 现在我实力强了 他只是武道入门 已经不足以 使我获得反馈了 想要获得反馈 恐怕需要武道入门者 数量足够多才行 李璇心里琢磨着 边荒修炼武道者数量不少 然而入门者 恐怕连五十个都没有 你徒弟素灵秀 突破气血进小城 你单一武道大城 先天静 素灵秀 突破气血进小城了 素灵秀武道入门 这才多长时间啊 竟然已经突破气血进小城了 这修炼速度 都不比许言慢多少了 李璇愈发怀疑 素灵秀可能有什么特殊的体质 而且非常契合 单一武道的修炼 素灵秀突破后 金手指反馈了 他先天静的单一武道大城 使得他三种武道融合一体 实力自然也得到了提升 李璇抬起手掌 一缕真气浮现出 但青色的真气 蕴含了绵绵生机 一念之间 又化为了一缕丹火 这就是单一武道的先天真气 治病救人 一缕真气都足以了 李璇感叹一声 周英武道入门后 他找十二切磋去了 打得火热无比 哪怕十二气血进小城 比周英高一个小境界 战斗起来 却并没有显出应有的优势 这让十二有些郁闷 你怎么如此弱 周英不满地道 不是我弱 我修炼的是梦冲的刀法 我怕施展出来 收不住手 伤了你 十二无奈地道 一旦伤了周英 纵然是无心之失 他也担心 惹得素灵秀不满 如此一来 他怎么获取丹药修炼 你教我刀法 周英促没道 他也明白 十二担心什么 也没有逼他施展权力的想法 好 十二点头 周英武道入门 素灵秀再次炼丹 一口气将药材全都炼制成了丹药 这些丹药一部分赏赐给寇若智以及长青阁的成员 在寇若智以及许君和的协助下 长青阁初步成立了 有几个天赋尚可的人正在修炼武道 不过还没有入门 剩余的丹药 一部分送去给许君和 余下的就是周英和十二修炼之用 还有赤猫的一份 素灵秀也期待着 赤猫是否真的可以修炼成大妖 有些天没有获得金手指反馈了 难道大宗师杀完了 李璇心里嘀咕着 没有许言杀大宗师的反馈 他一时之间反倒有些不习惯了 大宗师虽然不少 但许言总不能天天招惹大宗师吧 何况 许言就不是一个主动惹事的人 这么多天没有反馈也属正常 李璇转念一想 也就释然了 赤猫脖子带着大粗金链子 走过来趴在地上 一双眼睛盯着他 似乎想要得到他的指点 你这只大猫越来越大了 一锅都顿不下了 继续这么长下去 就成胖虎了 周索一下自身 将周身力量 积蓄入翘穴中 凝缩自身 翘穴释放积蓄之力 在彭大自身体型 这是大妖之力 李璇拿起竹杖 在赤猫身上点拨着 一边教导着他 看赤猫越来越庞大的体型 力量越来越大 凶悍的气息也在增长 而且 灵智也似乎有了提升 种种迹象表明 他似乎真的有些迷雾 当然 至于什么时候 可以成为大妖 这就不得而知了 闲着也是闲着 李璇不介意 赤猫身为绝世高人 养的宠物自然不能普通 赤猫眼神若有所思 似懂非懂的样子 等李璇教导完毕 他就起身离开 趴在庄园外 打着盹的样子 李璇取出古皮书 继续钻研第一页 突然金光浮现出 你徒弟许妍 斩杀大宗师 你寄灭剑意得到提升 许妍又杀大宗师了 难道 许妍和孟冲 招惹了某个大势力 李璇心里猜测着 孟冲回来了 回来得得比预想得要早 胸前挂着一个小包裹 他一个满汉 竟然小心翼翼的样子 生怕损坏了包裹里的东西 背着一个大袋子 装得鼓鼓囊囊的 李璇惊奇不已 难道装的都是灵药 哪里来得如此多灵药 结合许妍和孟冲二人 又是杀宗师 又是杀大宗师的 难道是去抢灵药了 许妍竟然没有回来 师父 我回来了 孟冲一脸恭敬之色 小心翼翼地放下包裹 恭敬地请安道 李璇汉手 道 回来就好 在庄园外参物八卦的素灵秀 这会儿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 二师兄 你回来了 大师兄呢 师妹 大师兄还有些事要办 清单上的灵药 还没购买齐全呢 一个月内 大师兄就会回来了 孟冲起身 一脸憨笑 师妹 你看 这都是灵药 孟冲打开大袋子 露出里面满满的灵药 素灵秀激动坏了 眼眶都红了 二师兄 你哪里弄来的这么多灵药 不会遇到危险吧 孟冲拍着胸口道 小师一装 什么麻烦 都被大师兄给解决了 接着他打开小包裹 道 师妹 你看这是什么灵药 李璇目光也看了过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株翠绿的小树 悬挂着九颗露珠式的小果子 此灵药一见就知道不凡 周英与十二也凑了过来 这 这是 素灵秀瞪大一双眼睛 别人不认识 他如何会不认识 天滴水 而且 是九颗滴水 五品灵药 这是五品灵药 天滴水 素灵秀太震惊了 众所周知 六品灵药 已是内域品阶最高的灵药了 而且非常稀少 五品灵药未曾听闻在内域出现过 即便出现过 恐怕也是极其保密 因而未曾被人所知 不论何种情况 都足以说明 五品灵药在内域 是可遇不可求的 二师兄 这是哪里来的 周英与十二 都震惊不已 上次素灵秀卫两位师兄 介绍灵药之时 十二也在旁听着 对于灵药 并非一无所知了 孟冲从内域回来 竟然带回了一株五品灵药 李璇看着天滴水 不由地想起 许言与孟冲 不是杀宗师 就是杀大宗师的事情了 难道 就是因为这一株五品灵药 被人盯上了 才遇到如此多的宗师 与大宗师 嘿嘿 在一个灵药堡地里挖来的 孟冲摸着脑袋道 师妹 你看 还有六品灵药呢 小包裹里 最珍贵的 无疑是天滴水 除此之外 还有好几株六品灵药 素灵秀激动的玉脸泛红 轻轻地将灵药取出来 这些灵药太珍贵了 天滴水更是如此 我现在炼丹术 还不够强大 所以 天滴水与六品灵药 暂时不能炼制丹药 这么珍贵的灵药 每一炉炼制失败 都是巨大的损失 灵药虽然用风药薄封禁了 不过六品和五品灵药 最佳的储存方法 还是用灵药和储藏起来 不过边框没有灵药 素灵秀将灵药摆放好 秀没微醋地道 小事一桩 我去铁山县天宝阁 买些灵药盒子就是了 孟冲拍着胸口道 二师兄 不急 你若是去买灵药盒子 别人就知道 你得到了七品或者六品灵药了 素灵秀慌忙叫住他道 十二 你通知寇若智 弄些浴盒来 虽然不是灵浴盒 不过用来储存也是可以的 已经用风药薄风镜了 又不是储存个几十上百年的 一般浴盒也行 素灵秀回头看向十二吩咐道 好 我会通知寇若智 十二马上就去找人通知寇若智 接着又飞快地回来 素灵秀小心翼翼地 将天滴水与几株六品灵药 放到桌子上 等待浴盒送过来 他打开那一大袋子灵药 这里面的灵药 大部分都是八品 少部分七品 极少的部分是九品的灵药 二师兄 这里的灵药太多了 可以炼制好多弹药 素灵秀兴奋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师兄去内狱前 说会带一大袋子灵药回来 果真带回来了一大袋子灵药 大师兄那里还有的 清单上的灵药 都能够凑齐 师妹你 放心炼丹吧 孟冲拍着胸口道 二师兄 为了这些灵药 是不是很危险 素灵秀双眸微红地看着他 孟冲被他 看得有些尴尬 摸着脑袋道 也不算危险 而且都被大师兄解决了 二师兄 能给我说说吗 素灵秀好奇地问道 十二与周英 也是满脸好奇之色 李璇虽然也好奇 不过身为师父 自然不能显露出来 所以他依旧神色平静 坐在椅子上 盯着古皮书看 仿佛早已知晓了一切似的 没问题 这事说起来就刺激了 孟冲来了精神了 拉过凳子坐下 十二 去泡茶 周英踢了十二一脚 十二慌忙屁颠屁颠 去泡了一大壶茶过来 直接用碗装茶 给孟冲倒了一碗 对于内狱 他也是向往的 说起来 这事也是巧合 孟冲喝了一碗茶 开始从接受孟叔叔委托说起 当他提到孟叔叔的时候 周英诧意地开口道 孟叔叔 灵药探子世家 孟家的传人 咦 你认识他 孟冲惊讶不已 素灵秀也一脸意外之色 周一 你认识他 周英摇头道 说不上认识 只是知道他而已 孟叔叔在灵药探子中 很有名气的 他出自灵药探子世家孟家 只是孟家已经衰落 孟冲点头 说道 本家的说过 他父母因为探寻灵药 意外死了 他爷爷说是去救援老友 也死了 如此说来 孟家就只剩下孟叔叔一个人了 周英文言 似乎想到了什么 张了张嘴 却是没有把想到的说出来 二世道 据说 孟老爷子 是个大宗师强者 未曾想到已陨落了 大宗师啊 对于大宗师 孟冲已经没什么敬畏的了 也就那样吧 实力马马虎虎 大师兄都完成了 打包大宗师的壮举了 接下来该轮到自己了 就看哪个大宗师比较倒霉了 二世兄 你继续说 素灵秀开口道 我救了本家的 他欠我一条命 一个藏物袋 十八株六品灵药 然后去灵药宝地 准备采摘灵药 孟冲也没有隐瞒 将去天锤山灵药宝地 杀宗师 激战半部大宗师 最后大宗师降临 他只能带着孟叔叔逃跑 到最后 许颜赶来 斩杀两名大宗师 去了灵药宝地 再斩杀大宗师 采挖灵药 之后返回边框 结果又遇到了杀生骷髅 又斩杀了杀生骷髅 苏灵秀 周英和十二 看着孟冲已经惊呆了 按照孟冲的讲述 去了内狱之后 不是在杀宗师 就是在杀大宗师的路上 尤其是许颜 简直凶悍地不像话 一见一个大宗师 杀生骷髅 死了 周英惊骇不已 这可是魔教九大魔尊 火徒魔尊麾下 三大强者之一 而且是弑杀成性 最为残暴的一人 三大国都对他发布了悬赏 然而一直活得逍遥自在 曾经围杀他的大宗师 非死即伤 这也就导致 无人为了那一点悬赏 去杀杀生骷髅 结果 他被许颜斩杀了 对 死了 大师兄一见 把他灭成灰了 孟冲点头 继续道 大师兄 已经准备去领取悬赏了 还要去接收苍兰岛 我们在内狱 也算有个地盘了 苍兰岛 周英有些吃惊 道 许公子 收服了英红 英红还是有些名气的 尤其是在大越国 号称大宗师之下第一人 孟冲摇头道 自然不是 英红突破大宗师了 在七星学宫挑衅大师兄 被大师兄一掌打爆了 周英 大宗师啊 被一掌打爆了 李玄听完孟冲的讲述 不由地感叹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也真是够精彩的 相比起孟冲的事迹 许颜的事迹 想必更为精彩刺激 他是真正的 不是在杀宗师 就是在准备杀大宗师 内狱 太精彩了 十二一脸神网之色 孟冲看了他一眼 道 十二 你这点实力 去了内狱 还是很危险的 宗师舞者到处都是 十二善善一笑 在孟冲口中 宗师舞者一刀一个 给他一种 宗师是大白菜 随便杀的错觉 其实 宗师舞者 也不算多的 内狱这么大 周英越说越没有底气了 他就想不明白 宗师舞者在内狱 明明是顶尖的强者 而是并非随处可见 结果许颜和孟冲 进入内狱后 宗师杀了一个又一个 到后来 许颜都开始杀大宗师 杀了一个又一个 真就像大白菜似的 师妹 你的仇人 究竟是什么试炼 孟冲突然神色凝重 道 聘请孟叔叔的所属试炼 追杀我的大宗师 庄树与被师父打包的 大宗师一模一样 是师妹你的仇人所在试炼 宿灵秀与周英 顿时神色大变 宿灵秀神色大变 声音都微微颤抖 二师兄 他们追杀你 是因为我 孟冲摇头道 师妹你想什么呢 他们又不知道你是我师妹 这不过是凑巧而已 宿灵秀文言松了一口气 刚才太紧张了 竟然忘了此事 周英似乎想到了什么 你是说 他们聘请孟叔叔 寻找到灵药宝地 是为了那一处 灵药宝地里的灵药 没错 孟冲点头 周一 怎么了 宿灵秀促眉问道 小姐 他们想要用六品灵药 引诱你现身 因为他们觉得 周英没有说下去 宿灵秀却是明白了缘由 神色不由的一案 孟冲挠着光秃秃的脑袋 道 师妹 究竟怎么回事 就别藏着掖着了 那也不算什么厉害势力 大师兄都杀了他们不少人了 大宗师都杀了三个 宿灵秀沉默了半嗓 道 其实 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什么势力 只知道 他们属于暗势力 至于叫什么名字 为何要抓我 我也不知道 孟冲宁没道 师妹 你也不知道 他们是什么势力 是的 宿灵秀点头 想了一想 又道 不过 我猜测可能跟我爹有关 只是我爹 我也不知道 他究竟是谁 甚至连他叫什么名字 都不知道 说到这里 宿灵秀神色黯然 孟冲张了张嘴 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 宿灵秀连自己爹是谁都不知道 好伴上 安慰道 师妹 师者如父 你有师父和我跟大师兄 没人能够欺负你的 我知道的 我已经不是孤苦无依的人了 宿灵秀露出笑容 李璇嘴角微微抽了一抽 宿灵秀这身世 怎么感觉有些狗血的样子 他爹 不会是什么牛逼人物吧 既然已经说到黑袍人 说到自己的仇人了 宿灵秀也就不再隐瞒 将事情一五一时说了出来 他们应该是 为了寻找六品灵药 目的是为了引我出来 他们并不知道 我娘已经死了 再多的灵药也就不回来 我娘其实是宗师舞者 只是生了我之后 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 在我十岁那年就去世了 我一直跟着爷爷 其实也可以说 是我外公吧 按照宿灵秀的说法 他从小就不知道 父亲是谁 娘从来也不提及 就连他也是随娘性的 母亲因为生他之后 仿佛消耗过度 损伤了根基元气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每日虚弱下去 他努力学习医术 也是为了母亲 只是母亲终究 在他十岁那年去世了 此后一直跟着爷爷生活 前些年 曾有宗师舞者来袭 欲要抓走他 只是对方错估了 素灵秀爷爷的实力 被当场击杀了 素灵秀的爷爷 也意识到问题严重 就带着素灵秀 与周英准备躲藏起来 但黑袍人所属的势力 有大宗师来袭 素灵秀在周英带领下 躲藏了起来 一直等到爷爷回来 而他爷爷回来时 已经濒临死亡 匆匆交代让他躲起来之后 就陨落了 后面就是周英带着素灵秀 逃到边荒来了 师妹 你爷爷是大宗师 梦冲惊一地道 嗯 素灵秀点头 一直沉默的周英 开口道 老爷子 叫翼王素贞 擅长制药 医治各种武者之伤 当初老爷子准备投靠天宝阁 获取庇护 只是来不及了 当初为了救治小姐 老爷子将能动用了人情 都已经动用了 获取了不少灵药 与那些人情分两清了 所以 当初并没有什么强者来相助 周英口中的小姐 是素灵秀的母亲 李璇感叹不已 难怪素灵秀医术如此高明 原来出身不凡啊 而至于素灵秀母亲 生下她之后 为何身体不断虚弱 仿佛根基受损 元气大伤 李璇也有了一些猜测 素灵秀天赋极佳 拥有特殊体质 正因为这个特殊体质 才导致其母亲元气大伤 继而因此病亡 素灵秀的体质 因为受限于环境 可能并不完全 黑袍人抓她 难道也是为了她的体质 或者 与她生父有关 她生父可能真的不是一般人 又是一出狗血绅士的闹剧啊 李璇心里嘀咕着 这些都不重要 素灵秀已经是她的徒弟 而且修炼了单一舞蹈 不管她什么绅士 那都是自己的徒弟 谁敢欺负自己徒弟 那就打死 孟冲看着周英 欲言又止的样子 看得周英皱眉 道 都说开了 你有什么想问的 直接问就是了 是这样的 师妹的爷爷 是大宗师 母亲是宗师 你为何如此弱 孟冲摸着脑袋 善善地问道 周英在转修五道之前 只有四品镜啊 这个实力 是真的太差了 我天赋不好 周英倒是没有什么难为情 直接道 我家破人亡 是老爷子和小姐 从小收养了我 由于资质太差 老爷子动用人情 找人弄来了一株六品灵药 帮我改善了体质 我五岁起 就一直用灵药滋补 不断改善资质 才有了现在的资质 若是不出变故 其实也是有望宗师的 原来如此 孟冲恍然 接着道 听说天滴水 可以提升天赋 等师妹炼制出丹药来 你也可以继续提升天赋了 虽然不知道 黑袍人抓宿灵袖 究竟是为了什么 但既然是仇人 那就灭了 师妹 你放心 黑袍人的身份 藏不了多久的 暗示力又如何 终究是有人可以知道的 到时候 我和大师兄 去把他们老超给端了 梦冲面露凶光地道 他们实力 其实很强的 还是要小心一点 报仇之事 我不急的 等我实力强大了 自然可以一一把他们找出来 全都给埋了 素灵袖捏着拳头道 李玄看了周英一眼 没有问什么 他看得出来 周英是有所隐瞒的 素灵袖的身世 以及黑袍人的目的 他恐怕知道一些 既然他不说 甚至连素灵袖都瞒着 恐怕也是 有些顾忌 梦冲带回来大量灵袄后 素灵袖再次投入了 丹药钻研之中 根据灵袄的特性 不断地组合出新的丹方来 比如 适合梦冲修炼的丹药 肉身武道 在于修炼肉身 因而丹药注重淬炼肉身 开辟俏学 酝养精神玄妙 这用到的灵袄特性 都是侧重于肉身的 依照君臣左始之理论 素灵袖钻研出了丹方来 第一次全部用灵袄炼丹 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 首先以九品灵袄炼手 等到炼丹娴熟之后 再提升炼制丹药的品阶 丹炉下火焰燃烧 素灵袖神色严肃 双手丹火熊熊 在配以神火时 开始了第一炉炼丹 毫无意外 这一次炼制失败了 丹药像是疙瘩一样 不过 终究是灵袄炼制出来的 哪怕是疙瘩 效果也远比那些 宝药炼制的强得多 赤猫兴奋不已 他磕了两枚废丹后 感觉有些撑着了 趴在门口消化着 在失败了两炉丹药后 第三炉丹药成功了 十二枚丹药 散发着阴晕之香 丹药表面 甚至有着淡淡的光泽 二师兄 这是强身丹 你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素灵袖兴奋地 把丹药递给梦冲道 好 梦冲激动不已 他也想早日突破大日精神大成 如此就可以去打爆大宗师了 一枚丹药下肚 他开始炼化起来 李璇看了一眼 就知道结果如何了 强身丹固然是九品灵药炼制 而且效果强大 但对于修炼大日精神的梦冲而言 效果就显得普通了 梦冲的肉身 早已强大到了 几乎堪比宝气的程度 二师兄 怎么样 素灵袖一脸期待之色 梦冲伸手摸了摸脑袋 道 效果一般 不过对其他舞者来说 效果应该很惊人 素灵袖若有所思 脑海中浮现出 各种灵药的特性 他准备升级强身丹 二师兄肉身强悍无比 寻常的丹药 效果并不大 二师兄 你放心 我会给你炼制出 适合你修炼的丹药来的 素灵袖正中地道 尽力就行 没有丹药 我修炼也不慢 梦冲对此 倒是没有太迫切的要求 将剩下的强身丹 送给了周英和十二 李璇见此 决定显露一手 脑海中一个单方浮现 金身丹 丹药之道 博大金身 不要局限于草木之物 不要自我禁锢 今日为师便给你掩饰一下 李璇坐在椅子上 都没有站起来 抬手一抓 挤住灵药飞了过来 看好了 为师这次施展的是 虚空炼丹术 炼制一炉金身丹 抬手一拍 虚空之中 仿佛出现了一个丹炉 乃是真气凝聚而成 灵药抛入虚空丹炉之中 熊熊丹火 瞬间浮现 肉眼可见的 灵药再融化 萃取出精华 炼去杂质 各种灵药的精华 融合在一起 产生了蜕变 微微的金光 浮现而出 虚空丹炉之中 十二枚淡金色的丹药 浮现而出 素灵秀眼睛都不眨一下 心中震撼不已 这虚空炼丹 当真玄妙莫测啊 我只是刚入门啊 距离师父所在的境界 差得太远太远了 金身丹炼制成功 李璇随手一挥 金身丹飞到了梦冲身前 梦冲兴奋的结果 谢谢师父 一枚金身丹入口 顿时一股浓郁的药力 化入肉身之中 只见梦冲身上 泛起了淡淡的精光 金身丹 乃是肉身舞者修炼之丹 你们不是肉身舞者 不要乱吃 否则伤了肉身 损了根基 就得不偿失了 李璇看了十二与周英二人提醒道 心里却是暗道好险 这虚空炼丹术 消耗太大了 根本不是先天竟能施展出来的 他百倍于铜镜的实力 施展虚空炼丹术 都险些掌控不住 消耗之大 超乎了想象 差一点就翻车了 李璇暗暗松了一口气 若是炼丹失败 他这个绝世高人师父 可就有些尴尬了 好在 凭借着百倍于铜镜的实力 以及仿佛与生俱来 就掌握的虚空炼丹术 才顺利炼制了金身丹 师父 这虚空炼丹术 素灵秀兴奋不已 一边给师父捶着肩膀 一边满脸期待之色 你实力太低 传给你也掌握不了 先把徒手气血炼丹熟炼了 等实力提升上去 再考虑虚空炼丹术 李璇发现 现在传给素灵秀虚空炼丹术 他也无法修炼 更无法以此为根基 参悟更高一层次的炼丹术了 所以 决定暂时不传给素灵秀 等他将徒手气血炼丹 修炼到炉火纯青 且突破先天境之后 再传给他虚空炼丹术 好吧 师父放心 我很快就可以突破先天境的 素灵秀觉得 师父说的有道理 不能好高骛远 有了灵药 可以炼制的丹药就多了 而他因为修炼丹一五道 不用担心丹药吃多了 根基虚浮这些问题 如此一来 修炼速度将会暴增 素灵秀在用炼丹炼炼制精神丹 第一炉自然是失败的 这些废丹都是赤猫的口粮 梦冲斥了精神丹后 去了庄园外的小山峰上 开始了修炼 寇若智送来了玉河 素灵秀将添滴水与六品灵药 小心翼翼的储存在玉河中 更是埋入了地下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素灵秀不断炼丹 钻研丹方 修炼武道 灵药不断消耗 丹药炼制越来越多 气血丹是必须的 而且数量最多 用灵药炼制的气血丹 效果惊人 不论是周阴还是十二 有了丹药辅助 修炼速度都快速提升 除此之外 一部分气血丹赏赐给扣若智 以及长青阁的成员 素灵秀用灵药 配以宝药 炼制了炼皮 炼骨 炼脏阶段 可以辅助修炼的丹药 给出入武道者使用 除了气血丹 还有运气丹 这是先天境的丹药 可以酝氧真气 快速恢复消耗的真气 和提升修炼速度 不过 运气丹对于孟冲和许炎来说 用处不大 炼制的丹药 送了一部分去东和郡许家 交给了许君和 让他自己分配 李璇将素灵秀叫了过来 是时候 传他丹一五点了 素灵秀获得丹一五点后 武道修炼更上一层楼 炼制的丹药种类也变多了 炼丹速度也越来越快 徒手气血炼丹之术 已经娴熟无比 九品灵药炼制的丹药 几乎不会失败了 而八品灵药炼制的丹药 成功率也有六成以上 当然 如果用丹炉辅助炼丹 八品灵药炼丹成功率将近九成 灵药足够 辅助修炼的丹药充足 修炼速度自然快速提升 素灵秀的长青阁里 进入炼葬的成员 已经有二十几人了 扣若至距离五道入门 也不远了 不过 消耗的丹药也是不少的 素灵秀几乎每天都在炼丹 尤其需要炼制气血丹 供应给长青阁 还有许佳之用 他修炼的时间 反而因此减少了一些 大半个月后 素灵秀也突破气血镜大成了 你徒弟素灵秀 突破气血镜大成 你丹一五道圆满 先天静 金光浮现出 李璇看向素灵秀 他在想一个问题 想要培养边荒舞者 快速提升边荒舞蹈的实力 丹药不可或缺 而这需要的丹药数量 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灵药是其次 毕竟一般气血丹 不需要多少灵药 就可以炼制出一大炉来 甚至差一点 以灵药为主药 其余左药用宝药也可以 但凭素灵秀一人 如何能够炼制 如此多数量的丹药 哪怕他炼制气血丹 已经炉火纯青 一次开炉 可以炼制几十枚 凭他一个人 也支撑不住 如此庞大的数量 何况 素灵秀还需要花时间 修炼舞蹈 参悟丹一五点 炼制更高阶的丹药 钻研炼丹术等等 边荒终究只是暂时 弃身之地 进入内域是必然的 而长青阁也将进入内域发展 主打的就是丹药售卖 可以预想得到 丹药一出 内域舞者必然屈之若鹜 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各方的寄予 以及各种威逼 而天宝阁能否做得住 都是一个未知之术 至于与天宝阁合作 则要看天宝阁 能够给出什么代价了 当然 不论怎么合作 主导权都是在长青阁手中的 想要有大量丹药供应 平素灵秀一人 就算累死 也供应不上 李璇想到了流水线生产方式 丹药是否也可以这么干 丹药的炼制 也是分为几个步骤的 完整的炼丹术 不容易学 但丹一的步骤 却是容易多了 到最后一步 将萃取的灵药精华 融合凝炼 完成最终的蜕变 丹药就产出了 而如此一来 哪怕有人 将所有炼丹步骤都偷去了 也难以学会炼丹术 何况每一种丹药的炼制手法 也是有差异的 并非丹一舞者 是无法掌握各种丹药的炼制之法 销售内域的丹药 最广的 无非三种而已 气血丹 大众舞者所需 哪怕内域舞到有差异 但气血丹的效用 依旧可以辅助他们修炼 运气丹 对应宗师舞者 以及 疗伤类丹药 长青阁只需生产这三类丹药 就足以在内域获得庞大的资源了 更可以接受任务 比如多少份灵药 换取炼制一份丹药等等 只要长青阁立足内域 丹药推广出去 舞者尝到好处之后 还怕没有灵药吗 当然 开始的时候 步子不能卖得太大 否则骤然而来的强烈冲击 将会非常猛烈 李玄去内域是去享受的 而不是为了不断解决各种麻烦 所以 唯有等到边荒舞蹈强大了 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才能大肆推广丹药 即便受到际语与冲击 也有实力解决 而不用它出手 李玄这般一想 就把素灵秀叫了过来 将流水线炼制丹药之法 提点一下它 让素灵秀自己去完善 师父这个方法好 我知道怎么做了 素灵秀文言大喜 接下来 他开始琢磨着 怎么流水线炼制丹药的事情 首先将炼丹步骤区分 每一个步骤的手法 炼制的半成品 如何保存 到下一个步骤的 这都是繁杂的过程 而且需要丹炉 这就要找人锻造了 不过在此之前 需要合适的炼丹舞者 将分隔的炼丹步骤学会 流水线炼制丹药的事情 短时间内 是无法提上日程的 而目前所需的丹药 所需数量不多 素灵秀最近 抽出一些时间来炼制了一批 足以支撑一段时间所需了 他一边琢磨着 流水线炼制丹药的事情 一边参悟八卦 以及丹一五点上的 各种武道之术 内遇 许炎奔走了好几个势力 将悬赏拿到手了 至于三大国的悬赏 他只找了大越国 兴许是他的天骄之名 亦或者杀大宗师的强大威慑力 又或者大越国不在乎那一点悬赏 倒是给得很痛快 许炎对此非常满意 至于其余两国 路途遥远 只能暂时搁置了 等以后 有机会了 再去领取悬赏 回到七星城 再见了谢灵风与胡山 将非冤令还给了胡山 许兄 已经明镇武道界了 连杀生骷髅 都死在了你手里 谢灵风感叹不已 许炎不过先天进大城而已 以境界而论 对应的是大城宗师 结果他已经杀大宗师了 真正的跃一个大境界杀敌啊 这就是真武道之威啊 大宗师也是很强的 杀生骷髅 是我杀的大宗师里 最强的一个了 为了杀他 我可是出了好几件的 许炎一脸感叹地道 谢灵风 好几件 就杀了一个赫赫威名的大宗师 这叫对方很强 我要去接收苍蓝岛了 那以后就是我的地盘了 接收完苍蓝岛 我要购买灵药 接着就返回北荒了 谢兄 你是要留在七星学宫 查看五道点集吗 许炎提起自己接下来的行程 我凝练了一身真气 不过对于接下来 该如何修炼 没有多少头绪 我想去请教前辈指点一二 不如就与许兄同行吧 谢灵风想了一想说道 他此行下建尊衙 就是为了找许炎 为了修炼之事 既然许炎要返回边荒了 正好随行 直接去请教前辈 如此也好 许炎点头 对了 许兄 这是杜姑娘送的后礼 谢灵风 让湖山搬出一个大箱子道 这是当初杜玉英 送去建尊衙给他的后礼 他让人从建尊衙送来了 就是要转交给许炎的 谢兄 这是我借用你名字 让杜姑娘送给你的后礼 你收下便是 许炎摇头说道 杜姑娘是送给你的 我收下不合适 况且借用我谢灵风名头 养了我谢灵风威名 许兄何须客气 这份礼 你还是收下吧 毕竟是杜姑娘的一番心意 谢灵风笑着打开箱子 里面是一些灵药 以及一把宝剑 和一部分珍宝 价值不菲 说得上是后礼了 这两盒是杜侯王府所在地的特产 云雾灵茶 据说产量稀少 茶香浓郁 茶叶似云 漆在茶壶中 仿佛漆了一壶云雾 谢灵风拿起箱子里的一个浴罐介绍道 箱子里 一共有三个浴罐 装的都是云雾灵茶 云雾灵茶 只能算酒品下等灵药 但却颇有名气的 皆因其云雾而得名 且茶香清幽 颇得一些大宗师 无者喜爱 谢灵风将茶罐放回箱子里 许炎双眼一亮 道 好 我收下了 云雾灵茶 当心慌师父喝的都是粗茶 虽然师父境界太高 反扑归真 道法自然 不在乎什么茶 但身为徒弟 却不能真的就让师父一直喝粗茶吧 既然有灵茶 必须带回去孝敬师父 胡山 背上箱子 我们走吧 谢灵风开心地道 没问题 少爷 胡山一把提起箱子 用绳子绑着 背在了身上 许炎疑惑地道 谢兄 你们有藏物袋吗 谢灵风苦笑道 许兄有所不知 藏物袋太贵了 而且不是单纯灵金可以买到的 我虽然在剑尊崖身份不俗 但藏物袋 还用不起啊 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 宗师舞者 若是携带藏物袋 容易被抢 纵然他是剑尊崖天骄 家父是谢天恒 也免不了被抢 只是不会被人要了命而已 多少大宗师都用不起藏物袋 都眼红着呢 一旦发现有宗师舞者 竟然存在藏物袋 不抢才怪了 毕竟 不是谁都有许炎的实力 许炎则舌 藏物袋比预想的 还要珍贵啊 连谢凌峰这样的身份 竟然都用不起 一边向外走去 一边问道 什么样的人 才有藏物袋啊 宗师舞者杀了不少 大宗师也杀了一些 比如杀生骷髅 也是颇有凶名的大宗师 结果身上都没有藏物袋 通常而言 巅峰大宗师才有 但不是所有巅峰大宗师都有 谢凌峰想了一想说道 巅峰大宗师啊 许炎感叹一声 不容易杀呀 以他现在的实力 杀大成大宗师 问题不大 巅峰大宗师有些难度了 毕竟巅峰大宗师的实力 已经是真正的巅峰了 远非大成大宗师之下可比的 整个内域 巅峰大宗师并不多 任何一个拥有巅峰大宗师 坐镇的势力 都属于顶尖势力了 刚从别院出来 就见到杜玉英带着翠儿 小跑着迎了上来 许公子 杜玉英没有戴面纱 容颜绝美 嫩白的脸颊上 泛着淡淡的红韵 看起来愈发美艳动人 当然 许颜心无波澜 杜姑娘 许颜点了点头 许公子 你这是要去苍蓝岛吗 杜玉英轻声问道 是的 许颜也不隐瞒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道 多谢杜姑娘送的后礼 杜玉英看到了 湖山背着的箱子 眼眸都含着笑意 欣喜之色几乎藏不住 许公子喜欢就好 回头伸手道 翠儿 翠儿掏出一个袋子 放到她手上 小姐 给 杜玉英一手拿着袋子 另一只手 抓起许颜的手 将袋子放到她手上 许公子 这里面是二十万灵精 虽然不多 却是玉英对许公子的感谢之情 一边说着 她那嫩白的小手 还暗暗地抹扎着许颜的手背 欲脸更红了 武功不受禄 杜姑娘 还是拿回去吧 许颜摇头说道 虽然她穷 缺灵精 但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许公子 你杀了杀生骷髅啊 这是悬赏的一部分 她盯着我们杜侯王府有些时日了 许公子杀了她 正好解决了我杜侯王府一大患 这点灵精 又岂能还了许公子的恩情吗 只是玉英身上 暂时只有这么多了 暂且以着微薄灵精 答谢许公子 还望谢公子不要拒绝 杜玉英早就想好了说辞 双手握着许颜的手掌 食指合拢 将许颜的手掌合起来 声音柔柔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收下了 原来是杀生骷髅的悬赏 许颜美滋滋地把手抽了回来 把灵票收下了 杜姑娘为人不错 是个懂得回报的人 可能是太激动了 握着自己的手都不知道撒开 许颜拱手道 杜姑娘 后会有期 是时候该告别了 许公子 对玉英恩重如山 他人玉英若是买到一只藏物袋打谢公子 不知该去何处寻你 杜玉英慌忙开口问道 藏物袋 许颜双眼一亮露出高兴之色 道 杜姑娘 你真是太客气了 藏物袋价值不菲 藏物袋再珍贵 也不及许公子恩情 杜玉英诚恳地道 既然如此 兴许 可以去苍蓝岛寻我 或者找谢兄 他会代为转达 许颜愈发觉得杜玉英 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姑娘 当即就回到 玉英记下了 杜玉英点头 谢兄 走了 许颜迈不离去 身形飞快 谢凌峰一脸怪异之色地 看了杜玉英一眼 摇了摇头 没有说什么 慌忙跟上许颜的步伐 杜姑娘 竟然是一个 如此知恩图报的人 不枉我当初护送她一趟 许颜感慨不以地道 胡杉嘴角抽抽 这是知恩图报吗 那是惦记着你呢 杜姑娘天赋也不错 只是她身体似乎有些问题 却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她已经一平静了 宗师也不会太远 许颜继续感叹 对杜玉英的好感大增 当然 仅仅是单纯的好感 谢凌峰点头 杜姑娘诗成七星学宫大奸学 天赋确实不凡 可能与她那特殊的体质 也有些关系 杜玉英在七星学宫 是某位大奸学的弟子 可见她的天赋不俗 三人刚从七星城出来 正准备前往苍蓝岛 一道倩影飘然而来 素衣如雪 纵然看不到面容 依然给人一种 艳冠天下的感觉 无双格 素衣女子 一看到素衣女子 谢凌峰神情就凝重了起来 这是她在内狱 唯一遇到的 可以给她造成威胁的人 许公子 素衣女子声音温柔 款款来 你来得正好 这个还给你 谢谢上次元首之情 若有什么麻烦 我可以为你出手一次 许言掏出玉牌 递给素衣女子道 许公子客气了 这玉牌就送与公子吧 素衣女子 也谋仿佛含着笑意 不料 许言将玉牌塞入她手里 她可不喜欢欠人情 既然已经不需要了 自然不会留着 素衣女子心里有些遗憾 不过她没有抢求许言收下 而是取出一个袋子 递给许言道 这是给许公子的谢礼 里面有三十万灵精 还有寄存在天宝阁的一些灵药 许公子可以在任何一地天宝阁取出 许言疑惑道 谢礼 这一出手 就是三十万灵精 可真够阔绰的 而且还有灵药寄存单 想来寄存的灵药 也是价值不菲的 只是 对方何故谢自己 许公子杀了杀生骷髅 我这自然是要来谢你的 当初杀生骷髅作恶 杀了我吴双阁不少人 我吴双阁悬赏他已久 如今 许公子杀了他 也是为我吴双阁与命之人报仇了 我自然是要来谢许公子的 素衣女子满怀畅快之意 似乎杀生骷髅被杀 他狠狠出了一口气 又是杀生骷髅 许言欣喜不已 这杀生骷髅是多遭人恨啊 虽然杀了他 没能从他身上获得灵精 只弄到了一根骷髅棒 不过 因为杀了杀生骷髅 获得的悬赏 却是一笔横财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许言爽快地收下了 许公子 这是要去哪里 见许言收下了东西 素衣女子心里高兴 笑着问道 去接收苍蓝岛 许言也不隐瞒 这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那不知 我若是想要联系公子 该如何 素衣女子问道 可以去苍蓝岛 或者让谢兄转达 许言沉吟了一下说道 许公子 若是闲暇 可来无双阁叙叙 素衣女子 语含期待地道 带我闲暇再看看吧 许言有些敷衍的样子 已经无须魔力心境了 似乎没有去无双阁的必要 至于美女 美女哪有见到好玩 素衣女子走了 许言三人继续赶路 前往苍蓝岛 没想到啊 杀生骷髅竟然这么值钱 杀他一个 我大赚了一笔啊 许言感慨地道 谢凌峰嘴角抽了抽 无双阁那女子 就是故意来送礼的 什么杀生骷髅 杀了无双阁的人 无非是借口而已 无双阁虽然不如见尊衙 但也是顶尖势力之一 而且背景深厚 有着不少支持者的 别说杀生骷髅了 就算是火图魔尊 都不敢轻易闯无双阁 无双大宗师 也是一位巅峰大宗师 实力不会比火图魔尊弱多少的 一个杜玉英 一个素衣女子 都尚赶着给许言送好处啊 谢凌峰人都妈了 她堂堂见尊衙天骄 没有这个待遇啊 只能感叹 真正的绝世妖孽 果然走到哪里 都受欢迎 尤其是受女子欢迎 苍蓝岛距离七星学宫 有一段距离 位于大越国云峰郡 处于沧江之上 是沧江上的一座岛屿 殷红宗师进时 占据了此岛 独霸一方 称为苍蓝岛主 或苍蓝宗师 随着她的陨落 苍蓝岛上的人 都不敢逗留 全都走了 至于岛上的财物之类的 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损失 许妍斩杀杀生骷髅 威名在外 自然无人敢打 苍蓝岛的主意 大宗师的威慑 在哪里都是极强的 何况 是斩杀大宗师的许妍 也不知道 岛上还有多少东西留下来 许妍唏嘘感叹 孟冲被人追杀 她迫不及待要去救孟冲 因此 只能暂时搁置苍蓝岛之势 如今过去这么长时间 岛上的东西 肯定被人拿走了不少 殷红的遗留 还剩下多少 真的有些不好说了 当然 许妍现在也比较富了 虽然肉疼殷红遗留丢失 不过仅仅是苍蓝岛 就价值不菲了 也算是在内域 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 而且 苍蓝岛处于苍江之上 而苍江乃是大跃国三大河流之一 地理位置极佳 岛上也有些特产之类的 湍急的苍江中央 一座岛屿矗立 古树苍翠 在古树之间 隐约可见亭台楼阁 宫殿乌语 方圆树里的苍蓝岛 乃是苍江上的第一大岛屿 天地灵气浓郁 特产一种灵果 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 但口味极佳 七品以下舞者吃了 能够改善体质 加快修炼速度 虽然只是九品 却每年都会结果 数量也算是可观 属于一种上品舞者 大势力强者 才能享受的灵果 苍蓝岛附近 有一种鱼 肉质美味 且对低品舞者而言 有一定的滋补作用 仅仅是这两项苍蓝岛特产 就能给苍蓝岛 带来不菲的收益 这岛不错 是个修炼的好地方 许颜摇摇看着江中的苍蓝岛 环顾四周地势 满意地点头道 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 谢凌峰点头 三人凌空而行 即将来到苍蓝岛 许颜突然顿住了身形 沉声道 谢兄你和湖山退后 谢凌峰一正 没有多问 与湖山后退而去 许颜此刻默然注视着下方苍蓝岛 冷冷地道 何必躲躲藏藏 出来吧 一边说着 他身形一边往后退去 倒不是怕了苍蓝岛上埋伏的人 而是怕战斗起来 把苍蓝岛给毁坏了 尤其是那些灵果 每损毁一株 都是不小的损失啊 这毕竟是自己的地盘了 在自己地盘里战斗 是不治的行为 两道身影从苍蓝岛上飞来 身穿黑袍 胸口位置 绣着一片绿色的叶子 脑袋依然戴着头罩 看不见面容 手中握着一柄弯刀 闪烁着冷力的锋芒 大宗师舞者 而且 是大成大宗师 又是你们这些藏头鹿尾的东西 虽然对方有两人 而且都是大成大宗师 不过他丝毫不拒 谢凌峰心中一领 大成大宗师 而且是两人 可见对方的慎重 生怕一人前来 无法对付许颜 他不禁有些担心了 许颜实力确实强 那是 他出手爆发的威力 寻常舞者难以抵挡 而大成大宗师 实力远非中阶大宗师可比的 一旦能够抵挡下许颜的攻击 那么许颜想要击败对方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况且 对方是两人 他与胡山一边后退 一边传音给许颜 许兄 你能否对付 若是不行 暂且退走 我让剑尊牙 来一位大宗师相助 谢兄不用担心 这不过是两个送前来的好人 许颜传音回道 黑袍人都比较富 而这又是大成大宗师 自然就更富有了 杀了这两人 又是一笔横财啊 许颜心里高兴着呢 许颜 暂且不论 你躲我等灵要保地之时 告诉我 苏灵秀在哪里 一名黑袍人 冷冷地倒 许颜目光一冷 想知道 那要看看 你们身上的钱袋子 够不够分量了 你果然知道 人在哪里 黑袍人声音冰冷 充满了杀意 我都说了 想知道 就要看看 你们的钱袋子 够不够分量了 拿出来给我看看 许颜笑 迷你地道 先把钱袋子骗过来 免得一会儿大站起来 用力太猛 连人和钱袋子都给斩灭了 毕竟是两名大成大宗师 他也不敢大意 黑袍人身上气势爆发 大成大宗师之威 搅动四周天地灵气 宛若一股风暴 在二人身周天地形成 浩荡的威压激荡 宛若天威一般 许颜神色一名 不愧是大成大宗师 实力之强 远非中阶大宗师以下 可比的 杀生骷髅 实力固然很强 不过与这两位大成大宗师一比 终究差了不少 而且 眼前的两位大宗师 显然在大成之境中 也是属于顶尖的强者 搅动天地灵气 仿佛操控天地灵气之威 虽然不如通玄境 可和于天地灵气 通天地玄妙之力 却也有些接近了 许颜此刻双眸一亮 两名大成大宗师 搅动天地灵气 形成一股风暴一般 威势惊人 如此景象 他脑海中 就浮现出了 通玄境的 和于天地灵气 通天地玄妙之力 这一瞬间 他对于通玄境的感悟 有了巨大的提升 许颜感觉自己 差不多可以彻底 明悟通玄境功法了 只需要静下心来 细细体悟一番 便能明悟通玄之妙 若是与眼前两人大战一场 收获必然不小 两名大成大宗师 仿佛形成了两股天地风暴 威势害人 苍江上的舞者 全都骇然地看了过来 大宗师强者 附近的宗师舞者 更是惊骇 能够搅动天地灵气 宛若天地风暴一般的 至少是大成大宗师强者 而且 不止一位 那是苍蓝岛的方向 早已有传闻 苍蓝岛员 岛主殷红 在七星学宫被杀了 将苍蓝岛 输给了剑神许颜 难道大成大宗师 是在针对许颜而来 没有人敢靠近 只能遥遥观望 许颜 你固然添骄 若是不想死 就说出他的下落 否则你必死无疑 黑袍人左右一分 形成夹击之事 没有人 可以不付出一点代价 就从我许颜口中 知道任何事情 你们想要知道 就把钱袋子交出来 否则 就别想知道了 真以为你们两个 能杀了我 许颜冷笑一声 身形一晃 刹那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已在树里之外 还不带黑袍人追杀而来 他身形又回到了原地 天雷闪 速度之快 超乎想象 两名黑袍人 不由地目光一宁 许颜若是一心想逃 他们还真的 难以追杀得了 都说了 把钱袋子交出来 一切都好说 许颜乐呵呵地道 许颜 你若是颜而无信 那欲将无你容身之地 黑袍人妥协了 速灵秀的下落 事关重大 只要能够得到速灵秀下落 其他的都可以暂且放下 好说 许颜信誉无双 你们尽管可以放心 许颜拍着胸口道 心里嘀咕着 只要把你们杀了 谁知道我颜而无信了 只要没人知道 我依然信誉无双 别 两名黑袍人 将钱袋子掏了出来 仰手扔给了许颜 手中弯刀绽放光芒 似乎想要趁许颜 接钱袋子时出手 岂知许颜手掌一挥 一条金色小龙飞出 卷起两个钱袋子 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黑袍人没有找到出手的时机 许颜心里高兴坏了 钱袋子入手 打开来看了一眼 顿时脸色变了 你们两个死穷鬼 堂堂大成大宗师 身上就这么一点灵精 这破药丸子 垃圾一样的东西 谁嘻哈 只有两株八品灵药 你们配得上 大成大宗师的威名吗 我许颜的消息 就这么不值钱 你们这是在羞辱我 两名大成大宗师啊 结果只有寥寥几张灵票 合起来不过十万灵精 至于那两瓶药丸子 许颜压根就看不上 什么垃圾丸 灵药也只有两株八品的 期望越大 结果失望越大 两名黑袍人猛了一下 接着气得浑身颤抖了起来 伸周激起的风暴 越发激烈 威势越来越强 还有失控的迹象 沧江之上 激起惊涛骇浪 他们是大成宗师啊 何等身份 岂会携带巨额灵票在身上 无非是疗伤药 一株灵药 已被不时之虚而已 以他们的实力 可以再认一天宝阁 对取所需的灵精 哪里需要携带大量灵票在身上 这可是大成大宗师以上强者 独有的待遇 结果 眼前这小子 竟然如此羞辱他们 你该死 轰隆 风暴席卷 两道身影 裹挟着浩荡之威 一左一右杀了过来 苍江卷起巨浪 裹挟着强大的威势 凌空拍下 两道灵力的刀光 在风暴之中绽放 从巨浪之中倾泻而出 大成大宗师一出手 便是惊天动地 哦 龙银声响起 十八条金色巨龙 轰然而出 轰向了滚滚巨浪 仿佛金龙玉水 抚平惊涛 剑光卷起层层叠叠 山河降临 龙银响起 山河龙银 许言不敢大意 既然钱袋子已经到手了 而且是两个死穷鬼大宗师 那就没有留守的必要了 一出手 便是全力以赴 一翼敌二 苍蓝岛外 苍江之上 巨浪滔天 风云变色 强大的威压 激荡四方 战场如风暴在席卷 骇人无比 谢灵风与湖山一退再退 远远地避开了 盯着战场 神色凝重无比 少爷 许言能否获胜 胡山有些忧虑地道 大城大宗师啊 而且是两人联手 一出手就惊天动地 凭空席卷其毁天灭地的风暴 许言竟然不退 应当是有把握的 谢灵风名众地道 纵然如此 他心里也有些担忧 这些黑袍人 究竟是哪个势力 能够出动两名大城大宗师 可见其实力绝对不弱 必然有着巅峰大宗师坐镇 胡山沉声说道 暗势力中的一员 而暗势力中 有此实力的并不多 谢灵风目光凝重 广袤的内域 除了明面上的诸多势力之外 存在着一些暗势力 暗势力是指 形式低调 或者做一些见不得光的 勾当的势力 他们从不对外说 自己的势力名称 虽然知道 有这么一个势力存在 却是叫不上名字来 因此被称之为暗势力 当然 暗势力也有强弱之分 也并非所有暗势力 都无人知晓其名称 而连大势力 都无法知晓名称的暗势力 其实力必然极其强大 黑袍人所属的势力 便是这一类 大战在持续 巨浪越来越凶猛 惊涛卷起数十杖 层层刀光 宛若风暴一般 不断轰击而出 从远处看去 战场宛若蔑视景象 许言先天真气运转 酣畅淋漓的出手 身上甚至浮现出了 一抹淡淡的灵光 这是龙腾山和灵谷 在大战中 显露强大的一面 天地灵气汹涌而入 不断弥补着真气的消耗 许言越战越勇 气势越来越强 他一边大战 一边感悟着 两名黑袍人的强大气势 搅动天地灵气 所带来的毁天灭地一般的威压 两名黑袍人 越战越是心惊 越是下定决心 必须杀了此子 否则绝对是大患 弯刀挥动之间 刀气变得越发凌厉 到了最后 两人的气势 竟然相融在一起 这是施展联手之术 半空之中 巨大的弯刀刀光浮现 不断倾泻而下 仿佛横贯了半空 封锁了四面八方 刀光肆虐 巨浪不断被蒸发 天地间仿佛已被刀光笼罩 形成了一片刀光炼雨 许言目光一宁 对方气势相融 施展出来的实力 竟然瞬间有了提升 而且封锁了四方 这是防止他逃跑 心中冷笑一声 他若是想逃 对方又岂能封锁得住 哄 这一瞬间 许言气势猛然暴涨 剑意浩荡 灵力杀伐之意 肆虐在天地之间 山河浮现 反封锁了四周 防止黑袍人顿逃 左掌一掌拍出 金色巨龙咆哮一声 龙眼熠熠生辉 强大的龙威真意 裹挟着一股怒之气势 就连巨浪滔天的苍江 在这一刻都仿佛被抚平了 哦 金龙轰然而出 杀向其中一个黑袍人 强大的威势 不断摧毁刀光 不断地轰击而出 不过黑袍人实力强大 弯刀施展之间 金龙还没有靠近 就已经崩碎了 然而 许言却是一掌接着一掌轰出 刚猛无匹的降龙掌力 不断地崩碎 他的重重刀光 每一掌都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 此刻的许言 实力全开 左手降龙掌 右手山河剑道 一剑又一剑斩出 以一敌二 硬生生地占据了上风 而且 他更反过来 封锁了四方 堵死了黑袍人顿逃之路 一剑斩落 哦 龙吟响起 山河笼罩 仿佛要将黑袍人 拉入山河之中 把他彻底葬灭 又一剑斩出 山河万象 苍生剑 剑光浩荡 剑意激荡之间 山河龙吟与山河万象 瞬息重叠在一起 接着 又是一剑山河龙吟与山河万象 一剑又一剑 已经彻底压制了黑袍人 山河剑意越来越强大 杀伐之意 使得天地之间 充斥着一股肃杀之气 仿佛天地 都激发出了杀意来 战斗到了此刻 黑袍人的神色已经大变了 他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此刻处境 极其危险 哦 许妍又是一掌拍出 巨大的金色巨龙 轰然杀向了另一名黑袍人身前 在对方欲要斩向巨龙时 骤然之间 巨龙猛然一分 化作了十八条金龙 刹那之间 从四面八方 一起轰杀而至 与此同时 许妍一剑斩落 山河龙宁与山河万象 瞬间融合在了一起 将黑袍人拉入了山河建议之中 今日 我剑神许妍 斩大成宗士于苍蓝岛外 任何胆敢基于苍蓝岛者 杀无射 许妍的声音 宛若雷霆一般 滚滚传荡而开 远处的那些观战舞者 纷纷骇然失色 斩杀大成大宗师 而且是两名大成大宗师 剑神许妍 实力是有多强 难道 他是巅峰大宗师 还有藏头鹿尾的黑袍势力 想报复的 尽管来找我 本剑神随时恭候 不过记得带上足够多的灵票 死穷鬼不配死在我手上 紧接着 许妍冷冷的声音再次传来 所有人都暗暗吸气 这是直接向某个势力开战 能够出动两名大成大宗师的势力 必然是顶尖大势力 有巅峰大宗师作证 这是一人 镇压一个顶尖大势力不成 两名黑袍人 此刻感受到了剧烈的生死危机 骇然失色之下 猛然之间身上的气势一变 既然有一股阴森之气 弯刀也附上了一层阴寒之气 仿佛结了一层寒冰 四周的温度 骤然下降了 阴森之气 宛若带着一股子死亡的气息 对方这是准备拼命了 施展了某种强大的武道秘书 显而易见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门武道秘书 代价非常之大 但在生死存亡之际 这些代价都显得不重要了 武道秘书 哼 许言轻蔑一笑 一剑斩落 仿佛苍生死寂 山河祭灭 轻浮的山河 笼罩了阴森之气 将一切都囊括在了山河之中 随着山河祭灭 这阴森之气 也化作了山河祭灭的力量 不 这是什么 黑袍人双眸瞪大 眼中竟是难以置信之色 这究竟是什么剑法 为何如此诡异和强大 身躯片片崩面 随着山河一起祭灭成灰 轰隆 一剑斩杀了一名黑袍人 而降龙掌 也爆发出了 智阳智刚的威势 仿佛神龙之怒 天地都为之变色 那名黑袍人施展的五道秘书 那阴森之气 仿佛遇到了克星 在智阳智刚的降龙掌力之下 宛若纸壶一般 不堪一击 怎么可能 那名黑袍人身躯炸裂 在恐怖的龙威碾压之下 化作飞灰消散 天地恢复平静 苍江一如往常 毁天灭地般的风暴 已然消散无踪 唯有一人手中持剑 傲然立于半空之中 观战者 此刻进阶寄燃 脑海中深深铭记了一个名字 剑神许炎 少年持剑 于苍蓝岛外 斩杀两名大成大宗师 论世间天骄 无一人可与许炎争锋 许炎一人 便镇压了整个内域天骄 可以预想得到 不久的将来 内域五道第一人 非许炎莫属 观战的宗师舞者 感慨万千地说道 许炎年纪轻轻 已然斩杀大成大宗师了 兴许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斩杀巅峰大宗师 真正的绝世天骄 无人能及 谢灵风与胡山 此刻大受震撼 许炎之强 已经完全超出了想象 不过先天进而已 已然以一敌二 斩杀大成大宗师了 这就是真五道的恐怖之处吗 谢灵风心中叹息 他被誉为剑尊雅 千年以来最强天骄 然而与许炎一比较 差得实在有点远 令他心里好受的是 在内遇天骄中 他依然是最顶尖的 依然具有鄙视 其他天骄的资格与底气 谢灵风已经不奢望 能够追赶上许炎的步伐了 他有自知之明 他平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可以渐心通明 踏入真正的剑道 许兄这一战 真正的名震内遇了 谢灵风走了过来 感慨地道 在七星学宫 一掌打爆英红 已经足够震撼了 如今 在苍蓝岛外 以一敌二 斩杀两名大成大宗师 这威慑力 可比打爆英红强多了 英红说到底 不过是出入大宗师境 而且是属于其中的弱者 一些强大的大成大宗师 虽然听闻许炎打爆英红之事 却并不会怎么放在心上 只以为许炎是施展了 某种瞬间增强的秘书 才打爆了英红 自存倾尽全力 也差不多可以做到 毕竟 英红出入大宗师境 具体实力如何 其实并不为人所知 但都推测他实力 在大宗师中并不算强 属于三流大宗师 许炎打爆他 看起来场面壮观震撼 然而 大成大宗师 包括巅峰大宗师 其实并不怎么在意的 如今 许炎以一敌二 斩杀两名大成大宗师 而且是其中的强者 这威慑力 瞬间大幅飙升 巅峰大宗师 都要慎重一二了 虚名而已 不值一提 许炎白白手道 三人继续前往苍蓝岛上 大成大宗师 实力还是很强啊 既然能够与我 战斗了这么长时间 威势也是 极其惊人 巅峰大宗师 必然更强大 许炎感慨不以地道 以前小瞧了大成大宗师了 更小瞧了巅峰大宗师了 大成大宗师 已然可以搅动天地灵气 几乎可以操控天地灵气为己用了 巅峰大宗师 是否已经具备了 初步操控一些天地灵气 增幅战斗了 当真不容小觑 许炎自存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应当是无法战胜巅峰大宗师的 不过 巅峰大宗师要击败他 也是做不到 等我突破先天境圆满 巅峰大宗师也可杀了 许炎默默地想着 三人来到苍蓝岛上 建筑等物 都完好无损 许炎直奔英红所在地 发现他的居所 已经被人打开了 这都在意料之中 一番寻找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暗室 打开暗室 里面堆放着一堆灵精 以及一个个玉盒子 玉盒子里面放着的 都是七品灵药 一共十一株七品灵药 六品灵药 却是一株都没有 在内于六品灵药 终究还是比较稀缺的 许炎简单清点了一下 灵精不到十万枚 灵药加上十一株七品灵药 一共才三十多株 让许炎松一口气的是 暗室里有一个盒子 装着的是灵票 也有个几十万数额 至于寄存在天宝阁的寄存凭据 却是一张都没有 这个暗室固然隐蔽 而且想要打开 必须要有宗师实力 能够留存下来 没有被人搬空 显然是刻意留给他的 搬走苍蓝岛的那些人 也怕一点不留 激怒了许炎 惹来麻烦 英红这家伙 有点穷啊 许炎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他的贵人是谁 富不富有 会不会为他报仇 许炎有些期待英红背后的贵人 来找他报仇了 能够成为英红的贵人 可见身份不简单 而且实力也不会弱吧 必然是有巨富之人 若是来找他报仇 是不是就可以发一笔横财了 许炎摇了摇头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英红背后的贵人 没有为他报仇的打算 除了灵精 其余的都带走 许炎将灵药 灵票取走 关上暗室的门 全都塞到了 都于英送礼的箱子里 等返回边框的时候 一起带回去 谢兄 你和湖山 自己找个地方暂且住下 我有些感悟 要在苍蓝岛上停留几天 许炎开口说道 许兄 不怕黑袍人来巅峰大宗师 谢灵风提醒道 无妨 来就来了 奈何不了我 许炎无所谓地道 我和湖山 尽量不会让人来打扰许兄感悟的 谢灵风点头说道 交代完谢灵风和湖山 许炎就来到了苍蓝岛上 那一座小山峰上 盘膝坐在一株古树下 他要参悟通玄之法 与两名大乘大宗师一战 他有了更多的感悟 距离明误通玄之法 也不过是戳破一层窗户纸而已 通玄之境乃是真气化真元 真元何于天地灵气 通天地之玄妙 可以操控天地灵气 初步接触天地伪力 我已参悟了真气之妙 如何宁恋为真元 也有了方向 而何于天地灵气 许炎双眸微闭着 脑海中浮现出 师父传通玄之法时 所讲解的一切 渐渐地 通玄修炼之法 在他脑海中浮现出 与先天境衔接上 如何突破通玄境 如何修炼 都一一清晰明了了起来 在许炎拆分真气成功 明悟真气玄妙之后 距离参悟出通玄境之法 已经不远了 此刻 通玄境的功法 在他脑海中一一浮现 如何宁恋真元 如何合于天地灵气 如何通天地之玄妙 都逐渐清晰明了起来 完整的 真正的通玄境功法 浮现在许炎脑海中 通玄之路已经打开了 只待突破先天圆满 便可以突破通玄境 五道第三境 通玄 这就是通玄啊 我终于明悟师父所传的 通玄之法了 许炎兴奋不已 通玄明悟 自此五道第三境 已经为他打开了门 只需一步一步 走到门前 然后迈步踏入境去即可 我要尽快突破先天圆满 一旦先天圆满了 也就可以突破通玄境 一入通玄 纵然是巅峰大宗师 也能轻松击杀 许炎心里振奋不已 该回去了 苍兰岛已经是他的地盘 刚斩杀了两名大乘大宗师 没有人敢寄于苍兰岛 哪怕是巅峰大宗师 也要掂量一下 师妹的灵药清单 也该购买凑齐了 带回去给师妹 有了丹药 爹娘的修炼 就会快速提升 尤其是外公 毕竟年纪大了 有了丹药调养 也能够稳步提升实力 许炎很清楚 父母家人不可能 一直待在边框的 内域如此辽阔 资源丰富 远非边框可比 只有实力提升上去了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安全 他不可能一直待在父母身边的 师妹的仇人 势力不小 也该想办法查探一番 他们似乎对师妹很重视 非要抓师妹不可 许炎心中沉吟着 与黑袍人的势力 已经结下了大仇 既然结仇了 自然是要彻底将对方势力抹平 但黑袍人势力神秘 想要查探对方所在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 如果素灵秀来到内域 主动现身的话 倒是不用辛苦查探 他们都会主动找上门来 如此就需要强大的实力 来应对黑袍人势力了 至于师父 许炎从来没有想过 要依靠师父去对付黑袍人 师父是何等高人 亲自出手对付黑袍人 有失身份啊 身为徒弟 岂能招惹了麻烦 靠师父来摆平呢 他许炎 有麻烦都是自己摆平的 师父从隐居到入室 都是因为他的缘故 可不能因为这些小事 而打扰了师父的亲近 带我入通学 来多少巅峰大宗师 我就杀多少 看你们有多少巅峰大宗师 许炎心里冷笑一声 从山峰上下来 谢兄 胡山 走了 回去了 许炎开口叫道 许兄实力 又更进一步了吧 谢凌峰感慨地道 哪有这么容易 许炎摇摇头 胡山背着箱子 一行三人从苍蓝岛上离开 离开苍蓝岛后 许炎没有第一时间返回边荒 而是去取了寄存在天宝阁的灵药 以及购买素灵秀灵药清单上的 所有灵药 他购买的灵药数量庞大 一般的小城天宝阁 恐怕都无法凑齐所有灵药 所以 许炎在蓝平郡郡城的天宝阁里 购买灵药 当初寄存的灵药 也是在蓝平郡郡城的天宝阁 足足两大袋子灵药 许炎背着一个 谢凌峰帮忙背了一个 宛若一座小山头似的 背在身上 灵精 真不惊花呀 许炎感叹不已 这一趟 几乎将所有灵票都花光了 才购买了两大袋子灵药 将清单上的灵药 好几份 素灵秀的灵药清单 都是九品与八品灵药居多 七品灵药只有几种 而六品灵药则是一种都没有 恐怕当初素灵秀 列这个清单时 也是考虑到六品灵药的珍贵 想要获得难度比较大 所以才没有列入六品灵药 即便是七品灵药 都只列入了几种 也正因为清单上的灵药品质较低 所以才能购买如此两大袋子 否则以许炎目前所拥有的灵精 根本购买不了如此多的灵药 湖山背着一个大箱子 反而是三人中携带东西最少的 许炎和谢凌峰都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裹 比他们人还要高 走在蓝平郡街道上 吸引了诸多目光 尤其是三人从天宝阁出来 这一看就知道 在天宝阁里购买了不少东西 我怎么感觉会被人盯上 湖山叹了一口气道 天宝阁里的管事还问许炎 要不要走侧门离开 避免引人瞩目 结果许炎表示不用 直接就从天宝阁大门口出来 这不引人瞩目才怪了 希望盯上我们的人 不会是穷鬼吧 许炎叹了一口气道 虽然背着一大袋子灵药 然而 只要不是大宗师来袭 都不用担心因为战斗 而损坏了灵药 区区宗师舞者 弹指可灭 一点威胁都没有 湖山嘴角抽抽 他怀疑许炎是刚刚把灵票 差不多花完了 正穷的双眼发红 想要引人来抢劫 趁机赚回一点灵精 三人从蓝平郡离开 湖山还显露了宗师气息 诸多暗中关注者 纷纷退走 打消了念头 如此一来 就将宗师以下的舞者 都给筛选出去了 胆敢来抢劫三人的 必然是宗师舞者 若是有人来打劫 只要乖乖交出钱袋子 就放他们一把的 毕竟这是引他们来抢劫的 杀人就没必要了 我也不是试杀之人 许炎看向谢灵风 和湖山开口道 谢灵风点头 表示明白 湖山翻了个白眼 心里嘀咕着 你可真有原则 自古财帛动人心 三人从郡城离开 没多久就有舞者拦路了 而且 是六名宗师舞者 全都戴着面罩 生怕被人认出来 想来都是蓝平郡里 颇有名望的宗师舞者 宗师舞者啊 也这么穷 要干抢劫的够当啊 许炎感叹不已 许兄 我们身上的灵药太多了 抢回去十几年 不用愁灵药了 不是所有宗师都很富的 谢灵风无奈地道 可能自己当初 说那宇宗师属于顶尖舞者 高高在上 才让许炎产生了 宗师都很富的错觉 六对三 胜算在我方 三位该知道如何选择了吧 把东西放下 便不为难你们 蓝路的宗师舞者沉声道 许炎抬手一掌拍出 一条金色巨龙盘旋而出 环绕在六名宗师身周 轻笑着道 打劫到我头上来了 真是一件姓事啊 都交出钱袋子 否则死 蓝路的宗师几乎吓尿了 一掌拍出金色巨龙 这是属于剑神许炎的独门功法呀 再一看 背着大包裹的 乃是一名少年 剑神饶命啊 当场就跪下了 自己竟然打劫到许炎头上了 六个钱袋子到手 许炎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走吧 记住 不得传出我的身份 许炎警告道 是 是 六名宗师狼狈而去 至于是否会泄露许炎身份 肯定不会啊 自己倒霉了 也想看别人倒霉 若是传出去了 只有自己沦为笑话 有眼无珠 去打劫剑神许炎 若是其他人也倒霉了 哪怕最后事情传出去了 也不会只笑话自己吗 六名宗师守口如瓶 绝对不会说 自己去打劫许炎了 我堂堂宗师 岂会干拦路抢劫 这种下作事情 许炎三人 接连遇到了几波打劫的 不过远离了蓝平郡后 就没有再遇上来打劫的宗师 说到底 宗师舞者 毕竟是有限的 而且 也不是所有宗师舞者 都会来打劫 许炎 你买这么多灵药做什么 谢凌峰好奇地问道 许炎似乎 对灵药尤为喜欢 赚取灵精 也是为了购买灵药 带回去给师妹炼丹用的 许炎也不隐瞒 师妹 谢凌峰瞪大一双眼睛 前辈又收徒了 真羡慕啊 炼丹是什么 旋即 谢凌峰疑惑问道 丹药 师父传给师妹的 你去了就知道了 那可不是内域的那些药丸子可以比的 许炎笑着说道 三人速读越来越快 踪迹也开始隐藏 避免被人追踪 穿过大山 便可进入边荒了 素灵秀将流水线炼丹方法 给构撕了出来 画在一张纸上 将炼丹的步骤 都一一注明 整个炼丹步骤中 最为关键的 也是最难的一步 就是最后的明炼为丹 师父 你看怎么样 素灵秀将画好的炼丹流水线示意图 张开来给师父看 李璇看了一眼 心里暗赞 不愧是自己的徒弟 素灵秀在丹药上的天赋 确实极其妖念 自己只是提点一下 他已经弄出来了 问题不大 实际操作几次 有问题了再调整即可 李璇点头认可道 那我这就去准备 挑选有天赋的人 学习炼丹的步骤 素灵秀兴奋不已 必须提前未进入内域 做好准备了 丹药 乃是长青阁的立足之本 他马上通知扣若智 让其挑选一批人 以及准备一批药材 等他空闲了 便将炼丹步骤 交给长青阁成员 灵药充足 丹药自然也就不缺了 有了丹药辅助 修炼速度自然提升迅速 只是 素灵秀有些苦恼 他至今还没有从八卦上 参悟出什么来 他缺一门强大的身法 等大师兄回来 向大师兄请教吧 素灵秀心里想着 他炼制了一炉金身丹 来到了庄园外小山峰 二师兄 这是金身丹 孟冲接过金身丹 道 师妹 丹药足够了 暂时不用炼制金身丹了 你也多花些时间 在修炼上 二师兄 炼丹也是我的一种修炼啊 素灵秀笑着说道 孟冲一想 便也点了点头 师妹修炼的是丹一五道 炼丹便是修炼之一 二师兄 你还有多长时间突破啊 素灵秀好奇地问道 不会太远了 孟冲笑了一笑 他正在借助金身丹 在酿养翘学 每一个翘学 都该有一种玄妙 他尚未蕴养出来 其中一个翘学 他在蕴养刀翼 积攒底牌 关键时刻 可以爆发超越自身极限的攻击 李璇一如往常 用竹杖点着赤猫身上的翘学 将翘学给他点出来 重复一遍大妖之法 赤猫听完 都会似懂非懂地离开 趴在庄园门口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灵药炼制的废丹 效果惊人 赤猫体型再一次壮大了 害得十二不得不再次更换金链子 你徒弟许炼 剑斩大宗师 你剑到经验增加 寂灭剑意提升 突然 金光浮现而出 李璇一正 许炼又杀大宗师了 你徒弟许炼 一掌轰灭大宗师 你想龙掌经验增加 龙威之意提升 金光接着浮现而出 李璇倒吸一口气 许炼这是遭遇围攻吗 不会是黑袍人所在的势力吧 目前而言 围攻许炼的 要么是黑袍人所属势力 要么是火图魔尊的势力 过了好一阵子 都没有金手指反馈 只有两个大宗师围攻 李璇摇摇头 两名大宗师也敢围攻许炼 这是活腻歪了 许炼 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吧 梦冲回来 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一天后 李璇正想去指点一下 肃灵秀参舞八卦 突然 金光浮现而出 你徒弟许炼 明目你变得通玄境修炼之法 你突破通玄境 许炼 明目通玄境功法了 哄 李璇只觉得体内 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身庞大无比的真气 逐渐化为真元 实力在这一刻 飞速暴涨 而且 他感觉自己一念之间 真元 和于天地灵气 操控天地灵气 爆发出天地之威来 突破通玄境了 丹田气海 庞大无边 此刻已然化为了大洋 庞大的真气 化作了真元 仿佛如浪涛般 在丹田之中翻涌着 运转之间 宛若江河流淌周深 这就是通玄境啊 当真是强大无比啊 李璇心中感慨不已 自己编的五道 果然强大 不过是五道第三境 已然仿佛可以掌控天地伟丽了 一念之间 庄园上空的天地灵气 刹那间凝聚成了一把剑 悬浮在半空之中 此剑蕴含着恐怖的威能 仿佛蕴含着天地之威 通天地之玄妙 出射天地之伟丽 这就是通玄境啊 李璇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一念之间 操控的天地灵气消散 庄园上空 恢复了平静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突破通玄境后 李璇心情大好 实力的增长 才是真正的快乐源泉 许妍既然已经明误通玄之法 那么也该找个时机 传他通玄之上的法门了 让他提前知晓 兴许可以提前参悟出来呢 通玄之上的修炼 五到第四个境界 李璇已经编得差不多了 与通玄境也能比较好的衔接上 以许妍的妖孽 参悟出来 问题应该不大 李璇微微眯着眼睛 意识沉宁 他想要查看金手指的来源 如今已经是通玄境了 实力有了进一步提升 也该再次尝试一下 可否看到自己的金手指 究竟是什么了 随着意识沉宁 原本先天境之前 毫无感知的金手指 此刻他竟然能够 看到一缕淡淡的金光 但也仅此而已 除了这一缕 很淡很淡的金光之外 再也看不到任何轮廓 依然无法看到 金手指是什么样子的 李璇吐出一口气 这是一个好的征兆 他目前无法看到金手指 如何高效地运用金手指 在于实力太低的缘故 随着境界提升 相信很快就可以看到 金手指的全貌 以及该如何高效运用金手指了 通玄境无法看到金手指 但也触及了一些 可以看到一点点金光了 看来我的猜测是没错的 若是当真如此 通玄之上 五道第四境 就可以看到金手指了吧 李璇心里激动起来了 同时也感慨 这金手指触发的条件 实在是太苛刻了 而且 触发金手指后 自己还看不到 更别说运用金手指了 若不是许言来到小村子 拜我为师 又把我瞎编的舞蹈给修炼起来 我现在可能还在小村子里苟着呢 李璇心里感叹不已 这金手指 多多少少有点坑 触发条件如此严苛 而且想要看到金手指 对实力境界 也有着要求 好在 一切都还算顺利 只需按部就班 把第四个舞蹈境界 编得完整一点 等许言参悟出来了 他踏入舞蹈第四境 应该就可以看到金手指了 不知道这金手指 都有什么用处 对编后续的舞蹈 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李璇暗暗琢磨着 可以预想得到 金手指 必然与开创舞蹈有关 至于能否提升 编舞蹈功法的效率 却是不得而知了 舞蹈第四境啊 还要一段时间 就算把编出来的功法 传给许言 他明目出来 也需要一段时间 应该要等许言突破 通弦境之后吧 李璇心里嘀咕着 许言已经先天大成 距离圆满不远了 有了丹药辅助 应该很快就能突破 先天圆满 不过 李璇想到了梦冲 虽然在服用金身丹 但梦冲目前 只是利用金身丹 运养金身丹学 属于夯实根基的过程 并没有急着提升 大日金身 纵然如此 他的实力 也是有了不小的提升的 梦冲虽然借助丹药修炼 却是并不依赖丹药 更多的是把丹药 当成运养金身丹学养分 不断地夯实根基 既然梦冲如此 想来许言也会如此 这两人都不会想着 靠丹药来快速提升修为的 而是用丹药 夯实根基 进而水到渠成 突破境界 属于在压制自身境界 积累自身底蕴了 素灵秀修炼的是丹一五道 吃丹药不会影响他的根基 反而会助长他的修为提升 长青谷的强大之处 也在此时显露了出来 不过 丹一五道 终究不是以强大的实力见长 素灵秀的实力 是不如许言和梦冲的 但绝对不弱 依然是碾压内域五道同径的 十二那个家伙 吃丹药有些多 实力显得虚浮了一些 最近都忙着磨练 自身五道根基呢 反倒是周英 懂得合理运用丹药 根基扎实 一点也不虚浮 而且实力提升迅速 已经追上十二了 十二哪怕施展了梦冲传他的刀法 也打不过周英了 这使得他很无奈 只能暂时借了丹药 努力磨练自身五道 赤猫的体型 肉眼可见地壮大 肺丹吃多了 也没见他出问题 反而越来越彪悍 隐约有了大腰的迹象 那庞大的体型 蕴藏着强大无比的气血 而且肉身变得越来越强 实力几乎堪比先天近了 内遇的普通宗师 恐怕都无法拿下他了 这只大猫 不会真的会蜕变成大腰吧 李璇心里嘀咕着 赤猫这个大块头 竟然也学会卖萌了 时常溜达到素林秀身边 卖萌讨好 真就成了一只大猫了 素林秀一高兴 就赏赐给他一枚完好的丹药 看着赤猫体型一天比一天大 到了后面 庄园里的门 都不够赤猫进出了 他只能趴在庄园外 师父 你说赤猫不会真的修炼成大腰之法了吧 素林秀投喂了赤猫一枚丹药 小跑着过来 捏着李璇的肩膀问道 还早着呢 李璇摇了摇头 若是赤猫真的修炼成功了大腰之法 金手指应该会有反馈才是 虽然赤猫体型在变大 但距离修炼出大腰之法 还差得远 等什么时候 赤猫体型可以收缩自如了 就差不多是大腰入门了 李璇笑着说道 师父 你的意思是说 赤猫什么时候 可以把体型缩小 就差不多是大腰入门了 素林秀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赤猫的体型已经非常庞大了 正常而论 爆发实力 可以使得体型增长 怎么还能缩小呢 李璇点了点头 那赤猫 是不是可以变成小猫大小 素林秀一脸期待之色 若是他修炼成大腰了 自然是不成问题的 李璇笑着说道 那太好了 赤猫变小了 一定很可爱 素林秀兴奋地道 李璇看了看 庄园外的赤猫都快成胖虎了 若是可以缩小体型 变成一只猫大小 也是一只胖猫吧 许言回来了 与许言一起来的 还有谢凌峰和胡杉 两个大包裹 一个大箱子 可见带回来了不少东西 李璇一见 不禁感叹 藏物袋是真的珍贵啊 连谢凌峰这个剑尊牙天胶都没有 许言在内宇闯荡的应该很不错 却依然没有买到一个藏物袋 第四个武道体系的想法 再次浮上心头 师父 我回来了 许言放下包裹 恭敬地行礼道 好 回来就好 李璇很高兴 大徒弟才是他武道基业的核心啊 拜见前辈 谢凌峰与胡杉 恭敬地行礼道 是小谢和小胡啊 李璇笑着点了点头 大师兄 素林秀兴奋地跑了过来 大师兄回来了 而且背着大包裹 必然是灵药 如此多的灵药 他真的不缺丹药 不缺修炼炼丹术的灵药了 师妹 许言露出了笑容 谢凌峰看着素林秀 轻力脱俗的少女 身上有一骨子 清零敏慧的气质 不由地感叹 这必然又是一位妖孽啊 否则 如何入得了前辈的眼 师妹 这些都是灵药 你清单上的灵药 我全都给买回来了 许言轻轻拍着两大袋子的灵药笑着道 当初去内狱 说要被一大袋子灵药回来 终于是实现了 谢谢大师兄 素林秀与脸红扑扑的 兴奋的双眸如星辰般明亮 梦冲也回来了 谢兄与湖山也来了 乐呵呵地向谢凌峰和湖山打招呼道 谢凌峰看到他 就不由地想起 内狱曾一度流传 它是个秃头的事情 大师兄 这是 素林秀看着谢凌峰和湖山 师妹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谢凌峰 他是湖山 见尊崖的 许言给素林秀介绍道 你就是谢凌峰 素林秀诧异不已 这是我师妹 素林秀 许言给谢凌峰二人介绍道 见过素林秀姑娘 我是谢凌峰 谢凌峰有些诧异 难道素林秀 还能知道自己不成 边荒 不可能有自己的传闻才是 号称 见尊崖千年以来 第一见到天骄 内狱三大最年轻的 宗师之一谢凌峰 没想到 你竟然与我师兄认识 素林秀感叹了一下 谢凌峰天骄之名 在内狱可谓如雷贯耳了 今日一见 果然不凡 当然 比自己师兄 差得太远了 你知道我 谢凌峰诧意不已 自然 素林秀点头道 谢凌峰突然想起来了 黑袍人要找的人 不就是素林秀吗 你是内狱人 是啊 我逃难到边荒的 幸亏遇到了师父 嘿嘿 我现在可厉害了 要不了多久 你也不会是我对手的 素林秀昂起小脑袋道 谢凌峰一脸羡慕之色 能够被前辈收为徒弟 这是多大的气云 这是何等大机缘啊 师父 这是云雾灵茶 许言打开箱子 取出一罐云雾灵茶 放到桌子上道 嗯 不错 李玄点头 心里却是兴奋不已 灵茶呀 自己还没喝过呢 脱了徒弟的福 终于可以品尝到灵茶了 云雾灵茶 这不是杜侯王府的特产吗 素林秀诧意不已 师父 我给你泡茶 来到李玄身边 周英已经取来了茶壶 茶杯和水 素林秀打开浴罐 取出云雾灵茶 放入茶壶里 手掌上气血化为丹火 煮开水之后 沁入茶壶之中 顿时 一股清香弥漫 沁入心皮 师父 喝茶 素林秀给李玄倒了一杯茶 李玄品了一口 他就喜欢上这灵茶了 心里感叹着 不愧是灵茶呀 喝过之后 普通茶 以后就无法入口了 还不错 李玄心里兴奋 脸上却是始终神色平静 仿佛灵茶也不过寻常似的 许颜见词很高兴 师父喜欢就好 云雾灵茶产量还可以 以后要找杜姑娘买一些 来孝敬师父 许颜心里如此想着 谢灵风有些羞愧 自己竟然忘了 带一些剑尊崖特产来孝敬前辈 实属不该啊 李玄看了一眼箱子 灵茶不止一贯 可以喝一段时间了 徒儿你刚从内狱回来 多放松一下 陪陪家人 给父母带些内狱特产回去 李玄指了指云雾灵茶说道 师父 弟子知道的 许颜点头 他虽然迫切想要回家见父母 却并没有马上动身 这一次回去 庄园里奇了融融 许颜回来后 师兄妹三人叙旧良久 素灵秀与谢灵风 也熟识了起来 湖山毕竟不是年轻人了 所以他与周英 十二混在一起 一天后 素灵秀开炉炼丹 是为许颜带回家 去准备的丹药 大师兄 你带回来了六品 七品灵药 我重新改良了助颜丹方 这助颜丹吃了之后 容颜就再也不会衰老了 素灵秀一边开始炼丹 许颜高兴不已 娘必然很喜欢哪 除了容颜不老 还可以改善一下体质的 素灵秀将一株六品灵药 小心翼翼地分成两半 将用不上的另一半 再次封尽好 这一次炼制的助颜丹 用的灵药品杰比较高 效果自然更强 且拥有除了助颜之外的 其他功效 谢灵风与湖山 瞪大一双眼睛 在一旁看着 这就是炼丹术 但呀 当真玄妙神奇啊 有造天地玄妙之功啊 二人昨天吃了一枚丹药之后 顿时意识到 丹药的神奇了 尤其是湖山 他原本一身五道内气 尚未完全凝炼成真气 昨天一枚运气丹吃下 很快就彻底凝炼成真气了 整个内玉都找不到 这么神奇的药 内玉的那些制药之法 熬制的药丸子 与丹药一比较 当真就是垃圾啊 完全是在糟蹋灵药啊 二人眼界一下子就被拔高了 对于内玉的那些药丸子 哪怕是用六品灵药 熬制的什么灵药都瞧不上了 都视为垃圾了 素灵秀神情严肃 不敢有一丝分心 祝丹丹他第一次炼制 而且用的灵药品阶都不低 一旦失败了 损失不小 灵药再多也不能这么浪费 虽然炼制的废丹 都给了吃猫吃 不算太浪费 却依旧会心疼的 这可是大师兄 辛辛苦苦收集来的灵药 丹炉在素灵秀手掌上 滴溜溜地转动着 气血化作的丹火 熊熊燃烧着 随着炼制 气血消耗 心神消耗 素灵秀嫩白的额头上 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许炎几人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生怕打扰了他 碰 终于 丹火越来越小 素灵秀一拍丹炉 盖子打开 飞出十二枚丹药来 银白如玉 散发着淡淡的光泽 丹香银而不散 素灵秀看着手掌上的助颜丹 吐出一口气 第一炉就炼制成功了 而且品质上加 随着参悟丹一五点越来越深 徒手炼丹之术 越发精纯之后 以丹炉辅助炼丹 更是得心应手 炼丹术有了巨大的提升 大师兄 这就是助颜丹 素灵秀将丹药 装入一个小玉瓶里 递给许炎道 辛苦师妹了 许炎心里高兴不已 炼丹不辛苦的 素灵秀开心一笑 接着 他继续开炉炼丹 都是许炎所需的丹药 许炎道出一枚助颜丹 银白如玉 光泽诱人 一看就知道不凡 谢灵峰与胡珊凑上来 越看越觉得丹药的神奇 这一枚助颜丹 若是放到内宇 恐怕可以引得无数舞者争抢啊 胡珊感慨地道 灵秀姑娘 我若是找你炼丹 要什么条件啊 胡珊搓着手 期待地问道 你出灵药就行 素灵秀开口道 那我出双份灵药吧 不能让你免费炼丹 虽然大家很熟了 不过我对丹药不懂 到时候还要麻烦灵秀姑娘 给我介绍一下 胡珊兴奋地道 没问题 什么丹药都有的 素灵秀一口答应下来 师妹 你一个人炼丹 会不会太累了 若是去了内域发展 要供应丹药 你一个人怎么也炼制不了这么多丹药的 许言想到了这个问题 去内域发展 是必然的 素灵秀的仇人 都在内域呢 大师兄 师父已经指点我了 我也有了办法 只是要锻造丹炉 找人学习炼步骤 最重要的是 我还没把流水线炼丹的器具准备好 素灵秀已经炼制完了一炉丹药 一边开始炼制下一炉 一边开口道 灵秀妹妹 你若是不介意 可以交给我来办 什么丹炉都可以锻造出来 宝气材料绝对是上成的 谢灵峰开口说道 丹药必然会风靡内域的 他也想出一份力 进一步拉近与素灵秀的关系 将来剑尊牙需要丹药时 可以获得一些优惠 那太好了 待会儿我把图纸给你 不需要多好的材料 像我这个丹炉这样品质 也就差不多了 花费太大 素灵秀兴奋不已 这个丹炉 只是普通宝气材料 我让人用顶级材料 锻造一个丹炉送给你 算是我的界面里了 谢灵峰看着素灵秀使用的丹炉 只是普通的宝气而已 若是品杰更好的材料锻造的丹炉 炼制丹药应该更快 更容易成功 品质也能更高吧 多谢了 素灵秀没有拒绝 丹炉 有什么讲究吗 需不需要保密 我会让人保密的 谢灵峰神色严肃道 见尊雅有自己的锻造师 保密自然不成问题 不需要 丹炉不是关键 不懂得炼丹术 有丹炉也炼制不了丹药 素灵秀摇头道 炼丹完毕 许颜准备回家一趟了 带上一罐云雾灵茶 素灵秀将流水线炼丹图纸 以及丹炉图纸 交给了湖山 新的丹炉 他做了一些优化 最初的那个丹炉 毕竟是入门之时 根据所需锻造出来的 如今随着他炼丹术 越发精深 什么样的炼丹炉 更契合炼丹 他已经了然于胸 既然要换炼丹炉 自然是锻造 更契合炼丹的丹炉出来了 素姑娘放心 全包在我身上 湖山拍着胸口道 他将图纸揣入怀里 准备回内狱一趟 谢灵峰送他离去 湖山 你此去 记得去天宝阁 取一些我见尊雅的珍藏来 少爷 我明白 湖山点头 湖山离去 素灵秀继续练丹 梦冲也继续蕴养精深翘穴 十二宇周英 继续磨练武道 赤猫趴在庄园外 眼神时而似懂非懂 时而迷茫 许颜已经回家了 似乎 就剩下了谢灵峰一个闲人 前辈 晚辈心中迷惘 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修炼下去 还请前辈指点迷惊 谢灵峰恭敬地道 李玄坐在椅子上 品着云雾灵茶 自珍自饮 谢灵峰的迷惘 无非是真武道与唯武道之间的迷惘罢罢了 凝炼了一身真气之后 实力本身有了提升 接下来如何修炼 其实按照内玉武道继续修炼下去即可 不过是将凝炼真气之法 配合在一起修炼即可 他已经是宗师舞者 武道根基其实差不多固定 转修武道 也无法纯粹转修过来 况且他现在 也勉强算得上先天境 谢灵峰没有贯通天地桥 注定了无法完整修炼他边的武道 先天境之后如何修炼 自然也是走通玄之路 将真气凝炼为真元 但他的武道框架 依然是内玉的武道框架 内核却是逐渐向着他边的武道靠拢 若是通玄之上 谢灵峰能够摆脱内玉武道的框架 纵然没有贯通天地桥 也称得上是修炼了真武道 李玄不由地想到另一个问题 他若是收第四个徒弟 乃至第五个徒弟 若是都已然有了武道实力再深 又该如何转修自己边的功法问题 难道费了自身武道 从头再来 如此一来 又要从低境界 慢慢提升到高境界 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反馈 所以 第四条武道应该要做些改变 哪怕有了武道修为再深 也能在其武道修为的基础上 转修我创的武道 唯有如此 新徒弟的境界才不会很低 不过要怎么才能轻松转修呢 李玄目前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也不到收心徒弟的时候 第四条武道也没有编好 暂且不急 等突破武道第四境 若是可以看到金手指 兴许可以利用金手指 编出合适的武道功法来 新的武道 他准备等可以利用金手指了 才重新编一套出来 若是所料不差 通悬之上 就可以看到金手指是什么了 该如何利用了 喝了一杯茶 看向谢灵风道 你执着了 武道何必去执着真伪 你既已凝练了真气 那便依照原有的修炼之法修炼 无非将武道内气 凝练为真气罢了 至于先天之上 距离你还远 何须多想 扎扎实实 按部就班修炼便可 想得太多 越迷茫 越不自信 你也是天骄 该有属于自己的信心 五道无止境 无需执着真伪 以心中的信念为本 不断前行便可 谢灵风心头一震 前辈说 我也是天骄 说明他也是认可我的天赋的 原来是我 太过执着了 许兄之强 超乎想象 使得我觉得自己弱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弱的 只是有人更强罢了 而能够比我强的人 又有几人 这一瞬间 谢灵风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精神一下子抖擞了起来 仿佛修炼前路 也瞬间明晰了 按部就班的修炼 突破巅峰宗师 再突破大宗师 到了大宗师 继续走真五道的凝练之法 而大宗师之上 兴许就是自己转修之机 多谢前辈指点迷惊 晚辈心中以明悟 谢灵风恭敬地行礼道 李玄点了点头 谢灵风毕竟是天骄 虽然比不上许言 但能够被称之为 见尊牙千年以来第一天骄 并非愣得虚名的 他不过是信心受到了挫折 才出现了迷惘罢了 而自己 不过是给他一个认可 提振他的信心即可 五道疏图 终有交叉之处的 莫要执着 多去悟 去探索 真正的舞者 最终还是需要走出属于自己的道 李玄又开口指点道 他不说五道疏图同归 万一最后没有同归呢 岂不是尴尬了 而交叉之处倒是可能会存在的 毕竟他编五道功法 偶尔还是会参照一下内域的舞道 既然有所参照 会出现交叉之处 也是可能的 多谢前辈 谢灵风心中一阵 要走属于自己的道 才是真正的舞者 前辈当真深不可测呀 未曾走出属于自己的道的舞者 在前辈眼里 都算不上真正的舞者呀 心中的迷惘进去 谢灵风也开始努力修炼起来了 争取早日突破中阶宗师 可不能落后太多了 许颜回了家里 自然是与父母团聚几日 之后去了齐国京城 看望自己的外公 顺便送丹药 忙碌了将近半个月 许颜才回来了 而这一天 素灵秀突破气血镜圆满了 你徒弟素灵秀 突破气血镜圆满 你单一舞道圆满 先天静 李玄对此并不意外 不过 突破气血镜圆满后 素灵秀没有继续突破先天静 虽然单一舞道的修炼 与正统舞道相差不多 先天静的修炼与突破 也是差不多的 他早已明误了 先天静突破之法 只是 他根基还差了一些 需要积累一段时间抵御 比如八卦的感悟 他还没悟出身法来 而先天之妙 也需要许颜给他讲解一番 大师兄的责任 有一项 就是教导师弟师妹 李玄露出了笑容 以后收了弟子 虽然舞道体系不同 但许颜都可以帮忙感悟的 而舞道精纯的许颜 在舞道上的感悟 是极其妖孽的 李玄也是想着 许颜接触所有舞道体系 最后能容纳一体 走出真正纯粹无比的舞道 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这是他对大徒弟许颜的重视 也唯有许颜 才能有可能 走出这么一条舞道之路 许颜回来后 就开始帮素领秀参悟八卦 而素领秀一个清零敏慧的少女 想要修炼的身法 自然不适合天雷闪 或怒雷横空 并且 她的单一舞道 比较有其特殊之处 素领秀在许颜帮忙参悟下 已经有了一些名物 距离参悟出身法来 乃至一套武技功法 也不会太远了 湖山却是这个时候回来了 背着一座小山般的包裹 看起来重量不轻 但对于她这个宗师而言 这点重量 并不算什么 素姑娘 这是炼丹炉 湖山将一个炼丹取出来 递给素领秀道 这个炼丹炉 用的乃是顶尖的宝器材料 属于顶级宝器类型 价值不菲 多谢了 这个丹炉第一炼丹 就帮你炼制一炉运气丹吧 素领秀兴奋地接过丹炉道 那多谢素姑娘了 湖山大喜不已 打开大包裹 一件又一件物品取出来 都是素领秀的流水线炼丹器具 自然也包裹了丹炉 不过 由于是流水线炼丹 一人负责一个步骤 所以 丹炉有些区别 能够更容易地操控与炼制丹药 素领秀兴奋不已 开始将流水线炼丹器具 一一组合起来 李璇好奇地看了过来 不由地感叹 素领秀这丫头 挺有想法地 自己给她一个灵感 她就倒过出来了 一条流水线炼丹器具组合完毕 几乎占据了大半个院子 每个步骤 可以几人同时炼制灵药 而且 若是下一个步骤 来不及炼制 半成品也会积蓄起来 缓慢消耗 而且做了封闭处理 使得半成品丹药 不至于会流失药力 师妹 这流水线炼丹 看着挺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效率提升多少 许颜绕着流水线炼丹炉转了一圈 嘖嘖称奇道 培养炼丹之人 恐怕不太容易 梦冲摸着脑袋 若有所思地道 问题不大 只学一个步骤 要容易很多的 熟能生巧 比较难的是 最后的一个步骤而已 素领秀兴奋不已 常青阁可以派上用场了 十二 通知扣若智 带些人来 准备搭建流水线炼丹房 就在庄园外 另外 我要挑选一批人 培养他们炼丹技巧 让他准备多一些药材和神火石 素领秀看向十二开口道 没问题 十二马上去办了 谢凌峰与胡山 也很感兴趣 这流水线炼丹 究竟是如何的神奇 我要试试新丹炉 素领秀拿着新丹炉 兴奋不已地 准备开始炼制运气丹 素姑娘 这是我的灵药 带子灵药道 这次炼丹 不收你费用 你要炼制什么丹 直接说吧 素领秀 结果灵药问道 胡山想了一想 看向谢凌峰道 少爷 炼制什么丹药比较好 谢凌峰沉吟了一下 道 提升修炼速度 疗伤与恢复 以及强大肉身 就这三种吧 这是他目前的修炼所需 也是修炼方向 他很羡慕 梦冲那彪悍的肉身 不 许颜的肉身 也强得离谱啊 所以他决定强化肉身 谢凌峰说完 期待地 看向素领秀 问道 领秀妹妹 有强化肉身的丹药吗 素领秀点头道 肉身修炼 当然是金身丹最强 不过这是二师兄才能服用的 你们不是修炼肉身舞蹈 金身丹不适合你们 那就强身丹吧 效果也不错 至少强化一倍肉身 应该问题不大 谢凌峰与胡山欣喜不已 肉身强化一倍 实力也有不小的提升了 素姑娘 你看这灵药 可齐全 胡山问道 差不多吧 少的那点灵药 我补上就是 你给我锻造了这么多东西 自然是免费给你们炼制丹药 素领秀无所谓地道 这一套流水线炼丹炉 以及这一只新的炼丹炉 价值可不低 取出灵药 素领秀兴奋地开始炼丹 新的炼丹炉 品质更高 又经过他重新设计 更契合炼丹所用 果然 炼丹速度快了将近一倍 而且 丹药品质更佳了 一炉运气丹 直接炼制了三十六枚 接着又炼制疗伤所需的丹药 最后炼制强身丹 素领秀兴奋不已 炼丹似乎会上瘾似的 根本停不下来 越炼越兴奋 仿佛此刻才真正体会到了 炼丹的乐趣 这丹炉不错 素领秀兴奋地道 如此就好 如此就好 胡山咧开嘴 笑得停不下来 一瓶又一瓶丹药入手 他乐开花了 胡山带来的灵药 全部炼制完毕 素领秀这才结束炼丹 有了丹药 谢凌峰与胡山激动不已 全身心投入了修炼之中 争取早日将实力提升上去 而素领秀则是在许颜帮助下 继续参舞八卦 庄园外 寇若智带着人 正在建造流水县炼丹房 而炼丹所需的人 也已经挑选了出来 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男女 并且都是出身贫苦 得到天母教阶纪改善了生活 对天母信仰坚定 忠心耿耿 而素领秀就是他们信仰的天母 绝对不会背叛 寇若智办事 还是很靠谱的 也很用心 自从他不心心念念造反之后 解散了天母教 重组为了长青阁 他有了新的人生信念 干起事情来 更积极更勤奋了 八卦图上 素领秀在许颜的帮助下 已经有所感悟了 只差捅破一层窗户纸 便可见到天地 他站在八卦图中央 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感悟 八卦的方位 在他脑海中 一一浮现出 许颜在一旁看着 这最后的感悟 需要师妹自己去明悟 如此他才能参悟出 属于他自己的功法 素领秀微微促着眉头 明明感觉就差一点点 就要参悟出一门强大的身法来 却是始终都差一点点 卡在了某个环节上 突然 一只蝴蝶翩翩翩飞来 似乎被他身上的幽香所吸引 绕着他翩翩飞舞了几圈 这一瞬间 素领秀脑海中灵光一闪 终于明悟了 他露出兴奋之色 仿佛蝴蝶翩翩 无声无息 但却有一道道身影 重重叠叠浮馅出 仿佛幻影一般 笼罩了他的真身 使人一时之间 无法辨别他的真身 究竟在何处 又或者 无法从重重身影之中 辨别出哪一道身影 才是他的真身 八卦图上 素领秀身影重重 翩翩飞舞 似真似幻 宛若一只蝴蝶在舞动着 却又使人无法捕捉到其踪迹 许颜露出了笑容 师妹终于失误了 他心中也有了一些名物 浮上星头 八卦之玄妙 通天地之造化 他觉得自己 距离仓悟处一世见到 已然不远了 山河万象 除了苍生剑之外 该有新的见到了 孟冲也在不远处看着 他也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心中有些名物 走了过来 准备与大师兄相互印证交流一番 素领秀终于停了下来 他欲脸红扑扑的 兴奋不已 自己终于名物了身法了 大师兄 我仓悟出身法来了 就叫千叠幻影吧 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 给了他最后的灵感 戳破了那一层窗户纸 见到了新的天地 好 许颜点头笑道 李璇正在庄园外 指点着赤猫 竹杖在他身上点拨着 为了让赤猫 更容易记住翘雪所在 他稍稍用了一点力道 竹杖戳在赤猫身上 给他留下一点点的痛感 赤猫趴在地上 不敢动 一双眼睛 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这是你的机缘 若是能明白 你可能就是天地第一妖了 李璇笑着说道 至于这方天地 是否存在妖兽之类的 许颜并不在意 反正赤猫若是参悟出来 必然是第一大妖 就像他编的舞蹈 与内遇舞蹈 是存在不同之处的 而且更强 自己编的大妖之道 应该也会更强吧 即便没有更强 也无所谓了 至少不会太弱 且是独树一致的 自成体系 你徒弟素灵秀 从你传的八卦中 参悟出千叠幻影身法 你获得神雷杜须之千雷幻影 金光浮现出 素灵秀参悟出身法来了 李璇对此并不意外 在许颜的帮助下 素灵秀本身天赋也是极强的 参悟属于自己的身法来 是理所应当的 哪怕没有许颜帮助 他也能参悟出来 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已 这一次 金手指反馈的 是给神雷杜须这门身法 增加了一个子身法 千雷幻影 在施展神雷杜须时 可以幻化出雷霆幻影 遮蔽真身 使人无法察觉真身所在 不错 身法又变强了 李璇心情大好 神雷杜须这门身法 是极其强大的 实力提升上去了 可以一念之间 宛若神雷横贯虚空 刹那远顿 接下来的时间里 许颜与梦冲在参悟八卦 素灵秀自然也在其中 连炼制丹药的时间都缩减了 谢灵风与胡山 也在努力修炼着 在丹药的辅助下 修炼速度暴增 谢灵风已经突破中阶宗师了 胡山本身就只差一点 就要突破中阶宗师 这一次也随之突破了 寇若智建好了流水线炼丹房 素灵秀去指点了一番他修炼 以及指点挑选出来 学习炼丹的少年男女修炼 并赐予丹药 至于炼丹 需要稍等一些时日 至少要等炼丹学徒 都进入炼谷之后 才具备学习炼丹的条件 唯有进入炼谷了 才有更强的耐力 可以完成炼丹 练习炼丹的药材与神火石 陆续运了过来 边荒舞刀越来越大 修炼舞刀者越来越多 只是真正舞刀入门者 数量还是太少 大部分舞刀入门者 都集中在许家与长青阁里 寇若智 你也快舞刀入门了 暂时把手头上的事 交给其他人办 你努力一下 早日舞刀入门 素灵秀看着寇若智道 是 阁主 我会尽快舞刀入门的 寇若智兴奋地道 待你舞刀入门之后 有些事需要你去办 以你的能力 想必不会出差错 素灵秀点了点头 阁主放心 我一定办妥 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 寇若智拍着胸口保证道 以他的才智 自然想到了 是前往内狱的事情 素灵秀交代完毕 就继续去与两位师兄 一起参悟八卦去了 他已经气血圆满 正在积累当中 等待着底蕴足够了 便会突破仙天境 仙天之庙 许颜已经给他讲解了 时间匆匆 虽然许颜与孟冲 都没有突破 但实力却是不断增强 李玄对此也很满意 你徒弟孟冲 刀魂小城 你刀魂圆满 孟冲刀魂小城了 你徒弟孟冲 刀一小城 你刀一圆满 孟冲刀一也提升了 许颜什么时候 可明目见到第二镜啊 李玄心里期待着 许颜已经渐心通明大城 明目了第二重建议 只是受限于境界 他暂时无法施展出第二重建议来 若是许颜明目星剑境 虽然因为实力问题 无法突破 但我也能先一步 突破星剑境 李玄心里嘀咕着 星剑境 这个剑道境界太高了 许颜虽然已经渐心通明大城 然而想要明目 如何突破星剑境 该如何踏入星剑境 难度却是不小 星剑境 恐怕需要通弦之上 才能射击吧 李玄若有所思 星剑境太过玄妙 以天地万物为剑 这是何等强大 通弦境 似乎也难以做到吧 但也不一定 毕竟以许颜的妖孽程度 通弦境也能初步做到 以天地万物为剑 也并非不可能的 梦冲地叨到第二境 倒是距离还远 不过大日今生的 翘学玄妙 他倒是明目了不少 实力有了提升 李玄目光沉宁 他大日今生翘学中 已然酝养出了玄妙来 边荒舞者 数量还是太少了 不过距离突破百位舞者 也不会太远了 舞者破百 是否会等到反馈 李玄期待着 他已经是边荒舞者心中 信仰的舞道圣师 又被尊称为边荒舞祖 既然如此 修炼舞道入门者数量多了 必然是会有所反馈的 庄园外 山坡上 许颜一剑斩出 山河万象苍生剑 紧接着 山河之中 骤然雷霆狂暴 雷霆之剑 狂猛无匹 宛若毁天灭地一般 山河天地 都仿佛为之震动 震为雷 这一剑就叫做震雷剑吧 许颜难难自语一句 这是他从八卦中 参悟出来的一剑 山河万象剑道的第二剑 震雷剑 而另一边 梦冲沉冥半上 一拳轰出 风雷乍起 金光浮现 狂猛地全力 倾泻向半空 震为雷 驯为风 我的风雷金刚拳 其实也可从八卦中 得到明雾与提升 梦冲腾空而起 在半空中施展了起来 雷霆猛烈 风暴席卷 半空中淡见一股风暴 裹挟着雷霆 肆虐四方 一道金光身影 宛若金刚罗汉 狂猛无匹 邪魔退避 谢凌峰与湖山抬头看去 心中震撼不已 梦冲的实力 又变强了 这是什么拳法 当真强大无比 李玄抬头看去 若有所思 梦冲这是从八卦中 有所明悟 风雷金刚拳突破了 你徒弟梦冲 明悟风雷真意 你风雷真意大成 金光浮现 金手指反馈而来 你徒弟许言 参悟山河万象第二件 震雷剑 你震雷剑大成 许言的反馈也来了 李玄心中暗喜 当初把八卦弄出来 果然是明智之举 如今 开始有收获了 许言与梦冲 都从八卦中 有了收获 更明白八卦的玄妙 二人都只觉得 自己距离真正名物八卦之妙里 依然遥不可及 心里感叹着 师父所传 乃是真正的 无止境的武道啊 素灵秀也在参悟着 在许言与梦冲的协助下 根据他的天赋与喜好 也逐渐地有所明悟 李玄看了一眼 素灵秀参悟的 乃是与真有关的武道 经侦度学之类的 素灵秀已经参悟了 单一五点里就有 只是 更强的杀伐之术 依然缺了一些 八卦之妙 当真深不可测 每一次深入参悟 都觉得妙用无穷 深奥无比 似乎永远也参悟不完 始终只是明悟了 一点皮毛 许言指点完素灵秀后 感叹不以地道 是啊 八卦之妙 当真深奥 梦冲点头认可 连大师兄都觉得深奥莫测 可见八卦之道 是何等的强大与玄妙 素灵秀微微闭着眼睛 纵然气血涌动之间 一枚枚金针 浮现出 环绕在他身中 骤然之间 金针暴射而出 并且不断变化 某一刻宛若徐徐微风 无孔不入 无物不刺 扑 小小的金针 刺入一株树上 明明金针很小 然而扎入树里 也只是留下小小的针孔 然而 针孔四周 竟然逐渐干枯了起来 仿佛化作一节朽木 竟是被金针携带的气血 直接枯萎了树干 湮灭了生机 咔嚓一声 树断裂倒下了 许言感叹一声道 师妹这一门金针之树 不可小觑啊 细小而迅急 一旦被扎中 不死也中伤 梦冲点头道 而且 师妹的金针之树 除了杀人 还能够救人 素灵秀也终于参悟出一门针法来了 师兄 你救我的针士神 素灵秀兴奋不已 自己终于明误 一门强大无比的杀伐之树 漫天真语 如徐徐微风 刹那而至 瞬息就笼罩了许言 下一刻就要把人扎成刺猬 许言微微一笑 他也不施展先天之力 而是以气血净的实力 抬手一挥 向龙掌力环绕之间 尽数将金针收入了掌中 素灵秀的金针 固然迅极强大 小小的金针 本就难以防御的 而且穿透力极强 寻常武者气血 轻易都无法抵挡下来 而且 金针多变 防得住一枚 防不住十枚八枚 乃至成百上千枚 然而 对于许言与梦冲来说 却是终究没有多少的威胁 何况 素灵秀参悟金针 也是有二人的功劳 对于金针之法 已然有所了解 梦冲的大日金针 甚至都不用刻意抵挡 金针都无法破他的防 对于许言而言 素灵秀的金针固然不俗 但纵然同镜之下 无法对他造成丝毫威胁 哪怕素灵秀偷袭 也是如此 师妹的金针之法 对付别的舞者 却是轻而易举的 许言笑呵呵地 把金针还给他 师兄实力也太强了 素灵秀 一脸郁闷之色 他感觉自己的金针 已经很强大了 结果轻松被破 我这门金针 就叫驯风神针 素灵秀兴奋不已 旋即他拎起了 自己携带的铁锹 道 以后 我要参悟一门铁锹之法 专门埋人 突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兴冲冲地离去 道 我去找湖山试试金针 许言摇了摇头 湖山可能要吃些苦头了 素灵秀固然还没有 突破先天境 不过实力也远非一品舞者可以比的 寻常宗师舞者 都不是他的对手 八卦感悟 暂且告一段落 接下来 就是魔力自身 增强底蕴 争取早日突破 先天圆满后 巅峰大宗师 也能轻松击杀了 梦冲斗志昂然 他要准备突破 大日金身大城 只要突破 大日金身大城 就可以不惧大宗师了 被黑袍人大宗师 追杀了一段时间 他心里憋着气呢 等到突破后 也该杀一杀大宗师出口气了 正好风雷金刚拳有了突破 天地霸刀 也差不多有突破了 从八卦之中参悟出来的 都可以找大宗师试试拳 试试刀 他也想一拳打爆大宗师啊 大师兄去内狱 是何等威风霸气 杀宗师 打爆大宗师 都是一路横推的 梦冲想到自己去内狱 除了一开始 杀宗师如宰鸡一般 结果后面 被黑袍大宗师追杀了 灵精也没赚到多少 好在灵要宝地里 灵要不少 总算没有白去内狱一趟 你徒弟素灵秀 从八卦中参悟出驯风神针 你驯风神针大成 金光浮现 李璇已经平静无波了 只是这一门驯风神针 他内心毫无波动 甚至都不会动用 他一个大老爷们 捏着金针出手 撒出一枚枚金针 画风多少有些 不服他的绝世高人风资 脑海中 情不自禁地就会想起 一个叫东方不败的家伙 首飞秀花针的画面 素灵秀开始教授 那批少年男女 练习练丹步骤 他挑选天赋最好的几人 学习练丹的最后步骤 宁练成丹 学习练丹 哪怕只是一个步骤 也是需要反复练习的 所以 药材的消耗必然不少 练习阶段 用的都是普通药材 等到熟练了 再以保药练习 最后才会是零药 而且要控制失败率 提升练丹成功率 这都需要时间积累 而且气血丹 运气丹 疗伤丹 练制手法有所不同 每个步骤略有差异 不过差异不算大 只要掌握了 其中一个单方的炼制手法 其余单方的炼制手法 学习起来就容易多了 首先从低阶丹药开始炼制 比如用保药炼制的 可以辅助炼骨 炼脏 乃至辅助感应气血的丹药 这自然就导致了 炼丹房里 每天都出产了不少低阶丹药 肺丹也不少 不过随着炼丹熟练 肺丹的数量开始减少 成品丹药 自然是长青阁成员 换取药材 乃至收拢合适的舞者 加入长青阁 作为外围成员 在丹药的强大诱惑力下 诸多开始修炼的舞者 都想加入长青阁 而加入长青阁的条件 却是非常苛刻的 年龄上有限制 天赋上有限制 都是精挑细选 至于肺丹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全都给赤猫吃了 赤猫有些嫌弃的 毕竟吃惯了灵药炼制的肺丹 这些普通肺丹 他都不想吃了 但这是素灵秀给他吃的 名义上帮忙消耗一下 不能浪费了 为了讨好素灵秀 为了不让素灵秀不喜 赤猫直接一口闷 只能全都吞了 等到每一种丹药 炼制成功率百分百之后 才会开始炼制下一种丹药 只有如此 才能在炼制新丹药时 减少失败率 灵药看似很多 也经不住糟蹋的 师兄们为了灵药 可是奔波了不少时间的 所以 为了炼制灵药时 尽可能减少失败率 素灵秀对于炼丹成功率 要求很严格 寇若智舞蹈入门了 突破了气血镜 他兴奋不已 终于成为一名舞者了 阁主 我突破了 寇若智第一时间 来向素灵秀 禀报自己突破的事情 很好 你暂且将长青阁的事情 交代给云山 你去一趟内宇 我有些事情要你办 素灵秀点头道 是 阁主 寇若智郑重地点头 云山就是云山县令 他能够成为当初天母教 掌控云山县的人 自然是有些能耐的 并非纯粹的莽夫 而且 云山也是寇若智拉拢 进入天母教 也属于长青阁里的核心人员 等寇若智安排完长青阁的事情 素灵秀就开始交代他去内宇的事情 第一项事务 自然是为了长青阁 进入内宇做好准备 首先 摸清楚铁山县舞者实力 以及该在哪里建立长青阁 具体该如何运作等等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尝试着建立 属于长青阁的情报体系 内宇大致情形 素灵秀都一一讲解给寇若智明白 具体如何行动 就要看寇若智自己了 素灵秀相信 以寇若智的才能 应该很快就可以把任务完成 当初留下寇若智 也是看上了他的能力 你行事小心一点 暂且不要暴露了边荒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的 素灵秀最后说道 阁主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长青阁 必然会响彻内宇 一离内宇之巅的 寇若智神情激昂 满怀壮之地道 你若真有这个能耐 你寇若智之名 必然在武道史上 留下浓重一笔 素灵秀笑着说道 寇若智文言 愈发兴奋了 当天 寇若智拿着素灵秀给的一点灵精 和几张灵票 离开了边荒 前往内宇铁山线 灵精与灵票 自然是许言带回来的 素灵秀看向内宇方向 明亮的眸子里 闪过杀鸡 他 即将要回到内宇了 黑袍人这个势力 他必然要连根拔起 彻底灭杀的 寇若智气血进入门 理论上对应三品舞者 不过比内宇三品舞者强很多 铁山线除了天宝阁 绝对不存在宗师舞者的 甚至三品舞者都未必存在 一旦突破三品了 铁山线的舞者 都会离开这贫瘠之地 素灵秀心里想着 以寇若智的实力与手段 相信很快就可以在铁山线立足 完成他交代的任务 当然组建情报体系 这个难度很大 一时半会儿是绝对无法做到的 我该突破仙天境了 素灵秀准备突破仙天境了 底蕴积累已然足够 但一五点仓物更深 更是明误了千叠幻影神法 以及驯风神针 也该到了突破的时候了 师父 我要突破仙天境了 素灵秀一边给师父沁茶 一边说道 嗯 李玄手里把玩着欲如意 点了点头 师父 突破仙天境 你有什么建议吗 素灵秀问道 李玄沉吟了一下 许言突破仙天境 以剑意融入自身 蜕变为灵谷 梦冲也是差不多 都有了不小的蜕变 若是许言突破通玄境 李玄甚至怀疑 他依然会进一步蜕变 灵谷进一步增强 或者是蜕变为灵体 而素灵秀 修炼的是单一舞蹈 并没有领悟剑意 刀意 真意之类的 突破仙天境时 如何进行蜕变 李玄一直怀疑 素灵秀拥有特殊体制 在得知他的身世 以及他母亲一位宗师舞者 在生了他后 因为损耗过大 最终病亡了 所以 李玄怀疑素灵秀的特殊体制 恐怕并不完整 突破仙天是一个契机 蜕变自身的契机 于是开口道 你修炼的是单一舞蹈 突破仙天 想要蜕变 要在单一一道上花心思 长青骨生机绵绵 以此为根基 升华自我 你两位师兄 突破时以剑意 刀意魔力自身 因而蜕变 你既无领悟剑意 也无领悟刀意 这也并非你之所擅长 那就在单数一道上 花些心思 素灵秀若有所思 好伴赏 点头道 谢谢师傅 我知道怎么做了 李玄点了点头 素灵秀能明悟方法 意味着 他突破仙天境 也会有所蜕变 兴许是将他的特殊体制 升华到新的层次 素灵秀开始为突破仙天境准备 他在琢磨着单方 花了几天时间 他组合出了一张单方 于是开如炼丹 主要是三种六品灵药 左药也是七品 这是他炼制的 品阶最高的丹药 所以 他非常小心翼翼 不敢有丝毫分心 一旦炼制失败 损失可不小 终于 丹药顺利炼制成功 一共九枚 青绿香蕉 光泽圆润 仿佛蕴含薄薄生机 李玄看着若有所思 庄园外 山峰上 一株大树下 素灵秀盘歇而坐 他正在突破仙天境 许言 孟冲 与谢灵风湖山二人 都在远处观看着 周英既紧张又欣喜 宠溺的目光 看着远处的少女 突破仙天境 对于素灵秀而言 并没有难度 只是能否借此突破 蜕变升华 才是未知的 天地桥贯通 天地灵气入体 身上泛起了淡淡的清光 蕴含着薄薄生机 那株大树的嫩芽 仿佛开始快速生长似的 谢灵风与湖山 一脸羡慕之色 在边框都能修炼 都可以导引 天地灵气入体 并且突破境界 这才是真武道 武道就不该有 条条框框的限制 二人在边框修炼 全靠丹药 炼化运气单修炼 速度倒也不慢 只是 终归无法感应天地灵气 有些郁闷 素灵秀身上的清光 越来越强 也越来越绵长 哪怕隔着遥远 都能够感受到 勃勃的生机质感 气势也在蜕变中 某一刻即将突破先天时 似乎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 灵气灌入体内 却是没有凝练成先天真气 许颜宁眉 默默地注视着 同时查探着素灵秀的情况 周英一脸紧张之色 忍不住问道 许公子 小姐她怎么了 哪怕她 才气血进小城 差一点才能突破气血进大城 也能看出来 素灵秀突破 似乎遇到了什么情况 师妹的身体 似乎在被动吸收天地灵气 就像 许颜宁眉沉思着 就像一个饥渴的人 在疯狂地喝水 周英不由地担忧起来了 那怎么办 师妹 准备了丹药 应该问题不大 许颜也有些担忧 素灵秀此刻 也发现了自己的体内情况 心里有些疑惑 慌忙将一枚丹药放入口中 丹药瞬间化开 勃勃生机 正在体内诞生 她深吸一口气 继续运转功法 丹一五点在脑海中闪过 继续吃了一枚丹药 开始淬炼长青鼓来 同时 一枚枚金针浮现 扎入她的周身翘穴之中 金针颤动着 仿佛勾连天地灵气 正在激发翘穴神韵 丹药又一枚吞浮 浓郁的生机 以及一绵长的赤裂之气 在体内流转着 在刺激着长青鼓 某一刻 长青鼓在绽放着淡淡青光 生机变得愈发绵长 素灵秀发现自己的身体 似乎在蜕变中 有一种青河身边大树的感觉 仿佛一念之间 可以操控大树似的 天地灵气灌入体内 通过天地桥 不再四散而开 被身体吸收 而是冲击丹田 在开辟丹田气海 李玄迈着悠然的步伐而来 看着突破中的素灵秀 果如她所料 素灵秀有特殊体质 只是并不完整 属于受限于环境 先天不足导致的 不过 她淬炼了长青鼓 如今突破先天 在丹药辅助下 特殊体质不但弥补完整 更是蜕变升华 即将蜕变为更强的体质 看到李玄出现 许颜慌忙开口问道 师父 师妹她这是什么情况 小问题 李玄神色平静无波 手里的玉如意 滴溜溜地转着 这个时候 该显露一下 为师早已看透一切的姿态了 小妮子体质原因 受限于环境 先天亏虚 导致不足 如今不过是在弥补亏虚而已 李玄淡然地说着 仿佛她早已看透了一切 此次突破先天 她已有准备 不但可以弥补体质的亏虚 更能升华蜕变 获得更强的体质 李玄注视着素灵秀 此刻她已经进入突破尾声了 青光萦绕 她身边的大树 都仿佛散发着生机 进入素灵秀体内 原来如此 许颜恍然 不愧是师父 一切尽在掌握中啊 师父 师妹突破后 是什么体质 许颜好奇地问道 她突破后 玉骨进一步蜕变 成为了灵骨 以玉骨为根基的灵骨 相当强大 任何一个舞者 若是要与她比消耗 绝对无法耗得过她 李玄笑了一笑 没有回答是什么体质 关键她还没有获得 经手之反馈 也不知道素灵秀 现在是什么体质 而是道 徒儿 体质不是唯一的 从凡尘逆袭 一进一蜕变 根基魂后 蜕变的体质 必然更牢固 更坚不可破 一路升华 与先天体质比肩时 你将比他们更强 更坚不可摧 更不可摧毁 李玄说这番话 是为了让许颜 以后突破境界时 都能够不断地 升华与蜕变 别人兴许做不到 许颜很有可能做得到 师父这是在告诉我 世间有先天体质 是很强大的 而我虽然没有先天体质 却是可以不断蜕变 超越他们 他们先天体质 已经难以更进一步 而我从凡尘崛起 永无止境 许颜心里振奋不已 热血沸腾 师父是在提醒我 以我的天赋 可以不断蜕变 不断升华的 就是一种体质 而且是真正的 永无止境 永无上限的 许颜不断脑补着 越脑补越是激动 越是感觉到 师父的身不可测 早已洞悉一切 言行之间 都是在教导着自己 在阐述着无上舞蹈 李玄默默瞥了一眼许颜 这徒弟 肯定又是在脑补什么了 脑补好啊 越是脑补 越是强大 越能参悟出 强大的舞蹈来 李玄心里暗暗兴奋 不怕徒弟脑补 就怕徒弟不会脑补 肃灵秀突破 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 正在升华与蜕变中 李玄转身 迈着悠然的步伐 返回庄园里 他期待着 肃灵秀蜕变之后 会是什么体质 能够给他带来 什么样的反馈 他现在是先天不灭灵骨 以及龙腾山和灵体 若是肃灵秀升华蜕变 以他特殊的体质 自己能够获得什么体质呢 龙腾山和灵体升华 先天不灭灵骨 已经很强大了 毕竟是先天灵骨 虽然他口上对许颜说 不要再于先天体质者 实则 任何一个拥有先天体质者 天赋都是极其不凡的 岂不阶段 就抛离了无数舞者 有多少在微末崛起的舞者 可以追赶上的 当然 许颜毕竟不能以常理看待 李玄自信 即便真的存在强大的先天体质者 也会被许颜抛在后面的 何况许颜修炼的 是他编出来的强大舞蹈 玉骨也好 或是许颜现在的龙腾山和灵骨 都不输给那些先天拥有的 特殊体质者 甚至更强 我的先天灵骨 可不是那些先天强大体质者 可以比你的 李玄心里想着 回到庄园里 在椅子上坐下 悠哉悠哉地 等待着金手指的反馈 素灵秀正在蜕变中 他感觉自己变得愈发清零了起来 似乎与草木花朵 有着天然的清和之力 乃至于 对灵药都变得敏锐 可以清晰洞悉灵药的特性 乃至其生长年份等等 即便他不熟悉的灵药 若是见到了 似乎都可以明晰 灵药的特性与作用 天地灵气灌入 先天真气不断凝练出来 绵绵无尽 生机勃勃 真气温和绵柔 却又潜藏着猛烈之意 手掌上 一缕淡青色的真气之火 浮下出 熊熊燃烧着 先天真气化为的丹火 轰隆 素灵秀再次吞下一枚丹药 突破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身体的蜕变 也到了最后阶段 单一舞蹈的先天静 静是如此的 素灵秀体悟着自身的变化 心中喜悦 实力在暴涨中 哪怕只是先天入门 巅峰宗师也不是他的对手 论实力 固然不如许言与梦冲 毕竟单一舞蹈 并非以沙伐见长 然而依然吊打内域宗师舞者 但这还不足够 黑袍人势力中 可是存在大宗师 以及巅峰大宗师的 他想要对付巅峰大宗师 必须先天静圆满以上 不过有两位师兄在 他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就算大宗师来袭 我哪怕不敌 也能逃得掉 素灵秀心里想着 当然 若是真有大宗师来袭 他也根本不用逃 且不说师父在 仅凭两位师兄 就足以解决大宗师了 轰隆 某一刻 素灵秀身上 绽放出青色光滑 草木滋生 叶子也变得更翠绿了起来 突破先天静了 体质 也升华蜕变完毕 你徒弟素灵秀 突破先天静 你单一五道 提升到通旋静 金手指的反馈来了 单一五道 随着素灵秀突破 提升到了通旋静 实力又有了一些增长 你徒弟素灵秀 突破先天静 蜕变为青木灵体 你获得先天灵体 青木灵体 素灵秀的特殊体质 经过升华与蜕变后 变成了青木灵体 先天灵体 李玄体悟着身体的变化 获得先天灵体后 感觉到与先天不灭灵骨 完美契合 肉身变得更强了 与天地灵气的清和度 再一次暴涨 灵气无时无刻 都在涌入它体内 刹那之间 就化为了先天真元 与灵气入体绵绵温和的 外人根本察觉不到异常 若是靠近它 只会觉得 灵气似乎变得浓郁了一些 龙腾山河灵体 升华为了先天灵体 囊括了龙腾山河灵体的 一切特性 且更为强大 实力又变强了 李玄兴奋不已 真正的快乐源泉 是实力的增长 小妮子给力啊 不枉我当初 收她为徒弟 更出手 打死一个大宗师 李玄非常满意 三个徒弟 各有所长 每一次实力提升 都会给她带来 丰厚的反馈 当然 许颜是三个徒弟中的核心 许颜突破通玄境时 若是再蜕变 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反馈 超越灵骨 灵体 李玄满怀期待 许颜距离通玄境 不会太远了 她目前正在积攒底蕴 即将突破先天圆满 苏灵秀突破后 正在沉淀中 许颜与梦冲 继续完善自身 积累底蕴 积累底牌 准备突破 谢灵风受到刺激了 她感觉 自己可能打不过苏灵秀啊 不敢有丝毫懈怠 勤奋地修炼着 争取早日突破大成宗师 雨湖山 更是郁闷了 苏灵秀没有突破时 找她切磋过 她没能防住那些金针 被扎了好几下 现在苏灵秀突破了 她可能会被扎成刺猬 我不能与天交比 我湖山要与内城的宗师比 铜镜之中 我可是很强的 湖山心里如此想着 顿时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 周英激动不已 原本需要她庇护 需要她呵护的小姐 如今实力远远超过她了 我也要早日突破先天境 周英也埋头苦修了起来 她距离气血镜大成 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苏灵秀沉淀突破后的收获 整个人都兴奋不已 终于突破先天境了 而且自己的体质 似乎有些不凡 师父 我是什么体质啊 苏灵秀团来了 给师父捏着肩膀 高兴地问道 青木灵体 李玄淡淡地开口道 那我是不是 天赋很妖念 苏灵秀愈发高兴起来了 青木灵体不算什么 不要固步自封 要有志气 不断地升华自我 李玄严肃地道 知道了 师父 苏灵秀吐了吐舌头 娇笑地道 突破先天境 升华了青木灵体后 苏灵秀开始了第一次练丹 双手丹火熊熊燃烧 直接徒手练丹 速度之快 超乎他的想象 很快 一炉丹药就练制成功了 而且 品质比气血进食练制得更佳 接下来 他接连练制了各种丹药 很快就积攒了一堆丹药 气血丹 运气丹 强身丹等等 苏灵秀突破先天境后 愈发忙碌了起来 他要为回归内域做准备 抽出更多的时间 指点长青阁炼丹学徒 争取早日以灵药炼丹 并且提升成功率与品质 周英气血尽大成了 十二有些郁闷 他反而落后了一点 赤猫的体型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像一只胖虎 不过他的气息 依旧在不断增强 肉身变得更为强悍 但距离 踏入大腰门槛 有些遥不可及的感觉 时间就在这忙碌中流逝 终于 第一批流水线炼制气血丹 从丹房里炼制了出来 品质尚可 失败率不到三成 素灵秀松了一口气 好在失败次数不多 浪费的灵药也不多 接下来就是运气丹 强身丹 疗伤丹的炼制 赤猫这些天都吃撑了 他趴在地上 一动都不想动 看着面前的大盆里 还有一小半的肺丹 他有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 赤猫 快吃啊 不要浪费了 素灵秀又将一把肺丹 放入盆里 催促道 吼 赤猫委屈地嘀吼了一声 他真的吃不动了 素灵秀皱起了眉头 手里 捏出一枚金针 盯着赤猫寻找合适的翘穴 帮助他炼化一下 吃进去的肺丹药力 不过看了看手里的金针 对于赤猫庞大的体型而言 这针有些短了 于是叫来十二 让他去 准备一副一尺来长的金针 李璇听着庄园外 赤猫委屈地嗷嗷叫声 嘴角不由地抽了一抽 素灵秀正王 用长长的金针 刺激赤猫的翘穴 帮助他消化丹药呢 那一盆丹药 不仅快吃了 容易浪费 本着灵药辛苦所得 一丝一毫都不能浪费的原则 素灵秀只能出手 协助赤猫消化肺丹药力 被扎得多了 赤猫就记住了那些翘穴了 咦 赤猫你竟然这么快就吃完了 几天后 素灵秀惊喜地发现 赤猫很快把肺丹吃完了 而且意犹未尽的样子 李璇盯着赤猫看了很久 这只胖虎 大抵真的要变成大妖了 谢灵风突破大成宗师劲了 他很兴奋 去找许颜切磋剑道去了 虽然未必能接得下许颜一剑 但魔力剑法 也能有不小的提升 素灵秀的流水线炼丹 终于成功了 气血丹可以百分百炼制 运气丹也接近百分百炼制 每天的产量不低 不缺丹药 长青阁的成员 修炼武道速度 顿时大增 不是灵药炼制的丹药 已经开始在边荒流传 使得边荒舞者修炼速度提升了不少 素灵秀开始钻研 如何炼制天滴水 这一株五品灵药 炼制天滴水 必须非常慎重 毕竟一旦炼制失败 损失巨大 五品灵药 本就是可遇不可求 何况是天滴水这样的珍惜灵药 你徒弟许颜 突破先天圆满 你真圆翻倍提升 金光浮现 金手指反馈来了 许颜突破先天圆满了 李玄心里激动不已 许颜距离通玄 真就一步之遥了 待他突破通玄 便可以传他通玄之上的功法了 不过 许颜突破先天圆满后 没有一口气突破通玄 而是继续魔力自身 再不断积累底蕴 他要将自身底蕴根基 积累到一个极其强大的地步 才突破通玄境 如此突破后的实力 将会更强大 李玄能够感受到 许颜的变强 以及他的一些变化 这是为了突破通玄境时 可以升华蜕变 而增强底蕴 李玄心中了然 这也是许颜没有一口气 直接突破通玄境的缘故 每个境界突破 都为了升华蜕变 我那一番话 许颜是牢记在心了呀 为了碾压可能存在的 先天体质者许颜 由此雄心壮志 李玄很欣慰 不过是持一点突破通玄境而已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何况 若是突破时 真的能够升华蜕变 哪怕推迟一两年突破 都是值得的 当然 许颜最多也就积累个一两个月 就会突破通玄了 许颜突破先天圆满后 指点父母修炼 又去了齐国京城 指点外公等人修炼 在丹药的孕养下 郭荣山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修炼舞蹈变得容易了起来 如今距离舞蹈入门也不太远了 而郭云开已经气血进入门 边荒舞蹈界发展 开始进入高速期 即将出现更多的舞者 李玄期待着 舞者数量多了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反馈 你徒弟梦冲 突破大日金身大成 你大日金身翻倍增强 梦冲突破了 金手指的反馈 并非大日金身突破 而是翻倍增强 虽然境界没变 然而却是更强了 李玄看着大日金身 翘学运养的玄妙 心里感叹着 孟冲终于是在翘学中 开始了仰刀 已经具备了一些底牌了 孟冲如此 许言只会更强 他的山河建议 恐怕已经运养了强大的底牌 李玄看了一眼自己的建议 心中了然 我纯粹舞蹈 肉身舞蹈 单一舞蹈一体 不会有任何冲突 反而圆润如一 这是因为都是我创出来的舞蹈 所以才能舞蹈归一 李玄心里想着 如此说来 我编再多的舞蹈 也能够舞蹈归一 最终是否会因此 而蜕变为更强的舞蹈 李玄好奇地想着 不过 要编舞蹈可不容易 找到参悟出来的人 就更难了 还是等可以用上金手指了 再试试编心舞蹈吧 李玄心里有了决定 意识集中 又看到了那一抹淡淡的金光 那就是金手指所在 距离看到金手指全貌 已经不会太远了 按照推测 不出意外 舞蹈第四镜 通悬之上 大抵就能看到金手指 利用金手指了 许颜回家去了 梦冲除了修炼之外 就在叫十二刀法 周英见此 也去找梦冲传授 素灵秀在研究丹方 为了炼制天滴水做准备 提升资质 天赋的丹药 这是何等珍贵 当然 对于天赋太强的人而言 兴许没有多大的作用 比如他轻木灵体 哪怕天滴水炼制出来丹药 也无法提升他的天赋的 毕竟这一株天滴水 不过无品灵药而已 对天赋的提升 也是有限的 但对周英 十二等人而言 却是可以大大的提升天赋 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周英气泄境圆满 距离先天境也不远了 不过 他需要沉淀一段时间 毕竟如此迅速提升修为 依靠的是丹药 终究有些虚浮了 十二气泄境大成了 素灵秀 距离先天境小成 也不太远了 这一个月来 他炼制了好几次丹药 天滴水的丹药丹方 已经钻研了出来 只差开炉炼丹了 一株六品灵药 在素灵秀手中融化 淬炼出精华来 然后小心翼翼 装入一个浴瓶封闭好 接着又萃取 另一株六品灵药 为了确保炼制天滴水顺利 素灵秀只能提前将左药萃取出来 如此炼制之时 只需萃取天滴水 再融合凝炼成丹 失败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徒手炼丹之术 经过如此这些时日的钻研与练习 已经炉火纯青了 李玄见此 估摸着差不多 该传素灵秀虚空炼丹术了 等到他参悟了虚空炼丹术 以此为根基 进一步参悟更高层次的虚空炼丹术 素灵秀准备开炉炼制天滴水 李玄把他叫了过来 师父 你觉得天滴水能炼制成功吗 素灵秀紧张地问道 五品灵药啊 太珍贵了 仅此一株 他自然感受到压力 心里有些紧张 炼丹 尤其是高品丹药 新的丹药 最计心服气躁 最计信心不足 沉心尽气 全神贯注 尽力即可 若是还没炼丹 就信心不足 就无法沉心尽气 那便不要炼制 你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时 失败概率更高 李玄平静地说道 由于天滴水太珍贵了 仅此一株 为了获得这株灵药 孟冲可是被大宗师追杀了一段时间 正因为如此 素灵秀生怕炼制失败了 对不起两位师兄 所以心里压力很大 师父 弟子明白了 素灵秀一正 郑重地点头道 你炼丹术 已然大成 徒手炼丹 以炉火纯青 今日为师传你虚空炼丹术 李玄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素灵秀大喜 谢谢师父 虚空炼丹术 以虚空为炉 容炼丹药 这是炼丹之道的基础 你要以此为基础 去参悟炼丹之道 而不是停留在虚空炼丹术上 要多去感悟 丹既是丹药 也可以是其他 李玄严肃地说着 提醒他要多去参悟 以此为基础 参悟更强的炼丹术 素灵秀郑重点头 道 师父 弟子明白 一定不会顾不自封 我知道 师父传的是道 更多的是 需要弟子去炼丹术 我一定不会 只停留在虚空炼丹术上 我会以此为基础 去参悟更高的炼丹术 去炼丹之道 李玄欣慰的点头 正如单一五点 我已经有新的想法了 相信不久之后 我会以此为基础 参悟出更高层次的单一五点来 素灵秀接着兴奋地道 李玄愈发欣慰了 如此说来 要不了多久 自己就能获得 更高层次的单一五点了 不错 你能由此觉悟 为师欣慰 李玄赞赏地道 接下来 传素灵秀虚空炼丹术 学了虚空炼丹术后 素灵秀自然无法 马上就能够施展出来 毕竟他 才先天进入门 施展虚空炼丹术 还差了一些实力 不过从虚空炼丹术上 他也领悟了一些炼丹术 徒手炼丹之法 更上一层楼了 原本准备炼至天滴水的 由于参悟虚空炼丹术 因此而推迟了 几天后 素灵秀炼丹术又有了进步 他对于炼至天滴水 信心大增 准备开炉炼丹了 许言也回来了 师妹 相信自己 尽力而为即可 不要怕失败 不过是一株灵药 虽然是无品灵药 既然能有一株 自然会有第二株第三株的 看得出来 素灵秀压力很大 生怕炼至失败了 于是许言开口说道 大师兄说得对 本家的能够找到一株 也有机会找到第二株 失败了就失败了 带我去了内狱 找本家的 让他多找找就是了 孟冲也开口道 嗯 师兄放心 我有信心 素灵秀捏着拳头道 谢灵峰湖山二人也凑过来了 无品灵药啊 这是何等珍贵之物 无品灵药炼至出来的丹药 又将是何等神效 所有人都好奇地凑过来 看素灵秀炼至天滴水 就连趴在庄园外的赤猫 也跳了进来 趴在一旁看着 李玄怀疑 赤猫可能希望炼至失败 毕竟只有炼至失败了 他才有机会 吃到如此珍贵的灵药 这只大猫 灵质似乎提升了一些 李玄坐在椅子上 看了赤猫一会儿 若有所思 素灵秀在炼至天滴水前 首先炼至另一种丹药 也是他近些时日 才钻研出来的丹药 品阶不低 功效非凡 回生丹 一种疗伤丹药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能救回来 并且具有修复根基的功效 他先以回生丹 熟练一番 下一炉再炼至天滴水 胡山 我们见尊雅 有五品灵药吗 谢凌峰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啊 胡山挠挠头道 谢兄 你们见尊雅 如此强大的势力 抵蕴身后 不可能没有五品灵药吧 许言好奇地道 不好说 谢凌峰摇头道 五品灵药 真的是凭机缘的 而且内狱 恐怕真的急急洗手 否则不可能天宝阁没有售卖 沉吟了一下 又道 剑尊雅毕竟传承久远 我是倾向于 有五品灵药珍藏的 但这应该是真正的底蕴啊 我还接触不到 等回去了 我问问我爹 许言觉得有道理 五品灵药 必然是真正的底蕴之一了 少爷 若是有五品灵药 不如炼制成丹药 底蕴会更强啊 湖山一脸心动地道 一株五品灵药 动用之时 不过一人服用而已 即便分开来 也不过二三人服用 已是极限了 若是炼制成丹药 说不定他都有机会服用 道理是这个道理 我爹愿意给我才行啊 谢凌峰无奈道 素灵秀全神贯注的炼丹 一如回生丹 顺利炼制成功 一共三十六枚 分别装入三个玉瓶里 这是回生丹 即便是大宗师遭受重创 只剩下一口气 都能救回来 且可以修复损伤的根基 素灵秀将三瓶丹药 放在桌子上道 我要一瓶如何 十株六品灵药 谢凌峰激动地问道 可以 素灵秀点头道 十株六品灵药 购买一瓶回生丹 他大赚了 当然 对于谢凌峰来说 他也觉得自己大赚了 若是没有交情在 别说十株六品灵药了 就算一百株 也买不到如此神效的丹药 多谢 谢凌峰激动地收起一瓶丹药 素灵秀开始炼至天底髓了 他神色严肃 全神贯注 不敢有一丝分心 许颜等人 秉息静气 不敢发出任何一丝声响 生怕干扰了素灵秀炼丹 为此 许颜还瞪了趴在一旁的赤猫一眼 警告他 不要发出声音来 否则顿虎肉吃 赤猫下的大气不敢喘 所有人里面 他最怕许颜了 若是真要顿了他 谁也拦不住 至于主人李玄 那肯定是不会拦的 大徒弟才是他心里最重视的 天底髓炼至比较慢 而且消耗不小 素灵秀额头都冒出了汗珠 却是丝毫不敢分心 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丹火 某一刻 素灵秀双手一拍丹炉 丹药炼至成功了 原本三十六枚的丹药 终究有六枚成为了残次品 其余三十枚丹药 金银如露珠 诱人无比 丹香凝而不散 唯有凑到鼻尖下 才能闻到那淡淡的 沁入心皮的丹香 虽然失败了六枚 但终究是炼制成功了 素灵秀兴奋不已 桌子上摆放着三十六个小小的玉瓶 这些都是灵玉瓶 湖珊去铁山县购买来的 一个玉瓶 装一枚丹药 这是五品丹药 天髓丹 具有提升天赋 提升悟性的功效 素灵秀兴奋地说道 竟然能提升天赋和悟性 谢灵峰与湖珊震惊不已 对于武者而言 天赋与悟性 无法更改的 当然 素灵秀点头 又道 不过 若是天赋太高 悟性太强 五品天髓丹 倒是起不了什么作用 毕竟 天赋已经远远超过了天髓丹的极限 就仿佛一滴水 滴落海洋中 根本看不到增长 而天髓丹 第一枚效果最好 第二枚会减半 三枚已是极限 三枚之后 就起不到任何增幅作用了 许言道出一枚天髓丹在手里 端向了半场 道 对我没什么用处 李玄心里呵呵一笑 何止天髓丹对你无效 世间任何增幅天赋 悟性的宝物 品阶再高的丹药 也对你无用 你的妖孽 早已不是天赋和悟性可以衡量的了 梦冲也摇了摇头 这天髓丹 对他也没用处 毕竟 他其实已经不是肉体凡胎了 自从淬炼出金刚流离骨那一刻起 就已经超过了肉体凡胎 天赋与悟性 早已非凡 胡杉激动不已 浑身都在颤抖着道 二十株六品灵药 我要一枚天髓丹 他缺什么 缺的是天赋与悟性啊 没问题 素灵秀塞给了他一个玉瓶 二十株六品灵药不少了 看在娇情的份上 就卖他一枚 接着 他看向谢灵风 你要不要 谢灵风嘴角抽了一抽 许言与梦冲 包括素灵秀 都用不上天髓丹 他见尊牙第一天交 竟然要用天髓丹 提升天赋与悟性 差距太大了呀 有点没脸见人 要 谢灵风点头 素灵秀给他一个玉瓶 又是二十株六品灵药到手 你天赋不差 天髓丹对你的提升 可能不会太高 素灵秀提醒道 天赋越高 悟性越高 天髓丹的效果 就会越不明显 我明白 谢灵风点头 能提升一点是一点 梦冲收起一枚丹药 道 答应给本家一枚的 有了丹药 他尝到好处后 干活必然更卖力 梦叔叔尝到好处后 必然卖力 去寻找五品灵药的 剩余的丹药 许颜要送给父母亲人 周英一枚 十二可怜巴巴地看着 素灵秀也给了他一枚 三十枚丹药 最后剩下了十六枚 素灵秀将其收了起来 十六枚天髓丹 极其珍贵 毕竟能否再找到一株 具有提升天赋 或悟性的五品灵药 都是未知数的 这都是留待 以备不时之需 许颜拿着丹药 迫不及待去给父母等人 谢灵风与湖山 各自找个地方服用丹药 周英与十二也是如此 吼 赤猫可怜巴巴地看着素灵秀 目光不断地瞅着那六枚残次品 咦 赤猫你好像变聪明了 素灵秀惊奇不已 伸手揉着赤猫的大脑袋道 那 给你一枚 素灵秀将一枚残次品 扔入赤猫口中 伸手揉捏着赤猫的大脑袋 道 你吃了不少丹药了 若是不能修炼成大腰 可以变大变小 我都想把你练成大猫丹了 赤猫翻了得深 眼神里露出了急迫之色 生怕真的被练成丹了 李璇看着赤猫 残次品的天髓丹 也是有效果的 赤猫吃了一枚 应该能提升一些悟性吧 依照目前赤猫的变化 似乎正在朝着大腰蜕变中 身躯越来越庞大 而且体内蕴藏着 庞大的气血 肉身也不断变强 看似胖虎 然而弱论实力 恐怕寻常宗师舞者 都无法对付他 赤猫回到庄园外 趴在地上眯着眼 似乎在消化天髓丹残次品 肃灵秀成功炼制了天髓丹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他将心思放在了修炼上 继续参悟丹一五点 与虚空炼丹术 钻研各种丹方 同时未进入内域做准备 寇若志去了内域有一段时间了 差不多也该回来了 周英炼化了天髓丹后 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天赋得到了提升 修炼起来变得容易了 而且 关于突破先天境 也不再是难以明误 他兴奋地开始参悟先天境功法 为突破先天境做准备 十二也很高兴 他感觉到了自己天赋的提升 天髓丹当真是太神奇了 谢灵风感觉不太明显 略微觉得自己心境成名了一些 似乎是悟性有了提升 他本身天赋就不弱 天髓丹对他的作用 自然就弱了 胡山感受较为明显 他兴奋不已 正在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大成宗诗境 距离一百位舞者入门 只差不到十人了 李璇心里期待着 随着修炼舞蹈的人多了 且有了丹药辅助 舞蹈入门者破败 已经不远了 目前而言 边荒舞者主要集中在 许家与长青阁 其余修炼舞蹈者 大都处于基础镜 距离气血镜 还有一些距离 这一天 寇若智回来了 正在向肃灵秀 禀告任务 长青阁已经在铁山县建立了分部 而且并非在县城内 是在县城外 建了一座庄园与高楼 以他的实力 轻松就获得了地盘 且初步为长青阁打响了名头 并且与铁山县的天宝阁一名管事 接触上了 未将来可能的合作 打下了基础 此事 你办得很好 这是赏你的 素灵秀满意地点头 给了寇若智一瓶丹药 用于修炼所用 谢阁主 寇若智欣喜不已 继续努力吧 长青阁若是发展好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 比如提升天赋与悟性的丹药 是 阁主放心 寇若智拍着胸口保证 一定竭尽所能 将长青阁发展壮大 准备进入内狱吧 炼丹房事关重大 你应该心中有数 进入内狱后 但要如何利益最大化 如何获取资源 你把制定一个方法给我看看 素灵秀接着吩咐道 阁主放心 我心中有数 寇若智点头 这是他擅长的事情 迟疑了一下 寇若智又道 阁主 生意之事 其实有个更合适的人选 就是许君和 他可是个狡诈 看到素灵秀目光瞪了过来 寇若智慌忙改口道 他是个足智多谋的人 生意手段非凡 我也不如啊 素灵秀不由地点头 关于大师兄的父亲 许君和的事迹 他也是知道的 毕竟这是一个 真正从微末之身崛起 成为一方巨富的传奇人物 我跟大师兄说一下 问一下伯父的意见 素灵秀开口说道 我感觉许君和 可能也在准备进入内狱 要不要我联络他一下 寇若智问道 一起去内狱吧 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铁山县是个小地方 倒也不存在什么危险 许言的声音传来 他刚好回来 大师兄 伯父有没有兴趣 在内狱做生意啊 素灵秀期待地问道 应该有兴趣吧 许言也不大确定 自己爹 似乎更多的心思在武道上 生意之事都已经看淡了 那我抽空去问问他 素灵秀有了决定 长青阁想要发展 尤其是单要如何售卖 如何利益最大化 全靠扣弱制一人可不行 而他 不会管太多这些事情 也不熟悉 许君和 无疑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行吧 许言点头道 对了 我在铁山县 与天宝阁一名管事闲聊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消息 似乎与许公子有关 寇若智突然开口道 哦 什么消息 许言眉头一挑 返回边框这么长时间 内狱的消息 几乎闭塞了 苍兰岛 寇若智开口道 那名管事说起 有个凶名赫赫的大宗师 狂言要在苍兰岛上 挑战许公子 要杀了许公子 而且 那名管事还说 曾有强大的大宗师 搜寻许公子下落 数次去了苍兰岛 许言文言冷笑一声 看样子 是巅峰大宗师了 难道是黑袍人 除了黑袍人所在的势力 他自问没有得罪 其他强大的势力 旋即 他又想到了一人 火徒魔尊 魔教九大魔尊之一 自己杀了他挥下 三大强者之一的杀生骷髅 有说什么时候挑战我吗 许言问道 不知道 寇若智摇头 许言沉吟了一下 道 不必理会 带我回内狱 再找他们 巅峰大宗师是吧 一箭杀枝 他已经先天境圆满 随时都可以突破通玄境 不过他为了突破通玄境 可以升华蜕变自身 因而才暂且压着 没有急于突破 不过 实力却是不断增强的 巅峰大宗师 已经不入他的眼了 当然 若是最顶尖的那些个巅峰大宗师 他还会稍微正眼看一下 寻常巅峰大宗师 一掌拍死 大师兄 黑袍人实力不弱的 还是要小心一些 我怕他们在苍蓝岛上有埋伏 素灵秀宁没说到 师妹不必担心 到时候 我与大师兄一起去救世了 正好可以杀几个大宗师出出气 梦冲走了过来 一脸凝笑地道 被大宗师追杀了一段时间 他正憋着气呢 如今实力突破 正愁去哪里杀大宗师出气呢 结果对方就找上门来了 师妹放心吧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所谓埋伏 不过是送死罢了 许言嘴上虽然如此说 心里却是不会有丝毫轻敌 师父的教导 他可是铭记在心的 多少绝世强者 最终都是死在轻敌上 而阴沟里翻船的 他许言 又不是莽夫 给师兄添麻烦了 素灵秀惭愧地道 什么麻不麻烦的 飞炮人在我眼里 就是来送财富的 许言白白手道 还 还有一件事 寇若志又开口道 什么事 许言看了他一眼 寇若志最怕的人 其实不是素灵秀 而是许言 所以在许言面前 他一直都谨小慎微 小心翼翼地 生怕惹得许言不悦 有一个人 在铁山县 寻找你们二人的消息 似乎狠急的样子 许言与孟冲眉头一皱 谁在铁山县 寻找二人的消息 孟叔叔 本家的 遇到什么事了 又被黑袍人追杀 孟冲好奇地道 不知道啊 寇若志摇头 行了 我去本家的 正好送他丹药 孟冲当即做了决定 孟叔叔是个灵药探子 难道又发现灵药宝地 一个人进不去 寇若志禀告完事情 开始未去内狱做准备了 素灵秀也忙碌了起来 许言也是如此 奔走在东河郡 与七国京城之间 既然要去内狱了 家人也会搬过去 内狱不比边荒 哪怕是铁山县 也是存在一定的危险的 不过 危险说不上大 毕竟铁山县唯一的一名宗师 就是坐镇天宝阁的那一位 由于铁山县是平级之地 所以坐镇的宗师 也只是一名三流宗师 连赤猫都打不过 许君和已经气血镜大成了 距离圆满已然不远 虽然想要突破先天境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但气血镜圆满 在铁山县 绝对是顶尖强者了 李璇看着忙碌的徒弟 唏嘘感叹了一下 终于要离开边荒了去内域了 也是该换个地方了 也不知道 内域能否有合适的徒弟人选 李璇心里想着 边荒舞者进入内域 舞蹈也会传入内域 慢慢地 恐怕会有舞蹈之争 内域舞蹈界 许言斩杀大成大宗师 传得沸沸扬扬 震动整个内域 七星学功里 赴云天大监学 心中感叹 许言当真妖孽啊 如今他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自己了 而他才多大 此刻 他又想起了 许言与那十几名舞蹈学士 论述舞蹈的情形 铁骨 铜骨 筋骨 玉骨 筋骨雷鸣 气血如钢 气血净 先天净 赴云天嘴里喃喃着 许言论述的舞蹈 不是瞎编的RV RV where 他不是宗式进舞者 而是先天进舞者那些 与许言论述舞蹈的学士 自从论述舞蹈后 就一直在争论着 都认为 许言数字无耻 胡乱瞎编 舞蹈亦有认为 许言论述的 并非毫无道理 而是有着完整的理论 似乎是真实存在的 那些舞蹈学士 吵吵闹闹争个不休 并且嚷嚷着 要找许言 再次论到一番 甚至因为争论是许言瞎编的 还是确实存在 那些舞蹈学士 相互切磋打了好几次了 而许言 斩杀大成大宗师的消息传来后 那些舞蹈学士 都不再争论了 而是在怀疑人生 甚至有舞蹈学士 跑来 找他傅云天切磋 要试试他的舞蹈 是否可以越境杀敌 结果 自然是被他一掌镇压了下去 此事慢慢地传开 那些大宗师舞蹈学士 也参与了进来 天天在琢磨着 许言论述的舞蹈 究竟怎么回事 按照许言的论述 他先添静 理论上对应宗师静 结果越境杀大宗师啊 这不比自己所修炼的舞蹈 要强大得多 傅云天叹了一口气 嘴里喃喃着 我感觉要出事啊 那群家伙 都是舞痴来的 为了追寻舞蹈 什么都会不顾的 七星学宫的舞蹈学士 都是一些舞痴 满脑子都是舞蹈 而七星学宫底蕴身后 有可以给他们钻研舞蹈的环境 因此都待在七星学宫 且不允许任何人 破坏了七星学宫 这也是当初 这些舞蹈学士出手 击溃基于七星学宫的王朝原因 傅云天有些头疼 当初就不该答应许言 让舞蹈学士 与其论述舞蹈的 这下子好了 这些舞蹈学士的家伙 恐怕会为了钻研 许言论述的舞蹈 而从七星学宫离开 去找许言 还是要找许言谈谈才行 傅云天心里叹气 至于扼杀许言 这与七星学宫的理念相悖 而且 未必有此能力 距离沙大成大宗师 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 许言的实力 恐怕又提升了吧 只有了解过许言前后实力的变化 才更能明白 他的妖孽与强大 又一道消息传来了 魔教九大魔尊之一的 火图魔尊 扬言要灭杀许言于苍兰岛上 结果 他去了苍兰岛 许言却是不在 气得暴跳如雷 狂言让许言去苍兰岛上送死 否则毁了苍兰岛 杀光一切与他相关的人 傅云天看着手里的信封 上面 是关于苍兰岛的情报 火图魔尊 还有另外两名巅峰大宗师 这是感受到许言的威胁 欲要联手扼杀隐患 黑袍人 陈寅扮赏 傅云天抬手招来一只飞渊 写了一封信 飞渊离开 如此强大的暗示力 整个内域都没几个 黑袍人所属的是 傅云天沉吟着 这是一个 与许言建立良好关系的契机 可查探到黑袍人所属势力吗 七星学宫的一座小院子里 杜玉英看着眼前一人问道 没有 那人摇头道 杜玉英沉吟了一下 道 去天保阁问问 是否有黑袍人的讯息 小姐 如此强大的暗示力 天保阁纵然知晓 也应当与对方有着某些协议 不会对外透露的 即便天保阁愿意透露 我们未必付得起代价 那人叹了一口气道 杜玉英沉默了一下 道 那处地方找到了吗 还有我需要的灵药 小姐 灵药已经找到了 那处地方 暂时只有一个线索 正在探寻中 那人开口道 灵药给我 那处地方 尽快查出来在何处 杜玉英揉了揉额头道 是 无双阁 素衣女子看着自己师傅 问道 师傅 黑袍人是什么势力 无双大宗师 一脸无奈之色 道 徒儿 黑袍人实力强大 尽量不要招惹了吧 他有些头疼 自己的徒弟 为了获得许颜好感 是用尽心思啊 我不招惹啊 只是想要获得 他们的讯息而已 素衣女子平静地道 暂时还没有消息 无双大宗师摇头道 许颜 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 苍蓝岛被火徒魔墩占据了 她都没有一点动静 许颜是不是暂且退避了 沉吟着诱导 师傅 你觉得 许颜是那种退避的人吗 素衣女子轻笑一声 无双大宗师一愣 脑海中浮现出许颜的傲然 是一个很狂的人 绝对不会退缩的 如今久未现身 只有一个原因 她没有获知 苍蓝岛上的消息 闭关提升实力去了 无双大宗师沉吟着 许颜再次出手 不会是斩杀巅峰大宗师吧 杀火图魔墩 这般一想 她不由的心中震撼了起来 内狱诸多势力与强者 都期待着许颜如何回应 火图魔尊时 远在边荒的许颜 正在忙着搬家去内狱 寇若志已经带领一部分 长青阁成员 进入了内狱的长青阁 开始扎下根基了 许君和又有了斗志 要在内狱 攒下大笔财富 所以 在素灵秀找她时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而潘药师 在素灵秀指点下 对于炼丹有了基础根基 虽然还无法一人完成炼丹 不过对于各个炼丹步骤 已经较为熟悉了 尤其是最后的宁炼成丹一部 他毕竟是药师 在丹药上是有天赋的 炼丹房暂且交给他负责了 也随着扣若志 进入了内狱 铁山县不远处 一座大庄园 出具小城的轮廓 一座高楼处立 引起了铁山县所有势力的注意 但没有哪一个势力 敢阻止 敢觊觎 长青阁的名头 已经在铁山县传开 是某神秘武者 卖武者修炼所需的药为主 铁山县的天宝阁管事 并没有在意长青阁的创立 也不认为会压过天宝阁 可以与天宝阁争锋 内狱大小伤道势力不少 但在天宝阁面前 都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 根本不具备威胁 甚至某些伤道势力 还要依靠天宝阁生存 至于长青阁 卖武者修炼所需的药 天宝阁就更不在意了 天宝阁的药 虽然价格贵了一些 但效果不是其他 伤道势力出售的 要可以比的 庞然大物的天宝阁 从不欺压其他伤道势力 因为根本不屑 也没有必要 众多伤道势力的货源 甚至是从天宝阁购买的 孟叔叔看着长青阁大庄园 眉头紧皱 迟疑着要不要去打探一下 却又怕暴露了自己 来到铁山县 查探许颜与孟冲的消息 已经有些时日了 结果一无所获 他不禁有些焦急了 许师兄与孟兄 究竟在哪里啊 找见尊雅代为传讯 也没有回应 孟叔叔心里很无奈 留给他的联络方式 结果都无法联系上 许颜和孟冲 他只能亲自来铁山县一趟了 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心急之下 他都甚至开始打探 是否有人见过一位 身材魁梧的光头少年 那天他发现 长青阁的那人 似乎有些诧异的样子 要不要去打探一下 不能继续久留了 否则被发现了踪迹 可就危险了 孟叔叔沉吟着 他打探孟冲的消息 若是传出去了 必然会引起 黑袍人势力的注意 毕竟孟冲的形象 实在太好辨别了 只不过 许颜的风头盖过了孟冲 注意力都集中在了 许颜身上而已 不管了 去打探一下 不管有没有结果 必须离开铁山县 孟冲一咬牙 站起身来 就要去长青阁里探寻一番 陡然 肩膀一沉 一只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孟叔叔顿时骇然失色 正要出手脱身而去 一道声音响起 本家的 你找我 是孟冲 孟叔叔脸都黑了 抬头看着孟冲 美好气地道 能不能别无声无息的 差点被你吓死了 他心里有些难以接受 自己宗师无准啊 结果被人靠近 前来了 都毫无察觉 孟冲的实力 似乎变得更强大了 本家的 你这么胆小 是又被追杀了 黑袍人 孟冲乐呵呵地道 暂时还没被追杀 孟叔叔摇了摇头道 四下张望了一眼 问道 许师兄吗 我师兄有些事忙着呢 你有什么事 直接跟我说 孟冲拍着他的肩膀道 没有许师兄 这是不好罢啊 孟叔叔无奈道 怎么 涉及大宗师吗 孟冲眉头一挑地说道 接着捏起拳头 争鸣地道 大宗师在哪里 正好可以出口气 孟兄 你实力突破了 孟叔叔一阵地道 孟冲如此底气 必然是实力大涨 还行 打包大宗师 应该没问题了 孟冲摸着脑袋 傲然地道 还是要找许师兄来 此事非比寻常啊 虽然孟冲实力突破了 孟叔叔依然信心不足的样子 具体说说 什么事情 孟冲您没 是这样的 我不是欠了你和许师兄藏物袋吗 为了早日购买藏物袋 我是施展了浑身解数 用尽了探寻灵药之术 结果真让我找到了一处宝地 孟叔叔与许颜孟冲分别后 左思右想 觉得自己不能继续懒散下去了 必须奋斗 争取突破大宗师之境 他咬牙下定决心 开始了寻找灵药 再施展了家传的各种探寻灵药秘术与方法 终于他探寻到了一处宝地 存在六品灵药的可能性极高 兴奋不已的孟叔叔 正要进入宝地 却是发现 宝地另有乾坤 竟然潜藏着一个强大的势力 若是如此 孟叔叔退走便是了 毕竟某些宝地 被势力占据是很正常的事情 诸多势力都会把宗门建立在宝地上 然而 这一处宝地 占据的势力 竟然是黑袍人势力 他正要退走时 目睹一名黑袍人 从一处石壁上出来 而惊鸿一瞥之下 他看到了石壁内 长着一株小草 与记载中的某种无品灵药 极其相似 那名黑袍人 是一名宗师舞者 孟叔叔自问实力 烧胜于对方 正准备寻击出手 却是发现 那一面石壁里 竟然内有密室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一处密室里传出来 孟叔叔吓得慌忙 小心翼翼退走 离开宝地范围后 就开始寻找许颜与孟冲 那人 很有可能是巅峰大宗师 孟叔叔神色凝重地道 难道 那是黑袍人老巢 孟冲眼中闪过寒光 难怪 孟叔叔要找师兄呢 巅峰大宗师啊 以他现在的实力 自然不惧巅峰大宗师 但要取胜 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 若非 他积累了深厚底蕴 恐怕都无法战胜巅峰大宗师 若那里当真是黑袍人老巢 必然不止 一名巅峰大宗师 唯有大师兄出手 才能全部拿下 本家的 你确定那里有无品灵药 孟冲旋即激动地问道 八成把握 孟叔叔沉声道 黑袍人 是真的富啊 孟冲感慨不已 本家的 此事暂且不及 老巢在那里 又不会跑 此事你干得不错 以后要继续努力 以藏物带 无品灵药 为奋斗目标 你要相信自己 大宗师不是终点 若是失去了壮志 你连大宗师 都突破不了的 孟冲拍着孟叔叔的肩膀 勉励道 我尽力吧 一定尽量多找找灵药 孟叔叔信心不足地道 这是天滴水炼制的丹药 可以提升天赋 提升悟性 比吃天滴水效果 强多了 答应给你一枚 就绝对不会失言 孟冲笑眯眯地掏出天水丹来 只要孟叔叔吃了这枚丹药 尝到好处后 必然会迸发斗志的 这就是丹药 孟叔叔看着玉瓶里的天水丹 一脸震惊不已 这一眼看去 就知道此丹药不凡 没错 你找个地方 吞服丹药 以后若是找我 去长青阁就可以了 孟冲点头道 好 孟叔叔点头 迫不及待 想要试一试丹药效果 回到边框 孟冲找到素灵秀 将孟叔叔的消息告诉他 当真是黑袍人巢穴 素灵秀目光冷立 不大确定 可能是一处他们掌握的宝地 派遣强者作证而已 孟冲摇头道 那里似乎存在五品灵药 我与大师兄 一定会把灵药带回来的 五品灵药的珍贵 与功效神奇 从天水丹就可以看得出来 麻烦师兄了 素灵秀心里感动不已 三天后 师父 我要回内狱了 素灵秀给师父捏着肩膀说道 嗯 那就去内狱 李玄点头 也是时候 去内狱了 那里 才是此方世界的武道界所在 走了 李玄站起身 手一挥 椅子落在了赤猫背上 而十二正将两个大筐 挂在赤猫身上 引来了赤猫愤怒的目光 十二嘴角抽了一抽 这大猫 实力比他强了 赤猫 这筐里装的 不是我的东西 这个筐里装的 是主上的书籍等物 这个筐里装的小姐的东西 你若是不愿意驮着 以后可能十二无奈地 开口说道 赤猫一听 顿时瞪了他一眼 似乎在怪他不早说 这胖虎 竟然变聪明了 不会真成大妖吧 李璇坐在了赤猫背上的椅子上 甚至还在椅子前 放了一张小桌子 漆了一壶云雾灵茶 以及几块糕点 这些糕点 都是素灵秀以炼丹之法 配以灵果炼制出来的 用来孝顺他这个师父的 赤猫体型庞大 摆上椅子和小桌子 依然绰绰有余 素灵秀也上了赤猫的背 坐在李璇身后 垂着师父的肩膀 开心地问道 师父 灵膏味道怎么样 还不错 李璇点头 师父 去了内狱 我身份有泄露的可能 怕给你老人家添麻烦了 素灵秀低声道 麻烦 对维师而言 不存在麻烦的 就像这只蚂蚁 李璇抬起手 一根手指上 爬着一只蚂蚁 他两根手指捏合 小小蚂蚁被碾碎成渣 你看 这只蚂蚁能给维师造成麻烦吗 素灵秀一正 玄机激动不已 师父 是我想太多了 在师父眼里 自己的仇人 巅峰大宗师也罢 不过是一只蚂蚁而已 你能明白就好 但维师 其实很懒的 虽然是一只蚂蚁 但都懒得碾死 李璇点了点头 又补充道 虽然 以他的实力 大宗师来一群 都能挥手拍死 就怕 徒弟觉得有强大靠山 招惹了大宗师之上的舞者 那就真的有点麻烦了 当然 李璇自存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大宗师之上舞者 也应该不是自己对手 就怕更高层次的舞者 至于内狱是否存在 是个未知数 当初吴国内明被夺射的老者 显然不是大宗师可以做到的 这样的强者 兴许不在内狱 但必然是存在的 师父 我明白的 不会主动招惹麻烦的了 素灵秀开心必到 赤猫拖着李璇与舒灵秀 进入无尽大山 前往内狱 十二与周英 跟随再侧 随后 许言与孟冲也来了 谢灵峰与湖山也来告辞 二人要返回剑尊牙 收集购买天髓丹签的灵药 十天半个月 就会把灵药送来 一行人回头看去 边荒已然远去 内狱就在前方 从今日起 真正地踏入内狱舞蹈界 边荒舞者 向着内狱踏出了第一步 铁山县外 长青阁 灯火通明 一只巨虎 趁着夜色而来 没有惊动长青阁外任何人 李璇一行人进入内狱 虽没有隐藏自身 却也没有大张旗鼓 没有让人知道 他们来自边荒 许君和寇若智等人 已经在等候着 赤猫进入庄园 李璇并没有停步 而是直接去了 最里面的一座庭院 这里清静雅致 是为李璇建造的 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去吧 李璇从赤猫背上下来 把椅子 桌子 搬到庭院里 那一株大树下 挥挥手道 是 师父 素灵秀开始安排 长青阁事宜 但要如何售卖 如何利益最大化 等等一系列事情 都在等着他 师父 我与师弟 腰外出一趟 许言来到师父面前 恭敬地道 去吧 唯师在 什么宗师 大宗师的 都是小蚂蚁 李璇点了点头 许言与梦冲这次外出 又要杀大宗师了 自己又能获得 经手之反馈 而且 许言在武道界闯荡 更利于他感悟武道 更利于他提升实力 谢师父 许言神色迫不及待 那个宝地 有五品灵药啊 果然杀黑袍人 可以变得富有 除了黑袍人所在的宝地 苍蓝岛上 叫嚣的火徒魔尊 也需要处理一下 竟敢口出狂言 是活腻歪了 师兄 是去苍蓝岛杀魔尊 还是先去黑袍人巢学 离开长青阁后 梦冲开口问道 苍蓝岛不急 先去黑袍人巢学看看 是否当真是他们的老巢 又可以发一笔横财了 至于苍蓝岛 让火徒魔尊多活几天 而且他身为魔教九大魔尊 身家不菲吧 我可不能白杀他 让他准备个百万灵精 再去杀他 许言黑黑笑着道 火徒魔尊为了他出现 百万灵精必然会拿出来的 而且苍蓝岛上 未必就只有火徒魔尊一人 越是迫切 想要杀他 必然越舍得付出 也不知道 火徒魔尊有没有藏物带 许言好奇地道 魔教九大魔尊 威名赫赫 威震一方 心虚有藏物带呢 动手之前 让他把东西都放下 免得出手太狠 一不留神就毁掉了 梦冲兴奋地道 藏物带 垂涎很久了 奈何至今未曾见过 铁山县内 某个小院子里 梦叔叔兴奋不已 在炼化了天髓丹之后 他发现自己天赋提升了 以前尚未参悟明白的家传秘书 这会儿 竟然已经参悟了出来 这就是丹药啊 一枚天髓丹 使得他天赋暴涨 悟性暴涨 哪怕是整株天滴水吃下去 都远没有这种效果的 关于天滴水的效果 他身为灵药探子世家传人 自然是比较了解的 有没有修炼的丹药 若是有 那我岂不是 很快就可以突破大宗师 梦叔叔激动不已 找灵药 不能松懈了 必须奋斗 必须探寻灵药 越多越好 这一刻 梦叔叔仿佛打了鸡血似的 本家的 可以出发了 房子外面传来了梦冲的声音 来了 来了 梦叔叔激动不已 慌忙打开门走了出来 许师兄 梦兄 有修炼的丹药吗 看着神情亢奋 斗志昂扬的梦叔叔 梦冲咧嘴一笑 扔给他一个瓶子 道 里面的是运气丹 辅助修炼的 本家的 以后要好好努力干活 干得越多 丹药就越多 你要知道 这种丹药 是很难炼制的 开始给梦叔叔画饼 听得梦叔叔热血沸腾 恨不得马上就去找灵药 一刻都不休息的那种 许颜拍着梦叔叔的肩膀 道 丹药炼制不易 消耗灵药很大的 越是品阶高的灵药 越是紧缺 所以你要多努力 六品灵药 五品灵药 越多越好啊 许师兄放心 我梦叔叔从今以后 再不懈怠了 一定日夜奋斗 绝不辜负你的期望 梦叔叔拍着胸口 亢奋地道 嗯 你能有此斗志 我很欣慰 许颜满意地点头 又道 给你的优惠价 六品灵药一珠 换一瓶运气丹 五品灵药三珠 换一枚与天髓丹 同品级的丹药 多谢许师兄 梦叔叔激动不已 走吧 宝弟在何处 我们现在出发 许颜挥手道 好 跟我来 宝弟距离这里 还是很遥远的 靠近燕国帝界 梦叔叔宁众地道 三人离开铁山县 直奔黑袍人 占据的宝弟而去 边荒 齐国 随着李玄进入内狱 许家搬入内狱 边荒的舞者都知道了 自己所处之地 不过是荒僻之地 五道不存 越是知道 越是感念五道圣师 边荒舞祖他老人家 给边荒带来了五道 使得边荒人可以挺起几两 许君和虽然进入了内狱 但许家并非无人留守 毕竟身为边荒舞道界的圣地 还是需要舞者坐镇地 给边荒修炼舞道者 给予一些指点 并且凝聚边荒舞道之心 齐国京城 皇宫御书房 齐皇已经修炼了舞道 只是进展缓慢 毕竟年纪有些大了 哪怕有宝要滋润 也感受到了舞道的艰难 尤其是出入炼鼓之时 那种麻痒的痛楚 意志不坚定者 根本就忍受不住 舞道 并非人人都能修炼的 不过 齐皇这些时日受到诸多打击 意志已然坚定了很多 所以忍受了下来 他已经开始炼鼓了 这个进度 说得上慢了 而诸位皇子之中 大皇子竟然是意志最坚定 最适合修炼舞道的 炼鼓的痛楚 他竟然轻松忍受了下来 三皇子就差了不少 每次炼鼓没多久 就忍不住了 因此 炼鼓进度缓慢 如今 大皇子淬炼出铜骨 并且已经铜骨圆满 开始进入炼脏了 大皇子毕竟挨了好几次板子了 抗痛苦能力已经炼出来了 远超其他储尊养优的皇子 御书房里 郭荣山来了 手里 拿着一个盒子 郭兄弟 这么晚了 有何要是 齐皇好奇地问道 郭荣山将盒子放在桌子上打开 里面是三个玉瓶 陛下 这里是修炼所需的丹药 炼鼓 炼脏 气血丹 齐皇疑惑地看着他 郭家有丹药的事情 他自然是知道的 不过这属于郭家之物 许炼送的 没有人敢觊觎 今日 竟然送自己丹药 郭兄弟 有什么事 你拿主意即可 朕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的 齐皇斟酌着开口道 郭荣山却是神色平静 缓缓开口道 外界之人 都称臣是大德之士 如此轻裕 臣倍感压力 时刻欲为边荒人 做点时事 心胜我边荒 齐皇神色严肃了起来 郭荣山说的 不是齐国 而是边荒 这意味着 他的目光不是局限在齐国 而是整个边荒 郭荣山继续说道 边荒之称 乃是内域之人的称谓 我等所处之地 贫瘠荒蛮 故被称之为边荒之地 但我等岂能一直苟居边荒之地 我贤婿许君和 已经进入了内域发展 将会在内域 占据一席之地 我等岂能苟在边荒 我边荒之人 必须团结 如此才能在内域 获得立足之地 而我边荒五道 得五祖垂帘而传 我等必须要有 担负光大五祖之道的信念 将五道传播内域 所以 为了凝聚我边荒人心 臣提议齐国与吴国合而为一 我边荒改称为大荒 而非边远荒蛮之地 齐国猛地站了起来 脸色大变 震惊地道 国兄弟啊 你要灭我齐国不成 陛下何必执着于齐国 这不过是边荒小国 大荒才是正途 进入内域 占据一席之地 才是万事之功 齐国之名虽不在 但陛下依旧是国主啊 郭荣山神色平静地看着齐皇 御书房里 静谜无声 齐皇神色变幻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好半上 他深吸一口气 道 吴皇岂会答应 他会答应的 郭荣山平静地道 既无齐国 亦无无国 这大荒 谁为主 齐皇宁重地道 大荒出力 天下分二帝 北帝是陛下 南帝是吴皇 设立大荒内阁 统领条河南北 陈愿为第一任内阁大长老 郭荣山取出一本奏折 放到桌上 示意齐皇看看 齐皇神色凝重 郭荣山不谋反 但他直接做大荒内阁大长老啊 而大荒分南北二帝 他居中条河 分明高居二帝之上 吴皇比他年轻 而且雄心壮志 岂会答应 齐皇一边看着奏折 一边沉思着 是否要暗中联络一下吴皇 和上奏折后 齐皇久久没有说话 大荒凝聚人心 边荒之名 尚未传开 当趁此时机 广传大荒之名 我等皆是大荒之人 大荒乃天地原始也 所以我等也是天地正统 郭荣山却是开口说道 陛下 此乃大事 齐皇吐出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拒绝不了 这大事随着武道的出现 已经无法更改了 郭荣山包括许君和 恐怕一直在暗中推进中了 甚至 齐皇怀疑 创立大荒 恐怕是许君和的手笔 大荒出力 南北二帝 此后又当如何确立大荒之地 一直分南北吗 齐皇乘声问道 大荒二带帝 由原齐国皇室 与吴国皇室 竞争而出一人 成为下一任统一大荒的帝皇 谁获得大荒万民认可 获得内阁更多的支持 谁为大荒之地 郭荣山平静地道 齐皇沉默了 如此一来 大荒皇帝 虽然名义上为大荒之主 但却受到内阁的限制 无法真正地凌驾天下 这是一种平衡 看着神色平静的郭荣山 你我乃是结拜兄弟啊 你可要多照顾一下 我齐国皇室一脉啊 陛下放心 臣是倾向于陛下的 郭荣山点头道 只要吴皇不反对 朕自然不会反对 齐皇正中地道 陛下放心 吴皇不会反对的 郭荣山笑了一笑 几天后 一道消息席卷边荒之地 吴皇宣布 废除吴国之名 与齐国合并 创立大荒 一日 齐皇也宣布 废除齐国之名 与吴国合并 创立大荒 同时 大荒内阁成立 郭荣山为内阁大长老 而吴国几位重臣 也进入内阁 成为内阁成员 同时 七国神威军 改为大荒神威军 归属内阁统侠 具有定顶大荒之威 守护大荒之职责 而原吴国天玄卫 改成天玄军 同样归属大荒内阁 乃是与神威军齐名 与神威军 有着同样的职责 紧接着 大荒内阁发布新律 凡大荒武者 必须遵崇大荒武道圣师 大荒武祖 以光耀大荒武道为己任 为大荒武道界 制定了几条不得逾越的红线 同时以抢我大荒万民之名义 武祖传道大荒 武道当人人修炼 武道功法 广传大荒 大荒分南北二帝 七荒依旧在七国京城 而吴皇依旧在吴国京城 二者互不干涉 唯有大荒内阁 统合处理二国政务 一个新的时代 在边荒出现了 人人向武 人人感怀武祖传道之恩 为大荒崛起而奋斗 渐渐地 大荒流传着 内狱 不仅仅是内狱人的内狱 也是我大荒人的 该由我大荒一席之地 大荒 天地原始之地也 我大荒人 也是天地正统 铁山县 李玄正从天宝阁出来 心里感慨着 这天宝阁真会做生意啊 妥妥的内狱大资本啊 刚回到长青阁 在椅子上坐下 金光浮现出 你边的武道 广传大荒 被尊称为大荒武祖 你获得武祖之心 加武祖之相 李玄顿时吃惊了 抬头看向边荒 自己刚离开 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大荒 边荒一统了 武祖之心 李玄心里激动不已 他隐约明白 为何会触发金手指反馈了 边荒 因为他传的武道 而进入了新时代 并且 武道成为了人人向往 尊称他为大荒武祖 武祖之心 具有那武道方法于一身 提升开创武道之能 境界越高 越能展现出 武祖之心的强大 而武祖之相 则是凡是修炼 他开创的武道者 见他无不拜服 敬仰 深入内心地对他崇敬 玩得这么大 我现在真的成武祖了 李玄内心有点小小的震撼 这大荒创立的手笔 怎么感觉像是许君和搞出来的 大荒的创立 确实是许君和的手臂 李玄稍微凝神 便听到了长青阁里 许君和与寇若智的对话 二人正在商议 如何在内域占据一席之地 而铁山县属于大越国蓝平郡内 若是大荒要在内域立足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大越国 大荒出力 实力不强 武者都还没破百 想要抵抗住大越国的镇压 是难以做到的 因此二人觉得要缓步进行 等待实力提升 不急于打出大荒之名 许兄啊 这天地之石 大荒正统 容易刺激内域的人啊 会不会玩得太大了 寇若智有些担忧地道 本是边远荒蛮之地 结果来一句 天地之石 大荒正统 大荒乃是天地正统 这不是刺激内域吗 原本要坐视大荒 与大越国争斗的人 恐怕都会忍不住 出手针对大荒了 许君和却是微微笑着道 此话没错呀 我说的是大荒 又不是边荒 内域也可以是大荒吗 寇若智嘴角抽了一抽 道 内域认可才行啊 修炼大荒武道的人多了 自然就认可了 无非时间问题而已 许君和笑呵呵地道 听了二人对话的李璇 心里嘀咕着 这大荒进入内域 将会引起一场武道风暴啊 一番争斗下来 发现大荒武道 竟然强于内域武道 可想而知 内域的年轻人 欲追求武道者 必然会选择修炼大荒武道的 修炼武道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强大 为了活得更久吗 没有人会放着强大的武道不修炼 转而修炼弱小的武道 两种武道交织的阶段 必然会在内域掀起一股风暴 不过这个风暴 距离它还太远了 短时间内 是无法掀起来的 大荒如今还太弱 武者都没破百呢 若是内域都变成了大荒 我编的武道 取代了现有武道 那将会获得什么反馈 李璇如此想着 顿时期待了起来 许君和和寇若志 包括郭荣山 齐皇 吴皇那些人 都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 大荒实力弱 不会贸然与内域爆发冲突的 而是缓慢渗入 慢慢壮大几身 许炼与孟冲 绝对会成为 大荒武道的代表人物 二人威名越强盛 向往大荒武道者 就会越多 大荒的创立 以及铁山县 因为长青阁的到来 而悄然发生的变化 正在前往灵妖宝地的 许炼与孟冲 对此并不知晓 一行三人 终于来到了宝地之外 许师兄 看到那座山了吗 那里有一个山谷 里面有一个山谷 灵气汇聚于山谷内 形成一个宝地 生长了灵妖 潭水从地下喷涌而出 蕴含地之灵气 更适合灵妖生长 山谷里的大山崖壁 就是黑袍人所在 其中一个崖壁内 生长了一株 疑似无品灵妖 而整个崖壁 可能不止一处 灵妖生长之地 兴许无品灵妖不止一株 孟叔叔指着前方的 那座山峰说道 若真是黑袍人老巢 强者必然不守 谨慎一点 不要让人逃了 若只是一个分布 就绝对不能让他们 传训出去 许言沉生说道 杀了飞渊 自然就断了他们的传训 只是飞渊速度快 且非常灵敏 陌生人远没靠近 他们就会飞走 这也是各大势力 用来警戒的手段之一 孟叔叔眉头皱起地道 许言与孟冲 不由地皱眉 想要断了传训 必须杀了飞渊 而要杀飞渊 必然会被黑袍人阻止 一旦遭遇阻止 未必能够将所有飞渊灭杀 而且 飞渊藏匿在何处 尚不知晓 有什么东西 可以吸引飞渊吗 许言看向孟叔叔问道 飞渊一般吃灵豆 只是要将飞渊引来 几乎不可能 这些飞渊不会吃陌生灵豆的 孟叔叔摇头道 许言沉吟了一下 取出一个小瓶子 倒出几枚丹药来 你说 丹药能不能吸引飞渊 这 孟叔叔看着他手掌上的丹药 眼睛都亮了 却是不确定能否引来飞渊 事实就知道了 师妹说这种丹药 有一定的可能会吸引吞山蝉 既然能吸引吞山蝉 吸引飞渊 应该也可以吧 许言决定试一试 手里的丹药 是素灵秀炼手时炼制出来的丹药 具有吸引灵兽的功效 兴许可以把吞山蝉从藏匿地吸引出来 这可是制作藏物带的主材料 许言就把丹药带在身上了 也许有机会 可以捕捉到一只吞山蝉呢 三人小心翼翼地前进 距离山峰二十里时 孟冲与孟叔叔二人留在原地 许言一人翘无声息地靠近前去 在山谷外 寻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捏碎一枚丹药 一股特殊的气味 飘散而出 这种气味 与草木之气 融合在一起 人闻到了 也不会察觉到特殊 不会引起山谷里的人警惕 许言身形隐匿在一株大树上 静静地等待着 某一刻 一只飞渊突兀出现 落在了丹药前 果然有效 许言大喜不已 飞渊低飞 而飞高飞而去 不是警戒讯号 山谷里的人 并不会关注 毕竟 飞渊并非一直停留在原地的 只有高飞而走 才是警戒讯号 意味着有陌生人靠近了 许言手指一弹 一缕淡淡的剑意 瞬间将飞渊击杀 化作飞灰消失 这一缕剑意 极其细微 刹那儿是 恰好可以灭杀飞渊 不会被山谷里的强者察觉到 杀了一只飞渊后 紧接着 又一只飞渊飞了过来 不一会儿 又来了一只 许言手指一弹 将飞来的飞渊 尽数灭杀了 前后一共五只飞渊 杀完之后 就没有飞渊出现了 五只飞渊 有点少了 这里可能 只是一个分布 或是黑袍人占据的宝地之一 许言将碾碎的丹药收了起来 回到孟冲二人身边 道 飞渊已经尽数灭杀了 他们无法传讯出去 这里可能不是黑袍人老巢 而是一个分布 既然如此 直接上马 我要打爆大宗师 孟冲摩拳擦掌地道 被黑袍人大宗师 追杀了一段时间 心里正憋着气呢 如今 报仇的机会来了 孟叔叔 你自己小心一点 注意一下 是否有漏网之鱼 许言看向孟叔叔沉生道 许师兄放心吧 我会在外围守着的 若是实力允许 我会把逃出来的人杀了的 孟叔叔点头道 话虽然如此 孟叔叔却并不觉得 会有漏网之鱼逃出来 许言与孟冲 凶猛的骇人 山谷里的黑袍人 绝无逃出来的机会 山谷寂静 唯有潭水流淌而出的 溪流之声 山壁偶有苔藓遍布 若不仔细 根本无法发现 山壁里有人居住 更无法发现 山壁里面竟然有灵药 师兄 我先出手试探一下 虽然猜测这里 并非黑袍人老巢 只是一个分布 为了谨慎起见 还是不能莽撞 好 许言点头 直接向着山谷降落 气息毫不遮掩 随着他的出现 轰隆一声 山壁上碎石翻飞 一道黑袍人身影出现 阁下 这里有人了 大宗师舞者 而且是大成大宗师 打劫 交出灵精 交出灵药 梦冲周身泛着金光 手持宝刀 争宁地道 黑袍人目光逐渐阴冷了起来 陌生人出现 非渊没有示警 而且失去了踪迹 很显然 非渊已经被对方 用什么手段处理了 是你 黑袍人看着那个光秃秃的脑袋 魁梧的身材 第一时间就想起了一人 就走了梦叔叔 最后被大宗师追杀 结果追杀的大宗师 全部死了 而且 宝地里的灵药 也被搜刮一空 你要送死 成全你 黑袍人弯刀出手 大成大宗师的气势爆发 山谷上空 宛若一股风暴在汇聚形成 如天威将灵梦冲持刀在手 冷笑一声 道 今日 便斩了你 轰 刀光横贯长空 风雷狂暴 一刀斩下 周身气势爆发 彪悍的气息 仿佛要将黑袍人的气势搅碎 不好 黑袍人骇然失色 对方实力 竟然如此之强 轰 弯刀斩出 刀光倾泻 裹挟着风暴一般 轰然而出 轰隆 山壁再次破碎 两刀身影飞了出来 都是大宗师强者 手持弯刀 加入了大战中 三人围攻梦冲 来得正好 梦冲丝毫不惧 大日金身施展 天地霸刀与风雷金刚拳 以一敌三 非一弹不落下风 反而越战越勇 将三名大宗师压制了 突破先天进大城后 梦冲又以金身丹 酝养了一段时间 增强了底蕴 实力之强 远非当初可比 别说一名大城大宗师 与两名入门大宗师了 即便三名大城大宗师围攻 他也能稳站上风 藏头鹿尾的家伙 别藏着了 你若是不出手 这三人必死无疑 梦冲凶悍无比 甚至两名入门大宗师的攻击 他都不怎么抵挡 任由攻击倾泻到身上 却丝毫无伤 肉色舞蹈的强悍 这一刻显露了出来 两名入门大宗师 心头骇然 而那名大城大宗师 怒吼一声 全力爆发 刀光宛若风暴一般 裹挟着恐怖的威能 欲要将梦冲湮灭在内 然而 一道刀光 霸绝天下 风雷涌动 斩灭一切刀光 破碎一切攻击 欲要将他灭杀在内 两名入门大宗师 纷纷吐出一口鲜血 脸色瞬间惨白了一些 施展了五道秘书 联手抵挡梦冲这一刀 而那名大城大宗师 则使弯刀悬浮而起 周身气势瞬息之间 全部注入了弯刀之中 如天威般的风暴 也不断地涌入弯刀 不过一会儿 弯刀变得冰寒撤骨了起来 阴寒之意弥漫 弯刀凌空一斩 旋即寸寸破裂 而半空中 一道阴寒撤骨的刀芒斩了下来 施展这一刀后 大城大宗师脸色苍白 气息紊乱 身形亮枪了几下 可见 这一杀招付出了一些代价 梦冲眉头一皱 这一刹那间 他只觉得 仿佛被一只冰冷的眼睛盯上 阴寒之意笼罩 无可躲避 无可退缩 这就是他的底牌 梦冲抬刀在手 身如大日 阴寒退避 风雷涌动之前 霸掘天下的刀翼 浮现出了风雷狂暴之意 一刀斩出 风雷狂暴一般的恐怖刀光 轰然而出 斩向了那一道 彻骨阴寒的刀芒 轰 狂暴的风雷 裹挟着雷霆之势 阴寒的刀芒 瞬间寸寸崩灭 阴寒溃散 狂暴的雷霆刀光 瞬间斩向了黑袍人 怎么可能 黑袍人骇然失色 他大成大宗师啊 拼尽全力的一击 竟然被击溃了 而且对方的强大攻击 已然降临 死亡的气息涌现 轰 便在此时 一道刀光 从石壁里斩了出来 这一刀 搅动四周 天地灵气汇聚而成 威力骇然 仿佛已然具有天之威势 轰隆隆 梦冲的这一刀 被抵挡了下来 一名身穿黑袍 胸口绣着一片红色的叶子 头罩下露出白发的巅峰大宗师 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他每走一步 都仿佛搅动天地灵气 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势 环绕在他身周 白护法 那名大乘大宗师 慌忙行礼 此人 便是救走梦叔叔的人 大乘大宗师 指着梦冲道 白护法目光冷立 盯着梦冲 束手就擒罢 说话间 天地灵气 形成一股风暴般 环绕在他周身 山谷上风云变色 恐怖的威压 覆盖四方 巅峰大宗师之威 一如巅峰 可令天地变色 这就是内狱之巅的存在 巅峰大宗师 梦冲神色凝重 若非他底蕴身后 恐怕不是对手 但要击败巅峰大宗师 难度很大 不过梦冲自信 凭借自己的强悍肉身 大战下去 最终的胜利者是自己 目光看向山壁 破碎的山壁 露出了几间开凿在山壁里的密室 其中一间密室 在石缝间 长着一株灰色小草 一次无品灵药 更令他惊喜的是 密室里放着包裹 这说明黑袍人的财物 此刻没有携带在身上 不用担心出手太猛 把灵票都给毁了 对方恐怕 未曾想到会被人杀上门来 因此梦冲出现时 匆忙现身 钱袋子 包裹之类的 都没来得及携带在身上 也可能仗着巅峰大宗师坐镇 任何来敌都会被灭杀 从未想过要逃跑的问题 山谷之外 梦叔叔一直盯着山谷的动静 梦冲出手的时候 他惊叹不已 这才多长时间啊 梦冲竟然如此强大了 一人敌大宗师啊 而且 不止一位大宗师 嘶 三名大宗师 都不是梦冲的对手 这实力提升太快了 他究竟是怎么修炼的 难道是因为丹药 梦叔叔心里震撼不已 接着就激动起来了 灵药啊 一定要多收集灵药 兑换修炼所需的丹药 有了丹药修炼 我也能很快突破大宗师 许言与梦冲 绝对是两条大粗腿啊 必须报警了 骤然之间 但见山谷上空 风云变色 天地灵气搅动着 宛若一股浩荡之危降临 巅峰大宗师 梦叔叔心中凛然 虽然许言很强 但这可是巅峰大宗师啊 内于真正的巅峰存在 古往今来 对于巅峰大宗师 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一入巅峰 可令天地变色 由此可见 巅峰大宗师的强大 传闻巅峰大宗师 举手投足之间 以自身为中心 鼓荡天地灵气 化为恐怖的威势 许师兄 可要一无既往无敌啊 梦叔叔心里略有担忧 白护法一出现 气息之强 仿佛搅动着 身周的天地灵气 恐怖的威努 不断汇聚之中 一层层惊涛般的力量 以他为中心涌动着 梦冲心中凛然 这就是内域的巅峰大宗师啊 已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调动身周天地灵气 化为强大的威努了 巅峰大宗师 也不过如此 梦冲冷然一笑 目光看向白护法身后的石壁 那一间间密室里 都生长着灵药 尤其白护法出来的那一间密室 一株灰色的小草 一似无品灵药 哼 白护法冷哼一声 手掌一抬 天地灵气汇聚而成 化作一只巨大的手掌 裹挟着恐怖的威能 朝着梦冲镇压而下 梦冲身上金光暴涨 身躯骤然间 壮大了一圈 身上宽松的衣服 都被撑得裂开 彪悍的气息 傲然而立 霸绝刀一凌空而起 一道恐怖的刀光 斩向了镇压而来的手掌 轰隆 恐怖的一刀 直接将巨掌展开 白护法目光一鸣 此人实力之强 不可小觑 而且 修炼的功法 似乎有些不寻常 似乎只是宗师镜的修为 然而气息又远不是宗师镜可比 而且 也与宗师舞者 有着很大的差别 仿佛 修炼的是另一种舞道 雕虫小技 白护法冷哼一声 就要再次出手 骤然 一道身影浮现 手中持着一把长剑 细细微风吹拂 却是带着灵力的杀伐之意 纵然是他巅峰大宗师的威能 也仿佛被绞碎了 白护法神色大变 猛然看向骤然出现的少年 许颜确定山谷里 没有第二位巅峰大宗师 且没有人逃走之后 便现身出来 目光掠过白护法 看向山壁 心里激动不已 黑袍人果然富有 这一次 又要大发一笔横财了 至于白护法 这位巅峰大宗师 虽然一定程度上 操动身周的天地灵气 化为强大的威势 然而太过粗浅了 笔之通玄境的 真缘和于天地灵气 通天地之玄妙 差了得太远太远了 仿佛只学了通玄的一点皮毛 只掌握了粗浅之法 未得通玄之意 唯武道 果然太弱了 境界越高 差距就越大 许颜心里感叹着 宗师境时与先天境相词 虽然弱了不少 却没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许颜自存 自己天赋与根基不凡 才具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正常的武道先天境 与内域宗师境武者相比 无非先天境入门 可以占中阶宗师 先天小城 可以占大城宗师 彼此间的差距 只是一个小境界实力的差距而已 不过两者武道 天交与天交之间的差距 就非常之大了 比如许颜与谢灵风 都是顶尖天交 然而差距之大 可令谢灵风绝望 先天之上的通玄境 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一入通玄 便可操控天地灵气 具备巅峰大宗师之威了 当然 兴许突破通玄境的难度 比突破大宗师的难度要大 也是未可知的 许颜默然地看着白护法 开口道 一个巅峰大宗师 也如此藏头鹿尾 不丢人吗 你们连势力叫什么名字 都不敢让人知道 是沟曲里的老鼠不成 面对许颜的嘲讽 白护法没有回应 眼神凝重无比 身上的气势不断增强 手中一把弯刀浮现出 在他身周 天地灵气都仿佛化作了一柄柄弯刀 环绕盘旋着 天地风云变色 浩荡的威压 使得山谷上空 都仿佛凝制了起来 危机 白护法在少年身上 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许颜冷笑一声 今日便斩了 你这巅峰大宗师 就如杀一只沟渠老鼠 细细威风化为剑翼 山河浮现出 一条金龙在山河里盘旋 师殿 那三人就交给你了 许颜看向另外三位黑袍人道 师兄放心 我这就去斩了他们 梦冲宁笑一声 直接无视白护法 杀向了另外三人 施斩了五刀秘书后 那名大成大宗师 气息已经变得弱了 杀他不过一两刀的事而已 至于另外两人 同样不过是一两刀的事 白护法神色微微一变 但他不敢挪动分毫 而是如灵大敌 盯着许颜 丝毫不敢大意 危机越来越强了 死亡的气息 仿佛涌入了他的胸腔 这是成为巅峰大宗师后 从未有过的感觉 逃 白护法低沉地说道 逃得掉吗 梦冲却是冷笑一声 刀光绽放 横冠长空 杀向了准备盾逃的三人 一刀封死了他们的退路 三剑 三剑杀不死你 就饶你一命 许颜身上剑意涌动 一缕剑光绽放 山河涌现 仿佛山谷上空 化作了一处山河 狂妄 白护法冷哼一声 三剑就想杀自己 剑尊牙谢天恒都做不到 况且 自己纵然不敌 堂堂巅峰大宗师 难道还无法逃走 轰隆 白护法出手了 倾尽全力地出手 将巅峰大宗师之威 施展到了极致 而许颜 一剑斩出 哦 山河龙迎 接着第二剑斩出 山河化万象 龙月其中 化为灭世之剑 第三剑斩出 山河万象 苍生之影 直剑斩落 许颜明目的山河剑道 已经不是当初了 从山河龙迎 到以山河龙迎 延伸而出的第二剑 龙威灭世 再到山河万象之苍生剑 三剑斩出 搅动天地灵气的浩荡之威 早已葬灭在了山河之中 白护法双眸瞪大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身躯片片崩灭 化作积粉 消散在半空中 一名巅峰大宗师陨落 另一边 三名 想要顿逃的大宗师 已经被梦冲斩杀了两人 最后那名大成大宗师 临死之前 惊骇地看到 那名少年 三剑就斩杀了白护法 三剑斩杀巅峰大宗师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啊 更可怕的是 他才多大 二十岁都没有吧 扑 身躯在刀光下 片片崩灭 化作了积粉 最后那一刻 他觉得自己死得不憋屈 毕竟巅峰大宗师的白护法 都被三剑杀了 何况自己 此事 山谷已再无黑袍人 这里 不是黑袍人老巢 但一名巅峰大宗师 与一名大成大宗师 另外两人也是大宗师 一共四位大宗师作证 可见此地的重要 师兄 那是不是五品灵药 孟冲激动地 看着山壁其中一间密室 很有可能 许颜也兴奋不已 二人没有急着进去 而是等孟叔叔来 对于灵药 自然是孟叔叔更为熟悉 不一会儿 孟叔叔来了 他整个人都亢奋不已 许师兄 一无既往的无敌啊 巅峰大宗师 就这么被斩杀了 强得太离谱了 走 进去看看 孟叔叔一来 许颜就带头 进入了白护法的那间密室 一入密室 首先看到的 就是石缝里生长着的 一株灰色小草 是五品灵药 孟叔叔激动不已 这是什么灵药 许颜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为何 靠近灰色小草时 有一种令人精神宁静的感觉 孟叔叔小心翼翼地靠近 观察着灰色小草 好办上 皱眉道 我也不知道 本家的 你可是灵药探子 怎么也不知道 孟冲诧异不已 五品灵药 毕竟在内域 几乎是绝技的 我家传点击 记载的也有限 不知道并不奇怪 孟叔叔摇头道 快采摘下来 既然是五品灵药 必然有奇效 而且一位巅峰大宗师看护 想必有着非凡的神效 许颜开口说道 带回去 让肃灵秀看看就知道 这灵药有什么功效了 包在我身上 孟叔叔兴奋地 开始采挖灰色小草 而许颜与孟冲 开始查探密室 尤其是白护法的遗物 密室简陋 靠近灵药的地方 一张开凿出来的石床 上面略显凌乱地 摆放着一些信封和一个袋子 许颜拿起袋子 里面有药丸 两株七品灵药 以及一个装着灵票的袋子 有点穷啊 还巅峰大宗师呢 许颜不由得有些失望 灵票不过十余万灵金 看似不少 然而配不上一位巅峰大宗师啊 而且 没有藏物袋 第一次杀了巅峰大宗师 没有发现藏物袋 可见藏物袋的珍惜 许师兄 巅峰大宗师是巅峰存在 在天宝阁有优待的 可以设账乃至直接获取所需之物 所以 一般不会携带太多灵票在身上 孟叔叔一边挖灵药 一边解释道 原来如此 许颜恍然 孟冲在看那些信封 想要找到黑袍人所属视力的线索 不过失望的是 信里没有提及所属视力 甚至其中有些暗语交流 并不能完全看明白信上的内容 倒是其中一封信上 提及大宗师被杀之士 以及追查素灵秀 尚没有进展 可见白护法 在黑袍人视力中 是核心高层人物 其实也不意外 毕竟是巅峰大宗师 好了 孟叔叔将灵药挖了出来 用风药搏封尽好 接着 三人来到另外的密室 每一间密室里 都有一株灰色小草 其中两株是七品 一株是六品 灵票之类的 收获倒是比那名巅峰大宗师要多 他们是在酝养灵药 孟叔叔沉声开口道 许颜点了点头 三人从密室中出来 许颜抬手一剑斩出 将山壁削掉了一层 不过没有其他密室存在 环顾山谷 此地确实是一处宝地 天地灵气汇聚而来 尤其是山壁上 灵气萦绕而不散 难怪会生长出灵药 山谷四周 也生长了不少灵药 大都九品少数八品 全都被采摘一空 搜刮一空后 许颜沉吟着道 要不要在这里守几天 若是有来人 把他们杀了 孟叔叔确实道 许师兄 这里有巅峰大宗师坐镇 黑袍人势力 应当不会经常往来 大部分时间都是靠飞渊传训 如今飞渊没了 断了联络 等到发现问题 派人来时 都不知道要多少天 守在这里没必要 许颜一想也是 苍蓝岛上 火图魔尊在叫嚣着呢 该是去把他给处理了 既然如此 那就走吧 三人离开了山谷 师兄 是不是要去苍蓝岛杀魔尊 孟冲兴兴地问道 许颜露出笑容 道 不急 他这么想我去应战 不付出点什么怎么行 我许颜虽然是去杀他的 但出手费可不能少了 有道理 孟冲点头 让人传话给火图魔尊 若是想要我去应战 就准备好百万灵精 这是出手费 以及他的全部身家 待我杀了他 可以方便收取 喜颜乐呵呵地道 有人送钱上门 怎么能拒绝呢 火图魔尊是个好人啊 既送钱也送命 这种人很难遇到的 所以要珍惜一下 孟叔叔嘴角抽了一抽 心里为火图魔尊莫哀 招惹谁不好 既然招惹许颜 想要许颜应战 他就必须要付出百万灵精了 火图魔尊是否会答应 许颜的条件 必然会的 许颜若是避而不战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既然想要杀许颜 怎么会舍不得付出呢 也不知道 苍蓝岛上 有几个大宗师等着我 许颜笑容灿烂 丝毫不觉得 那是龙坛虎穴 孟叔叔咽了一口唾沫 只觉得头皮发麻 苍蓝岛上 不止火图魔尊一人 好几位大宗师强者 许颜孤身一人 真要去应战 不对 加上孟冲一人 即便如此 也是极其危险的 许师兄 万一岛上 不止一位巅峰大宗师呢 孟叔叔提醒道 许颜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道 我都杀了两位大成大宗师了 事情都传开了 既然要围攻我 当然都是巅峰大宗师啊 不止一位巅峰大宗师 不是很正常 孟叔叔张了张嘴 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合着许颜已经认定了 苍蓝岛上 不止一位巅峰大宗师 在等着他 难怪一开口 就是百万零金出手费呢 先回去一趟 把零药交给师妹 再去苍蓝岛 许颜露出灿烂的笑容 三人直奔蓝平郡而去 铁山县 长青阁在许君和和寇若志的谋划下 已经逐渐显露名声 当然丹药之名 并没有马上推出来 而是辅助修炼药的名义 开始对外出售 只不过铁山县毕竟贫瘠 能够付得起零金购买丹药的 终究是少数 并且 更多的舞者 都习惯在天宝阁购买修炼资源 许君和也不急 将用宝药炼制的 小气血丹 碎骨丹等 修炼基础舞蹈的丹药 储备起来 同时派出人 暗中在无尽大山 铁山县这一侧的山村里 传播大荒理念 传授舞蹈基础 在铁山县 修炼舞蹈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多少怀揣舞蹈之心的人 因为没有功法 没有修炼资源 而郁郁而终 许君和开始向这些人 传播舞蹈 甚至赐予修炼的丹药 灌输大荒里面 什么大荒一体 内域也是大荒一余等等 将他们的观念 从内域扭转 而为大荒 随着推广 翘无声息间 铁山县的山村里 诸多少年开始了修炼大荒舞蹈 一个个崇敬那至高无上的 大荒舞祖 许君和甚至找人 编一本大荒传记传播 什么天地之史 大荒正统 编出一套上古传说出来 李玄翻看着大荒传记 看得频频点头 许君和这个家伙 是真的颇有手段地 慢慢渗透入内域 这本传记 就像是上古传说 而传说中的核心 就是他这位 至高无上 悲悯苍生的大荒舞祖 李玄怀疑 许君和之所以 编一本大荒传记出来 恐怕是从许言 痴迷画本传说 到处找高人拜师 因此得来的灵感 若是有人信了大荒传记 修炼大荒舞道 更积极更勤奋 更向往传记中的那些传说 那种强大无比的舞者了 这本传记 李玄也是给了一些指点的 什么黑暗动乱 天地崩溃 舞祖力挽狂澜 一人横推万古等等 全都塞入传记里去了 不错 我这位大荒舞祖 看着就令人敬仰 必然是舞者心中的信仰 为了我舞祖之名 必须把舞道开创得 越来越强大才行 李玄看着大荒传记 心里也有了动力了 此时 许君和正在忽悠天宝阁管事 用天宝阁的渠道 把大荒传记 传播到内域每一个角落呢 当然 是以画本传说的名义 让天宝阁受卖的 只是 内域舞者 谁会看什么画本传记啊 结果 许君和这个老鹰笔 给编一套 传记里暗藏宝藏和绝世舞道 若是能够解密出来 必然一离内域之巅 再以一枚运气单 就把天宝阁管事给忽悠了 甚至 与铁山县天宝阁达成了灵药供应协议 而长青阁运气单 将出售代理权 交给天宝阁 销售到内域各地 这可是宗师辅助修炼之药 效果非凡 李璇不由地感叹 许君和这丝 是真的有能耐 天宝阁管事 吃了运气单 发现效果惊人 第二天就上门来了 想要购买单方 而许君和直接给了他半个单方 说为了钻研此药 付出巨大 还没有回本 想要借助天宝阁之手销售到内域各地 完成一桩心愿 不枉创立长青阁之心 天宝阁管事 见许君和如此豪爽 直接就给了半个单方 也没有多想 一口答应下来 代为销售运气单 利润三七分成 长青阁七 天宝阁三 毕竟 长青阁也不容易 而且直接给了半个药方 剩下的半个药方 长青阁赚回来了 再做交易 天宝阁是很讲信誉的 而且也非常自信 与其他商道势力合作 并没有显得霸道 这也是天宝阁 在内域信誉极佳的原因 从来没有不好的名声 李璇可以想象得到 运气单很快就会借助天宝阁的渠道 在内域打响名气 宗师舞者 屈之若鹜 长青阁必然名传内域 而且 大笔大笔灵药和灵精 快速积累而来 至于单方 给天宝阁又如何 空有单方 而没有炼制之法 如何能够炼制出运气单 当然 许君和以单方 又是天宝阁代为销售 帮助长青阁 打响名头之势 是得到肃灵秀许可的 毕竟 单方事关重大 若是无法保证万无一失 许君和又岂会以单方作为代价 以天宝阁为渠道 迅速积累 等天宝阁反应过来 再来谈判 长青阁就有底气了 至于靠实力威压长青阁里 玄摇了摇头 许言都快突破通玄境了 天宝阁再强 又能如何 实力 才是根本 你徒弟许言 三剑斩杀巅峰大宗师 你山河见到大城 突然 金光浮现而出 金手指反馈来了 李玄露出了笑容 许言一如既往的凶猛啊 开始杀巅峰大宗师了 你徒弟孟冲 连续斩杀三位大宗师 你刀一提升 灭神一刀惊艳增加 孟冲也杀大宗师了 这都在李玄意料之中 果然 徒弟闯荡五道剑 才是快速提升实力的根本啊 李玄心里感叹着 几天后 许言与孟冲回来了 一起来的 还有灵药探子孟叔叔 结果 孟叔叔一见到周英 顿时吃惊不已 你是 那个丫头 周英一正 皱眉看着孟叔叔 觉得她有些眼熟 本家的 你认识她 孟冲差一道 孟叔叔一脸严肃道 她是一王素贞收养的丫头 当年我见她时 虽然年纪不大 哪怕时隔多年 我也一眼 能够认出来 周英身材魁梧 妥妥的彪悍盲女 年幼时 恐怕已是如此远超常人的魁梧了 所以只要见过她 哪怕多年未见 而且她长大了 也能够认得出来 周英 其实才三十岁左右而已 孟叔叔身为宗师舞者 看着年纪不算大 其实已经五十多岁了 这个年纪的宗师舞者 年少时也是天骄人物了 你认识我爷爷 苏灵秀脸色一变 走了过来宁没问到 孟叔叔一看到苏灵秀 顿时瞪大一双眼睛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眼神有欣喜 有欣慰 也有复杂 你还活着 这话就有问题了 苏灵秀目光一凝 冷声道 你什么意思 孟冲一只手 抓在了孟叔叔肩膀上 道 本家的 你这是何意 你认识我师妹 孟叔叔苦笑一声 道 原来她就是你们师妹啊 周英突然开口道 我想起来了 你难道是 那位孟老爷子的孙子 是我 孟叔叔神色复杂不已 孟冲突然想起来了 孟叔叔曾经说过 他爷爷去救援一位老友 最后陨落了 难道是去救苏灵秀的爷爷 周英一下子沉默了下来 显然他是知道一些事情的 周一 他是谁 苏灵秀皱眉问道 灵药探子世家 孟家的传人 孟老爷子与老爷相交莫逆 当初小姐所需的灵药 大部分都是孟老爷子寻来的 周英叹了一口气道 苏灵秀沉默了 半赏才开口道 原来是世叔 灵秀见过世叔 孟叔叔慌忙躲开 白手道 别 别叫我是叔 我受不起啊 虽说自己爷爷 与苏灵秀爷爷关系默逆 但真要论辈分 自己与苏灵秀 其实是同辈 你我其实同辈 虽然我年纪大了一些 孟叔叔善善一笑 何况 我与许师兄 孟兄 都是同辈论交的 本家说的没错 孟冲拍着孟叔的肩膀 他怎么也没想到 孟叔叔竟然与苏灵秀 有着这么一层渊源在 如此一来 以后就不能压榨得太狠了 毕竟是自己人了 孟哥 是不是知道些事情 苏灵秀沉声问道 孟叔欲言又止 最后叹息一声 道 我知道不多 当初我也得知苏老爷子有难 就前去教员了 抱歉 苏灵秀愧就地道 与你无关 孟叔聚了摇头 道 其实我也寻过你 但得到的结果 都是一王一家 尽数灭亡 能藏在心里 不能告诉任何人 不禁浮现出了那位温婉的女子 以及那一道风度偏解的身影 有些是注定只救他父母 其实就是为了寻找 致苏灵秀母亲所需的灵药 而遭遇意外洋落的 李玄看了孟叔叔一眼 这个家伙装着一些事情 恐怕是关于苏灵秀声似的 不过 他既然选择隐瞒 想必牵涉甚广 孟哥是否知道 杀我爷爷的是哪一个势力 宿灵秀问道 不知道 我只在寻找线索 不过没有什么收获 黑袍人 就是师妹的敌人 孟冲沉声开口道 孟叔叔一正 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道 原来如此 难怪找寻灵药宝地 寒暄续旧一番 取出这次的收获 一株五品灵药 师妹 你看这是什么灵药 不知道为何 靠近灵药 会有一种精神饱满的感觉 许言将灰色小草取出来道 李玄文言看了过来 心头 动 这是可以酝养精神的灵药 这是五品的石蜜草 宿灵秀吃惊不已 道 石油草 生长于幽暗石缝中 不易发掘 及其稀少 而五品石油草 更是闻所未接着 宿灵秀介绍道 石油草 有养故精神的奇效 使人精神如顽石坚定 可以使人不受外来干扰 不许言恍然 石锐草的功效 似乎对他没什么用 什么外来干扰 什么送唤 对他起不了作用 他已经达到了心中 无女人之玄妙心境 什么迷幻 都休想动摇他的心 我要钻研下 石膏草 可以制出什么丹药 来宿灵秀兴奋地道 丹药是你炼制的 孟叔叔落大双眼睛道 宿灵秀看了孟叔叔眼 孟老爷子迎首之情 不能忘记 于是他将凭运气丹 和强身丹 递给孟叔道 这是运气丹和强身丹 可以助你修炼 提升实力 谢了 谢了 你放心 灵药我会帮你找来的 需要什么灵药 尽管跟我说 你也知道 我是灵药探子 寻找灵药 尤其是珍惜灵药 才是我擅长的 孟叔叔兴奋不已地接过 并许诺道 好 宿灵秀点头 灵药已经送了回来 许言与孟冲没有多留 苍蓝岛上 火屠广尊还在叫气呢 也是时候 据解决火屠广尊 就在二人准备动身之时 谢灵药与湖山聪而来 苏姑娘 这是灵药 湖山将一个袋子 交给苏灵秀 里面几十株六品灵药 苏灵秀看得泽舌 不愧是见尊雅 这底蕴荡真身后 灵药有些多了 这里的灵药 已经超过了购买 天髓丹的灵药数量了 多的就当是 我们预付的丹药钱了 湖山说完 与谢灵药幽忙 找割到许炎与梦冲 许兄 苍蓝岛上有危险 不可贸然前往 谢灵药神色凝重地道 有几个巅峰大宗师 许炎里头一头地问道 谢浪风僧了一下 许兄你知道七 几个巅峰大宗师 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似乎根本就没把巅峰大宗师 放在眼里想 这才多久啊 巅峰大宗师 再在许兄眼 已经如此此不堪了吗 猜到的 许炎笑了一笑道 根据我获得的讯息 苍蓝岛上 除了火图魔尊 还引装了到少两位巅峰大宗师 谢灵药沉声说道 三位 许炎心里琢磨了一下 道 也不多 杀起来 应该不算很费劲 师兄 留一个给我练练手 梦冲挫着手兴奋地道 谢灵药与胡山 看着兴奋的师兄弟俩 人都梦了 那可是巅峰大宗师啊 在你们眼里 就如此不堪 宛若骂蚱一般 可以随意打杀了 谢兄 另外的巅峰大宗师 是来自魔教 还是黑袍人啊 许炎好奇地问道 除了火图魔尊之外 另外的巅峰大宗师 要么同为魔教强者 要么就是来自黑袍人势力 除此之外 许炎暂时还想不到 会有哪个势力出手来针对自己 刚杀了黑袍人 一个巅峰大宗师 若是苍蓝岛上 还埋伏有黑袍人巅峰大宗师 由此可见 黑袍人势力之强大 大概是黑袍人 谢灵神色凝重 我动用了剑尊崖的一些情报 都无法获知 黑袍人属于什么势力 可见其隐藏之身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许炎神色一鸣 玄机冷声道 杀了他们巅峰大宗师 我倒要看看 他们露不露出真面目 还有多少巅峰大宗师可以杀 走 去苍蓝岛 不过在此之前 可要让火图魔尊 把我的出手费给准备好了 许炎挥手说道 一行四人 离开了铁山县 直奔苍蓝岛而去 不过在蓝屏郡城将消息传了出去 传到苍蓝岛上 想要许炎去苍蓝岛应战 火图魔尊必须准备一百万灵金 以及将他所有身家都搬到苍蓝岛上 否则许炎不会去应战 消息传出 内遇舞者都梦了 还能这样 而许炎给出的理由是 苍蓝岛可能已经被毁 他损失惨重 即便夺回苍蓝岛 也无法挽回损失 除非火图魔尊支付应战费一百万灵金 外加火图魔尊全部身家都搬到苍蓝岛 如此 才值得他许炎出手 苍蓝岛上 一脸凶利之色 满头赤红头发的火图魔尊 愤怒不已 数字欺人太甚 竟然公然向他要什么应战费 更要他把一生珍藏 都搬到苍蓝岛上来 如此才会来应战 而且 还如此理直气壮 丝毫不觉得丢人 有失强者风范 更令火图魔尊气炸的是 内遇舞道界 都觉得许炎必战是明智之举 更是赞叹一番 不愧是少年天骄 懂得进退自如 年纪轻轻的 天赋强实力高 必战火图魔尊 这位赫赫兄弟的魔尊 一点都不丢人的 这使得火图魔尊 气得恨不得把苍蓝岛给摧毁了 然而 许炎不来应战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即便想要亲自动身找上门去 都根本行不通 若是可以找到许炎所在 他就不会来苍蓝岛了 答应他 在火图魔尊身后 一名黑袍人沉生道 本尊的灵精 岂是谁都有资格拿 你们想要杀他 百万灵精 你们出 火图魔尊冷冷地说道 可以 黑袍人点头 英爵 你堂堂引楼父楼主 竟然亲自出手 与许炎那小子 又如此深仇大恨 火图魔尊咪咪着眼道 火图 不该知道的 莫要多嘴 不该说的 也不要乱说 否则后果很严重的 英爵一双眸子 阴冷异常 哼 火图冷笑一声 道 藏头鹿尾的东西 若非引楼楼主那老怪物 我岂会与你们合作 火图 劝你慎言 英爵冷冷道 哼 火图冷哼一声 眼中闪过忌惮之色 引楼楼主之威 他堂堂巅峰大宗师 竟然望生出畏惧之心 当真是可怕 告诉许炎 我火图珍藏 留下地图在苍蓝岛等着他 火图冷声道 目光略过英爵 看向后方 那里站着一名黑袍人 引楼的护法之一 巅峰大宗师 目光落在苍江上 水下某处 似乎也隐藏着一人 引楼父楼主 携带两名护法 再加上他火图 四大巅峰大宗师 只为了杀一个少年 内域武道界 从古至今都未曾出现过 然而 许炎的强大与妖念 他们都心生忌惮了 必须在他彻底成长起来 之前扼杀掉 否则 后患无穷 不过 引楼似乎另有目的 为了寻找某个人 那似乎是引楼楼主下的命令 苍蓝岛 这一次汇聚了诸多强者的目光 凶名赫赫的火图魔尊 竟然要挑战崛起的天骄许炎 这在武道界 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关于许炎的事迹 也逐渐传开 闯过七星学宫 九层演武台 打爆大宗师 一人斩杀两位大成大宗师为公 年纪轻轻 实力之强比 诸多大宗师都厉害 这是武道界 从未出现过的妖念 火图魔尊凶名太盛 而且欲杀他者不少 他在苍蓝岛上 他的仇人欲要前往杀他 只是 似乎都遭到了阻拦 魔教另外两位魔尊 竟然出手阻拦了 甚至 还有其余未知名的强者 疑似其余魔尊 这使得各大势力 不由地怀疑 魔教难道要再次一统 席卷内域不成 当初的魔教 强大无比 但自从魔主失踪后 在各方打压下 以及自身内部纷乱 已经不复往日 在众多强者与势力 都关注苍蓝岛时 一道消息传开来了 火图魔尊支付了 百万零金应战费 这使得所有人都哗然 也更意识到 火图魔尊非杀许言不可 竟然连这种条件都答应了 更是传出 火图魔尊一生珍藏 留下一幅地图在苍蓝岛 只要许言取胜 自然可以获得 于是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许言 难道 许言真的要应战 而且 一些敏锐的势力 都隐约发觉 苍蓝岛似乎是一个局 必死的局 许言收到了 火图魔尊委托天宝阁 送来的百万零金 顿时开心不已 这样的敌人 越多越好啊 杀他十个八个 我就不会穷了 许言感叹不已 还是大师兄会做生意啊 我就不行了 都没赚到多少零金 梦冲叹了一口气 他觉得自己 要在大师兄身边 多学一学才行 谢凌峰与胡山二人 相识一眼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唯有这师兄弟俩 是以这种方式赚钱的 也只有他们 才有这个实力 告诉火图魔尊 我许言必然应约前往 苍蓝岛外 决意死战 许言一脸严肃地 让天宝隔回消息 拿到该得的东西了 许言一行人 慢悠悠地 开始前往苍蓝岛 一点都不急 大师兄拿到了 火图魔尊的珍藏地图 会不会有人来打劫啊 梦冲一脸期待地道 不好说 毕竟我都杀巅峰大宗师了 谁还敢来打劫 许言摇了摇头 有些遗憾地道 谢凌峰忍不住开口道 未必 其余魔尊兴许 会出手呢 许言双眼一亮 那就太好了 堂堂魔尊 必然很富吧 又是一笔横财啊 谢凌峰嘴角抽了一抽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心里感叹 这就是实力强大的底气啊 半路上 竟然遇到了熟人 七星学宫的大监学 傅云天 傅大监学 这是来找我的 许言差一不已 徐小勇 此战之后 来我七星学宫一趟 我们公主想要见你一面 当然也有小友 想要知道的一些东西 傅云天开口道 没问题 许言一口答应下来 至于 为何是此战后 去七星学宫 无非是要看 自己的实力如何而已 傅云天刚走 两道倩吟也出现了 无双阁的无双大宗师 以及素衣女子 公子 许久未见了 素衣女子奄然一笑地道 也不久吧 许言眨了眨眼道 素衣女子 无双大宗师 似乎在憋着笑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许言开口问道 我是来提醒许公子 苍蓝岛上 不止火图魔尊 一位巅峰大宗师 希望许公子慎重前往 素衣女子凝重地道 有十个巅峰大宗师吗 许言想了一想问道 素衣女子人都猛了 十个巅峰大宗师 难道 没有十个巅峰大宗师 就无法对你构成危险 你当真如此强大了 应该没有吧 素衣女子嫩嫩地道 十个都没有 这是瞧不起我许言啊 许言叹了一口气 难道 就因为自己年轻 就如此轻视自己 素衣女子沉默了 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无双大宗师 这会儿冷哼一声 道 小子 你是有多狂妄啊 没有十个巅峰大宗师 竟然是瞧不起你 难不成 你一人可敌十位巅峰大宗师 这小子太狂了 狂得他都受不了 险些忍不住出手教训一番 许言瞥了他一眼 你这女人懂什么 弱者才狂妄 真正的强者 从不狂妄 说的都是事实 啊 你是要多强啊 才能出此言 无双大宗师冷嘲道 也不算太强吧 像你这种 两三剑就能杀了 不怎么费劲 许言想了一想 一脸认真地道 无双大宗师气炸了 气息涌动 风云变色 咬牙怒道 狂妄小子 两三剑就能杀了我 倒要看看 你怎么杀我 他堂堂巅峰大宗师 何曾被人如此羞辱过 纵然是见尊牙 谢天衡 也不敢出此狂言 师父 冷静 冷静啊 素衣女子慌忙劝道 许言皱起眉头 好端端地杀你做什么 再说了 我许言出手费很贵的 没有百万灵精 不配我出手 无双大宗师气得受不了了 胸脯掀起波澜 欲脸战红 一把将徒弟甩飞到后面 怒道 我今天 一定要教训这个小子 你别劝我 素衣女子脸色都变了 在后面慌忙叫道 许公子 你要手下留情啊 无双大宗师 逆途啊 他更气了 抬手一个袋子扔给许言 冷声道 里面百万灵精绰绰有余 且看你如何两三剑杀我 许言大写 这无双大宗师 是个好人啊 竟然送钱给自己教训他 这辈子都没遇到这种人 好说 好说 那你接我一剑 许言接过袋子 长剑出鞘 一剑斩出 熬 山河龙宁 愤怒的无双大宗师 却是并没有大意或者轻视 手中浮现出两柄柳叶般的双刀 猛然斩出 许言实力很强 他自然不会质疑 否则 岂敢去苍蓝岛应战 只是 竟然狂言两三剑就杀了自己 这才是 他愤怒的原因 把巅峰他当成什么人了 他可是巅峰大宗师 实力之强 在巅峰大宗师里 也是不弱的 岂是那些垃圾大宗师可比 哄 山河笼罩 龙银响起 这一剑斩下 无双大宗师 神色大变 刀光崩灭 搅动风云的气势 在这一剑下 纷纷烟灭 他慌忙倒退而去 许言没有继续出剑 又不是真的要杀人 我这一剑 只能算一般 你觉得如何 我若全力出手 你能挡住三剑 许言收剑入翘道 无双大宗师沉默了 咬着牙 神色复杂 心里破口大骂 哪里来的妖念 他师父是谁 为何能够交出这么一个妖念来的 果然 真正的强者从不狂妄 师父 你没事吧 素衣女子慌忙过来 扶着师父波澜起伏的胸脯 不要生气了 许公子是个正直的人 从不说谎的 师父你怎么就不听呢 逆徒啊 无双大宗师气得不行 狠狠地瞪着自己徒弟 安慰了师父 素衣女子款款来 一脸欠一道 许公子见谅 我师父就是这么娇蛮 但他没有恶意的 许言点头 无妨 谢许公子手下留情 这是淼淼的一点谢礼 还望公子不要嫌弃 素衣女子说着 将一个袋子 亲手交到许言手上 那双嫩白的小手 更是趁机在许言手上摸了几下 许言双眼一亮 乐呵呵地道 这怎么好意思呢 姑娘太客气了 应该的 素衣女子略有不舍地收回手 无双大宗师 快要被自己徒弟气死了 逮住机会就送东西是吧 那小子哪里来的魅力啊 公子 我叫云淼淼 苍蓝岛上多小心 云淼淼柔声道 区区几位巅峰大宗师 不值一提 淼淼姑娘且放心 许言终于知道 素衣女子 原来名叫云淼淼 回想当初 在无双阁初见她时 那种魅惑与美丽 不由的感叹 当真如云淼淼 美而不可得 更使人难忘不过 那魅惑对她无效 云淼淼还要说什么 无双大宗师丢不起这人 拉着徒弟狼狈而去 淼淼姑娘 真是个好姑娘 为人又慷慨 出手阔绰 当初磨练心境 她也倾尽全力相助 难得呀 许言感叹不以地道 孟冲在一旁点头 表示认同 谢凌峰默默无言 许兄当真是心中无女啊 这心境太玄妙了 我远远不及啊 胡山脸上肌肉抽搐着 这师兄弟俩 脑子都太直了 难道就没发现 那姑娘慢慢柔情 她不由的沉思 莫非正是因为一根筋 心里只有五道 没有其他 所以才 如此妖孽与强大 我也该改一改 不能想太多 心里只有五道就好了 胡山心里想着 苍蓝岛上 不止火图魔尊 为巅峰大宗师 已是确认的事情 至于埋伏了几位巅峰大宗师 却是不得而知 甚至于 其他巅峰大宗师 来自哪个势力 也没有消息 不过 无非是黑袍人势力 以及魔教势力 至于是否存在 第三势力涉足进来 却是无从得知 不论其余巅峰大宗师 来自哪个势力 对于许颜而言 都没有差别 杀了就是了 苍蓝岛外 苍江之上 飘着一 搜搜小船 每一艘小船 都距离苍蓝岛遥远 但这点距离 对于强者而言 却又算不得什么 每一艘小船上 便是 名大宗师 都是来此观战的 苍蓝岛之战 是内域武道界 数千年来未有的大事 一方 是突然崛起的 绝世天骄 另一 方 则是凶名赫赫的 魔教魔尊 宗师舞者 已经不具备 来观战的资格了 一艘小船上 无双大宗师 与云淼淼在其中 除了师徒二人 还有另外两名大宗师 都是无双阁的大宗师强者 大越国皇室也来人了 无双大宗师看向远处 一艘紫色花纹的小船 开口道 云淼淼抬眸看去 错眉道 大越国 会插手吗 藏蓝岛 在大越国境内 按理属于大越国管辖 曾经是殷红的地盘 后来归于许言所有 不过在内域 向来强者为尊 哪怕是大越国 也不会贸然对一位大宗师说 这是我的地盘 当然 大宗师也不会否认 自己所掌控的地方 是属于大越国国土的 彼此之间 有一个默契 大越国若是出手 是针对火图摩尊 还是许言 都不好说 无双大宗师摇头道 大越国那艘小船上 一名身穿紫袍的青年男子 目光眺望苍蓝岛 此岛 表面上是殷红的 实则是本宫的 且看那许言 是否有资格获得 大越国二皇子 在他身旁 是一名中年模样的男子 身材奇长 目光伶俐 是一名巅峰大宗师 殿下 可是要在下出手 中年男子开口问道 不需要 静观即可 二皇子摇头 他贵为大越国皇子 身份尊贵 然而巅峰大宗师 乃是真正的强者 中年男子 职责只是保护他 除此之外 可以不听他的任何吩咐 不过 一般而言 巅峰大宗师护卫 也并非真的丝毫不听吩咐的 只不过 皇子无权命令 巅峰大宗师做事 一般都是以请求的方式 请巅峰大宗师出手 这就是巅峰大宗师的待遇 强如大越国 尊贵如皇子 也要礼遇有加 另一艘小船上 傅云天默默注视着苍蓝岛方向 在他身边是一名老者 手中捧着一本书 看得津津有味 老者不修蝙蝠 头发散乱 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手中书本上 然而 这是一名巅峰大宗师 在诸多小船中 其中一艘小船 竟然是宝器材料锻造而成 价值不菲 那是天宝阁的船 如此盛世 内与各大势力 都有强者前来 纵然是燕国与紫云国 都有大宗师前来一督此战 一艘老旧的牧船 静静地飘在苍江边上 船头盘膝坐着一人 膝上横着一柄黑翘长剑 这一艘小船 没有引起苍江上 诸多强者的注意 毕竟来此的强者太多了 皆是大宗师 而且低调者不止一人 唯有天宝阁上的强者 注意到了老旧墓船上的人 见尊牙的胡海竟然来了 许言与谢灵风交情甚密 难道胡海要出手不成 胡海一人 即便出手 也不过挡下一人而已 除非谢天衡来了 谢天衡久未出现了 似乎在闭关 他若是来 火徒那家伙 必然逃之夭夭 在天宝阁强者交谈时 谢灵风与胡山 已经来到了那艘小船上 爹 就你一个人吗 胡山四下张望着道 海叔 谢灵风叫道 嗯 胡海睁开眼睛 点了点头 看向苍蓝岛 道 至少三位巅峰大宗师 我若出手 可拦下一位 可拖住两位一些时间 谢灵风吐出一口气 道 许兄既然敢来 自然是有底气的 未必需要海叔出手 胡海笑了一笑 道 我也很好奇 那是什么样的绝世天骄 连小少爷都自愧不如 谢灵风苦笑了一下 海叔 许兄之妖念 岂是我能比 我此生愿望 只为了见到入门 便已足矣 胡海皱眉道 小少爷 你这是什么话 你纵然实力不如他 又岂是见到尚未入门 谢灵风摇头一笑 没有说什么 何止自己见到未入门 见尊崖上下 包括自己的爹 都算不上见到入门啊 这些话 就没必要说了 胡海 乃是谢天恒的书童 见尊崖巅峰大宗师之一 如此强者 都是自傲的 岂会认为自己 见到未入门 外人说没用 要让他自己认清事实才行 真是热闹啊 许颜看向苍兰岛四周 感叹一声道 目光看向老舅木船 谢灵风与湖山就在那里 这一次见尊崖 有强者前来 必要时候 会出手相援 不过 对于许颜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 目光看向苍兰岛 火图魔尊的气息 丝毫不遮掩 师兄 你觉得会有几位巅峰大宗师 梦冲沉声道 不少于三位 许颜笑了一笑 神色逐渐肃默了起来 道 今日 便让这内域舞者知晓 何谓真正的舞道 这一战 既是威慑各大势力 显露强大实力 为长青阁保驾护航 也是为了魔力自身舞道 为突破通悬做准备 一入通悬 便是内域之巅 师兄 我觉得水下 应该会有埋伏 那个就交给我吧 梦冲也神色肃穆 她也要在这一战 魔力肉身舞道 为突破先天境圆满做准备 在战斗中提升 好 许颜点头 她踩在水面上 漫步而行 姿态潇洒 脑海中浮现出 师父悠然自在的步伐 此刻 仿佛找到了身为强者 该有的自在与洒脱 我距离师父的境界 太遥远了呀 走不出师父那种悠然自在 那种道法自然的步伐 许颜心中感慨着 梦冲身形 引入苍江之中 等待着埋伏之人现身 他便会出手 来了 观战的诸多强者 此刻精神一震 那封神俊朗的少年 迈步而来 悠然自在 仿佛前方不是龙坛虎穴 而是世外桃源 许公子 云渺渺双眸眸眯起 嘴里喃喃 无双大宗师一拍额头 自己徒弟是没救了 苍兰岛外 苍江之上 许颜停下脚步 火徒魔尊 出来受死吧 可不要毁了我的苍蓝岛 狂妄小子 火徒魔尊冷哼一声 身形腾空 离岛而来 随着火徒魔尊现身 一头赤红头发飞舞 天地灵气涌动着 刹那之间 在火徒魔尊身周 化作了一片新红色 仿佛血浪在他身周翻涌 痴痴之声不断响起 恐怖的血浪 仿佛在污浊灵气 血浪变得越来越粘稠 淡淡的血腥味 开始飘散而出 涌动之中的血浪 慢慢地化作了血色的火焰 仿佛要炼化一切生灵 火徒炼血功 见到这一幕的强者 纷纷神色凝重 魔教绝世功法之一 也是火徒魔尊 赖以成名的功法 火徒炼血功 乃是真正的杀生功法 以生灵精血修炼 尤其是武者精血最佳 火徒魔尊修炼到巅峰大宗师 可见其杀了多少武者 炼化了多少武者精血 才能有此恐怖的实力 小子 你的血本作今日收下了 火徒魔尊手中握着一把钩刀 血红的弯钩 仿佛浸透了血液形成 似乎给无数武者 开膛破度过 血炼神色淡然 开口道 你珍藏所在的地图呢 交给我吧 一会儿杀了你 还要去找 多麻烦 你说是不是 哇呀呀 你这目中无人的小子 本作要挖了你的心来吃掉 火徒魔尊器的双目喷火 轰隆之间 半空之中 一片血云呈现而出 玄机化作了熊熊的炼狱血火 阴森 血腥之气弥漫 弯钩一盏 恐怖的炼狱血火肆虐 直接覆盖向许炼 火徒魔尊一出手 就是灵力无比的攻击 丝毫没有轻视之意 拼尽全力出手 许炼身形一闪 移形换位 刹那间就避开了 身形出现在了另一处 火徒魔尊 我怎么知道 你没有骗我 根本没有留下珍藏所在地图 许炼风轻云淡 丝毫不为火徒魔尊的强大气势所扰 火徒魔尊神色凝重了起来 刚才那一下出手 对方那诡异的身法 竟然躲避开了 本作 说一不二 地图就在岛上 火魔魔尊沉声道 万一 你我交战之时 被人取走了呢 许炼看向苍蓝岛 笑着开口道 何必躲藏呢 把地图带过来吧 火徒魔尊目光一凝 许炼竟然知道 岛上不止自己一人 竟然还敢来应战 难道是仗着那诡异的身法 觉得可以全身而退 岛上两道身影出现 一身黑袍 只露出一双眼睛 其中一人 抬手将一圈厕子扔了过来 许炼真气涌动 厕子在他面前打开 是一幅地图 当即收了起来 根本无视黑袍人散开左右 将他包围在中间 两名黑袍人 一人胸口 绣着红色的叶子 护法级别 另一人 胸口上 绣着一个弯月图案 身份更高的强者 而且 弯月图案的黑袍人 实力更强一些 三位巅峰大宗师 观战的诸多强者 都是神色一变 除了火图魔尊之外 竟然还隐藏了 另外两名巅峰大宗师 许炼再强 哪怕可以战胜火图魔尊 但又岂能敌得过 三位巅峰大宗师 火图魔尊 本就是巅峰大宗师里的强者 而另外两名 其中一人 气息丝毫不比火图魔尊弱 甚至稍强一些 另一人虽然稍弱一筹 但毕竟也是巅峰大宗师 许炼 危险了 观战的强者 都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 云淼淼神色顿时紧张起来了 拉着师父的手道 师父 你可要出手啊 无双大宗师冷笑一声 道 那小子厉害着呢 两三剑就能杀一个巅峰大宗师 三个巅峰大宗师而已 都不用十剑 你急什么 师父 不是赌气的时候啊 云淼淼急道 那小子赶来 你以为他毫无把握 妮子 你就别操心了 无双大宗师叹气道 三位巅峰大宗师啊 你怎么看 傅云淼看向老者问道 用眼睛看 老者美好气地道 那小子又不是傻子 打不过不会逃啊 你担心什么 那里有一位呢 但情势不对 必然会出手的 傅云淼寻着目光看去 那是一 搜老旧牧传 一人盘膝而坐 膝上横着一柄 黑翘长剑 他竟然来了 傅云淼既意外 也不算太意外 毕竟许炎进入七星学宫点藏阁 曾用谢凌峰的名字 可见二者关系亲密 老者看向苍蓝岛 冷声道 只要不是尹楼的那个老不死来了 这都是小场面 若是那老不死来了 那才是大事 那位是何人 傅云淼好奇地问道 老者闭嘴不言 对于尹楼那一位 似乎颇为忌惮 许炎环是一周 笑容灿烂 又 是你们这些藏头鹿尾的家伙 只来了两人吗 英爵沉声道 许炎 你只需 说说出那丫头下落 今日可饶你不死 为了素灵秀而来的 许炎对此并不意外 只是愈发好奇 为何黑袍人 非要抓师妹呢 而且 似乎只要抓到师妹 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的 饶我不死 就凭你们三人 许炎眼神凌然 细细微风从他身上浮下出 杀伐之意弥漫 拔剑出鞘 盯着英爵 冷笑道 沟曲里的老鼠 连名字都不敢报上来 也敢口出狂言 今日 我见沈许 便斩了你们 狂妄 火涂魔尊冷哼一声 弯钩斩出 火域血火汹涌而出 半空中都化为了 星红之色 痴痴之声响起 仿佛在腐蚀着半空 轰隆 殷爵抬手就是一刀 刀光宛若融入天地 化作一层层刀幕 封锁了四方 向着许炎轰杀而来 另一名黑袍人 也出手了 三位巅峰大宗师联手 天地变色 滔滔苍江 都被恐怖的威势 压得水面 凹陷了一层下去 远处看去 战场宛若掀起了 灭尸之威 三位巅峰大宗师 一出手 掀起毁天灭地之威 战场刀光与血光交织 而在这一切的中心 是那一道少年身影 无双大宗师 这样的强者 都神色严肃了起来 他们自存 面对三大强者围攻 面对如此恐怖的攻势 纵然不死 也会受创不清 想要顿逃都难 虎海神色凝重 站起身来 黑翘长剑在他身边颤动着 似乎随时准备出窍 嗷 金龙咆哮杀入了滚滚刀光之中 所有强者 只觉得恍惚了一下 仿佛看到了战场上 山河浮现笼罩衣 切 金龙盘旋威势滔天 这是什么剑法 许言手中剑斩出 气势勃发 先天真气运转 身上浮现出异议光辉 甚至隐约可见 条虚幻的龙影 盘绕山河之像 今日 斩火图魔尊于苍蓝岛外 许言的声音浩荡传开 一剑斩出 杀向了火图魔尊 左手一拍 十八条金龙咆哮 杀向英爵 与另一名黑袍人 狂妄 火图魔尊冷哼一声 他双眸骤然变得血红 在他身周浮现出一层粘稠的血气 宛若金血覆盖 痴痴之声 愈发密集 阴寒之气弥漫 血火熊熊 仿佛将他自己燃烧了一半 嗜血 狂暴之气 从火图魔尊身上涌现而出 他的气势在增强 弯钩变得愈发心红 幕吼一声仿佛失去理智一般 疯狂爆发攻击 此剑 斩火图魔尊 许言却是神色漠然 一剑斩落 山河倒卷 仿佛葬灭苍生 万般攻击 都在山河之中湮灭 山河不断碎裂 仿佛即将被轰碎 骤然之间 轰隆一声 四方震动 一道雷光似乎从虚空中出现 化作了一柄剑 如天威 如天法 震动着四方 猛然斩落 山河万象之阵雷剑 周身气势爆发 与那名护法 瞬间气机交融 爆发出了强大的攻势 轰开了十八条金龙 弯刀横空 欲要救援火图魔尊 与此同时 轰隆一声 水柱冲天起 一道黑袍身影 从水下冲了出来 裹挟着强大的威势 就要杀向许言 救援火图魔尊 此刻 雷霆之剑 宛若天法一般斩下 许言左右与身后 都有黑袍人出手 欲要向他出手 要么斩杀了火图 自身遭受重创 要么回召抵挡围攻 但如此一来 彻底陷入合围之中 观战的一众强者 进阶骇然地 看着那一道雷霆之剑 恐怖如天法 更宛若是邪恶的克星 扫出一切阴晦 又似乎是对敌人 施以天法 火图魔尊修炼的是杀身功法 本身属于邪恶阴晦 正好被雷霆之剑所克制 这一剑展落 凶名赫赫的火图魔尊 似乎必然陨落 然而 除了已经出手的两名黑袍人之外 竟然还有一人 藏匿在水中 此刻也出手了 许言这一剑 若是斩火图魔尊 必然遭受三方合击 不死也会中创 战场变化 只在瞬息之间 轰隆 骤然之间 一道金光身影 从水中冲出 恐怖的刀光 杀向了刚从水里出来的黑袍人 你的对手是我 梦冲凝笑着杀了过去 这一刀 对方若是不收招抵御 必死无疑 那名黑袍人神色大变 慌忙回刀抵御 轰隆 梦冲身躯都撞大了一圈 宽松的衣服 都被撑得破裂开来 将刀插回刀鞘里 双拳轰出风雷之力 狂暴无比地直冲黑袍人而去 来吧 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双拳猛轰 周身金光笼罩 大日精深的彪悍 这一刻净显出来 黑袍人神色骇然 在梦冲的狂烈攻击之下 身形倒退 瞬间从战场中离开 二人到了另一处 厮杀在了一起 梦冲双拳轰出 风雷狂暴 壮瘦的身躯 给人强大的压迫力 每一拳都如风雷骤起 身形不断逼近黑袍人 面对黑袍人的攻击 他只抵御下三四成之力 余下的攻击之力 丝毫不抵御 任由其轰在身上 以强悍的肉身硬抗 而他狂暴的攻击 拳拳到肉一般 狂暴无比 宛若人形猛兽 杀得黑袍人一时之间 显得手忙脚乱 此刻 黑袍人骇然失色 这是什么怪物 血肉之躯 为何如此恐怖 几乎堪比保弃了 他每一道攻击 对方只是简单抵御 稍微削弱他的攻击之力 余下的攻击之力 却是丝毫不顾 任由轰击在身上 令他心惊胆战的是 哪怕削弱后的攻击 若是轰在任何一名 巅峰大宗师身上 不死也会中创 没有任何一名 巅峰大宗师 但无视这样的攻击 如此强大的攻击 光头少年竟是丝毫不顾 更令他惊骇的是 攻击轰在对方身上 竟然只留下了浅浅的印子 一时之间 黑袍人心神大乱 弯刀不断斩出一道道恐怖的刀芒 与此同时疯狂后退 欲要摆脱孟冲 但不论他如何疯狂后退 如何闪躲 孟冲始终紧随而至 一拳又一拳 狂暴无比的刀攻击 如人形暴龙 凶悍无比 苍江上 一众强者竟皆骇然 那位秃头少年 肉身之强悍 竟然如此恐怖 近乎堪比宝气啊 这世上 怎么会有如此强悍肉身的人 血肉之躯 竟能堪比宝气 是如何修炼出来的 在众人惊骇孟冲的狂暴 与堪比宝气的强悍肉身时 雷霆之剑 已如天罚般斩落 轰隆 火图魔尊的一切攻击 那粘稠的血浪 在这一剑下尽数消灭 剑落 横扫一切阴晦 不一声短促的难以置信之声响起 火图魔尊身躯在这一剑下 变成了焦黑 化作了飞灰消散 与此同时 英爵与那名护法的攻击 也杀向了许炎 然而 刹那之间 许炎身形消失在了原地 已然出现在了那名护法身侧 一行换位 一剑斩落 敖 山河龙吟 那名护法在龙吟声中 只觉得一个恍惚 仿佛进入了一座山河之中 不好 他心头骇然 这是什么剑法 竟然可以干扰自己的心神 轰 刀光泛起阴寒之气 他喷出一口精血 直接施展了五道秘书 许炎又是一剑斩落 山河万象苍生剑 那名护法 刚从山河之中震脱出来 便仿佛看到山河崩裂 苍生直剑斩来 扑 一剑落 身躯片片崩裂 最终化作了飞灰消散 英爵已经杀了过来 想要救援 但来不及了 一剑杀了火图魔尊 两剑杀了那名护法 战斗 只在瞬息之间 生死已然无法改变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英爵神色骇然 眼神甚至露出了恐惧之色 若是眼前的少年 再成长下去 他根本不敢想象 将会强大到何等程度 问鼎内于五道之巅吗 逃 必须逃 唯有楼主 才能杀得了许炎 英爵自问实力 稍微胜于火图魔尊少许 但强的有限 真要生死之战 固然他能杀了火图魔尊 自身也会遭遇重创 而火图魔尊 可能因为功法缘故 被那如天罚一般的雷霆之剑克制 因而才连一剑都抵挡不下来 他自存 自己哪怕可以抵挡下一剑 但第二剑 第三剑呢 许炎看起来轻松自如 分明并非只有一剑之力 原本杀向许炎的英爵 身形扭转 疯狂后退 就要顿逃而去 没有任何一个敌人 能从我眼里逃走 许炎冷哼一声 身形消失在原地 刹那已追上了英爵 一剑斩落 山河崩灭 雷霆之剑斩落 仿佛天罚降临 英爵骇然失色 真正面对这一剑时 才知道这一剑的恐怖 死亡的危机 将它笼罩 仿佛山河破灭 凝聚得浩荡之威 如天罚一般 欲要将它彻底湮灭 弯刀破碎 化作一股彻骨阴寒 英爵身躯瞬间干扁 一股极强的刀光 从他身躯涌现而出 他没有去抵御天罚一般的雷霆之剑 那一道刀光 而是杀向了许妍 哼 许妍冷哼一声 一掌派出 金色巨龙咆哮一声 龙威浩荡 龙谋异一声 一股惊天动地的怒意 从金色巨龙中涌现而出 刚猛无匹的金色巨龙 轰然杀向了那一道刀光 轰隆 英爵临死的一击 虽然斩碎了大半金色巨龙 却也仅此而已 被一掌抵挡了下来 他满眼难以置信 一掌轰出巨龙 就将自己的临死一击 彻底抵挡了下来 许妍 究竟有多强啊 扑 英爵身躯焦黑 化作飞灰消散 许妍持戒而立 傲视四方 一众强者 进阶骇然 少年如龙 威震天下 轰隆 另一边的战斗 更显得狂暴了 在众强者看去时 梦冲身形 已经贴近那个黑袍人 在对方惊骇的目光中 凝笑着双臂合拢 将对方抱在胸前 扑 一众强者咽了口唾沫 满脸震撼 这简直就是人形暴龙啊 凶猛狂暴 无人可及 只见梦冲双臂合拢 抱住黑袍人 猛得孤紧 恐怖的肉身之力 直接将黑袍人 绞杀成碎片 咔嚓之声 远远传来 黑袍人身躯崩裂 化作碎片 接着化作 飞灰消散 咕咚 在场的强者 无不心惊 这是何等凶悍狂暴啊 当真是人形暴龙啊 直接把人暴杀在怀里 碾成碎片 那恐怖的灼热气息 敌人甚至连血 都没溅出来 就变成碎片 化作了飞灰 太暴力 太凶悍了 这也太猛了 湖山震撼得喃喃自语 谢凌峰感叹 能入前辈眼 收为弟子 当真是有不凡之处啊 孟冲的彪悍 这一次显露无遗 直接以强悍的肉身 绞杀了一名巅峰大宗师 恐怕 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位被如此绞杀的巅峰大宗师吧 当然 孟冲如此快获胜 固然有许颜连斩三名巅峰大宗师 那名黑袍人心神大乱 惊惧不已 无心战斗 露出破绽 被孟冲抓住有关 但孟冲的实力 已然足以硬汉巅峰大宗师了 湖海人都梦了 哪里来的妖孽啊 这年轻人也强得太离谱了 看着谢凌峰与湖山 他目光怪异 如此强大的少年 自己都远不是对手啊 哪里需要自己出手相助 苍江之上 一片寂静 众多强者 竟皆沉默了 孟冲看 这位光头少年 又是哪里来的 许公子的师弟 竟然也如此强大 云渺渺惊叹不已 而在一艘小船上 一名妩媚女子 看着孟冲 双眼露出痴迷之色 这才是男啊 岂是小白脸可以比的 喜欢小白脸的 都是什么废物啊 太暴力了 太猛了 啊 我好喜欢啊 女子捂着胸脯 眼中都是那一道 魁梧撞树的身影 许颜持剑 立于沧江之上 傲然环视四周 再下剑神许颜 还有谁不服的 还有谁觊觎我这苍蓝岛的 还有谁欲杀我的 尽管站出来 苍江上 无人应声 甚至有小船 由于距离许颜比其他船近一些 生怕被误会了 这会儿正在疯狂后退呢 这个时候站出来 不是送死吗 独自一人不敢站出来 可以找人联手 十个八个一起 我许颜全部接下 许颜继续开口道 十个八个 能挡几箭 一众大宗师心里嘀咕着 又把船往后退 生怕惹得许颜瞩目 看不顺眼一剑斩过来 那就死得冤了 既然无人站出来 从今日起 苍蓝岛未得允许 不得踏入 否则视为挑衅 许颜高声说道 无人敢说一个不字 大跃国二皇子 此刻沉声开口 对身旁的人道 英红与我之关系 不得外传 知道此事者 都给我处理干净了 这若是 让许颜知道 英红是她的人 一怒之下找上门来 那还得了 招惹如此大敌 她那个父皇 必然第一时间把她放弃 驱逐她出皇室 就是这么现实 真就两三剑啊 无双大宗师 喃喃自语 云淼淼哼哼着道 师父 我都说了 侍卫你好 你骗不信 若不是我求情 你就被许公子两三剑杀了 无双大宗师 瞪着徒弟 气得不行 真就是个逆徒啊 心里只有许颜 没有自己这个 师父了是吧 这一战真过瘾 梦冲摸了摸脑袋 兴奋地走了过来 这一战 才净显了肉身五道的精髓与强悍 师弟肉身之强 一般大宗师 都无法伤到你了 许颜感叹着道 肉身五道 荡真飙悍 净显狂暴凶悍之势 如人形猛兽 苍蓝岛之战 以许颜强势斩杀三位巅峰大宗师落幕 剑神许颜之名 真正的名阳内遇 当代第一天交之名 实至名归 而梦冲 直接以强悍肉身之力 绞杀巅峰大宗师 同样名震内遇 一众强者没有逗留 纷纷离去 云淼淼不舍地走了 傅云天与那名老者 也返回七星学宫 许兄之强 当代第一人啊 谢凌峰由衷地感叹道 哪里哪里 我不过出入五道而已 许颜谦虚地道 敢问小友 这是什么剑法 胡海好奇地问道 这是我爹 胡海 胡山慌忙介绍道 许颜严肃了起来 道 你误会了 这不是剑法 而是剑道 胡海一正 他突然想起 谢凌峰曾言 他尚未入剑道 再回想许颜那恐怖的一剑 与所有剑法都不同 甚至 根本没有剑法的痕迹 原来如此 他若有所思地点头 苍蓝岛并没有被破坏 建筑依旧 许颜几人暂且住了下来 这一战 许颜有所收获 进一步沉淀 完善自身剑道 梦冲也是如此 狂暴的一战 让他真正地意识到 肉身五道的精髓 如何才能显露出 肉身五道的强悍 谢凌峰也在沉淀 许颜的剑道 给了他一些想法 并且 也可以趁机 向许颜请教剑道 尤其是如何剑心通明 除了沉淀自身之外 许颜也在等黑袍人 其余强者到来 乃至魔教的 其余魔尊强者 在苍蓝岛之战 吸引诸多强者目光 与注意力之时 长青阁运气丹 已经开始出售 在宗师 舞者之间传开来了 销售之初 一枚运气丹一万零金 附赠一本大荒传记 由于是天宝阁代为销售 而天宝阁生育极佳 虽然一枚丹药一万零金 价格昂贵 但修炼效果极佳 超过吞服零药修炼 而且 一旦消耗太大 还可以快速恢复消耗 所以 一经推出 就有舞者购买来尝试 虽然 大部分都是买一枚试试 但销量也不低 第一批丹药 全部售卖一空 梁庆是大悦国 小林城三大宗师之一 也是小林城三大家族 梁家的顶梁柱 只是在三大宗师之中 实力最弱 他只是宗师进入门的舞者 而且卡在入门境 已经三十余年 始终无法突破中阶宗师 一直被另外两家压了一头 但他比其余两家的宗师 多了一个人脉 就是小林城的天宝阁管事 与他有着不浅的交情 因此获知了 天宝阁出售一种新药 叫做运气丹 据说是可以辅助修炼 甚至帮助宗师舞者突破瓶颈 每一枚售价一万灵金 这可不便宜 在小林城 一万灵金几乎是一个 中等家族的一年收益了 梁家虽然不算弱 但一万灵金 也几乎是梁家一个月的收益 好在他终究是宗师舞者 梁家也是有着一些底蕴 于是一咬牙 将三枚运气丹 全部买了下来 梁庆在密室中修炼 吞下一枚运气丹后 他顿时吃惊不已 运气丹的效果 太强大了 他只觉得 自己突破中阶宗师的瓶颈松动了 心中大喜不已 这运气丹 当真是宗师修炼的宝物啊 由此运气丹修炼 速度暴涨三五倍 不成问题啊 运气丹 是为先天进舞者炼制的 内域的宗师舞者 自然也可以服用 而且对宗师舞者的效果 比先天进舞者效果更好 究其原因 无非是宗师的内气 终究稍差于真气 运气丹对其内气的增幅 以及提升的效果 自然大于真气 三枚运气丹吃完 梁庆顺利突破中阶宗师 他欣喜不已 看到了突破大城宗师的希望 成为小灵城第一宗师的希望 当即咬牙找到天宝阁的好友 要购买运气丹 然而 运气丹销售完了 需要等下一批到来 像梁庆这样 因为运气丹 而突破瓶颈的舞者不在少数 即便没有因此突破瓶颈的舞者 也意识到运气丹的神效 只要有运气丹辅助修炼 大城宗师 巅峰宗师都似乎不遥远了 于是乎 各地天宝阁都涌入了宗师舞者 纷纷要求购长青阁运气丹 同时开始四处打探 长青阁在哪里 是哪个势力 要亲自上门求购 运气丹的火爆 是天宝阁始料未及的 在代售运气丹前 是试过运气丹的效果的 虽然比灵要强一些 却也没有如此神效 什么提升三五倍修炼速度 太夸张了 但如此火爆的销售 也自然意识到 这运气丹潜在的庞大价值 天宝阁的高层 当即汇聚在一起 有宗师舞者 当场服用一枚运气丹 试验效果如何 效果确实不俗 但没有外界传得如此夸张啊 那名宗师差一道 出售的丹药 还有没有 一名高层突然沉声问道 没有了 都卖完了 在座的天宝阁高层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难道自己式的运气丹 与出售的不一样 去 找长青阁购买运气丹 越多越好 暂且按照最初的协议执行 天宝阁高层下令道 长青阁之名 开始在内域传开 而且是宗师舞者之间 各大势力也开始 到处寻找长青阁 又要购买运气丹 任何人都看到了 运气丹可以壮大自身势力 谁获得的运气丹多 必然占据优势 铁山县 长青阁第二座炼丹房 开始投入运行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之后 培养第二批炼丹学徒 自然要容易和快速多了 而且都是有一定的舞蹈基础 都是从大荒挑选而来的 李璇心里感叹 两个徒弟又显威了 许颜连杀三位巅峰大宗师 而梦冲杀了一位 他又获得了金手指的反馈 见到进一步提升 战斗经验也在提升 肉身舞蹈的战斗更是暴涨 掌握了肉身舞蹈的战斗精髓 境界虽然没有提升 但实力提升了 第一批运气丹销售一空 天宝阁来找长青阁购买运气丹 利润分配按最初的执行 李璇知道 第二批运气丹销售出去后 天宝阁就会重视长青阁 必然会想办法 将长青阁收入天宝阁中 若是长青阁不答应 是否会遭遇强势打压 则要继续观察了 如今 长青阁因为运气丹 已经名声在外了 哪怕脱离天宝阁的渠道 依然不愁丹药卖不出去 只是失去了天宝阁的庞然势力 内域的诸多势力 是否会动一些歪心思 这是必然的结果 甚至性欲极佳 声欲非常好的天宝阁 是否也会使用一些手段来逼迫 都是有可能的 哎 可能会有麻烦找上门来 到了我出手的时候 我是绝世高人啊 出手对付这些弱者 岂不是有失身份 李璇心里嘀咕着 虽是这么想 一旦素灵秀应付不来 他必然是需要出手的 希望来找茬的 起码是大宗师吧 宗师真的是太弱了 李璇心里想着 他接着又想到一个问题 天宝阁如此强大 分布遍布内遇 若是可以合作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入股天宝阁 可以考虑考虑 李璇心里嘀咕着 内遇伤到目前而言 没有股份概念 长青阁以担要 入股天宝阁 然后慢慢地 变成天宝阁的实际控制人 也不是不行吗 当然 天宝阁的高层也不是傻子 长青阁想要入股 必然需要展现 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行 弱者 是没有资格谈合作的 许君和看着上门的 天宝阁管事 一脸歉意地道 抱歉 抱歉 上次运气单给错了 误将小运气单交给了你 天宝阁要是丹药 是许君和让素灵秀 专门炼制的小运气单 效果只有真正运气单的五分之一 这一点效果 天宝阁不会太动心的 必然会答应代为销售 达成一个初始合作的 果不其然 第一批运气单销售完了 林金哗啦啦地入账 运气单如此火爆 必然瞒不过天宝阁的 所以许君和一脸歉意 直接给了一个 但要弄错了的借口 这只是一个台阶而已 彼此都心照不宣 伤到便是如此 许兄哪里话 百忙中出错 正常的吗 天宝阁管事白手道 接下来 就是关于第二批运气单了 数量叫上一批更多 天宝阁慷慨 直接先把长青阁所获的林金 提前给支付了 协议不变 至于此次之后 接下来天宝阁会如何行动 暂时没有结论 许君和也感受到了压力 他自然明白 以天宝阁的强大 若要针对长青阁 以目前长青阁的实力 是无法抵御的 纵然 不动用强大实力 仅仅是卡住灵药 就可以使得长青阁丹药炼质量暴跌 前辈 我感觉可能会有些麻烦 比如一些强者 意图闯进来 盗取丹药秘密 许君和皱眉地道 无妨 李璇淡淡地回了一句 既然前辈说无妨 那自然就不会出问题了 许君和告退离去 素灵秀正在炼制丹药 为周英突破仙天境做准备 而他距离仙天境小城 已经不远了 第二批丹药 一如既往的火爆 但天宝阁没有全部售卖 而是留下了一部分 开始钻研 又要破解丹药 内域的各大势力 开始打探长青阁在何处 是什么势力 苍蓝岛外 许言与孟冲和谢灵风三人告别 没有强者找上门来 许言也不打算继续等下去了 准备前往七星学宫 正好孟冲要闯眼舞台 进入典藏阁观看五道秘籍 这些天 指点了谢灵风与胡山 二人都有收获 尤其是谢灵风 他感觉自己 似乎找到了渐兴通明的途径 不过先天境内 恐怕无法做到渐兴通明了 谢灵风决定回渐尊牙闭关 以及观看渐尊牙的典藏 借此进一步提升自己 许兄 若有所需 可传训于我 谢灵风给了许言一个令牌 持此令牌 可以到渐尊牙据点 以非冤传训给他 好 许言收下令牌 长青阁出入内狱 恐怕会面临一些麻烦 我代表渐尊牙 向长青阁购买一批丹药 若有所需 我渐尊牙愿意出手 挡下诸多麻烦 谢灵风郑重地道 他自然知道 长青阁推出丹药 会面临一些什么 当然 最大的压力 其实是来自天宝阁 这个庞然大物 谁也不知道 其底蕴如何 拥有多少强者 好说 谢兄代表渐尊牙购买丹药 打个七折 许言一脸笑容 一旁的虎海心里疑惑 丹药是什么 渐尊牙与许言背后的长青阁 达成一些合作 为长青阁抵挡下一些麻烦 这代价可不小 当然 他没有说什么 谢灵风乃是剑尊牙最强天骄 又是当代 剑主谢天恒独子 也是剑尊牙下一任剑主 他有资格做出这些决定 彼此分别 许言与梦冲 启程前往七星学宫 至于火图魔尊的珍藏 从七星学宫归来 再去寻找也不迟 若是地图是假的 自然一场空 若是真的 胡杉 你与海书 负责与长青阁购买丹药 以及挡下因一些 意图寄予长青阁的势力 谢灵风开口说道 是 少爷 胡杉兴奋地道 丹药是什么 胡海好奇问道 这是运气丹 海书试试便知道了 谢灵风将一瓶运 气丹交给他 胡海道出一枚丹药 双眼一亮 意识到这丹药可能不简单 一枚丹药入肚 纵然他是巅峰大宗师 也不由得震惊不已 这丹药 竟然能够辅助修炼 若是宗师舞者 以此修炼 速度必然大增 而且 只要不是天赋太垃圾 有丹药在 突破巅峰宗师 毫无问题 能入见尊牙的舞者 天赋自然不会太差 哪怕靠服丹药 提升上去的舞者 实力会显得有所虚浮 但境界提升 必然带来实力的提升 整体实力是暴涨的 而且 突破后 多花费 些时间磨练自身 实力未必就当真虚浮 小少爷 这种丹药 竟然如此神奇 虎海惊叹道 这是许元师妹炼制的 我与许兄交情莫逆 若是需要炼制一些特殊的丹药 备上灵药即可 我们见尊牙的五品灵药 我觉得 应该拿去炼制成丹药 谢灵风笑着说道 接着 将回生丹取出来 道 这是回生丹 纵然是巅峰大宗师 受到重创 只要有一口气 都可以救回来 且 能够修复损毁的根基 虎海呼吸都粗重了几分 双眼瞪大 回生丹一眼 便能看出不凡 他丝毫不怀疑 谢灵风所言 丹药 竟是如此神妙 难怪 小少爷要以剑尊牙之威 替长青阁挡下那些麻烦 七星学宫 许颜第二次来了 他想起了那一批武道学徒 脸上露出了笑容 自己威震内遇 剑斩巅峰大宗师 想必他们都知道了 也该意识到 自己不是宗师舞者 而是先天进舞者 舞道学士 都是喜欢钻研舞道 对舞道痴迷 真正的舞道 在他们面前呈现 他们能不心动 真正的舞者 不是莽夫 这是师父教导的 而我是真正的舞者 许颜心里乐何着 长青阁终究缺乏舞者 总不能是 师都自己亲自去办 更不能因此而打扰了师父的清静雅致生活 所以 舞道学士是非合适的人选 他们一根筋 一旦答应了 找到了信仰所在 必然会极力维护的 为长青阁抛头颅 洒热血 但舞道学士 乃是七星学宫的底蕴之一 想要把人挖走 并非依 剑容 义的事情 甚至会因此 而与七星学宫结下仇怨 七星学宫无疑很强大 许颜纵然不惧 但也免不了一番麻烦 而且这个麻烦 会持续一段时间 甚至干扰了师父的悠闲生活 不过 既然傅云天邀他来七星学宫 而七星学宫公主 想要见他一面 恐怕也与他当初的 舞道论述有关 兴许能够达成一些合作呢 毕竟七星学宫 与其他势力不同 而是以研究舞道 传扬舞道为主 师兄 我去闯岩舞台 孟冲兴奋地开口道 好 许颜点头 以孟冲的实力 都可以击杀巅峰大宗师了 闯过岩舞台是必然的 毕竟实力在那里摆着 哪怕第九层 岩舞台是巅峰大宗师 守台也是如此 七星学宫严舞台 一如既往的热闹 今日 竟然来了一位光头猛汉 而且效仿当初的许颜 直接就要奔七层以上的 严舞台而去 这可把守台的 七星学宫学子气坏了 孟冲连严舞台都不登 谈指把人击飞了 这一幕非常熟悉 一众舞者 包括七星学宫的学子 都是一脸怪异之色 这位光头猛汉 与许颜该不会失书同门 怎么都一一个样啊 傅云天很无奈 这对师兄弟 真就一一个德行 闯严舞台的方式都一样 许小友 你师弟就不用闯了 严舞台对他而言 没有意义 傅云天叹气道 直接双臂 绞杀巅峰大宗师的猛男 跑来闯严舞台 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师弟 要进去典藏阁看五道典籍 自然要闯严舞台了 许颜一脸认真之色 今日魄力 让你师弟进入典藏阁 傅云天无奈道 这可不行 七星学宫的规矩 还是要遵守的 不能让人以为 他是我师弟 就可以不用闯严舞台 让人知道了 还以为我师弟 没能力闯过严舞台呢 许颜却是摇头拒绝道 傅云天张了张嘴 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规矩用来打破的 不是你说的吗 现在又要讲 遵守规矩了 孟冲不出意外 直接闯过了 九层严舞台 惊动了一众观战者 这里就是典藏阁了 第九层也为你开放了 傅云天带着 许颜与孟冲 来到了典藏阁前 师弟 直接去第九层看吧 以后有时间 再看下面层了 许颜开口道 好 孟冲点头 直接进入典藏阁 去了第九层 徐小友 随我来 公主要见你 傅云天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许颜在傅云天的带领下 朝着七星学宫 核心区域而去 徐小友 你是先天静 不是宗师静舞者 是吧 路上 傅云天开口问道 没错 我说过的 许颜点头 傅云天点了点头 小友师从何处 师父已超脱世俗 说了你也不会知道 许颜平淡地回道 二人穿过一片雅致的小院区域 进入了七星学宫后方 一处防射险的老旧 近乎破败的小院子里 院子里 有一株七品灵茶树 三丈鱼膏 枝繁叶茂 嫩芽翠绿 而树下 一方石桌 几个凳子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坐在凳子上 正在漆茶 许颜心中一领 老者实力很强 比火图魔尊强多了 甚至给他一种 已经不在大宗师境界的感觉 小友 老者面容和善 露出慈祥老者的笑容 待许颜坐下后 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 这茶 就是这株灵茶摘下来的 这一株灵茶 很古老了 传闻是我七星学宫的 创始人栽种的 老者介绍着身旁的 这一株灵茶树 傅云天静静地站在一旁 许颜喝了一杯茶 问道 前辈如何称呼 白云空 一些家伙 都叫我白老头 七星学宫公主 白云空 笑呵呵地道 接下来 白云空似乎在唠家常 一边介绍着七星学宫 一边给许颜添茶 叙叙叨叨了小半个时辰 这才开口问道 敢问小友 先天之上 适合境界 到了此刻 白云空的神色 才稍微肃默了起来 通玄 许颜放下茶杯 道 通天地之玄妙 通玄 白云空喃喃自语几句 小友 对于宗师舞道 如何看 白云空问道 许颜这下子 就为难起来了 直接说 这是唯舞道 眼前的老头 实力很强很强 一旦受不了 刺激发疯了 可就有些棘手了 而且 师父也没说 这是唯舞道 沉吟了一下 道 没有什么看法 修炼不同而已 舞道无真伪 白云空哑然一笑 许颜口中 虽说舞道无真伪 实则在他眼里 宗师舞道 属于唯舞道了 舞道无真伪 白云空笑了一笑 道 七星学宫的创立 是为了钻研舞道 当今内遇流传的舞道功法 其中有不少 都是出自七星学宫 七星学宫的宗旨 便是钻研舞道 探寻舞道的真谛 不论是任何舞道功法 都会钻研 而不会带着偏见 即便是杀生功法 虽有伤天河 制造罪孽 不会外传 但也不会因此而放弃钻研 兴许其中有可取之处 创立新的舞道功法呢 诸多舞道秘书 我七星学宫贡献非常之多 某些秘书代价极其之大 便是从杀生功法里钻研出来 用以危机时刻保命 乃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许言明白白云空的意思了 七星学宫的宗旨 是探寻舞道真谛 不会因为舞道的不同 而产生敌意 白云空继续说道 但不论我学宫历代学士 如何钻研舞道 如何开创功法 秘书 但根本已经没有变 都是在现有的舞道框架内 曾经也有学士 欲要跳出这个舞道框架 但都失败了 许言的出现 引起了七星学宫 诸多舞道学士的注意 这是有别于内域的舞道 跳出了现有舞道之外 一群舞道学士 都快疯了 在舞道学士眼里 没有什么比发现新领域 更具有吸引力了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许言眨巴着眼问道 你可愿成为我七星学宫大学士 放心 没有其他任何约束 只是你的舞道 却是需要彼此交流 白云空沉吟了一下 又道 当然 你可能会觉得 我七星学宫 在窃取你的舞道功法 你若是不答应 也是情理之中 许言洒脱一笑 道 入室传道 有何不可 我有一些要求 传播舞道 许言对此没有任何抵触 师父入室开始 便有传道之心 既然传了边荒 再传内域 又有何不可 有何要求 小友尽管提 白云空有些意外 接着 又问道 小友传舞道 是否获得尊师同意 以免因为老朽之求 而坏了规矩 我师父 是何等人物 传道天下 又如何 许言笑了一笑道 白云空心里震撼了一下 沉生问道 老朽 可否拜见尊师 当面请教一二 这个需要问一问我 师父才行 许言摇头道 白老龟你不厚道 许小友来了 也不说一声 遮遮掩掩的 怕我知道不成 突然 一名不修蝙蝠 头发凌乱 顶着两个黑眼眶的老头 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许言一看 就知道 这是一名武道学士 而且似乎不弱于白云空 许言暗暗露出了笑容 七星学宫之行 要比预想得顺利 拐几个武道学士回去 完全不成问题了 至于与七星学宫的合作 也并非不能考虑一下 挂个武道大学士的名头而已 不损失什么 第二批运气单销售 各大势力强者 第一时间动用关系 联络天宝阁 获得优先购买的资格 而没有大背景的宗师舞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运气单 再一次销售一空 如此一来 他们更是四处打探 长青阁究竟在何处 而各大势力 自然也在持续动用自身的情报 获取关于长青阁的消息 蓝平郡铁山县 属于大越国管辖 铁山县县令 终究是大越国臣子 而长青阁在铁山县境内 铁山县令第一时间就抓住了这个立功的机会 亲自动身 前往大越国都 运气单的出现 使得内域武道界 暗潮涌动 各方势力都在等待着什么 大越国京城 当代大越皇正在御书房里 看着手中的一枚运气单 可有长青阁的消息 隐隐里走出一名太监 陛下 暂无消息传来 就在此时 御书房内 一名太监入内禀告 铁山县通过天一卫 传递来了重要情报 天一卫乃是大越国皇室的内卫 独属于大越皇掌控 大越皇扫了一眼情报 顿时双眼露出金光 长青阁在铁山县 似乎实力不强 必须掌控在手里 大越皇当即下令道 传令天一卫 务必将长青阁掌控 即使在我大越国境内 必须受我大越国统预 务必要快 随着大越皇下令 当天就有天一卫强者悄然动身 携带着圣旨离开了京城 避开诸多势力的耳目 内域某处 险峻高峰内 建立着一座高楼 阴暗的山窟里 可见黑袍身影 矗立在走廊与阴影之中 高楼最上层 大殿之中 七道黑袍身影站立着 而在大殿上手 一张椅子上 坐着一名拄着拐杖的冒蝶老人 他看起来垂垂老蚁 双眸微微眯着 白发苍苍 已然净显老太 但下方站着的七人 虽然已是巅峰大宗师 却浑身绷紧 心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生怕一句话说错了 惹来惩处 自从进入尹楼起 老者就从没变过 一直如此 却也始终没有老死 尹楼楼主 神秘莫测 实力也神秘莫测 强如巅峰大宗师 依旧望而生畏 死了三个巅峰大宗师 一点消息都没有 尹楼楼主声音 毫无感情 听不出喜怒 下方的七名巅峰大宗师 却是大气都不敢喘 全都低下了头 石油草宝地 人死了 石油草也没了 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尹楼楼主继续道 一名黑袍人低声说道 石油草宝地之事 从一些迹象来看 似乎与许颜有关 他人在何处 尹楼楼主声音淡漠 虽听不出喜怒 但七人都知道 楼主这是准备亲自出手了 去了七星学宫 一人回道 他不重要 肃灵秀才是最重要的 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他的下落 不管用什么手段与途径 明白吗 听闻许颜在七星学宫 尹楼楼主打消了去找许颜的想法 当务之急 是找到肃灵秀的下落 是 楼主 七人慌忙硬下 其中一人 接着开口道 楼主 天宝阁出售一种名为丹药的运气丹 可以大幅提升宗师舞者修炼速度 是否与肃灵秀有关 他自小学医术 制药 得一王真传 且他是尹楼楼主看向说话的人 道 那就找运气丹的源头 不管用什么办法 是 楼主 尹楼楼主挥手道 去吧 七人躬身后退 离开了高楼 便迅速离去 查探各方消息 独坐高楼里的尹楼楼主 睁开了眯着的眼睛 看似有些浑浊的眼睛 此刻露出了骇人的光芒 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 我等了太久了 他是唯一的机会 不入灵域之门 如何问顶那传说中的天人之境 许颜也好 任何人也罢 胆敢阻拦我 必死无疑 阴森而充满杀意的声音 从尹楼楼主口中传出 长青阁依旧在高速发展当中 大批灵要购买 炼丹房开始组建第三条炼丹生产线 除了运气丹之外 气血丹也炼制了一批 都被许君和和寇若志 拿去培养大荒武者 以及铁山县周围的武者 大荒之说 已经逐渐在山村之间流传开来 逐渐在铁山县传开 到了后面 甚至出现了一些 重铸大荒荣光的口号 这是造反经验娴熟的寇若志的手笔 武者破百 已经不远了 李璇暗暗期待着 修炼自己编出来的武道破百 将会获得什么反馈 如今 大荒武道的修炼 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在丹药供应充足的情况下 只要天赋不是太差 修炼速度一日千里 素灵秀突破先天进小城了 李璇实力又得到了提升 而单一五点 素灵秀有了新的一些延伸感悟 相信要不了多久 更高一层次的单一五点 就会出现了 虚空炼丹术 素灵秀也有了一些参悟 距离他可以施展出来 只差了十里而已 风雨欲来啊 李璇站在院子里感叹一声 天宝阁的管事 换了一个人了 是一名巅峰宗师舞者 而且 对许军和说 天宝阁要花一点时间 才能调来灵药 并且 透露出长青阁 是否有加入天宝阁 获得天宝阁的想法 成为天宝阁的一员 而炼丹学徒 已经有人暗暗接触 想要拉拢 不过 炼丹学徒都是忠心耿耿的 马上就汇报给许军和知道了 在寇若志的理念灌输之下 这些炼丹学徒 都怀着振兴大慌的崇高理念 况且 他们待遇优厚 从不愁修炼所需的丹药 又岂会加入别的势力呢 许军和开始放缓了扩张 丹药也开始限制提供了 理由就是 灵药不足 丹药炼制不足 无法供应上 天宝阁没有进一步行动 也没有动用武力的征兆 这多少出乎了意料 孟叔叔背着一个大袋子回来了 他现在可勤奋了 到处探寻灵药 而且都是品阶较高的灵药 要是有藏物袋就好了 孟叔叔放下灵药 感叹一声道 他终于明白 为何许言和孟冲 如此眼缠藏物袋了 若是有藏物袋 就不必扛这个大袋子了 太引人瞩目了 辛苦孟哥了 素灵秀感谢地道 不辛苦 不辛苦 我可是灵药探子 找灵药最擅长了 孟叔叔白手道 他实力已经提升了很多 突破了大成宗师了 素灵秀又传他凝炼真气之法 他已经开始将内气 凝炼为先天真气 一旦凝炼先天真气成功 实力就会进一步提升 前途是光明的 他充满了斗志 突然 李玄抬头看向某处 来了 素灵秀疑惑问道 师父 什么来了 常青阁的麻烦 李玄笑了一笑 骤然之间 素灵秀与孟叔叔 抬头看去 十几道身影凌空飞来 一身黑色悬衣 腰悬长刀 为首一人 竟是大宗师 一行人来到常青阁上空 目光一扫 接着为首的大宗师 取出圣旨打开 常青阁接指 常青阁开创运气丹 光大我大越国武道 功勋卓著 特加奖常青阁 为大越国丹要司 封常青阁阁主 常青侯 接指吧 为首的大宗师 宣旨完毕 目光看了下来 身上气势涌动着 警告的意味不言而喻 要么接指 大家和气一场 去了大越国京城 还能获得尊贵身份 为大越国陛下效力 若是反抗 便是阶下囚 进入大越国 将成为奴仆 大越国 没资格管到常青阁头上 哪里来的 滚回哪里去 肃灵秀冷声道 放肆 常青阁要造反不成 为首大宗师 怒喝一声 气势轰然爆发 你找死 肃灵秀大怒 一手拎起铁锹 细细经针爆发而出 直接杀了上去 虽然 他只是先天进小城 而且单一舞者 不是以战斗见长 但对方不过是 入门大宗师而已 肃灵秀 却是丝毫不惧 正好可以借此 磨练一下 自己的战斗经验 有师傅在 完全不用担心有危险 轰 战斗爆发了 肃灵秀的迅风神针 本就隐秘迅急 那名大宗师 一时轻视大意 瞬间被金针扎入了手臂 刹那之间 他只觉得手臂一麻 金针扎入的周围 顿时骇然失色 这丫头不容小觑 一时大意 手臂遭受重创 瞬间站立下滑 而且金针诡异刁钻 他不由地谨慎起来 与肃灵秀交手伴上 竟是无法拿下对方 一起出手 跟随他而来的 都是天一位的精英 宗师舞者 十几名宗师舞者 瞬间包围而来 孟叔叔手持一支笔撞宝器 直接杀了过去 怒道 天一位了不起啊 吓唬谁呢 然而 他实力再强 拖住两三位宗师 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下方 周英顿时焦急起来了 就在此时 一道剑光横挂来 轰 浩荡的剑光 直接斩杀一名宗师舞者 正与肃灵秀交战的 天一位大宗师 顿时脸色一变 沉声道 大越国天一位 阁下要插手我大越国之势吗 大越国乃是内域三大国中 实力最强的一国 整个内域 没有几个势力 敢触犯大越国之威 然而 一道冷然的声音传来 天一位算什么 你让大越皇来 又能如何 天一位大宗师脸色一变 慌忙后退 脱离战斗 阴沉着脸看去 阁下何人 胆敢插手我大越国之势 剑尊牙 胡杉 胡杉冷然一笑 在他身后 胡还只是看了 天一位大宗师一眼 对方顿时心惊肉跳 巅峰大宗师 而且是剑尊牙的强者 长青阁乃是我大越国所辖 剑尊牙的手 他话还没说完 一道剑光斩来 瞬间将他斩杀了 胡还冷笑一声 剑尊牙行事 岂是你一走狗 有资格说三道四的 孟叔叔咽了口唾沫 这就是剑尊牙的强大与霸道啊 苏姑娘 要不要把他们全杀了 胡杉看向圣渝的天一味道 素灵秀还没回答 胡杉就看到 被斩杀的天一位大宗师尸体 包括其余宗师舞者 刹那之间化作了飞灰消散 咕咚 这是前辈出手了 胡还一脸冷汗 这长青阁里 有个大恐怖啊 那一瞬间 他仿佛感受到了真正的天威 素灵秀知道师父出手了 顿时松了一口气 看向胡杉道 你怎么来了 胡杉黑黑一笑 道 来买丹药的 许公子已经说好了 代表剑尊牙来的 接着介绍道 这是我爹 胡海 剑尊牙 胡海大宗师 见过胡海大宗师 素姑娘客气了 胡海慌忙抱拳道 胡杉这一次来 代表剑尊牙 购买丹药 素灵秀自然一口答应下来 库存的一些丹药全都卖给了剑尊牙 胡杉父子没有多逗留 但也透露 剑尊牙会为长青阁 阻拦一些麻烦 只是终究无法全部阻拦下来的 内狱势力太多了 而此次杀了天一卫 大越国皇室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铁山县终究是大越国帝界 出手名正言顺 剑尊牙与大越国开战 谢灵风还无法做主 而剑主谢天恒 闭关未出 所以只能抵御一部分大越国的威胁 但无法全部拦下来 素灵秀对此并不意外 谢灵风的支持已经足够了 长青阁处于风云激荡之中 许言语梦冲 也该回来坐镇才行 总不能什么事都要师父出手吧 胡杉父子离去 寇若志愤愤地道 造反 必须造反 把大越国皇帝老儿给拉下来 素灵秀瞥了他一眼 道 我们长青阁 适合造反 寇若志一愣 顿时若有所思 道 我回大荒一趟 找齐皇和乌皇商量一下 他们两个皇帝 应该也懂得怎么造反吧 以后 就没有大越国了 只有我大荒 造反他是擅长的 只是实力太弱 再擅长造反 也无法成事 素灵秀懒得理他 这些事情 他才不管 回到小院子 给师父捶着肩膀 歉一地道 师父 给你添麻烦了 小事 李璇喝着灵茶道 区区宗师舞者 他一念之间 操控天地灵气 化为攻击 瞬息就碾碎了 毫不费力 师父 最好了 素灵秀开心不已 李璇拍了拍他的手 道 你的麻烦 恐怕就要来了 素灵秀一正 他刚才出手了 也就暴露了自己 黑袍人势力 恐怕不久之后 就会知道他在铁山县 长青阁是他创立的 有师父在 徒儿怎么会有麻烦呢 素灵秀俏皮一笑道 许颜如愿以偿地拐了几个舞蹈学士 答应去长青阁做客卿 顺便钻研一下舞蹈 而他与七星学宫 达成了一个简单协议 他在七星学宫 挂一个荣誉舞蹈大学士的头衔 但不用遵守七星学宫的任何规则 仅仅是挂靠个头衔而已 许颜觉得 七星学宫是在占他便宜 以后必然会因为他的实力提升 七星学宫声誉 也会随之提升 这种让人占便宜的事情 他不干 白云空都无语了 你都拐走我几个舞蹈学士了 让你挂个名 竟然觉得吃亏了 最终 七星学宫答应 每年向许颜 支付三十万零金聘任费 协议才正式达成 舞蹈学士 可以随许颜离去 但七星学宫的规矩 却不会改变 不会涉足舞蹈界的纷争 不会派遣强者 出手相助许颜 对抗其余势力 除非 许颜真正地成为 七星学宫的一员 既然成为七星学宫的一员 就必须遵守七星学宫的原则 虽然七星学宫不会出手 但跟随许颜 离开的舞蹈学士 他们有自己 需要守护的东西 为了守护自己的东西出手 却是不违反七星学宫的原则 许颜对此是毫无意见的 他本来就没想过 让七星学宫提供支持 只是来拐几个舞蹈学士而已 还是这些一根筋的人单纯 为了守护心中的信仰 必然抛头颅洒热血的 只要他们来到长青阁 接触到了真舞蹈 接触到了丹药 必然会因此为痴迷 再也不愿意离开了 许颜觉得舞蹈学士里 黑眼圈越深者越纯粹 说明他从弱小时 就一门心思在钻研舞蹈上 都顾不上休息了 熬出了黑眼圈来 哪怕成为了宗师 大宗师 这个黑眼圈都没有消散 傅大监学曾说 七星学宫里 有我想要知道的一些东西 不知是否如我所想的东西 许颜看着白云空问道 若是猜测不错 傅云天口中的他 想要知道的东西 大抵是黑袍人势力 黑袍人来自尹楼 一个暗势力 是内域最神秘的 三大暗势力之一 巅峰大宗师 恐怕不下十位 白云空沉生说道 巅峰大宗师 在武道界虽然难以一见 然而偌大的内域 势力无数 巅峰大宗师的数量 其实并不少的 引楼楼主神秘而强大 巅峰大宗师望之也会心寒 纵然是我 也没有取胜的把握 内域很大 势力繁多 顶尖的大势力 巅峰大宗师数量 都是两位数 毕竟修炼资源充足 功法强大 传承久远 哪怕是几十年 才出一位巅峰大宗师 漫长时间积累下来 数量也不少了 外界难得一见 巅峰大宗师身影 无非是到了这一个境界 处于内域之巅 能够引起他们 注意的东西不多了 大都在修炼圆满自身 探寻大宗师之上的 武道之路 许言对此并不意外 内域武道界繁华 积累的巅峰大宗师 自然不在少数 令他意外的是 黑袍人所属的 势力引楼 竟然出乎意料的强大 引楼楼主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连白云空都没有把握 可以取胜 他可是七星学宫公主 实力之强 是许言目前为止 遇到的最强的内域武者 甚至于 他感觉白云空 比自己所能察觉到的更强 引楼在何处 许言沉声问道 虽然引楼楼主很强 现阶段的他 未必能胜 但突破通悬镜后 便可以斩杀对方了 到时候 直接去端了对方的老巢 一定能发一笔真正的横财吧 不知道 白云空摇头道 三大神秘暗示力 别说我七星学宫 恐怕就算是天宝阁 都不知道在何处 引楼一直非常神秘 甚至面对面遇见了 对方不穿着标志的黑袍 谁也不会想到 此人是引楼之人 引楼神秘 而引楼楼主 更是神秘 即便是白云空这样的强者 也不过曾遥遥见过一眼 一名冒蝶老人 以目前所知的消息 引楼楼主 一直都是垂垂老蚁的模样 凡是知道他的人 暗地里都称呼其为老不死 引楼楼主 不可小觑 不是我轻视小友 以小友目前的实力 恐怕未必是其对手 白云空郑重地道 问题不大 哪怕我现在不是他对手 他要杀我也不可能 不出一个月 我就可以杀他了 许言自信地道 白云空嘴角抽抽 不出一个月 就能够杀引楼楼主了 岂不是说 一个月后 也能杀自己了 他哪来的自信啊 不过 白云空却是没有觉得许言狂妄 事实已经证明了 许言从来不狂妄 他说的都是真的 越是如此 白云空心里越不是滋味 感觉自己大半辈子的修炼 都不知道修炼到哪里去了 看看许言 实力提升 与吃饭喝水一般简单 第一次来七星学宫 闯过岩武台 实力上不能胜过入门大宗师 结果 没过几天 当场打爆大宗师了 距离现在才多久啊 杀了好几位巅峰大宗师了 再过一个月 他都不是对手啊 要不要这么妖念 白公主 你可知尹楼有什么目的吗 许言好奇地问道 尹楼不惜一切 都要抓师妹 究竟是为了什么 深仇大恨 与师妹的身世有关 不知道 尹楼一直神秘 这还是尹楼 第一次如此大张旗鼓行动 白云空摇头道 就在此时 一只飞鸢落了下来 白云空取下信封一看 道 见尊雅弟子冷秋 在学宫外遇要找你 非常焦急的样子 你要不要去见一见他 许言一正 若无极事 不会如此着急要见自己的 于是站起身道 那我先告辞了 让那几位武道学士 找个机会去苍蓝岛等我 可以 白云空点头 七星学宫外 许言见到了冷秋 自从上次指点他之后 冷秋的见到实力 有了巨大的提升 你急着找我有什么事 冷秋将一封信递给他 道 这是谢师兄 让我转交给你的 许言拆开信一看 顿时目光一冷 大越国当真是狂妄啊 而且 天宝阁虽然没有任何行动 但却是在等待时机 似乎等待长青阁的求救 多谢了 许言抱拳道 必须返回铁山县 处理即将到来的危机 既然大越国天一卫曾到来 那么其余的一些势力 都会慢慢察觉 长青阁所在 天一卫固然被灭杀了 大越国又岂会善罢甘休 作为内域三大国之一 其底蕴与实力 都是极其强大的 许言去点舱阁找到了梦冲 二人当即启程 返回铁山县 大越国京城 御书房内 大越皇神色阴沉 派出的天一卫 尽数覆灭 一个不留 从已知的消息 除了剑尊牙湖海 斩杀了那名大宗师外 其余宗师舞者 都被长青阁里的强者灭杀 剑尊牙 大越皇目光阴沉 真当我大越国好气不成 剑尊牙固然强大无比 但大越国也不弱 何况剑尊牙要阻拦的势力极多 而且也不会贸然与大越国开战 传令潘 正 红 马寺诸侯王 联手阻挡剑尊牙强者 前往蓝平郡 以嫌我大越国态度 传令天一卫 天玉卫大统领 率领精锐 即刻前往蓝平郡 等候命令 传令神纪军 前往蓝平郡 封锁铁山线 大越皇愤怒地下令道 天一卫与天玉卫 乃是皇室两大内卫 实力极强强悍 而神纪军 是大越国镇国之军 进入神纪军的最低修为要求 乃是五品镜 大越国京城震动 诸多大臣惊骇 大越皇怎么突然调动神纪军 而且 天一卫 天玉卫 也精锐出动 五大诸侯王中 四位诸侯王出动 向剑尊牙表明态度 旋即 消息传开 长青阁在兰平郡铁山县 而第一次天一卫传圣旨 首边长青阁失败 大越国各大世家 纷纷出动强者 参与这一次的行动 大越皇允许了 首边长青阁意味着什么 他们自然是明白的 一旦成功 大越国实力必然暴涨 只需要积累几十上百年 恐怕将具备一统其余二国 统一内域的实力 大越国精锐出动之时 大越皇亲自来到了天宝阁 贵阁此次 可会插手 大越皇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天宝阁强者微微一笑 道 我天宝阁 只做生意 不插手内域势力之争 正如当初王朝建立与崩塌 都不插手 当真不插手 大越皇直视着对方 运气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天宝阁岂会真的一点都不动心 我天宝阁是有原则的 除非对方加尔我天宝阁 成为我天宝阁一员 否则我天宝阁是不会出手的 大越皇可以放心 天宝阁强者 依旧满脸笑容 大越皇直直盯着他 天宝阁意思很明显了 若是长青阁支撑不住 投靠天宝阁 那就属于天宝阁的一员 大越国若是继续出手 就是针对天宝阁 届时天宝阁必然做出回应 当然 若是长青阁始终不求援 不加入天宝阁 那么天宝阁就不会出手 不过 天宝阁既然如此说了 必然是有把握 觉得长青阁最终会求援 投靠天宝阁的 天宝阁吃得太多了 运气单不是一家可以掌控的 哪怕是天宝阁也是如此 大越皇起身离去 他知道 此次运气单之争 仅凭大越国是 无法对抗天宝阁的 唯有各大势力联手起来 才能平衡天宝阁 不能继续让天宝阁独吞运气单了 这一天 内宇顶尖势力都在大越国联络之下 纷纷加入了这一次行动之中 这是一个默契 不能让天宝阁继续独享运气单利益 七星学宫依然没有涉足纷争的意思 始终保持着忠立 保持着传授武道的原则 而不干涉内宇武道之争 风云激荡啊 白云空感叹一声 老师 许言可以抵挡得住 傅云天好奇地道 不知道 但他不会死 一个月后 他能杀尹楼楼主实力时 大越国皇室就危险了 所有出手的势力都会危险 白云空摇了摇头 但他确定 许言不会死 纵然长青阁可能损失惨重 而只要许言不死 凡是出手的势力 就等着被杀上门去吧 剑尊衙会出手吗 傅云天沉声道 谢天恒闭关了 谢凌峰还年轻 做不了主 不过不是已经出手了吗 拦住了诸多强者 白云空笑了一笑道 我倒是有些佩服剑尊衙 不会趁机出手 瓜分利益 傅云天感叹道 运气单之势 剑尊衙早已知晓了 却是没有动别样的心思 除了谢凌峰与许言的关系默逆之外 剑尊衙的家伙 也是比其余势力的家伙 要高尚得多 一群修炼见到的 尤其是在谢天恒掌控的剑尊衙 骨子里傲着呢 哪里会干这种夺人宝物的事情 白云空笑了一笑道 尹楼 七名巅峰大宗师 重聚在顶楼 楼主 人找到了 尹楼楼主双眼露出金光 神色激动了起来 道 在何处 大越国 蓝平郡铁山县 长青阁里 长青阁似乎就是他创立的 运气单 也是他钻研出来的 一名巅峰大宗师 恭敬地道 好 好 好 不愧是淋浴血脉 当真不凡 尹楼楼主感叹地道 楼主 大越国等诸多势力 正在汇聚蓝平郡 准备瓜分长青阁 掌控运气单 阻止天宝阁独吞 尹楼楼主站起身来 道 都随我去铁山县 素灵秀不能落入其他人手里 他是我尹楼的 一边往外走去 一边吩咐道 告诉酷绝魔尊 人找到了 若是遇入灵狱之门 就联手吧 是 楼主 一名巅峰大宗师 恭敬地道 尹楼所在的山峰 打开了一道门户 八道身影 从里面走了出来 垂垂老矣的影楼楼主 环视四周 身形腾空而起 率领七大巅峰大宗师 前往蓝平郡铁山县 与此同时 一只飞鸢从影楼飞出 飞向了某地 灰雾缭绕 瘴气弥漫的一处峡谷里 一块大石上 盘膝坐着一个 身体仿佛干枯的人 在他身体四周 遍布着一具具尸骸 有人的也有兽类 这些尸骸 全都干枯干扁 四周一草一木 全都是枯萎的 一只绿色的毒蛙 蹦跳了过来 刚靠近大石杖许 瞬间干扁了下去 变成了一只干枯的死蛙 一只飞鸢从半空降落 还没靠近 就啪的一声掉了下来 变成了一只干枯的死鸟了 大石上坐着的 形体干瘦 宛若干湿的人 睁开了双眼 抬手一抓 将飞鸢脚上的信封 取了下来 蓝平郡 铁山县 枯爵魔尊双眸 露出兴奋之色 身形腾空而起 直奔蓝平郡而去 大越国 风起云涌 诸多舞者的目光 都汇聚到了蓝平郡 汇聚到了平级的铁山县 神纪军浩荡而来 封锁了前往铁山县的道路 同样地封锁了 任何从铁山县离开的人 蓝平郡城城主府 一名身穿紫色长袍 三缕长须 面容刚毅的中年男子 高坐在主位上 我大越国 联手诸位 是为了不让天宝哥 独吞运气单 否则以后我等 想要获得运气单 就必须去天宝哥购买 供应甚至无法保证 长青阁既在我大越国境内 当属我大越国 但愿与诸位参与者 分享运气单 但需要一个分配方案 紫袍男子沉生说道 紫衣王直说无妨 有强者开口道 紫衣王 大越国皇室威名赫赫的亲王 巅峰大宗师 实力强大无比 更是天玉卫的大统领 为了长青阁运气单 此次大越国出动天一卫 天玉卫精锐 实力之强在座的任何一个势力 都比不上 但为了抗衡天宝阁 不让天宝阁独享 才与各大势力联手而已 我大越国 独占五成份额 胜于五成 诸位平分 紫衣王沉生开口道 各大势力强者 进阶沉默 好半赏才点头 算是认可了这个分配方案 当然 最后是否如此分配 则要等掌控了长青阁 获得运气单炼制之法后 才能真正确定下来 何况 这其中 有天宝阁这个庞然大物存在 那便随本王 去掌控长青阁吧 紫衣王站起身道 此次汇聚而来的强者 无异不是大宗师 其中巅峰大宗师 亦有几人 而这 仅仅是明面上的强者 没有哪个势力 敢轻视天宝阁这个庞然大物 否则大越国也不会与人分享 一起联手了 与其被天宝阁独享 不如大家都有份 铁山县 属于平级之地 在大越国默默无闻 而突然之间 铁山县之名 传遍整个大越国 接着传遍了内宇 长青阁在铁山县 而运气丹 正是长青阁钻研出来的修炼丹药 随着大越国天一卫 天玉卫的出动 神戟军封锁铁山县 武道界的目光 全都汇聚而来 诸多顶尖大势力强者 纷纷出动 欲要奋一杯羹 包括燕国与紫云国 只是 大越国外的大部分势力 都被剑尊牙阻挡了下来 剑尊牙之威 纵然是燕国与紫云国强者 都退避一二 但并非所有强者 都能够阻挡下来 各大顶尖势力 出手的都是巅峰大宗师 一时之间 大越国蓝平郡 巅峰大宗师汇聚 莫说宗师无者了 就连大成大宗师 此刻都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不敢有任何张狂之举 没想到 内狱竟然有这么多巅峰大宗师 这是千年来 第一次如此多巅峰大宗师汇聚吧 长青阁哪怕覆灭了 也是一个传说啊 何止千年以来 自从王朝崩塌之后 这是第一次 如此多的巅峰大宗师汇聚 参与某一事件 运气单啊 真的神效啊 难怪这些巅峰大宗师 都纷纷现身了 据闻一柱山被传陨落的 两位巅峰大宗师 竟然也现身了 仅仅是运气单 何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呀 这你就不懂了 既然有运气单 是否有比运气单更神效 适合大宗师修炼的丹药呢 何况 如此珍贵的修炼资源 不能继续让天宝阁把持了 有舞者一脸看透了一切的神色道 天宝阁渗透入了 武道界的方方面面 虽然不干涉内狱纷争 但各大势力心里 都是有根刺的 而运气单 如此珍贵的修炼资源 若是继续被天宝阁独享 那这内狱 就真的是天宝阁说了算了 所以 大越国联络各方 各大势力都默契联手了 至于分配方案 拿下长青阁后 可以再次凭各方实力分配 铁山县的舞者 惶恐不安 纷纷远离长青阁附近所在 甚至有不少舞者 躲入大山里面躲起来 等事情过后再回来 如今的铁山县 无疑最危险的地方 宗师舞者都随时会陨落 何况他们只是中下品舞者呀 连三品都没有 一点战斗余波 都能把他们灭成飞灰了 铁山县城 虽然距离长青阁有一段距离 但毕竟靠近长青阁 强者到来 必然都在县城落脚的 于是乎 县城里的舞者 全都暂离县城 找个地方避移避风波 哪怕是普通人 也意识到不对劲 纷纷逃离县城 不过两三天时间 县城就变得冷清了下来 天宝阁里也没有客人进出了 变得冷冷清清 在天宝阁顶层 这几人正在品着茶 丝毫不受影响 其中两人头发已有苍白 仿佛历经岁月苍苍之感 一边品着茶 一边看向城外的长青阁轮廓 好大的阵仗啊 自从王朝崩塌后 再也没有如此盛况了 其中一人微笑着说道 确实 另一人点头 丹药 当真是玄妙啊 改变舞蹈修炼方式 改变舞蹈界的创举 趋之若鹜 也是正常的 你觉得 我天宝阁 是独享吗 还是坐看风云起 两人闲聊着 丝毫没有感受到 各大势力带来的压迫 仅仅是运气丹 不足以让天宝阁放弃原则 且看看吧 长青阁的炼丹房 以及运气丹炼制之法 不是关键的 创出运气丹的人 才是关键 我天宝阁 向来重视天骄 一人微笑着开口道 没错 如此天骄 不加入我天宝阁 实在是可惜了 所以 长青阁可以被瓜分 但那人却是我天宝阁的 另一人点头笑道 带走一个人 对于他们来说 并不难 纵然各大势力 强者汇聚又如何 天宝阁要保一个人 谁也动不了 既然各大势力要运气丹 那就给 天宝阁的眼界 岂是局限在运气丹上 长青阁里 素灵秀神色凝重无比 他也没想到 竟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阵仗 内与诸多强者 汇聚而来 天宝阁管是一脸笑容 与许君和在闲谈着 许兄啊 长青阁面临的局势不妙啊 据我所知 大越国天一卫 天一卫大统领来了 他们都是巅峰大宗师 各率领了三位大成大宗师强者 而且 大越国皇室供奉强者 应该也来了一些 除此之外 各大顶尖势力的老祖 都纷纷出动了 不完全统计 巅峰大宗师数量 超过了50人啊 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自从王朝崩塌之后 再也没有如此多巅峰大宗师汇聚了 不要觉得50人很多 要知道 自从王朝崩塌 强者陨落无数后 武道界已经修养生息很长时间了 积累的巅峰大宗师可不少 王朝崩塌距今上万年了 哪怕20年出一个巅峰大宗师 你算算得有多少啊 何况 整个内狱又怎么可能 20年才出一个巅峰大宗师呢 许君和听得心都颤抖 巅峰大宗师意味着什么 他并非一无所知了 哪怕自己儿子 一剑杀一个 也要出50剑 何况巅峰大宗师联手 又岂是如此容易杀的 一人不敌 十人呢 太危险了 唯一让他有底气的 是强大无比的前辈 50个巅峰大宗师 也太看得起我长青阁了 许君和甘孝一声道 许兄 长青阁是保不住了 看在你我交情份上 可以来我天宝阁避避货 只要来了我天宝阁 安全局得有保障 天宝阁管事笑着说道 意思很明显 长青阁不要了 放弃运气单 给个大势力吧 长青阁的核心人员 主要是钻研出运气单的人 可以加入天宝阁 只要加入了天宝阁 那就不用担心危险许君和心里暗暗震惊 天宝阁管事 透露出来的意思 有点可怕 不少于50位巅峰大宗师汇聚 而只要加入了天宝阁 却是足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由此可见 天宝阁的实力是何等恐怖 许兄 我天宝阁向来尊重天骄 给予天骄丰厚待遇 从不限制天骄的自由的 天宝阁管事继续微笑着说道 好意心领了 我长青阁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底蕴的 暂时还没到这一步 若是实在没办法 会考虑的 许君和笑着说道 他没有把话说死 不刺激天宝阁破坏自身原则 加入到针对长青阁的阵营中来 许兄若是决定了 释放这个即可 我天宝阁 必会保许兄与诸位安全的 天宝阁管事 留下一个信号筒道 一旦激发 便会有光芒冲天起 届时天宝阁强者 便会出手救人 谢了 许君和拱手道 天宝阁管事走了 许君和神色凝重 匆匆来到了长青阁内院 四 五十位巅峰大宗师 孟叔叔脸都白了 这也太恐怖了 许言再强 一人如何抵挡如此多的巅峰大宗师 扣弱这一脸冷汗 道 这内狱 如此强大的 大越国也太强了 我大荒太弱了 不过他咬牙切齿地道 此次若是渡过 我一定要反了大越国 这是长青阁生死存亡之战 胜了 便正是机身内狱超然势力之列 败了就什么都没了 肃灵秀一脸忧愁 小跑着来到李玄身边 道 师父 你老人家 能够对付的是吧 五十位巅峰大宗师啊 原以为 只需要面对大越国 或是黑袍人势力 结果 诸多顶尖势力汇聚而来 即便见尊牙出手相助 也压力巨大 李玄一脸无语 这内狱的巅峰大宗师 也太多了一点吧 不过 转念一想 却又觉得不意外 正如天宝阁管事所言 王朝崩塌之后 内狱五道界 没有大的纷争 处于修养生息阶段 而巅峰大宗师 已是内狱五道之巅了 纵然不是 也差不多 偌大的内狱 步伐天骄 走到五道之巅的天骄 常年累月积攒下来 巅峰大宗师的数量 自然是不少的寻常时候 兴许难以一见巅峰大宗师 无非是因为 已经走到五道之巅 都在圆满自身 在不断探索 如何更进一步 因此 在外行走的巅峰大宗师 自然就不多了 何况 巅峰大宗师 若是不显露实力 寻常舞者也根本无法察觉 正是因为如此 才使得内狱五道界 有一种巅峰大宗师 都处于传闻中的状态 眼下 巨大的利益在前 巅峰大宗师 一个接着一个显露行踪 汇聚而来 自然震撼四方 为师是来享受生活的 徒儿啊 以后要努力修炼啊 什么巅峰大宗师的 为师 出手对付这样的弱者 有点丢脸的 李玄拍了拍素灵秀的手 叹了一口气道 素灵秀羞愧道 师父 是我给你惹麻烦了 许颜与孟冲刚好回来了 听到师父的话 顿时一脸羞愧之色 师父 五十位巅峰大宗师而已 我能够对付的 许颜咬牙说道 他心里羞愧不已 师父本是隐士高人 因为我才出事的 本是来享受生活 惬意自在 却要出手对付这样的弱者 对于师父而言 实在是太难受了 许颜自问 若是自己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却要出手对付几十个普通人 也会觉得很无奈 很丢人的 都是徒弟不争气啊 孟冲也是如此 他虽然只是先天大成 然而若是让他去对付 几十个普通人 都觉得有失身份了 虽是如此 却是不得不出手 可想而知 心里是多无奈了 师父 现在就是这种感受吧 李玄看着三个徒弟 满脸羞愧之色 心里暗暗点头 知道为师的无奈了吧 该得为师蒸蒸气 努力修炼吧 实力越快提升越好 没有比这更激励徒弟 勤奋修炼的方法了 他看了一眼许颜 虽然许颜实力很强 但终究是先天圆满 对付七八个 乃是十个巅峰大宗师 围攻还行 五十个巅峰大宗师 汇聚在一起的威势 以许颜目前的实力 是绝对无法对付的 除非 他突破通玄境 徒儿 不要盲目固执 智者不争一时之勇 人多势众 不敌也是常理 为师曾说过 真正的武者 不是莽夫 必须要给徒弟灌输 打不过就躲得里面 免得以后遇到强敌了 非要固执硬扛 这可不是好事 许颜顿时惭愧道 师父教导 定当铭记在心 五十名巅峰大宗师啊 许颜自问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是无法取胜的 唯有顿逃一图 若是十个八个 他还有取胜的把握 师父 岂不是要麻烦你出手了 许颜羞愧地道 都怪自己不争气 竟然连五十个巅峰大宗师 都打不过 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多多参悟武道 早日突破通玄境 提升自身实力 连这等弱者 自己都对付不了 需要师父出手 愧对师父传授武道 李玄站起身来 扭了扭腰 活动了一下手脚 道 为师从不以境界压人 便以通玄境 镇压这些人吧 罢了 为师也该活动活动手脚了 徒儿可要看好了 何谓通玄之威 终于到自己出手的时候了 又有机会 向徒弟显露一下 为师的强大 许颜等人闻言 顿时精神一振 师父不愧是影视高人 从不以境界欺人 哪怕面对的敌人众多 也是如此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许颜心中感叹地想着 以境界而论 先天竟是与内狱宗师 处于同一个境界 而通玄境 与大宗师处于同一个境界 师父只以通玄境之力 镇压诸多巅峰大宗师 简直难以想象啊 这才是真正的同境无敌 不论有多少同境敌人 一人镇压 我何时才能做到啊 孟冲心里震撼地想着 素林秀激动不已 终于又要见师父出手了 当初 一掌打爆大宗师的震撼一幕 依旧历历在望 如今又要一人 镇压数十巅峰大宗师 这又是何等绝世风资 孟叔叔等人 此刻也松了一口气 前辈既然出手 那自然是什么问题 都没有了 寇若至满脸崇拜之色 这就是我大慌无阻啊 终于有幸 要见到无阻他老人家出手了 而且是以同境之力 镇压敌人 我大慌荣光 必定照耀内狱 寇若至心里振奋地想着 脑海中已经开始筹划着 此次风波之后 大慌如何取代大越国而存在了 造反 必须造反 只要无阻镇压了所有来敌 坐拥运气单资源 就有了拉拢大越国强者的底气 自己在边荒 没有成功造这一次在内狱 必然可以成功造反 把大越国皇室拉下来的 李玄看着一脸振奋的众人 心里嘀咕着 不会有大宗师之上的存在吧 哪怕有 只要不是十几二十个就行 否则我这高人形象 就有点维持不下去了 武家明巅峰大宗师 问题不大 以我如今的实力 别说五十个 一百个来了 依然可以横推无敌 暗暗评估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李玄心里有底了 五十个巅峰大宗师 小场面罢了 心里也感叹 这丹药的魅力 当真超乎想象 不过 这次之后 他横推了诸多巅峰大宗师 长青阁必然震动内遇 成为超然势力之一 想要打丹药的主意 就要颠量一 下实力了 此后 诸多势力与武者 想要丹药 只能找长青阁购买了 天宝阁会出手吗 有什么强者 李玄可不会把天宝阁忽略过去 既然要出手 就要做好面对天宝阁的发难 天宝阁竟然敢在 诸多势力联手之下 自信地保下许军和等人 实力之强 必然非比寻常 一百个巅峰大宗师好了 问题不大 依然可以横推无敌 李玄评估一番 自己已然是内遇之巅 横推无敌手的存在了 这都是小场面 不慌 他悠然地在椅子上坐下 手里把玩着玉如意 正要继续勉励徒弟一番 让徒弟支持而厚勇 以后更勤奋努力去修炼武道 徒弟越努力 自己这个师父 才能越强大 武道大业才能不断壮大 骤然 他眉头一 骤 抬头看向长青阁外 八道身影 飘然而来 围首一一人 手里拄着拐杖 冒蝶老人之态 垂垂老矣 在他身后七人 全都是巅峰大宗师 一身黑袍 除了围首的老者 全都不露面容 数十位巅峰大宗师 围攻而来的场面没有出现 首先出现的是八道黑袍身影 许言神色一宁 看向围首的老者 目光凝重 沉声道 影楼楼主 素灵秀更是脸色巨变 接着双眼微红 愤恨地看着那八道身影 就是这些人杀了自己的爷爷 逼得自己躲到了边荒去 但也因为如此 遇到了师父 修炼了单一舞道 是你们这些人 素灵秀愤恨地道 影楼楼主目光淡漠 仿佛没有神采 他淡淡地看着许言 看着梦冲 直接忽略了坐在椅子上的李玄 没有显露气势 更没有动用神秘气息的李玄 在影楼楼主眼里 与寇若智 许君和差不多 属于楼已存在 跟我走一趟吧 否则这里的人 都会因你而死 影楼楼主声音淡漠地道 影楼楼主神面强大 人称老不死 我倒想领教一下 如何神面强大 许言冷哼一声地道 他能够感觉得出来 影楼楼主很强大 给他一种危险的气息 这是从所未有的感觉 影楼楼主淡漠的目光 看了过来 刹那之间 原本浑浊般的眼睛 迸发出了凛冽的灵力的光芒 哄 骤然之间 一股浩荡的威压降临 这股威压 与巅峰大宗师不同 仿佛是一种意 仿佛镇压在人的意识上 镇压在魂魄之中 使人无法挣脱威压 在这股威压之下 难以动弹 纵然是巅峰大宗师 面对这一股浩荡之威 都心生胆颤 一身实力受到压制 恐怕连三成之力 都无法施展出来 许言脸色一变 嗡的一声 山河浮现出 将所有人都笼罩了进去 抵御着这一股威压 他的山河建议 是可以抵御这一股威压的 轰隆 山河激荡 仿佛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一般 不过许言却是吐出一口气 他能够抵御下这一股威压 心中却是凛然 沉生到 大宗师之上 隐楼楼主双眸光芒骇人 威压不断增强 但却无法压下许言的山河建议 他微微皱眉 心里惊诧不已 这是什么功法 为何与天人神威 有相似之处 却又与天人神威不同 他并非天人 如何具有这一等力量 竟然可以抵御天人神威 隐楼楼主宁眉看着许言 眼中金光闪动 他有些明白 为何许言能够杀巅峰大宗师了 与这神秘之力量有关 似乎是一种玄妙的意欲 如何修炼出来的 位如天人 已有几乎天人神威之力 他突然 对许言产生了兴趣 我不过半步天人 天人威压是不完整的 若是可以修炼这种神秘的玄妙意欲 那我岂非可以具备 真正的天人之威 如此一想 隐楼楼主心中激动不已 年轻人 你不是我对手 与那丫头跟我走吧 便不杀其他人了 否则修怪本座 纳手无情 隐楼楼主冷冷地道 身上一股气势涌动 显露出了他 超越巅峰大宗师的恐怖实力 浩强 许言心中凛然 此人绝对是巅峰大宗师之上的强者 除非自己突破通玄境 否则不敌此人 但他一点都不慌 有师父在呢 李玄一直坐在椅子上 隐楼楼主出现时 他便察觉了不对劲 此人实力很强 远非巅峰大宗师 可比 尤其是那一股威压 似乎可以直接镇压武者意识 乃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 或者 神魂之力 若是寻常巅峰大宗师 恐怕难以抵御 意识仿佛被镇压禁锢 一身实力 无法发挥出多少来 但这股精神威压 剑意或是刀意 是可以抵御的 若是剑意足够强 甚至可以撕裂这一股威压 这也是许言 可以不受这股威压影响的缘故 大宗师之上的存在 不大对境 虽然超越大宗师 却又似乎并不完整 李玄若有所思起来 几乎可以确定 引楼楼主 近乎巅峰大宗师之上的强者 只是尚未完全突破 而巅峰大宗师之上 修炼的是武者的精神力 我编的五道第四境 比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更为强大 更为玄妙 我的五道边创方向 如此看来是正确的 那么 五道第五境的修炼方向 也基本差不多可以确定了 李玄以引楼楼主 作为参考 推断出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属于修炼武者的精神层次 或者可以说 是神魂层次的 而自己编创的五道第四境 如同先天宇通玄 依旧比现有的五道境界 更为强大 即便同样修炼神魂 实力也是不一样的 引楼楼主给我的感觉 比较虚浮 虽然他未曾完全突破 却也以此可以推论出 大宗师之上的武者 并没有多强 当然 这是以李玄自己实力而论 大宗师之上的武者 强在精神之威 而剑意与刀意 这些意境是可以抵御的 许炼汝通玄 大成之境 甚至小成之境 以他的剑道 降龙掌意 足以对付大宗师之上的武者了 李玄心中有数了 目光看向引楼楼主 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终于 又可以在徒弟面前 显露为师的强大了 五道神术灭神异刀 以及一击必杀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 而这也是教导徒弟的良机 让许炼与梦冲 以此领悟出 类似灭神异刀的五道神术 引楼楼主威压越来越强大 半空中仿佛在 玉娘灭世之威一般 许炼的剑意依旧荡漾着 却是已经感觉到吃力了 可恶 我实力太弱了 否则若是可以施展第二重剑意 必能展开这一层威压 许炼心里愤愤不甘地 想着第二重剑意 她已经参悟了出来 只是受限干境界 无法施展出来 翁梦冲身上金光闪动 一股霸绝的刀意涌出 与许炼联手抵御这一层威压 师父既然不出手 必然是在借隐楼楼主之手 在魔力自己隐楼楼主眼中 露出贪婪之色 大纪元就在自己眼前 她冷然一笑道 年轻人 不要枉费心机了 本作虽未入天人之境 但也只差半步而已 启示你等所能抵御 乖乖束手就擒吧 否则所有人必死无疑 话音一落 她手中的拐杖 绽放出了冷冽的契机 这个时候 李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手脚 扭了扭腰 道 徒儿 今日为师 便借此人之命 传你们武道神术 能参悟多少 全看你们自己了 许炎与梦冲 顿时惊喜不已 师父又要传强大的武道了 武道神术 一听这名字 就知道必然强大无比 引楼楼主目光一宁 猛然看向李璇 气势缓缓收回 威压凝聚在深周 手中的拐杖 绽放出冷冽的光芒 她神色凝重无比 自己竟然看走眼了 此人竟然是 许炎与梦冲的师父 徒弟如此强大 师父又岂会弱了 阁下何人 李璇左手转着欲如意 背负在身后 露出轻笑道 无也不欺你 以比你第一个 境界的实力来杀你 许炎心里振奋不已 师父要以第一个 境界的实力 来杀了引楼楼主 这位半步天人 这是在告诉我 武道神术的强大 越境界而战 轻松自如 狂妄 引楼楼主目光冷冽 一缕缕无形的波纹 在她身周荡漾而出 恐怖的威压 镇压的许炎与梦冲 不断收缩剑翼与刀翼范围 宛若一座巨山 压在剑翼与刀翼上 似乎下一刻 就要被压得崩塌 而更强大的威压 却是向着李璇镇压而来 波纹浩荡 无形之中 搅动着天地灵气 形成了如具山般的威压 李璇淡然而立 抬起右手 以手为刀 轻笑着道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要杀你了 本作 且看你如何杀我 引楼楼主拐杖抬起 一缕缕恐怖的光芒 从拐杖中呈现而出 强大的一击 已经蓄势待发 李璇不慌不忙 看向许炎与梦冲 道 都看好了 这就是武道神术 灭其神与魂 许炎与梦冲瞪大双眼 生怕有任何遗漏 未能看到其中的精髓斩 李璇眼里带着微笑 没有比亲身出手 更好的教导徒弟的方式了 获得武道神术以来 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 虽然 引楼楼主 不是真正的天人舞者 但终究 超越了巅峰大宗师 跨越出了一步的存在 引楼楼主自然不会大意 他手中拐杖 已然爆发出恐怖的光芒 就要出手了 然而 李璇手掌斩落 无形的刀芒 瞬息斩入了他的意识之中 他的种种防御 竟然近乎无效 轰 躲无可躲 避无可避 刚爆发出恐怖气势 就要激发灵力一击的引楼楼主 突然身躯一软 从半空摔了下来 掉在了地上 意识已然消亡 只剩下了一具空壳身躯 但他的肉身 依旧蕴含着生机 唯独意识 魂魄 已然消失了 许颜与孟冲等人惊呆了 这就是武道神术 李璇对于第一次施展武道神术 颇为满意 灭神异刀叠加一击必杀 威力惊人 瞬间就灭杀了引楼楼主 不只是引楼楼主 还有他身后的七名巅峰大宗师 在灭神异刀的余威席卷之下 不过挣扎了一会儿 便意识消亡 从半空中跌了下来 看着地上的八具尸体 许颜与孟冲都惊呆了 其他人兴许没有发现特殊之处 然而 二人见义与刀意弥漫 自然察觉到了 师父手掌一展的强大与恐怖 像孟叔叔等人 此刻一脸茫然 前辈手掌斩了一下 人就全死了 但他那些人 似乎又没死 睡着了 素灵秀瞪大一双眼睛 心中有了猜测 震害师父的五道神术之强大 以第一个境界施展 竟然轻松斩杀引楼楼主 这位半步天人 李玄一击斩杀了引楼楼主 与七名巅峰大宗师后 这才淡然地解释道 这就是五道神术 为师施展的 乃是灭神一刀 但不论刀也好 还有一击必杀 不论敌人有玄妙的身法 都无法躲避这一击 必须正面硬扛 接不住一击 就必死无疑 抬手指着引楼楼主八具尸体 道 看出问题来了吗 为师杀的不是他的肉身 而是意识 精神 魂魄 错骨扬灰灭魂 这就是灭魂 只杀其魂 不伤其肉身 许言心里激动不已 世上竟然还有如此神妙的五道 只灭魂而不伤身 若是自己修炼了 以后杀敌人 就不用担心把敌人身上的钱袋子 都给摧毁了 灭其魂 肉身依旧完好 财物不会有丝毫损坏 必须参悟出这五道神术来 师父说的 错骨扬灰灭魂 我一直都是把敌人错骨扬灰 不让其有一丝逃命之机 终究不够完善啊 差了灭魂这一道 师父早已教导我了 不灭敌人魂 敌人就有逃生之机 而灭魂之术 我一直没有参悟 许言为自己未能明误师父之意 而感到愧疚 我还是愚钝了一些 不过 他已经铭记了 师父刚才出手的刹那 那种特殊的力量 那是灭神一刀之威 假以时日 他相信自己 必然可以参悟出五道神术来 李玄看着许言的神色变化 心里暗暗满意 他相信自己 都亲自出手教导了 许言必然可以参悟出 类似灭神一刀的五道秘术来 孟冲也是有机会的 虽然妖孽上不如许言 但终归也是天赋妖孽 至于素灵秀 他的天赋不在此 李玄就不多苛求了 只要他继续明目 单一五道即可 杀了影楼楼主八人 李玄抬头看向了铁山县城 天宝阁上空 那里有三个不弱于 影楼楼主的存在 这就是天宝阁的底气 半步天人强者 只不过 三人之中 其中一人气息阴暗 仿佛蕴含剧毒 又仿佛可以枯萎一切生灵 修炼的是魔道功法 魔教的强者 三人处于对峙状态 魔教强者 与天宝阁的强者对峙 显然是与影楼楼主 一起来的 影楼楼主来抓人 而他负责拖住 天宝阁强者 天宝阁的两位半步天人 虽是为了长青阁而来 终究是没有出手 算不上敌人 而且以天宝阁管事 透露出来的讯息 这两位打的主意 是一旦长青阁陷落 二人出手 劫走素灵秀 与许君和几个核心人物 长青阁与运气丹 则是让各大势力瓜分 天宝阁的半步天人 可以不杀 但那名魔教强者 是冲着素灵秀来的 既然已经出手了 那就再杀一人 李璇身形一动 刹那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已出现在 铁山县天宝阁外 铁山县天宝阁上 两名半步天人强者 正在喝着茶 悠然自在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不管长青阁求救与否 一旦长青阁陷落 二人便会出手 将核心之人救走 数十位巅峰大宗师又如何 二人虽未突破天人之境 但也足以在数十位 巅峰宗师面前 将人救走 这就是底气所在 骤然之间 二人脸色一变 身形一动 就踏出了天宝阁 半步天人的气息 竟然有如此强者降临 而且是 直接冲着长青阁去的 是尹楼的老不死 其中一人沉声说道 尹楼既然是暗示里 手伸得太长了 另一人淡默地说着 二人非常默契 就要动身前往长青阁 兴许长青阁里的人 会求救呢 人 绝对不能落在 尹楼手中的 但 二人旋即脸色一变 瞬间如临大敌 一道干尸般的身影 翘无声息地出现 在他的四周 蚊虫干枯而亡 就连天宝阁外 那一株大树 都在逐渐枯萎当中 轰 天宝阁的半步天人强者 气势涌动 笼罩了天宝阁 抵挡那无形的枯萎之力 一时之间 痴痴之声不断响起 彼此的力量激荡在一起 那枯萎之力 仿佛欲要干枯一切似的 枯绝魔尊 天宝阁的半步天人 神色一沉地道 两位就不要多管闲事了 枯绝魔尊 声音沙哑地道 你要拦我二人 拦住你们一段时间 还是可以做到的 枯绝魔尊淡然地道 天宝阁两位半步天人沉默了 枯绝魔尊 乃是九大魔尊之一 若是另一人未死 枯绝魔尊 几乎是九大魔尊中 最强的一人 也是资历最老的魔尊之一 内狱目前声明在外的三大魔尊 都不过是后来者 火兔魔尊 不过属于后辈 与枯绝魔尊相比 差得太远了而传闻 枯绝魔尊乃是魔主的弟子 当初的魔教 在魔主统领下 是何等的强大 搅动内狱风云 杀戮无数武者 王朝未崩塌之前 乃是王朝的心腹大患 一次又一次 诸多势力联手绞杀魔教 始终未能将其剿灭 仅仅只是暂时打压下了魔教的嚣张气焰而已 随之王朝崩塌 魔教疯狂肆虐 那是内狱五道界最黑暗的岁月 但不久之后 魔主不知所踪 魔教分裂 九大魔尊各为阵营 在各大势力反扑之下 这才逐渐衰弱 纵然如此 如今的魔教在内狱 依然不容小觑 尤其是九大魔尊 当然 现在是八大魔尊了 火图魔尊已经被许焰斩杀 枯绝魔尊传闻乃是魔主弟子 不论真假 足以说明其强大 在九大魔尊中的地位非凡 尹楼楼主是九大魔尊之一 一名天宝阁半步天人沉声问道 尹楼是尹楼 魔教是魔教 我与他略有交情罢了 枯绝魔尊淡然地道 天宝阁两人神色变化着 想要出手 但枯绝魔尊实力极强 拦住二人一时半会儿 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这点时间 长青阁里的人 死得的死 被抓的被抓了 终于以天宝阁之威 威慑枯绝魔尊与尹楼楼主 显然用处不大 否则枯绝魔尊也不会出手了 突然 对峙的三人都神色一变 猛地看向长青阁所在 尹楼楼主爆发了极强的气势 这是遇到强敌了 难道 长青阁里有半步天人强者 这就是长青阁的底气 天宝阁两位强者 神色一变 为何始终没有察觉 长青阁里的半步天人 这是 三人陡然神色亥然 长青阁里一道恐怖的气机浮现 随着这一道气机浮现 尹楼楼主的气势消失了 与他一起而来的 七名巅峰大宗师气息 也旋即消失 死了 一名半步天人 竟然死了 而且 没有激烈的战斗 只是刹那之间 生死已定 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才能做到 瞬息斩杀半步天人 难道 是真正的五道天人 三人都顾不得对峙了 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撼 内遇 为何会存在五道天人 危险 酷绝魔尊心中凛然 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隐楼楼主被杀 他与隐楼楼主 可是一伙的 身形一动 就要逃离 却听得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 既然来了 就不要走了 一名青年男子 手里拿着一柄玉如意 洒脱不羁 气息神秘 深不可测 轰 酷绝魔尊身上 爆发出一股灰色的气息 身形幻化之间 就要施展秘术顿逃 随着青年出现 他仿佛看到了一顿大恐怖存在 死亡的气息 几乎笼罩了他 必须逃 酷绝魔尊果断无比 当即施展了压箱底的秘术 欲要顿逃而去 李玄目光淡然 抬其手斩落 灭神一刀叠加一击必杀 不论对方如何施展秘术 如何幻化身影 都逃不掉这一击必杀 在天宝阁两位半步天人惊骇的目光中 青年手掌斩落 纵然是施展了压箱底秘术的酷绝魔尊 依旧毫无抵抗之力 尸体从半空跌落 意识已然消散 唯独肉身丝毫不损 看不到任何一点伤痕 这才是最可怕的 直接湮灭意识啊 何等恐怖的武道之术 轻松斩杀了枯绝魔尊后 李玄淡然地看着天宝阁两位半步天人 我从不已进阶压人 二位可有什么想法 天宝阁的半步天人 顿时额头冒出冷汗 这是一位大恐怖存在啊 绝对是武道天人 出手的那一瞬间 虽然不是针对二人 然而他们依然感到毛骨悚然 仿佛精神意识都要被湮灭似的 前辈不要误会 我天宝阁绝无恶意 我天宝阁一向遵循不干涉武道界纷争原则 此来只是为一睹内于武道界大事而已 对 前辈不要误会 我天宝阁与长青阁 合作愉快 没有任何纷争 也不存在任何不当之处 还望前辈明察 两位半步天人 战战兢兢地道 心里庆幸 多亏了坚守天宝阁原则 没有做出吞并长青阁之举 没有向长青阁动用武力 否则这会儿可能已经死了 手一挥就斩杀一个半步天人 这有多少半步天人够他杀的 太恐怖了 真正的武道天人 而且刚才前辈说 从不以境界压人 所以杀哭绝 杀影楼楼主之时 并未施展真正的实力 仅仅是以天人之下的境界 施展出来的武道之法 那是什么恐怖的武道之法 竟然只斩精神意识 而不伤肉身分猴 如此攻击才是最难以防御的 古往今来 任何庞大的势力 都是因为膨胀了 自视甚高 认不清自己与敌人 违背自身原则 才导致崩塌的 但愿你们天宝阁 能够认清自己 李玄语气淡然 警告与敲打天宝阁的意思 却是丝毫不掩饰 是 前辈说的是 天宝阁强者 慌忙恭敬不已的点头应道 李玄手一抓 枯绝魔尊的尸体落入手中 他身形一闪 已消失在原地 长青阁院子里 素灵秀看着 尹楼楼主等人的尸体 眼眶都红了 大仇人死了 他拎起铁锹 咬牙愤恨地道 虽不能亲手杀了你 但我也要把你措骨扬灰 才能消我心中之恨 周英也是拔出了刀 准备与素灵秀一起 将尹楼楼主 与一众巅峰大宗师的尸体 都斩碎了喂狗 丫头 你这是做什么 李玄回来了 将枯绝魔尊的尸体 扔在地上 师父 我要把他剁碎了喂狗 素灵秀愤恨地道 许言几人点头 表示支持素灵秀的行动 大仇人在眼前 不挫骨扬灰 如何消心头之恨 而且 师父离开一会儿 就又带回来了一具尸体 这千尸一般的人 必然也是半步天人无疑 李玄却是道 这些人 精神意识消亡 然而肉身生机 却是并未泯灭 甚至其修为依然存在 毁了岂不可惜 为师留下这些尸体 是给你钻研用的 单一武者 岂能对武者身体 一无所知 解剖开来看看 钻研钻研武者修炼之后 其肉身的变化 以及存在什么玄妙 错骨扬灰 只是解一时之恨 你把它当成研究之物 解剖也好 拆卸也罢 再重读起来也行 既能解恨 也能从中得到收获 素灵秀一正 看向九具尸体 两具半步天人 七具巅峰大宗师 虽然精神意识已然消亡 然而肉身生机尚未湮灭 多谢师父 弟子明白了 素灵秀顿时兴奋不已 许言一番话 仿佛给他打开了一扇天窗 李玄点了点头 道 保存好尸体吧 希望你能由此收获 进一步明目单一之玄妙 他心里期待着 素灵秀会从中 得到什么收获 单一武道兴许 会因此而进一步提升 为何不把尸体彻底灭成灰 就是因为他故意留下来 给素灵秀解剖也好 做其他方面的研究也罢 就是为了让素灵秀 能够从中得到收获 进一步完善单一武道 提升单一武点层次 不懂武者之体内变化与玄妙 如何称得上是医者 是 师父 素灵秀兴奋不已 慌忙准备灵药 炼制保存尸体的丹药 要让尸体的肉身 维持生机不灭 修为不失 吩咐十二宇寇洛制 将尸体搬到一间密室里 素灵秀匆忙组合出一个单方 炼制出运养尸体的丹药 塞入尸体里 李玄在椅子上坐下 恢复悠然自在的神态 灭杀半部天人 仿佛只是 徒儿 可是有什么疑问 李玄露出笑容道 师父 引楼楼主的那股威压 适合而来 你施展的五道神术 只是针对精神意识 许言恭敬地问道 人身三魂七魄 也是精神意识之所在 魂魄消亡 一切都是空 徒流肉身 也会腐朽湮灭 为施展的 便是魂 五道神术自有玄妙 悟了便是悟了 唯有自己悟出来的 才是属于自己的 这是你自己的道 正如为师一直强调的 传的是道 而非法 李玄说着 抬起手 向着半空 斩出一刀 灭神一刀 他要让许言与梦冲 感悟这一刀 从而以此为基础 悟出类似 灭神一刀的五道神术 弟子明白 定然不会让师父失望 许言恭敬地道 他只觉得自己心中 似有明悟一般 却又未能彻底明悟 明悟五道神术 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突破通悬后 多参悟一下五道神术 许言心里暗暗地道 一旁的梦冲 似乎有所收获 李玄施展的是灭神一刀 而他修炼的是刀刀 所以从中体悟出了一些东西来 当然 距离完全明悟出五道神术 还差得远 李玄没有传灭神一刀 或一击必杀 是不想许言与梦冲 被这两门五道神术矿住了 无法跳出这两门五道神术的框架 他需要的是 许言与梦冲 明悟出属于自身的五道神术 可以尽情地发挥 兴许能够创出 更强大更玄妙 与灭神一刀与一击必杀 都有所不同的五道神术呢 到时候 经手指反馈而来 他又将掌握 新的五道神术 实力必然又会有所提升 长青阁里 素灵秀带着十二 寇若智 孟叔叔 以及周英 在忙忙碌碌着 而许言与梦冲 则是在一旁 各自沉思着 体悟着师父的五道神术 许君和心里松了一口气 前辈如此之强 各大势力围攻又如何 五十名巅峰大宗师 也不过如此啊 他已经开始琢磨着 此事之后 长青阁下一步 该如何发展壮大了 大慌步伐可以加快了 不再需要小心翼翼 天宝阁顶楼上 两名半部天人 虽然在喝着茶 但是二人的目光 都看向长青阁 而且端着茶杯的手 微微颤抖着 实力不下于二人 甚至更强一点的枯绝魔尊 啪记一下 就死了 一点抵抗之力都没有 这一幕 给两位半部天人的内心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太可怕了 手掌灰落 精神意识瞬间消亡 一丝抵御之力都没有 二人虽是半步天人 却不知道精神意识 该如何防御 那一盏近乎无解 似乎即便是真正的武道天人 也无法抵御 来了 突然 一人开口说道 大悦国此事后 恐会变天了 二人抬头看去 数十名巅峰大宗师 裹挟着滚滚气势 向着长青阁包围而去 长青阁的小院子里 李玄悠然地坐在椅子上 喝着云雾灵茶 许言与梦冲 正在感悟着什么 素灵秀兴奋地在纸上 画出一些解剖与钻研 所用的器具图案 为接下来的钻研 做充足的准备 整个长青阁里 丝毫没有即将面临 数十位巅峰大宗师 来袭的紧迫感 许君和与寇若志二人 正在商议着 接下来长青阁该如何发展 大慌该如何崛起 用什么样的手段 将大悦国皇室拉下来 造反是寇若志的专长了 然而与许君和一番交流下来 寇若志看许君和的眼神 都变了一遍 难怪可以成为首富 能够以威莫之身 娶了俊首之女 许君和真够阴险狡猾的 寇若志心里嘀咕着 骤然 李玄抬头看向长青阁外 接着毫不在意地低下头 继续喝着自己的云雾灵茶 而许言与梦冲 猛然睁开双眼 眼中寒光绽放 轰隆 强大的威压 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 天空风云涌动 宛若一股无形的风暴 正在席卷而来 肃灵秀停下了画器具图案 抬头看向长青阁四周 数十名巅峰大宗师 气势勃发地围了过来 孟叔叔咽了一口唾沫 他只觉得 心肝都在颤抖 平时难见踪迹的巅峰大宗师 这会儿竟然一来就好几十位 许君和与寇若志等人 实力最弱 更感受到那恐怖的威势 哪怕深知有前辈在 这些人都不足为虑 依然经不住心惊 脸色微微发白 数十名巅峰大宗师的气势 浩浩荡荡 宛若凝聚的恐怖风暴 以威势而论 比引楼楼主更壮观 除了巅峰大宗师外 还有大城以下的大宗师 汇聚了一百多名大宗师强者 浩浩荡荡的气势 分明是来表明决心 表明态度的 这个态度 是冲着天宝阁去的 告诉天宝阁 长青阁绝不会允许天宝阁独吞 运气单不会让天宝阁独掌 紫翼王踏步上前 目光凛冽 高声道 长青阁 以下犯上 该当何罪 还不束手就擒 听后发落 在紫翼王眼里 拿下长青阁是必然的 他们需要防备的是天宝阁 因此一众强者 注意力都在现成的天宝阁上 然而 就在紫翼王话音刚落 一道恐怖的剑光杀了过来 长青阁岂是你大跃国可以指手画脚的 今日便斩了你 许颜怒吓一声 腾空杀了过去 一剑斩出 四方震动 山河崩塌 雷霆之剑仿佛凭空出现 宛若天罚一般 斩向了紫翼王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震害了诸多强者 紫翼王更是骇然 周身气势勃发 怒吼一声 全力出手 欲要挡下这一击 然而 许颜这一剑 岂是容易挡下的 紫翼王左右的巅峰大宗师 脸色大便之下 纷纷出手相救 哭 纵然如此 紫翼王也被一剑斩得吐血到飞 身受重创 许颜 一众强者心中一沉 常青阁竟然与许颜有关 如今五道界各大势力 谁人不知见神炎之名 一人斩杀三位巅峰大宗师 其中包括赫赫凶名的 魔教九大魔尊之一的火徒魔尊 如此一位强者 如此一位绝世天骄 注定了会站在内遇五道之间的存在 他们哪敢得罪 必须杀了他 诸位不要忘了此行的目的 许颜如此强大 是否与丹药有关 若是我等也拥有丹药 实力又岂会比他弱 紫翼王心头惊骇的同时 也意识到 若是不杀了许颜 后患无穷啊 众强者闻言 纷纷神色一鸣 既然已经出手了 已经得罪了人 以防人多势众 许颜再强 也绝非对手 而且 紫翼王说的有理 许颜实力如此之强 是否与常青阁的丹药有关 这一下子 没有人做得住了 眼中竟是振奋与贪婪之色 纷纷怒吼道 许颜 交出丹药 交出常青阁 否则你必死无疑 许颜持剑傲然而立 辟逆四方 冷声道 就凭你们 也想杀我 大越国皇室 好得很 许某他日 必然倾上大越国京城讨教一番 紫翼王眼神愈发凝重 必须杀了许颜 若是许颜不死 以他的强大实力 大越国皇室 将面临一个强敌 杀了他 顾不得身上的伤势了 轰然爆发强大的气势 与天一卫大统领 以及混在人群中的大越国供奉强者 出手袭杀向许颜 其余巅峰大宗师见此 也不敢大意 万一许颜逃了 祸患无穷啊 要么不得罪 既然得罪了 必须仗着人多势众 把祸患给扼杀了 斩 许颜山河箭一爆发 一箭接着一箭 降龙掌拍出 一条接着一条巨龙拍出 硬汉诸多强者的攻击 杀 梦冲撞兽的身躯 瞬间膨胀一圈 金光灿灿 霸绝无匹的刀光 冲天起 他也杀了上去 一众强者神色凝重 愈发坚定要杀了二人 一旦被逃脱 他们这些人单独面对 恐怕都抵挡不了几招 许颜太可怕了 将近十名巅峰大宗师出手 许颜竟然硬汗而不落下风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一众巅峰大宗师 心中惊骇的同时 也愈发杀意凛然 彼此相视一眼 纷纷出手了 刹那之间 恐怖的威势 宽若灭世风暴一般 席卷下 轰向了许颜与梦冲 长青阁里的众人 全都紧张不已 抬头看去 那一道道恐怖的攻击 倾斜而下 毁天灭地一般 轰向了许颜与梦冲 哪怕许颜与梦冲再强 在如此多人的联手攻击之下 都显得有些弱小 许君和一颗星都悬起来了 满脸紧张之色 轰隆 强大的轰来 许颜一剑又一剑斩出 将轰来的攻击 撕开一道又一道裂口 然而强大的攻击 宛若瀑布般倾斜而下 任由他如何挥剑 也无法将如此恐怖的攻击 抵挡下来 梦冲周身金光灿灿 金身翘穴异一生辉 刀光裹斜着风雷真意 疯狂斩出 但他实力终究弱于许颜 最终轰隆一声 从半空中砸了下来 不过 他看起来虽然狼狈了一点 却是并没有受伤 许颜也快支撑不住了 身躯不断下落 一剑又一剑斩出 然而倾斜而下的攻击 却是源源不断 且越来越强 他显露的实力越强 一众巅峰大宗师 越是心惊胆战 越是坚定要把他给扼杀了 李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扭了扭腰 活动活动了手脚 还原地蹦跳了几下 仿佛在热身似的 接着手一抬 真原涌动之间 和于天地灵气 四周的天地灵气 骤然变得狂暴起来 紧接着汇聚而在长青阁上方 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灵气之盾 轰隆 一众舞者的攻击 倾斜而下的恐怖威能 紧接被灵气之盾抵挡在外 许言从半空中下来 看向那一面灵气凝聚而成盾 整个人都振奋不已 这就是通玄之庙 操控天地灵气 化为通玄之力啊 巅峰大宗师 固然也能够一定程度上 调动深周的天地灵气 化为恐怖的威势 然而与通玄境之力相比 差之太远了 徒儿 看好了 何为通玄 何为通天地之玄妙 李玄看向许言一脸微笑 今日 为师亲自出手 为徒儿展示一番 何为通玄之力 看仔细了 这就是通玄 为师希望你 一入通玄 便能明目通玄之妙 明目通玄的精髓 李玄说着 一只手拿着玉如意 背在身后 一只手抬手一挥之间 天地灵气化作一柄数十丈的巨剑 横灌在长青阁上空 许言激动不已 目不转睛地盯着 看到天地灵气 化作一柄巨剑 他脑海中 似乎有灵光一闪 那是关于 见到第二镜 心见镜的感悟 这一刹那间 他似乎隐约 有些明悟 心见镜该如何修炼 通玄之妙 心见镜的天地万物 皆为我见许言心里 喃喃自语一句 他聚精会神 看向悠然自然 洒脱不羁 登天上的师父 终于 又要见到师父出手了 虽然 师父并非展露真正的实力 而是他当初通玄境时 所具有的实力 依然令他心生向往 师父用心良苦啊 自压境界 为了教导自己 师父也是伟岸崇高的 明明很强大了 却从不以境界欺人 哪怕敌人人多是重 许言心里感叹着 师父曾经 必然是一人 独占无数强者 已经习惯了 一人独占群敌 所以 哪怕境界很高很高 他依旧以同境对敌 这种强者的自信 这种洒脱自然 我远远不如啊 师父境界之高 只能仰望 半空中 一众舞者境界骇然 如此恐怖的攻击 竟然无法破开 笼罩在长青阁上空的巨盾 看着下方 一名悠然洒脱的青年 踏步登天而来 挥手之间 一柄巨剑 凝聚在半空之中 他们心里咯噔一下 意识到不妙 似乎踢到铁板了 长青阁里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强者 这是什么境界的存在 莫非是大宗师之上 大宗师 已是内遇舞蹈之巅了 杀 已经到了无可退避的时刻 这些大宗师也不含糊 能够成为大宗师的 哪一个不是曾经的天骄 刹那之间 彼此都达成了默契 必须倾尽全力一战 轰隆 所有舞者倾尽全力出手了 恐怖的力量汇聚在半空 搅动着天地灵气 刹那之间 长青阁上空都暗了下来 仿佛灭世风暴来临 铁山县城 天宝阁上 两名半步天人 目光凝重地 看着长青阁上方的一幕 那名神秘存在 疑似真正的舞蹈天人的绝世强者 竟然 没有以境界压人 这是何等自信啊 李玄抬手一挥 巨剑斩落 一股寂灭之意 激荡在四方 寂灭剑意 轰隆 一剑斩落 撕裂了风暴 撕开了黑暗 十数名巅峰大宗师 瞬间化作了飞灰 紧接着 半空中一条数百丈的金色巨龙 双眸睁开 龙威浩荡 嚎啸一声 杀向了人群之中 轰隆 所过之处 大宗师纷纷崩灭 不论如何爆发攻击 不论如何疯狂出手 乃至爆发五道秘数 依然无法抵御分毫 催枯拉朽一般 被金色巨龙轰灭一空 一剑 一掌 便灭杀了三分之一的舞者 紧接着 半空中一只巨大的拳头 风雷涌动之间 狂暴无匹 轰入了一众舞者之中 在一众大宗师 惊惧绝望的目光中 恐怖的权力 无可抵御 无可匹敌 宛若风雷席卷 又崩灭一批舞者 余下的大宗师 此刻已经心惊胆战了 脸色惨白无比 冷汗不断低落 眼中尽是恐惧之色 太强大了 面对青年男子的攻击 他们感觉自己 仿佛在 皮肤汗术 诱惑躺臂当车 不堪一击 一剑 一掌 一拳 瞬间灭杀将近一半的舞者 这怎么打 长青阁里 众人抬头看着这一幕 心里震撼不已 许言与梦冲二人 距离通玄境不远了 眼中 都是激动与狂热之色 这就是通玄境吗 当真是强大无比 仿佛与巅峰大宗师 根本不在一个境界上 然而 以境界而论 二者其实是 属于同一境界的 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寇若智等大荒舞者 此刻兴奋地几乎要颠狂 对大荒舞祖的崇敬之心 如天之高 对舞祖的信仰 已经深入骨 魂 不愧是舞祖 大荒舞道 当真强大无比 与大宗师同敬的通玄 完全碾压了大宗师啊 一众大荒舞者 心头火热 眼神狂热 内心越发坚定 要努力修炼舞道 争取早日突破通玄之境 虽然 他们还没有获得通玄之法 半空中 一把刀出现了 这一刹那间 天地之间 仿佛只有这一刀 只有内霸绝天下的气势 梦冲瞪大双眼 眼神狂热 心里激动不已 师父要施展天地霸刀了 轰 一刀斩出 刀光横贯长空 又是一大批舞者 在刀光之下 化作了飞灰 余下的大宗师 已经无心再战了 这根本就与送死没有任何区别 诸多大宗师 心里后悔不该贪婪迷了心 不该受大越国皇室蛊惑 来联手瓜分长青阁的 余下的大宗师 心神精具 若是侥幸活下来 这将是他们一生的梦魇 抹之不去恐惧阴影 然而 李玄既然出手了 又岂会让人逃脱 他可是教导过徒弟 对于敌人 要挫骨扬灰灭魂 自然要以身作则 一个敌人都不能放过 李玄抬起了手 天地灵气瞬间狂暴 化作了剑 刀 拳 与金龙 轰隆 狂暴的攻击 瞬间横扫而出 所有意图顿逃的大宗师 尽数湮灭 铁山献成 天宝阁上 两位半步天人 此刻一脸冷汗 心肝都在颤抖 一百多位大宗师 其中巅峰大宗师就数十位 结果抬手投足之间 就被灭杀一空 而对方并没有施展天人之威 如此才更显得可怕 他们自问 爆发天人之威 可以震慑住这些大宗师 但也只能震慑住短短时间而已 毕竟 数十名巅峰大宗师爆发的威势 以他们半步天人之威 是不足以真正地镇压下去的 真的动起手来 他们也只能退走 绝无可能 硬汉数十名巅峰大宗师之力 结果 那神秘强者 并没有爆发天人之威 便已经灵灭一众大宗师舞者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那是许言与梦冲的师父 究竟是何许人也 难道当真是武道天人 内狱 为何会存在传闻中的武道天人 二人知道 长青阁的崛起 已经势不可挡了 经此一战 还有哪个势力 敢基于长青阁 想要丹药 必须出钱购买 接下来 该考虑一下 天宝阁与长青阁合作的事情了 天宝阁的优势 在于内狱各地 皆有分布 可以快速将丹药 销售到内狱每一个角落 长青阁上空 敌人以禁数湮灭 恢复了风轻云淡 然而刚才那一幕 却是深深地震撼了长青阁里的每一个人 李玄依旧悠然洒脱 回到椅子上坐了下来 杀了上百大宗师 就仿佛碾死了上百只蚂蚁一般 微不足道 师父 师父 你太厉害了 素林秀玉脸红扑扑的 兴奋不已 对师父满眼都是崇拜 太强大了 殷勤地给师父沁茶 师父 这就是通悬之威啊 一人横扫上百铜镜 当真是太强大了 李玄神色淡然 白白手道 小场面罢了 为师连通玄之力的十分之一 都没有施展出来呢 莫说上百位 就算是上千位 上万位铜镜敌人 为师一样 横推无敌 看着一脸震惊的徒弟 李玄心里舒爽 在徒弟面前吹牛逼 他是从来不脸红的 许言心里震撼不已 师父说的铜镜 并非是这些大宗师 而是同为通玄镜的敌人 上千 上万铜镜 师父都能横推无敌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啊 我虽然自信铜镜无敌 但自问做不到 师父如此强大 难以想象 师父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一人横推上万铜镜 那是何等风资 我要以师父为目标 努力提升实力 即便无法一人 横推上千 上万铜镜 最差也要做到 一人横推上百铜镜 许言目光坚定 心里斗志昂然 孟冲心里也是震撼不已 他开始自视己身 我大日精深强悍 只要破不了房 就无法击败我 但是数十位铜镜联手 我必然扛不住 而且 我面对的铜镜 应该以同样 修炼了大日精深的舞者为准 我要做最强的肉身舞蹈舞者 一人站百不败 就是我的目标 至于铜镜无敌 孟冲直接掠过 有大师兄在 铜镜无敌是别想了 那是独属于大师兄的 他的目标很简单 一人站百位铜镜的肉身舞蹈舞者而不败 便是成功了 李璇看着两个徒弟眼中的斗志 心里满意极了 有斗志好啊 修炼起来更勤奋 更能提升实力 徒弟实力提升了 自己的实力 也会跟着提升 没有什么比实力提升更快乐的事情了 长青阁的风波 已然过去了 许颜开始圆满自身 为突破通悬镜做准备 孟冲在准备冲击先天进圆满 素灵秀将钻研所需的器具 都给画了出来 交给周英 让他找人锻造出来 许君和与寇若智 满怀斗志地 投入了扩张长青阁的步伐 内与武道界 所有势力与强者的目光 都汇聚在铁山县 长青阁之战 宛若风暴一般 席卷了整个内域 武道界震动 一百多位大宗师 其中数十位巅峰大宗师 这是自从王朝崩塌之后 第一次如此多大宗师汇聚的一战 结果 所有大宗师尽数被灭 许颜与孟冲 来自长青阁的消息 也传遍了内域 而长青阁里 那位神秘强者 一人灭杀了上百大宗师 震害内域 参与长青阁之战的势力 顿时惶惶不可终日 生怕被找上门来 大战的详情并没有传出来 毕竟所有强者都死了 而天宝阁的两位半部天人 自然不会传这些事情 因此 对于外界而言 只知道上百大宗师 全部陨落 却不知道 上百大宗师 被人举手投足之间 就给禁术灭杀了 否则更惊骇 大越国京城 这一天 群臣心惊胆战 诸多参与这一次 行动的世家大族 都战战兢兢 目光都看向了那位大越皇 大越国天一位统领 天玉位统领 包括这一次出动的 供奉大宗师 全部陨落 大越国皇室 可谓损失惨重 而此事导致的后果 却是远比这点损失更可怕 围攻长青阁 夺取长青阁丹药 是大越国皇室发起的 长青阁一旦要报复 首当其冲的 就是大越国皇室 一时之间 群臣之中有些人 已经在考虑着 要不要准备后路了 大越皇脸色发白 他意识到 此事的严重性 一旦处理不好 大越国有崩塌之危 皇宫隐秘之地 大越国皇室高层汇聚 商议如何解决此事 上百名大宗师都被杀了 大越国皇室 哪怕倾尽全力 也奈何不了长青阁 而大越国群臣 必然不会卖力 为此拼尽全力 去对付长青阁 内域武道界 都在看大越国皇室 如何反应 剑尊雅 谢凌峰神色交集 刚刚结束闭关修炼 得知了长青阁之事 便匆匆赶往附近的闭关之地 剑尊雅是否全力出手 救援长青阁 唯有当代建主 他爹谢天衡 才能做决定 还没赶到闭关之地 胡山匆匆追来 道 少爷 灭了 全都灭了 胡山一脸震撼地叫道 什么灭了 谢凌峰心里吃惊 长青阁灭了 不可能吧 难道危机关头 前辈不出手 上百位大宗师啊 全部被灭了 长青阁安然无恙 胡山震惊地道 谢凌峰吐出一口气 道 一定是前辈出手了 许颜与孟冲再强 也不可能对付得了如此多的强者 一定是 胡山点头 太震撼了 一人灭杀上百位大宗师 不过 转念一想 又觉得理所当然 区区大宗师而已 在前辈眼里 不过是楼一把 胡山突然一震 自己都还没突破大宗师呢 怎么就狂妄地鄙视起大宗师来了 受了许颜和孟冲的影响啊 胡山心里叹了一口气 七星学功 白云空抬头看天 久久沉默不语 他眼神之中 难以掩饰的震撼 虽然 对于大越国等诸多势力联手 最终免不了会失败 却是未曾想到 竟然是被催枯拉朽一般 尽数灭杀 许颜与孟冲 是无法做到的 只能说明 长青阁里 有更为强大的存在 老师 尹楼的老不死 也去了长青阁 还有枯绝摩尊 傅云天心里震惊 尹楼楼主 与枯绝摩尊 都是堪比老师的强者 结果一去就消失了 结果不言而喻 必死无疑 两位半步天人 数十位巅峰大宗师 如此强大的阵势 本以为哪怕长青阁 最终度过危机 也必然会有一番激烈的战斗 战斗是发生了 似乎并不激烈 一群强者 去得快 也死得快 快得整个武道界各大势力 都没反应过来 事情就已经落幕了 所有大宗师强者 一个活着的都没有 彭渊带人去了苍蓝岛了吗 白云空开口问道 彭大学士 已经带领七人 启程去了苍蓝岛了 傅云天回道 彭渊是七星学宫的武道大学士 一生都在钻研武道 研究武道秘书 如今七星学宫一品进以下 舞者流转的一部分秘书 就是彭渊钻研出来的 他也是当初 许颜选定的武道学士人选之一 巅峰大宗师实力 白云空沉吟了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好伴上 陈生道 学宫里 准备一个课程 大荒武道课 带许颜传大荒武道来此 便招收适合的学子 修炼大荒武道 大荒武道 这就是许颜修炼的武道 也是被他称之为真武道 傅云天神色复杂 张了张嘴 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荒武道强于内域武道 一旦大荒武道流传开来 他们这些内域武道强者 终将被淘汰 而他们 距离寿源耗尽 还早着呢 诸多强者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 如今发现自己 要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武道淘汰者 会作何感想 改修武道 已然来不及了 那么很大的可能 是联合抵赖 压制大荒武道 能压制一时是一时 傅云天脑海中 浮现出一个武道之争 四个字来 内域武道界 终将不平静了吗 而七星学宫 作为内域 第一武道学府 传授武道为原则 如今传授大荒武道 学宫内部 是否会出现巨大的分歧 来自因此而内讧分裂 老师 傅云天张了张嘴 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白云空笑了一笑 道 怕被淘汰了 古往今来 多少天骄被淘汰 你我为何会成为例外 若是不想被淘汰 那就钻研武道 如何以内域武道之机 转入大荒武道 若是成功了 又如何会淘汰 我七星学宫 不乏钻研武道者 不乏一星只为探索武道者 这是学宫 创立之宗旨 不要因为新的武道出现了 而畏惧 而担心淘汰 七星学宫的根基 是武道学士 他们自然会去钻研 取得一个平衡 如何转入大荒武道 傅云天攻身道 弟子受教了 白云空接着又笑道 至于纷争 未必能够掀起多少浪花的 数十名巅峰大宗师被灭 许言的实力有目共睹 这天下武者 谁不想追寻更强武道 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一股时代洪流 妄图逆时代前行者 终究被淹灭 转修之法一出 天下武者 都必然转修大荒武道 傅云天一正 老实言之有理啊 内玉武道界 因为长青阁之战 上百大宗师灭亡而震动 无数强者惊骇不已 同时对于丹药 更是屈之如物 长青阁如此强大 是否与丹药有关 与此同时 小道消息开始在武道界流传 许言所修炼的 并非内玉武道 而是更强大的武道 称之为大荒武道 传闻 大荒武道才是真武道 而内玉武道 乃是唯武道 唯武道 如何敌得过真武道 胡说八道 我内玉武道 岂会是唯武道 传承万万载 就因为出了一个许言 就觉得我内玉武道 是唯武道了 没错 我内玉武道传承久远 岂会是唯武道 许言修炼的 也是内玉武道 只是他天赋一禀 才是实力远超于人 大荒武道从未听闻 若是存在 岂会到现在才出现 定然是瞎编出来的 妄图干扰我等武道之心 当真可耻 众多武者纷纷驳斥 内玉武道 乃是唯武道的说法 义愤填膺 购买单要赠送的 我最初不在意 昨天看完了 我大受震撼 原来我们内玉 其实是大荒之一 对 因为远古动乱 武道传承断绝 我们内玉武道 其实是从真武道的 边角料里传出来的 大荒武道 才是天地武道之正统 天地之史 大荒正统啊 传闻大荒传记里 有武祖留下的武道 我一定要仔细钻研 我要想办法 转修大荒武道 武道界中 也不乏武者 坚信大荒武道 才是真武道 以前可能不是 但现在必须是 因为大荒武道更强 武者 都是追寻强大的 大荒武道之名 开始在内玉武道界流传 初始只是小规模流传 但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尤其是大荒传记的传出 一些购买了丹药 或赠送传记的宗师武者 反看之后 大受震撼 仿佛看到了世界真相 若是在长青阁之战前 他们兴许只会荡成画本来看待 然而长青阁之战后 就无法荡成画本来看待了 大荒武道太强了 似乎在佐证 大荒传记的技术 是真实存在的